第1501章 水中介道 画面一闪而过 速度很快 古玩店老板歪头看着我们 那是什么 野猫 野狗 自然不是 程兴和跟我一对眼 我们刚才都看到了 一个鬼鬼祟祟 在我门口放东西的影子 冲着门板拱了拱手 所以 那就只有一个理由了 这些东西 把那些尸骸送过来 是想跟我求助 非亲非故 为什么会求助到了我门下来 这些东西 离开监控画面的一瞬间 像是被那些黑乎乎的煞壶给扑倒了 我看出 位置是在左边巷子转角 跟过去 就在一堆杂物里 发现了一汪块干涸的血迹 还有几片碎林 放东西的罪魁祸首 被那几个煞壶给杀掉了 求助的送了命 其余的线索一概没有 要找他们 都不知道去哪找 何况 还跟煞壶有关 不过 得赶紧去换盒子 换完了查探查探这件事 顺带 想看看 江家请了敌老爷子来布局 到底有什么大动作 我们准备了一下 就奔着云梦河去了 金毛如愿以偿跟上 高兴地摇头晃脑 云梦河离得并不远 要是能找到了敌老爷子 当天就回来了 云梦河的位置 其实是比较特殊的 这地方在帝都附近 承接天地之灵器 出过龙脉 据说 历史上的一个乱世 有个大家族 就经过高人指点 葬在了云梦河附近 当时找到的位置 坐北朝南 一山傍水 左右两个卧领呈现龙形 恰似一对扶手 四金交椅 顾名思义 谁的交椅能用金子打造 龙椅 后来 那位王朝创始人 果然白手起家 丛林做起成了帝王 但是好景不长 有人窥探出了这个秘密 炸断金交椅 两边 只留下了两道凹坑 呈现出了一个八字 那人做皇帝 也只做了八十天 就被推翻了 这江家 不能是去找了金交椅帝了吧 要是敌老爷子 肯把金交椅的给修复了 那真是能耐通神 云梦河附近 全是各种主流之流 还有水库什么的 说起来 离这九区大坝是不远的 不过这云梦河不小 我们也没有敌老爷子的定位 只能靠着肉眼找 我到了山上比较高的地方 云梦河附近是大苍山 山顶有个测量点 我就上去细看看 不长时间 我就发现了 有个位置隐隐约约 是有点功德光 应该就在那附近 刚要下山 金毛像是有点躁动 程兴河顺着金毛的视线一看 拉了我一把 七星 水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 顺着水面飞快地往前赶 隐隐约约 看见水面上一个小红灯了 这就是所谓的街道 有灵雾有急事 就会举那么个红灯 请周遭的灵雾让行 平民版的速静回避 但那些东西 也是一闪而逝 很快就消失了 这些东西急急慌慌的 干什么去 谁知道呢 下了山 找到了嫡老爷子所在的位置 可一到了附近 我就皱起了眉头 这是个山谷 也就是所谓的瓶子口山 宛如横着的酒瓶子 你要进去 就只有瓶子口那一条小道 是个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的关爱 而且 不止一夫 这里江家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倒是不怕他们 不过 他们现在 跟我算是深仇大恨 一看见了我 肯定要给我添乱 把嫡老爷子藏起来什么的 反正不会让我趁心如意 现如今他们见了我 估计都得有应急反应 白货香不用我吩咐 又要给我做个脸 可白货香一伸手 程兴和就拉下去了 人家预防措施做得挺严格 未必能过得去 顺着他的手往前一看 好吗 这地方摆着不少的龙狮子 就怕我再去添乱 而且 后面的一个亭子里 江年正坐在里面 好争以侠地 守着必经之地 像是做好了充分准备了 我心里嘀咕了起来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又要来 算了 都是吃阴阳饭的 解梦姑姑 能让我顺着买熊黄的人 找好东西 也能帮他们窥伺天机 倒不奇怪 毕竟解梦姑姑 是他们家的人 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 解梦姑姑之前 又到底为什么帮我 亚巴兰瞅着我 哥 那怎么办 苏巡却看向了白货香 帮我做个脸 他不怕龙狮子 打算进去探探情况 接着他回过头来 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能做 亚巴兰一听 也精神了起来 那我也去 也对 他们江家人跟我施有仇 可跟亚巴兰和苏巡 没什么深仇大恨 再说 只是去换个盒子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我也就点了点头 他们的本事 我放心得很 正这个时候 远处来了几个人 应该是本地人 开着几个电动三轮 电动三轮上 还有美食的标志 这附近没有人烟 应该是来给江家送饭的 好机会 苏巡和亚巴兰 经过遮皮子 改头换面 苏巡把珍珠胭脂盒带上 灵灵地 跟在了电动三轮后面 到了山谷路口 没费什么功夫 还真混进去了 程兴和摇着头 吴家友儿出掌城 真是出息了 好事儿 但愿别出什么事儿 这地方景色很不错 太阳 把石壁照得暖融融的 山风吹过 把石壁上的花吹得 摇摇晃晃 简直太舒服了 金毛靠在了我怀里 皮毛又软又暖 我很少能有 这么享受的时候 反正也是等 我靠着石壁 就打了个盹 结果还没睡着 就听见头顶啪叉一声 声音不对 灌云听雷法 立马感觉了出来 上头有东西 我身体比脑子反应快 奔着一边的白货箱 和程兴河就扑过去了 与此同时 一大块石头轰然而落 直接坠到了我头上 啪的一下 贴着身体落下 龙铃应声滋生 我们三个都没事儿 程兴河半个辣条 还叼在了嘴里 挣扎起来 卧槽 哪个刁民要害老子 白货箱也惊魂未定 也许 是山上自然落石 山顶坠石头 并不奇怪 可这地方 我一早就看了 有葫芦松 铁爪兰 不是能落石滑坡的地址 那块石头 是有谁故意推下来的 妈的 难道江家发现我们了 可江家人不至于这么傻 一块石头 不至于能砸死了我 果然 一转脸 江年他们听见了这里的动静 也不由自主地看了过来 江年甚至跟一个小辈点了点头 试一上这里来看看 而这一瞬 我听到了一个细微的声音 你看见龙铃了吗 看见了 金色的 是他不是 就是他 有谁找我 而这一瞬 金毛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呼的一下 奔着我身后就扑过去了 卧槽 江家人也快过来了 我们暴露倒是没什么 可雅伯兰和苏巡还在里面呢 不能让他们遇上危险 于是我对着金毛就追过去了 咱们先躲一躲 跟着金毛一跑 他在山里腾膜闪月 块头挺大 倒是十分轻盈 转眼之间 已经扑到了一个山洞里面 金毛 回来 可金毛第一次这么不听话 一头继续往里撞 我听到了丛丛的水声 这山洞里 有个暗河 这地方黑 因为潮湿 又很滑 好不容易跌跌撞撞赶上了金毛 感觉出来 水声越来越大 到了暗河边缘了 扑面就是凉嗖嗖的水汽 金毛终于停下 扫兴地叫唤了一声 看意思追不上那几个东西 十分失望 可下一秒 几道子声音 从四面八方同时响了起来 恭迎神君 第1502章 旧日相识 这直接把我吓一击 程兴河和白货香 也都恩了一声 这些事 听说神君回来了 大家欣喜若狂 神君一回来 我们就能回家了 这些声音嘻嘻嚷嚷的 我连忙就问 你们是谁啊 一片沉默 神君不认得我们了 时隔这么多年 神君怕是喝了不该喝的汤了 那 重新认识一下也好 我们是东海来的 啊 我想起来了 当初 萧香和河洛相争 东海一场大战 许多水族流离失所 有一批拥护萧香的水族 在萧香被封禁了之后 逃离了东海 我之前就见过大元 还有灵扇 都是这么来的 这些 就是那些当年逃离东海的水族 神君想起来了 那实在是太好了 神君开安 救命 这一下 这里的声音 都再次嘈杂了起来 金毛摁不住了 对着暗河 就嗷嗷大叫了起来 那些水族认出了金毛的身份 这不是吼吗 不用怕 还不是金毛 金毛似乎听懂了 顿时大怒 对着对面 又是嗷嗷嗷嗷一阵叫 意思像是 不是金毛 也不用你们瞎操心 我摁住了金毛 接着问道 昨天在我家门口 扔了很多血肉失骸的 就是你们吧 这一下 那些水族都沉没了下来 姑母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低声说道 他们 也没回来 惨哦 惨哦 一个苍老的声音 说了这么两个字 接着 一阵如气如素的声音 就响了起来 像是什么乐器 听上去 十分悲怆 与此同时 那些水族都跟着乌液了起来 但和这音律 我们都听明白了 这像是送葬的哀怨 那个声音 难怪有人说 这东海上有妖怪 声音迷人心 那种哀怨的声音 谁听了 都想跟着哭一场 他们慢慢哼鸣起了一首歌 歌词很美 与子同出海 越明越有灭 子去再不归 只剩我愉悦 非常奇窗 我甚至感觉出 自己鼻子发酸 程兴河也不由自主地 吸溜了一下鼻子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听上去 有点惨 那是有点忙 就连金毛都不扑腾了 接着 齐刷刷一个声音 是对着东面 像是败下去了 哀怨哼鸣得差不多了 我就问道 你们 为什么要找我 那些声音 这才回过了神来 我们 想回家 原来 自从东海一主 这些肖像的追随者 可以说东躲西藏过生活 但是他们的寿命 比我们长 绵延了这么多年 哪怕他们都知道 肖像被封在四项局里 永远也出不来了 但还是不肯臣服于河洛 可这一阵子 他们得到了消息 说 肖像回来了 他们欣喜若狂 就想去找肖像 这下 终于能回家了 可他们找遍了四面八方 都没找到 有水族就建议 肖像既然回来了 那早晚会回东海 咱们就先回东海 等着他 哪一个 没有思乡之情 于是 他们汇聚在了一起 想要从水里借到 回到东海 可是没想到 遇上了麻烦 数不清的煞虎出现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不光拦住 还大家屠路 只要是遇上了煞虎的 全部死于非命 这些水族这些日子 折损了许多 他们不甘心 已经在外面躲了几百年了 眼看着能回家 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去 可你跟煞虎 没法说脸 眼看着死得越来越多 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这要是再退回去 那之前的同伴们 不就白死了吗 家 更是不能不回 这个时候 有一个水族带来了消息 说是听见了传闻 肖香跟我在一起 只要能得到了我的帮助 那一定就能顺利回到东海去了 于是 他们就找了几个勇敢的 带着受害者的尸骸 到了我门口 就是想让我亲眼目睹 那些煞虎的暴行 出来主持公道 可那几个先行者 一直都没有回来 他们也觉察出来 怕是那些先行者 也已经遭遇不测了 正一筹莫展的想法子呢 几个在附近的水族 就发现了我 那个大石头 就是那几个水族推落的 目的就是想看看 我到底是不是真龙转世 见到了灵 他们也就放了心 引着我们到了这里来 有一个水族 喃喃地说道 我老母亲 当年没能逃出来 不知道 还在不在 我女儿也是 倘若还活着 想必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我妻子 那个声音哽咽了一下 那个时候 正在临产 我也不知道 她现在 我住在渠原 可总被西海的水族七灵 他们叫我们乞丐 让我们从哪来滚哪去 还吞过我的肉 我也是 我也是 那个苍老的声音 喃喃说道 这样的日子 再也不想过了 是啊 只有家 才是根 想回家 对 想回家 求神军开安 带我们回家 这叫谁听了 心里不难受 而且 要是能帮这些水族的话 那得是多少功德 会不会 能抵冲了 萧香当年做的念 你们现在回家 就不怕和落 羊入虎口就不好了 神军放心 只要能回家 那些失去的东西 我们会想法子夺回来 那些水族争先恐后地说道 水神娘娘 什么时候回来 水神娘娘再回来了 就更是安居乐业了 我也想知道 大概 不会太远了 不过 那些煞虎 既然是上头的东西 又要护送他们 大老远回东海 想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煞虎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想必 不想让萧香重新回来 更不想 让他的旧部署 成为他的力量 要是能知道 煞虎怎么对付就好了 你一定能想出来 一个水族大声说道 传说 真龙转世至 东海平安时 能帮我们的 只有神军了 成兴和低声说道 这可是个大活 哪怕是你老婆娘家人 可 成兴和话没说完 忽然移了一声 转过了脸去 声音一提 有东西进来了 第1503章 虚迷之川 我也觉出来了 好冷 进来的 好像是一骨子刺骨的寒风 但是 哪怕三九寒冬 也不是这种冷法 这种冷 刺的人骨头疼 像是从阴间吹过来的 不是地上的东西 不光我们 那些水族 似乎也觉察出来了 来了 煞虎 那些东西 像是灰暗的棉花 把这个地方 全给堵死了 下一秒 那些东西 四面八方 全冲着这里过来了 成狗 打光 刷的一声 凤凰毛上的光芒 转圈炸起 整个洞穴 全被那华贵药木的光芒填满了 适应了光线 果然 满坑满谷 都是那些黑色的 乌云一样的东西 成兴和扫射了一圈 男男说道 跟煤气泄露一样 没错 让人窒息 没有形状 可给人的感觉 就是虎视眈眈 而那些乌云 被凤凰毛震慑了一瞬间之后 重新对着我们和那些水族就扑过来了 像是一柄柄贴着皮肤刮过的快刀 煞神身上吸来的煞气 在七星龙泉上一炸 反手对着那些东西就削了过去 破空声划过 大团煞气被直接劈开 身后轰然就是一阵叫好的声音 不愧是神君 跟当年一样 有神君在 咱们一定能回家 穿过了煞虎迷雾一样的影子 我看到了后面 隐隐绰绰的身影 没法看分明 但是能感觉出来 很像是猪雀局里的壁画 男女老幼俱全 像人又不像人 威依在一起 仓皇无助 但是这一下下去 更多迷雾一样的煞虎围了上来 那些水族的身影 一开始还像是隔着毛玻璃 但接下来就更不清楚了 金毛转头扑了过来 对着那些煞虎撕咬了过去 跟天狗吃月亮一样 那些煞虎被撕咬的残损 可很快重新恢复了原状 成星河也觉出来了 七星 这些东西 打不死 是啊 这些煞虎 跟以前遇上的东西 都不大一样 他们只能服从上头的命令 带来灾恶 可本身是没有实体 没有灵魂的 没有灵魂 也就没有是非之分 不会欢喜 不会恐惧 也不会退缩 不光如此 离着我们越近 那种窒息一样的感觉 就越浓烈 我回头看向了白货香 凤凰毛的光芒下 他的面色已经开始发青 可他接触到了我的目光 耿着脖子就说道 我好得很 不用分心 说着 撒手一把粉末 那粉末建火 跟白灵一样的燃烧了起来 熏得附近一些煞虎 残损了一大片 他从来不给我们拖后腿 这些东西不生不死 没法消灭 哪怕力量再强 跟一拳打在了雾气上一样 怎么弄 可下一瞬间 我听到了身后轰的一声 轻气大盛 数不清的水族扑了过来 神军 从后面走 我顿时一正 水声淋漓 是那些水族 他们用自己的身躯 挡住了那些煞虎 眼看着 那些血肉之躯 被浓雾一样的煞虎吞没 就再也不见了 我心里猛然一阵 程兴河也愣了一下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奔着我们来的 那些水族的声音杂乱 却都表达着同样一个意思 我们死了不要紧 可神军不能死 求神军 把我们的残躯烧成灰 洒回东海 我们就想着 夜落归根 话音未落 一股子很大的力量 把我们从煞虎之中 推了出去 那感觉 像是纪录片里看到的 壮美的鱼群 这一瞬间 天旋地转 那骨子力量 从浓雾之中冲了出去 浑身就是一凉 耳边才响起了光的一声 我们几个 都落入到了那条地下河里 但是落下地下河的一瞬间 我看到 那一大片浓雾 似的煞虎后面 有两个隐隐约约的人影 好像 就是他们 在驱赶 引导这些煞虎 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 上次 江城身后那两个人 他们又来了 我挣扎着 就想从煞虎之中冲过去 可一瞬间 遇到巨浪升腾而起 把我们和煞虎隔开 水流极快 直接把我们从地下河里冲了过去 我把避水珠吞进去 嘻嘻嘻嘻的水声之中 就听见了那两个耳熟的声音 你说 前几次都错过了机会 这次行不行 想必能行 他没有拒绝的理由 跟以前一样 他吃亏 也就吃亏在这个仁义上面 仁义 下一秒 身体全部入水 水流湍急 程兴河和白货香 一把抓住了我 这感觉 跟坐云霄飞车一样 再次见光 已经到了一个山谷里面 这种地是叫一线霞 头顶能露下天光 但只有一线 逼着的像是随时能合拢起来 那些煞虎没追上 但是想也知道 水族们折损了不少 上了岸 程兴河大声咳嗽了起来 白货香脸色虽然难看 但还是抬手给了他几针 程兴河吐出了不少水 水里还有几个尼罗 他一看 吐得更厉害了 那些煞虎 确实很难对付 要怎么把水族给送回去 这道河从一线霞里流淌了过去 水面上是深深浅浅的清气 水族就在这里 我听到了一阵乌叶声 你们怎么样了 蒙神君垂寻 您面前这些倒是还活着 一本正经 可却是说不出的悲怆 比咱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少了一半了 这其中 一个轻力的声音哭了起来 声音很哀怀 唉 他下个月要成亲了 可是刚才 刚才为了抵挡煞虎 那个新郎官 永远留在了刚才那个洞穴里面 我哥呢 有一个稚嫩的声音 胶着地响了起来 我哥呢 没人能回答他了 我要我哥 哇 那个哭声 谁听了 心里都发酸 成心合吐得差不多了 叹了口气 你刚才也看见煞虎了 那玩意儿打不死 怎么送 那也得想法子 不想法子 这些水族就死光了 他们跟我 虽然素媚平生 可他们之所以颠沛流离 为的是消香 既然是消香的人 我就不能不管 其实 送我们回家 还有一个法子 一个苍老声音说道 那就是 找到水神信物 我心里猛然一动 水神信物 没错 只要有了水神信物 全部河川 都能给我们开刀 到时候 煞虎根本追不上 我们的踪迹 只要有了水神信物 消香就能回来了 但是 消香一早就跟我说 千万不要去找水神信物 危险 你们知道 水神信物在什么地方 这一下 所有的水族都不吭声了 拜上 那个苍老的声音 才说道 我知道 只是 那个地方有东西守着 进不去 什么东西 当初 就是因为失去了水神信物 消香才失去了力量 被封在了青龙局里 我现在 是不是能帮他 找回那个信物了 在须弥川 那个苍老的声音说道 老朽愿意领着你们去 只是 第1504章 白灵残卷 那个苍老的声音 像是鼓足了勇气 那可是须弥川 这一去 也可能就回不来了 水神信物遗失之后 河洛也曾经四处寻找 可一直没有找到 哪怕一个麒麟玄武令 都能让一切水族臣服 更别说水神信物了 有了水神信物 水底下的千军万马 也是能调动的 如果说麒麟玄武令是虎符 那水神信物 就是镇国玉玺 得到了这东西 就能号令天下湖泊河川 力量到位 再得到了凡人的信仰 那座新的水神 都有可能 河洛下令 找到了水神信物 给河川主作 谁不屈之若鹜 可没有一个找到的 为什么我们眼前 这些水族知道呢 他们当初颠沛流离 就是为了寻回水神信物的下落 皆宵相归位 这几百年过去 这一位找到了 他历经千辛万苦 才发现水神信物的蛛丝马迹 可偏偏是落在了须弥川 这须弥川是个什么地方呢 是三界交叉口之一 连通地上的阳河 与地下的明河 那里面 永不见天日 是三界的放逐之地 一些功德大 罪灭小 罪不至死的弥神 还有一些犯了过错 被贬折的灵兽 不光如此 那地方有水里的灵气 明河的阴气 还滋生了许多 须弥川特有的怪物 所以 那地方极其难尽 哪怕进去了 也够呛能活着 把水神信物给取回来 也正是因为水神信物 落在了须弥川 怕也是个天意 所以 河洛一直没找到 其他水族跟着插嘴 兴许 是上天都站在水神娘娘这一边 知道河洛进不去 故意让水神信物落在那里的 对 水神娘娘何该重回主位 把一切属于自己的 全夺回来 这些水族也想过 闯入须弥川 把水神信物取回来 好赢回肖乡 可那地方 普通的灵物 去了就是个死 哪怕运气好能闯进去 可够呛能带回来 退一万步说 哪怕真能带出来 谁知道 能不能坚持到送到肖乡手里 也许一出来 就被河洛发掘 直接夺回去了 程兴河吸了口气 好吗 这是个地狱模式 三界交叉口 我想起来了 我们住过古会大厦 遇上的一个老管理员 他就曾经误打误撞 经过一个地方 说见过里面某个东西 很像是我说的水神信物 要是三界交叉口 就说得通了 那个苍老的声音有些担心 神君现如今转世为人 到底也只剩下血肉之躯 老索虽然希望 神君能夺回水神信物 可也担心 担心我回不来 那地方 怎么去 程兴河转脸看了我一眼 露出个我就知道的表情 苍老的声音 别提多激动了 神君真的肯去 水神娘娘有救了 大家也都有救了 那地方毕竟都是迷神之类 我也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把握 能拿回东西 可难得有这种机会 能一鼓作气 把萧香唤醒 还有可能 以这个庞大功德 上天阶的机遇 并不好找 我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行 我说道 我愿意试试 周围一片欢呼 神君功德无量 则被苍生 这太重了 程兴河叹了口气 我回头看着他们 那地方一听 就不是去玩的 你们俩等着我 可他们俩 一个搭理我的都没有 程兴河已经往前走了一步 蹲在了河边 老头 怎么走 发个定位 白货香甚至没抬头 只是专注地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衣囊 都是准备要出发的样子 其实很多时候 带着他们 为了我的事情冒险 我并不愿意 可他们每次都是摆摆手 意思是怕这个 就不跟你交朋友 对他们来说 有些东西 比命重要 对我来说 也是一样 啪叉一声 一个身影 蹒跚着上岸 老手带你们去 这个老头 干瘦干瘦的 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可偏偏 一身华贵 带了满脖子的大珍珠 而且 各个银润雪白 一点瑕疵都没有 程兴河看直了眼 卧槽 这个头 比沙师兄脖子上的还大 老头 卖不卖 老头微微一笑 神使见笑 倘若神使垂青 那等咱们出来 这一串 就送给神使了 这可把程兴河 给高兴坏了 那感情好 不过 神使 他没想明白 自己怎么成了神使 后来寻思出来了 给神君当差的 就是神使 这把他气坏了 非要说清楚 他是我殿 不是使 老头自称姓软 其他水族都跟他叫软仙翁 我们就跟着这么尊称 老头连忙摆手说 这可当不起 可他不光姓软 耳根子也软 一听好话 高兴的脸都红了 接着 拿出了个东西 就在上头画来画去的 好像是在记载什么 原来是个文化人 不 文化水族 可又一个水族上来了 看上去 是个赤着上身的 金状小伙子 肤色离黑 就是脸上一对大鱼塞 他对着我低声说道 软仙翁带路 料想着万无一失 可神君要注意 这软仙翁博文强制 可就有一样 记性不好 这一句话就很矛盾了 博文强制和记性不好 这不是反义词吗 您有所不知 自打上次 两个水神大战 软仙翁为了保护水神 受了重伤 自此之后 隔一阵子就会忘事 所以会把事情 您提醒他 看看白鱼卷就是了 这不就是间歇性失忆症 程兴和也跟着插嘴 那个纸 记得下这几百年的事 那个大鱼塞 让我们只管放心 水族用的文字 跟我们不一样 白鱼卷跟地上的纸也不一样 几百年的事情也记得下 靠谱就行 不过苏巡他们一出来 找不到我们 怕是会担心 这地方手机也没有信号 我就写了个便条 脱腿脚利索的 放到我们刚才来的地方 大鱼塞立马答应了 拍着胸口 让我只管放心 这会儿一抬头 那阮仙翁看着岁数挺大 走起来还挺快 已经把我们拉下一大截子了 显然也是救助心切 我就跟大鱼塞 和其他水族告别 追着阮仙翁过去了 我们这一走 身后又是一阵歌声 听不懂 但是跟之前的 藏哥不一样 雄壮激昂 热血沸腾 宛如给英雄送行 这是个战哥 我们不由自主 就把腰背都挺直了 跟着阮仙翁的背影一走 就发现他走路的姿势 也挺怪的 好像浑身没有骨头一样 成星河看着好奇 你说这是个什么惊 鼻涕虫吗 海里偷鼻涕虫去 我快走了几步赶上 阮仙翁 跟您打听一件事 既然你知道水神之争 那当初 萧香和河洛 到底是为什么打起来的 我也听说 萧香凶残暴力 杀人如马 可这无论如何 也得有个理由 阮仙翁回头看着我 吃了一惊 神君果然忘了 当初 二位水神之争 可是因为神君宁而起啊 第1505章 双宿双飞 我 白霍香和成星河 也都看了我一眼 不 不是我 应该是那位自封神君 要跟萧香求亲的警朝国君 那是自然 那个时候 说到了这里 阮仙翁跟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忽然一脸迷惘 你们几位是 接着 又是一脸戒备 翻身就要进河 跟换了个人似的 好吗 幸亏大鱼塞跟我说了 要不八成得以为他中邪了 我反手拽住了他 看看白领卷 阮仙翁听我一说 就往身上摸了摸 摸出来一看 恍然大悟 老手倒是谁 原来是神君 刚才的问话重复了一次 阮仙翁这才回答道 当初神君确实是要赤风水神娘娘的 可谁知道 水神娘娘她一时糊涂 当时 警朝国君建立了王朝 为了祈求国太民安 自然是要祭神敬天的 在古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祭祀水神 也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建立警朝 在东海赢了关键的战争 浪潮扑了敌军 警朝大获全胜 国君才登上宝座 那可都多亏了水神 一定得请水神继续垂青 对新王朝责备苍生 可谁知道 祭祀水神那个时候 他就看中了萧香 据说 是一箭如故 魂牵梦营 为了萧香 他宁愿舍弃六宫粉带 好些人劝他 人跟神怎么能结合呢 可他一听 人与神不能结合 那好 我也当神 兴建神庙 封了自己做神君 就为了能匹配萧香 当时管理祭祀的官员 江仲黎就是其中的头 说是得到了神谕 水神说他心不成 不答应 这警朝国君就急了 我怎么心不成了 他一寻思 对了 哪怕寻常百姓 也得三枚六聘 他单单把身份提上去 还是不够 得给聘礼 可金银珠宝 三生五畜 都太普通了 没有诚意 他就让管理祭祀的官问一问 什么东西能打动 水神娘娘的芳心 水神娘娘本来就是打算 让国君死心 开出了七真八宝的要求 其中的七真 就是我们见过的七真盒 这些东西 哪怕国君 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当时朝野上下 已经开始不满了 几天功夫 三个玉石撞了柱子 可警朝国君 呸 昏君 跟人造格的一样 油盐不尽 好些人就求江仲黎等等 让他们跟水神娘娘 直接觐见 可自此之后 水神娘娘就没了回音 这水族们就猜测 南部城 高高在上 冷若冰霜的水神娘娘 还真被警朝国君给打动吗 别说 警朝国君英雄盖世 一片赤城 地位也是人中之龙 真要是成了 虽然史无前例 可到底也是一个佳话 果然 不久之后 江仲黎他们得到了神谕 说让警朝国君水神受淡那天 亲自上东海 这可把警朝国君高兴坏了 打造了金龙大船 满载珍宝赶赴 可倾天间观星 说去不得 星象晦暗 此去大凶 警朝国君色迷心窍 自然不听 到了海上之后 谁知道 平静的大海忽然海啸 奔着上头就卷 直接把金龙大船掀翻 不光海上 千里沿岸 人和水族都死伤无数 那是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有水族就认为 原来水神娘娘 对警朝国君的轻薄无礼 怀恨在心 早就想报复 趁此机会 是要杀了警朝国君 和那些冒犯他威夷的活人泄愤 但是警朝国君命大 竟然逃出生天 谁让他是真龙天子 有上天护佑呢 这一下 警朝国君就清醒了 大怒 说水神暴虐无道 为了名声 竟然杀了这么多的无辜 回去之后就下令 要耻夺水神的封号 令利新的水神 谁让他是一呼百应的君主呢 他是管下界所有活人的 而神灵 是靠着下界的活人 那些信仰香火 保持力量的 独裁者一声令下 他这位子 就真的得易主 香火改了方向 警朝国君下令 拆毁全部的萧香神像 令利河落 谁也不知道 那警朝国君 为什么认识河落 承兴和低声问道 你当初 到底跟河落什么关系 不是我 我答道 不过 照我猜测 也许 就是河落 把他从那一场 灭顶之灾里救出来的 白火香猫一样的眼神 瞟了我一眼 又是爆猫那种 凶狠的眼神 渣男 警朝国君渣 管我啥事 这以后 河落有了自己的神庙 所有的水神庙 塑像和神主牌 全换成了他 他把属于萧香的一切 全夺走了 成心河忍不住插嘴 这天庭不管 阮仙翁叹了口气 说这香火信仰 都是凡人给的 再说了 萧香确实做了 凶残暴虐的事 本来服用苍生的 你残害苍生 天庭的律法 是非常严格的 当初斩虚刀的故事里 老龙王获罪 就是因为 没遵守降雨的时辰 就惨遭未争斩首 更别说萧香 擅自残杀了 那么生命呢 这在天庭来说 也不可能不乏 万民信仰 河落自然有了 水神的力量 就逼着萧香退位 可萧香不肯啊 他认定 自己没做错什么 水神之争就开始了 东海的水族 和沿岸的人民 统统倒了大霉 一开始 河落处于劣势 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地 战局忽然扭转 河落赢了 萧香不光输了 锦朝国君也不是吃素的主 你当初不是要弄死我吗 哪怕你是神灵 那也是被废除的神灵 找了幻龙氏 抓住了萧香 震到了四项局里做政务 好修建四项局 而四项局修建成功 锦朝国君就要生鲜做神君 从此以后 跟新水神河落 双宿双飞 甚至锦朝国君还下了指示 以后水神庙里 要一男一女两个塑像 跟造王爷夫妇一样 他要坐在河落旁边 可还没来得及实现他这个愿望 锦朝就灭亡了 成星河吸了口气 转脸看着我 一个凶残暴虐 一个滥杀无辜 你们两位 真是豺狼配虎豹 妙 妙你大眼 我心里一阵不舒服 自然是早知道 锦朝国君不是好早 可他干的都是什么八八事 我一直以为 四项局是奔着天下苍生修建的 谁知道 竟然是因为一个人的私欲 白货香却拉了我一把 我抬头看着他 他认真的说道 不要太轻易对一件事情下定论 毕竟 这不是你自己亲眼看见的 我忽然一愣 他 再给肖香说话 第1506章 两个香炉 而成星河一听这话 就去捅阮仙翁那柔弱无骨的身体 老头 既然如此 你们应该挺恨那个什么神君的吧 想没想不报仇啊 成星河心眼多 怕这个老头 对我怀恨在心 趁机射套给我钻 阮仙翁摇摇头 叹了口气 神使此言差矣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神君惊艳于水神娘娘 是人之常情 恐怕也是情非得已 而水神娘娘的脾气 确实暴力 我们都知道 成星河更有兴趣了 那你们 还肯为了他 颠沛流离 阮仙翁却说道 神使不知 水神娘娘 哪怕凶残暴力 但仍然是一位好神 东海是灵气汇聚最旺盛的地方 里头的怪东西数不胜数 总有跃跃欲试来做死的 肖香虽然凶残暴力 但是极为公正 在他的震慑下 那些做死的 不管什么来历 就没有一个能得逞的 整个东海 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没有不服的 之前 阮仙翁的家族 被一些海螺沙欺凌 要侵占阮仙翁的居所 阮仙翁一族 没什么武力值 每次都被强行驱赶 甚至屠戮 也只能打落牙齿杜里燕 可因为肖香 明察秋毫 杀了那些闹事的海螺沙 以警校友 给阮仙翁他们一个公道 阮仙翁的家族 这才得以保全 在肖香管理的时候 发展壮大 不光阮仙翁 剩下的那些水族 都受过肖香的恩惠 当然铭记于心 誓死护着肖香 所以 哪怕为了肖香送命 也全且当偿还了肖香的恩情 各个心甘情愿 在他们看来 肖香心高气傲 认定那个神君以下犯上 触怒神威 才会降下天灾 也确实是肖香的作风 我却寻思起来 这件事情 得以最大的 其实是和洛 这里面 未必只有表面文章这么简单 阮仙翁说着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现如今 我们也听到了传言 神君跟我们水神娘娘 重归于好 以后迎水神娘娘归位 可要仰赖神君了 我回过神来 能做的 我一定尽力 可我却越来越困惑了 我跟那个警朝国君 到底什么关系 跟肖香 又是什么关系 他现在心里的 是这个我 还是 一想到了这里 那种强烈的 咳的感觉 再一次席卷而来 我喝了一大口莲花蕊 白货香看着我 眼神越来越担心了 几位紧走几步 阮仙翁说着 只向了前面的一个河流 那个地方 就通往虚迷川 那是一条河 成星河往前走了几步 脸色有点不好看了 它不会水 之前都是靠着水灵之草下去的 可阮仙翁早有准备 伸出手 里面 就是一盒子水灵之草 成星河和白货香 含在了嘴里 我吃了碧水珠 可阮仙翁也不动 就抬起头 看着头顶的一线天空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成星河有点不耐烦了 不过跟我一对眼 我们心里都清楚 有的时候 一些入口不是随时都有 而是要等着某个特定的天象 时间出现 才会开启 可这个时候 我和成星河同时感觉出来 后面有东西 一回头 卧槽 煞虎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一次出现了 坏了 这么快就追来了 那刚才那些水族呢 我们都看向了阮仙翁 阮仙翁又不瞎 也看见了那些煞虎 可他还是一动不动 只抬头盯着天空 宛如一尊亘古的塑像 那些煞虎可不管这个 冷气猛然逼近 以极快的速度 对着我们就冲了过来 马上 就要扑上来了 我回手就要把七星龙拳抽出去 可我也知道 煞虎跟云雾一样 劈开了 也还是会重新聚拢 成星河先我一步 凤凰毛刷的一下甩出 最近的煞虎 瞬间烟消云散 可后面的煞虎更多了 对着我们就扑了过来 凤凰毛光滑流转 再次打灭了一片 他含着水灵之草 含含糊糊就问 老头 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一会儿 再扛一会儿 没那么好扛 那些煞虎 打散了仍然重来 我把白货香护住 甩手再消去了一大片 可又有不少蔓延过来 对着软鲜翁就过去了 成星河急了眼 一下挡在了软鲜翁面前 伸手进去 把浓乌丝的煞虎直接劈开 可他手一缩回来 顿时就卧槽了一声 他攥着凤凰毛的手 被撕下去了好大一块皮 鲜血淋漓 白货香见状 要给他处理 可他一抬手 沉声说道 来不及了 我也发了劫 这煞虎 眼看着四面八方一起来 遮天盖日 要把我们给淹没了 可这一瞬 软鲜翁立声说道 几位回来 果然 当一缕日光 从那一线天上扫过的时候 软鲜翁抓住了那半秒的时间 一下就把我们给推下去了 我们三个沉入到了水中 可隔着那一线水面 我见到那些煞虎 直接把软鲜翁给淹没了 成心何急了 老软 软鲜翁一只手 从浓雾之中伸了出来 跟我们摆了摆 那个意思是 你们先走 轰的一下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煞虎之中炸开 成了一道屏障 煞虎过不来了 而我们在被急流冲走的最后一瞬 见到那只苍老 却坚定的手 被浓雾 完全淹没 我心里猛然一疼 软鲜翁 为了让我们找到水神信物 送其他水族回家 尽了全力 他也许 一早就知道 这个旅程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可他似乎并不后悔 很多事情 比命重要 幸免 水流像是滚筒洗衣机 我们三个能做到唯一的事情 就是把彼此的手给抓紧了 恍恍惚惚想起来 骨灰大楼的管理员 似乎也是 在一场洪灾之中 机缘巧合 进入到了那个地方 虚迷川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们三个被冲上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怪 不像是白天 也不像是黑夜 真的给人一种 到了另一个空间的感觉 触目所及 我们看到了两个巨大的香炉 第1507章 美人香气 那两个香炉很大 而且造型很奇特 大肚子 细高的烟囱 很像是一个苹果上 插着一根筷子 但筷子细看 雕琢得极其精美 甚至有些像是滑表 金毛把一身的水都抖落下去 冲着滑表就要过去 滑表上 往往都会有吼的雕像 我环顾四周 三个人也一起过去了 隐隐约约有点印象 看守古彗楼的老人 似乎就是从这里穿过的 香炉后面 会不会就是 萧香的水神信物所在地 果然 大片云雾丝的东西后面 隐隐约约 笼罩着一个极大的建筑物 进去 就能取回水神信物了 那就太好了 不过 有点不对 这四周围 太安静了 阮贤翁说 这地方有迷神 有灵雾 可我们怎么一个也没见到 在哪呢 灵鼓楼的老人也说 有很多怪东西 是突如其来出现的 程兴和低声说道 没再当然更好 那就抓住机会 速战速决 那些东西没准吃食堂去了 等他们回来 黄花菜都凉了 靠近大香炉 我闻到了一股子 很奇怪的味道 是个香妾 这个味道是香 可香得有点过了 反倒是浓郁的 有些让人作物 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个香炉坟的什么香 香炉前面 还有一道长长的食粮 看上去很像是个门槛 这东西肯定有什么说道 仔细一看 石梁上一半描绘着太阳 还有一半描绘着月亮 在风水上来说 是分界线的意思 也就是跨过门槛 后面是另一个世界 有禁止进入的意思 但是来也来了 不可能不跨 三个人六只脚迈进去 香气更浓了 程兴和捏住了自己的鼻子 可刚走了没几步 香炉后面 刷就响了一声 几乎是同时 白火香捏了针 程兴和攥住凤凰毛毛 我的手也抓住了七星龙拳 我们三个就 同时对望了一眼 有东西 白火香能分辨斜碎的气息 程兴和能看见斜碎的影子 而我因为观云听雷法 有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直觉 隐隐绰绰 隐藏在香炉附近 就好像卫光的壁虎 躲在背面 我心里犯了处 刚解决完了金头灵犀的事 别又遇上爬虫吧 我都得了爬虫应激综合征了 不过程兴和生性乐观 还对我几眉弄眼 意思是保不其事火动员 可以搞几条在香炉里烤着吃 这祸的胃口也不知道怎么长的 宛如一个宇宙黑洞 正想着呢 一个东西忽然就从香炉后面探出了头来 我们三个精神全体紧绷 可看清楚了 我们就是一愣 那是一个美人的头 满头青丝垂泻下来 宛如一道黑色的瀑布 而乌青的香炉 更映衬的他浑身银白如雪 几乎有一层柔润的珠光 程兴和直了眼 这是 山妹 难怪这么香呢 老相识啊 既然是山妹 自然十分美丽 对着我们 娇羞地就延展出了半个身体 美帝让人目眩神迷 我们不由自主 就堵住了鼻子 这个香气纹多了 魂就是他的了 于是 我们几个聚精会神 就一直往里走 但是那个山妹 转过身子 对着我们就扑过来了 我们这才吃了一惊 这个东西 不是山妹 她身上 刺了一声 就爆出了两片翅膀 跟蝙蝠翅膀 一模一样 翅膀一震 她张开了嘴 露出了一个绝美 却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容 像是在看一盘 送到了嘴边的盘中餐 这她娘的是什么 我没顾得上想 甩手七星龙拳劈过 煞气顺着锋芒乍起 这是煞神的气 一般的小灵雾 甚至迷神 都不在话下 可没想到 那个美人鸟 以极快的速度反折 跟被搓起的竹蜻蜓一样 躲过这一下不说 顺势竟然攀附在了我身上 我肩膀一阵剧痛 龙铃虽然滋生了出来 可这东西的脚趾架 死死抵在了龙铃上 竟然也锐不可当 那是 一双笋一样的尖招 美人鸟这么难对付 咻的一声 几道子银针 对着那东西的脖梗飞了过来 那东西甩头 我的心就提起来了 几根银针 竟然被她用雪白的背驰给咬住了 白货香也是一愣 下一秒 咔的一声 银针直接被咬断 对着白货香就吐过去了 白货香往后一退 我心里顿时就紧了 甩手要横过七星龙拳护住她 可凤凰毛比我快一步 悬过来直接把几根银针 全部扫在了地上 不愧是魔龙奶奶亲自传授的 七十二路赶龙法 厉害 我甩手就要把身上 趴着的美人鸟撸下去 可美人鸟力气极大 不光脚爪几乎歇住 先先食指一驱 也死死 抓在龙铃上不放 我来了脾气 龙气猛然往外一冲 灌到了猪鞋手上 生生把这个章鱼一样的美人拉了下来 光的一声 两个翅膀一震 直甩到了香炉上 嗡的一声 香炉就传来了一声沉重的共振 我们几个耳朵就是一阵疼 下一秒 程兴和立刻喊道 七星 小心 一转脸 我心里一提 妈的 那个东西一摔 一旦激起千层浪 香炉后面 探出了数不清的美人头 而那些美人 脸上全露出了狂喜的笑容 跟看到了什么好吃的一样 刷的一声 齐刷刷阵翅 四肢一弹 对着我们就扑了过来 这些东西 模样跟大山妹相似 本事却大不相同 一个都那么难对付 更别说这么多了 七星龙拳 对着那些美人鸟一旋 咔的一声 十来个美人鸟重重跌落 撞翻一片 但更多美人丝毫没有姐妹之情 蹬在了倒地者身上 继续对着我们冲了过来 金毛扑过来 一脑袋咬住了一个 甩头丢开 可数不清的玉壁伸出 金毛身上的毛 也被抓掉了不少 我一阵心疼 我立马对着金毛就喊 别咬了 回来 金毛一歪头 又咬了五六个 这才依依不舍地 转头都回来 跑跑跑 程兴和拽着白货香 也奔着来路跑了回去 一边跑一边叫苦不迭 妈的 出来的时候没看皇帝 这是犯了桃花节 捅了美人窝了 我们几个一路往回退 白货香也问 往哪儿退 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是没有什么能遮掩的地方 我脑子一转 门槛后面 离着门槛 就有两三步路了 可下一秒 好几个巨大的美人鸟扑过来 一下抓住了程兴和的脖子 程兴和吃痛 脚底下本能一拧 眼看就要被拖进去 我也没犹豫 容器积蓄 一脚把它踹了出去 程兴和一出去 下一秒 抱住白货香 就往门槛外面扔 程兴和先落地 正好接住了白货香 我才要松一口气 身后就是一阵剧痛 数不清的美人鸟脚爪 毫不留情地勾在了我身上 金毛遮过身子 对着美人鸟就咬 砖咬最薄弱的翅膀 那些美人鸟吃痛 也是一阵尖锐的惨叫 我回身反手一扫 数不清的美人鸟 被削断了翅膀 但是手这么一抬 动不了了 又有不少美人鸟 抓捞了我的胳膊 坏了 用不上劲了 稍微一迟疑 这些美人鸟跟沼泽一样 就要把人给吞下去 这些美人鸟遮天蔽日 耳边眼前 叽叽喳喳一阵乱响 钻得人耳朵疼 配上那个浓烈的香气 几乎跟晕车一样 难受得要死 妈的 离着门槛 就差一步了 第1508章 鱼龙混杂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光打破了黑暗 钻过来 缠在了我腰上 连我带金毛 一起拉了出来 我被拽出门槛 果然 那些美人鸟 只追到了门槛 忽然就跟撞上了 看不见的屏障一样 硬生生被堵在了里面 刺的一声 我的衣服在门槛之内 被直接扯了下去 下一秒 就变成了数不清的碎屑 妈的 这到底是什么 好在 那个门槛 是个分界线 这些东西 追不出来了 身上一阵顿痛 转过脸 程兴河比我好不了多少 浑身都是划痕 很像是名菜缩衣黄瓜 我忽然有点后悔 早知道会遇上这种东西 我不应该喝莲花蕊的 白货香起来 给程兴河上药 程兴河嘟嘟当当地抱怨 这群姑奶奶 多长时间没见过男人了 哎呀 你轻点 不知道对待同志 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吗 我喘了口气 古代人老说什么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他们是没见到这个场景 现在 那些美人鸟一看 我们已经到了门槛后面 显然是抓不到了 倒是也干脆利落 转过了脸 对着大香炉 扑拉拉跟倦鸟龟巢一样 就飞回去了 这不行啊 这东西挡着 怎么进去 哪怕我能进去 程兴河和白货香也够呛 不愧是传说之中的须迷川 这地方还真不好弄 可惜阮仙翁没能跟进来 这里头的事情 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要是能有个向导就好了 哪怕只把美人鸟 介绍给我们就行 我正寻思着 忽然就听到了一阵哭声 程兴河和白货香也听见了 这个哭声 是孩子的哭声 我们立马奔着那个声音 看了过去 这地方能见度不是很高 靠过去 才看见 那边有一层灌木 有个小孩的脚卡 在灌木里面了 那小孩一看见了我 立刻挣扎了起来 哀哀直哭 一个美人两个汉 小可恳求行方便 救救咱 救救咱 程兴河一愣 这数来宝呢 更关键的是 这地方能有小孩 那小孩看上去也就七八岁 小脸圆鼓鼓的 十分招人喜欢 身上一个红肚兜 脖子上挂着个金麒麟 跟从年华上走下来的一样 这样的小孩 出现在这种地方 我们几个面面相去 都看得出来 这不是人 不过 这小孩来得实在太巧了 我们正需要一个向导 我蹲下 就看见他的脚出不来 是被人脸疼给缠了 人脸疼喜欢阴气重的地方 这里也有 那里一个 脸不算大 不过已经露出了喜自知的表情了 你谁啊 我问道 为什么会上这里来 那个小孩张开嘴想说话 可因为痛苦扭曲了起来 生来吃苦多受难 少说一万八千卷 救我 但凡你救了我 你想知道什么 我就说什么 也行 我伸手就抓住了他的手 反手一拉 那小孩被卡得很紧 当时就是一声惨叫 轻点 轻点 可下一秒 破风生刷的 从四面八方对着我射过来 是人脸疼的枝条 要把我直接卷下去 那个小孩嘴边 露出了一丝诡诀的笑意 可我猪鞋手上煞气一炸 所有藤条同时锻炼 那里心晦的枝叶 见了小孩一脸 小孩得意的小眼神 一下就凝固住了 那个人脸疼哪知道 我出手这么狠利 那张人脸一白 跟蜗牛龟壳一样 迅速就缩了回去 躲在了灌木下 不敢出来了 小孩回过神来 刺溜一下 就要从我手头上溜出去 他那肥白的身体 跟上了油四的 别提多滑溜了 可七星龙泉出鞘 擦着他的额头 无声无息没入到了他面前 他被煞气一反伤 直接被震出了三步远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缓缓说道 你再跑快点 一百步之内 追不上你算我输 可他摇摇头 他不傻 知道我不是擅长 跑不了了 接着 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 一副等死的样子 一张小嘴一大肚 想吃兔子打刀虎 我认栽 要吃 你就吃吧 明明这么小个小孩 说话这么老成 跟黄斧球有一拼 诚心和扑斥一声就笑了 你倒我们是山老了 还是大马猴 再说 这么会唱rap 吃了怪可惜了的 他一听 不像是要吃他的样子 立刻就精神了起来 你们 真不吃 我点了点头 你先说说 你是个什么来头 张柳神 那小孩一听更激动了 明镜高悬不及你 赛过包工断神案 你咋知道的 这还用说 这种数来宝的方式 又不是人的 只能是张柳神了 所谓的张柳神 又名耳暴神 听上去挺像回事 可其实这东西 是黑方术的牺牲品 来历很惨 是把七八岁 天眼未必的小孩 用银针扎入卤门 把魂魄勾出来 练成了小鬼 就是耳暴神 一般都是走街串巷的黑先生 骗取了小孩的生辰八字 和贴身衣服勾来的 而孩子被勾了魂 可阳寿未尽 就只能当植物人了 而且 只要魂魄回不去 连轮回路都断了 其实咱们这里 多少年前 就也有这种方子 但是耳暴神 为何得名呢 一来 他知道任何消息 二来 他晓得只能钻 在你耳朵里 有一个耳暴 神 不出门而知道万里事 所以才得了这个名字 养这个的人 可以说如有神助 这一个 怎么这么大 原来 这个耳暴神 被黑先生抓了之后 不甘心生生世世 被黑先生驱使 所以 有一次被派出去 作祟的时候 潜入到了一个 管事的耳朵里 给管事的爆料 管事的立刻抓了 黑先生 可他回去之后 身体已经腐烂 没法做人 只好大哭一场 跟着管事的了 自此以后 管事的有了他的消息 成了料事如神的包公在世 积累了很多功德 顺带着给他 也供了泥塑流金像 他也就有了身体 成了一个真正吃得上香火的 那可太好了 这耳暴神 是天然的搜索引擎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拿他当向导 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一打听这地方的情况 跟阮仙翁说得差不多 这地方基本算得 上一个三部管地带 流放迷神 滋养怪物 有一些在外头犯错 不想被雷打的 也千方百计逃进来躲灾 没有比这里更于龙混杂 暗流涌动的了 他也是前一阵 迫于无奈流落进来的 一开始新来 也是受尽欺凌 这地方暗无天日 没东西吃 为了维持精气 也只好互相侵蚀 他的灵气被夺走了不少 好不容易看见 我们几个新来的 想着套路我们 吃我们的灵气 结果被我一眼识破 也挺绝望的 成心何来兴趣了 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尔暴神勉强一笑 郎君打油娘梳头 几家欢喜几家愁 难言之意 谁还没点隐私呢 跟我们没关系 就不细究了 我立马就问他 香炉后面那些 长翅膀的女人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听问 尔暴神战战兢兢地 回过头 告诉我们 那是婆婆娑 是地狱里的一种恶鬼 这玩意儿 从地狱里爬出来的 基本就没什么弱点 哪怕是在这里的怪东西 也没人敢跨过 那个门槛去惹他们 那为什么会在那地方呢 尔暴神压低了声音 此处危险苦沉沦 路过君子万墨巡 是看守一样要紧的东西 水神信物 那 你知不知道 怎么对付那玩意儿 第1509章 三川香木 尔暴神立刻点了点头 恩公料是真如神 问暗算是问对人 若想从此门前过 等他睡着香喷喷 程兴和顿时高兴了起来 就这么简单 那感情好 哎 他们什么时候睡觉 尔暴神又点了点头 此物地狱惊烈火 瞪眼从昏直到晨 我和程兴和一对眼 面面相去 那就是说 他们24小时不睡觉 尔暴神一拍肥腿 对咯 程兴和一巴掌 就盖在了他脑袋上 你这不是废话吗 他们没睡眠 什么时候 能睡着香喷喷 尔暴神抱着了脑袋 十分委屈 只有一物入香炉 两眼一插而不闻 就是说 要在香炉里焚烧某种东西 那东西的气息 才能让他们睡着 尔暴神就告诉我们 说能对付他们的东西 叫做三川香木 这东西在香炉里一烧 婆克索一闻味道 人是不知 从他们身上踩过去 都觉不出来 不过 不好找 要找三川香木 得上须弥川对岸去摘 须弥川是不难过 但是所有的迷神 邪碎 都在须弥川岸边 找三川香木 就得从中穿过 接着 尔暴神扫了我们一眼 说 明有煞气护神体 这俩活人实在难 原来 那些迷神邪碎 都喜欢吃精气 尤其是喜欢万物之灵 人的精气 成星河和白货香 都是活人 别说从须弥川上渡过了 只在附近一路露头 怕就得被那附近的东西 给撕成碎片 我一寻思 就看向了成星河他们 成星河不用我说 手一抖 就把水母皮给抖出来了 其他的不用你操心了 好好地唱你的rap 带你的路 水母皮一聋 成星河和白货香 顿时都消失了踪迹 哪怕我 都不容易看到他们 为了防止走散 我就拿了个金丝玉尾 跟他们拴在了一起 成星河说 这法子好 跟遛狗差不离 遛你大眼 我就不用说了 直接把煞气顶出 假装出 是煞神那一波的 尔豹神在前面领路 一边走一边 回头看着我 眼珠子一转一转地 问我怎么称呼 我连忙摆了摆手 说我不是什么神仙 你就叫我李北斗吧 尔豹神一缩脖子 眼神顿时就是一抹惊恐 难怪一高人胆大 领着活人来底下 明示 真龙转世 不愧是搜索引擎 这都知道 你还知道什么 真龙回到四项局 身上有个大秘密 原来 他也知道 不少四项局的来龙去脉 还有呢 尔豹神连连摇头 弯着腰就在前头领路 只给我须迷川的窗口不远了 这么声音地插开话题 看意思不敢说 在一片浓雾之中穿行 隐隐约约就听到 附近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有的哭 有的笑 有的叫 那些声音 淒厉挨绝 都不像是活人能发出来的 好像在遭受什么 非人的折磨一样 让人毛骨悚然 程兴和咽了一下口水 谁在这洞行呢 尔豹神就告诉他 要是洞行还好一点 大不了火烧油炸 可他们现在经历的 比洞行还难受 嗯 一阵迷雾散开 我们看清楚了两个身影 这一看仔细了 我顿时就愣住了 一个低矮的人影 被一个高大的人影揪住了 高大的人影 正从低矮的身影身上 掠夺什么东西 低矮的 本来是个青年 高大的 像是个老人 但以我们肉眼可见 低矮的青年 被抓住了之后 跟鲜活骨饰开了关一样 原本光润的容貌 瞬间发生了变化 村列 皱纹 萎缩 几乎就差变成一堆灰烬了 那个青年 变成一个真正的 三寸钉骨树皮 而那个老人 皮肤有了光泽 勾楼瘦削的身影 转身跟杨柳树一样 舒展地开来 他成了一个 奇长的年轻小伙子 程兴和和白货香 同时吸了口凉气 这就是之前 耳豹神跟我们说过的 这里的东西 因为没有灵气可吃 所以会互相掠夺灵气 我忽然就想起来了一句话 弱肉强食 而那个变成了一小团的那个 凭空被劫掠 自然也不甘心 可他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的灵气都被侵蚀了 更没法反抗报仇 脱身就跑了 可他这一脱身 我看得到 他虎视眈眈眈伺的 是比他更弱小的东西 我心里一阵发凉 这地方 比起地狱来 又差在哪里了 发出呼嚎的 都是因为更强大的东西出现 自己无力抵抗的 程兴和低声说道 这里的东西 死不了 死了 倒是解脱了 正是因为死不了 这里的折磨 也就停不了 耳豹神低声说道 在这里 长生不死 未必是好处 也是一种惩罚 这倒是没错 最大目标 就是活下去的程兴和 也不吭声了 我带着他们俩 从这些东西之中 穿行了过去 看得出来 有老妇人 白发苍苍 可身上还系着少女 特有的桃红腰带 还有的盘山 极瘦的身影 脖子上竟然挂着神主牌 触目惊心 他们在没流落 近须迷川之前 是什么样子呢 每个人身上 仿佛都有一个 不堪回首的故事 一路往里走 尽量压低了动静 可一经过那些 身影的附近 我就看得出来 不少眼睛 跟刚才被吸干的青年一样 虎视眈眈地窥死着我 简直像是 在掂量猎物的精量 耳豹神嘀咕着 人人都凶狠 万万要小心 果然 刚才那个高个子 变成年轻模样的胜利者 像是对我来了兴趣 对着我就走过来了 巨大到几乎畸形的 倩义弓下 是一个好贪婪的眼神 她的腰上 系着一个青铜腰带 正中间 是个凶神恶煞的鬼脸 她以前 是个武将 或者 是个主管武运的吃香火的 可依靠近我 她跟感觉到了什么似的 瞬间就倒退了几步 露出了一脸恐惧 另一个身影 是个又高又壮的凶恶女人 肩膀上披着半张虎皮 跟她撞在了一起 要发怒 可她压低了声音 这个心来得 不大对 认得煞气 好像 她的手指向了一个方向 那边来的 她指的是 上头 那个凶恶女人 一见那个手势 瞬间也退后了几步 他们看着我的眼神 是恐惧 我的心骤然一紧 不过 这个地方 又不能多声事端 我就假装没听到 继续往里走 果然 后面也出现了许多的迷神 和各种各样的邪碎 长什么样的都有 一个脑袋上 一百来个眼睛的 身后 拖着两骨子尾巴的 上半身是个美人 下半身是善于的 头大如斗的 身上几个肉吃的 眼花缭乱 简直跟白鬼夜行一样 不过 他们对待我的态度 都像是敬而远之 没有一个敢靠近的 这样更好 省事了 耳豹神跟着我 倒是狐甲虎威了起来 他自从上这里来 跟个香蕉皮一样 千人踩万人塔 人人几乎都能欺负他 可现在 见到了他 躲着走 他是当惯了大老爷听差的 跌跌撞撞就走在了前头 妖魔鬼怪把脚抬 没眼看见是谁来 你还不知罪 给我往后退 我顿时很有些尴尬 立刻低声说道 低调点 不引人注目 是最好的 耳豹神在前面跑了几圈 谄媚地回过头来 老爷老爷莫着急 抬眼一看东西起 我抬起头 就看见了一棵很大的树 隐隐约约 出现在了迷雾后面 三川香木 第1510章 双乌鸦杖 果然 我闻到了一股子木质的香气 太好了 折下这东西一烧 那些美人鸟 就能睡个好觉了 我奔着那棵树就过去了 可没想到 往前一走 就发现 前面竟然隔着一层屏障 数不清的迷神和斜碎 都聚集在大树前面 这么多人 原来 三川香木附近 本来就是这些东西的聚集地 而且 这里的东西 比之前见到的那些 强大得多 有一些 甚至大概能达到 县城主神那种程度 都有来头啊 他们 到底都犯了什么过错了 到了这里 耳豹神也不跟之前一样 狐假虎威了 真龙听我说分明 此路不常去 难行 这里的迷神斜碎 都挺厉害的 所以从这里过 一定要低调 我又不是来闹事的 就为了折个树枝 自然低调 我就低下了头 不紧不慢 拉着水母皮下的 白货香成心河 尽量不触碰到它们 小心翼翼往里走 可当时我也没想到 树域静而风不止 走近了 一道河川围绕着 三川香木而过 里面的 像是死水 附近有很多的大黑石头 跟外头的石头也不大一样 光滑洁净 十分坚硬 上头一抹苔藓都没有 好像 这里的一切 要么有永恒的生命 要么压根没有生命 好像时间在这里 都是静止的 好不容易走到香木下头 我就跟金毛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 让它护着白货香和橙狗 我上去折树枝 金毛会意 昂首挺胸 就护在了橙狗它们面前 这树挺高 我回身就想爬上去 可手刚触碰到了 散发着幽香的树皮 忽然一道破风声羞的一下 对着我的手就过来了 我立马把手撤回来 锐气贴着 我胳膊滑到左边 吓一秒 啪的一声 那个方向的一块大黑石头 猛然爆裂 石头扎子见得到处都是 我后心一麻 刚才那些大黑石头我摸过 跟外头的脆石头截然不同 硬得跟恶人的心一样 只一下 就能把石头打碎 低下头 我就看到 手臂上的龙铃 有了一丝划痕 那一下 又狠又稳又准 要不是我躲得快 这个胳膊 这个人 很强 回过头 我又是一愣 跟想象之中截然不同 我看见了一个勾楼的人 不光勾楼 而且畸形 他要坐在天桥下面 不给他点钱 你都觉得良心过不去 金毛掉转了脑袋 盯着他 就发出了一声威胁性的嘀吼 回头看我一眼 意思是 想扑上去 问我行不行 我摁住了金毛 他手里组着一个杖 那个杖上 是首尾交缠的两只乌鸦 乌鸦 是爆丧的 这位八成式降灾的恶神 而那位恶神盯着我 缓缓说道 这树是我的 你要动 撕了你 他的嗓子 倒像是被人撕过 毛啦啦的 磨得人耳磨疼 你的 果然 尔爆神低声说道 附近迷神他称霸 万万不要得罪他 怎么 这三川香木 还有主人 不是 你怎么不早说 尔爆神双手一摊 表示委屈 意思是因为你没问 附近开始有了一些 窃窃私语 来了新人 咦 敢摸三川香木 好大的胆子 你看他身上的气 不是一般人 那他的气 是不是很好吃 那些声音 甚至有些垂涎欲低 金毛脖子上的毛 几乎全炸了起来 胸狠冰冷地扫尸四周 意思似乎是在说 谁敢动 他就扑谁 感觉出来 我身后的成星盒和白货香 也都戒备了起来 那个勾楼神 虽然勾楼 但站在了一块大黑石头上 还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你是上头来的 你来须弥川干什么 他应该也是认出了 我身上的煞气了 我一寻思 图神使者的言谈举止 在脑子里面打了一个转 就模仿着他们的神态 缓缓说道 过来拿个东西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拿了就走 果然 那些迷神声音一抖 是图神的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把咱们赶下来的 快走 离他们远点 勾楼神定定地看着我 我没躲闪 看到他的瞳孔 是灰白色的 他冷冷地说道 你们 你们一出现 准没有好事 拿香木 拿香木可以 怎么样 摆个官威 确实管用 可还没等我高兴 勾楼神冷冷说道 你得拿东西换 什么东西 那个乌鸦杖点下来 对着金毛 卧槽 他要金毛 金毛也觉察出来了 对着那个乌鸦杖 就刺起了牙 那肯定是不行 别的能换吗 那勾楼神没言语 意思是 不行 不行 那就没法子了 我攥紧了七星龙拳 我平时从来不抢人东西 但是 为了水神信物 和那些水族的命 今儿只能抢你的香木了 勾楼神 跟个封石了的塑像一样 一动不动 科尔报神靠过来 小声说道 阁下虽是大英雄 此时千万要慎行 一旦动了勾楼神 须弥川里难逃命 我也注意到了 勾楼神 好像是这个地方的首领 许多深深浅浅的影子 都聚拢到了 勾楼神附近去了 这要是全部动手的话 我们怕还真就出不去了 金毛回头盯着我 意思是 问我现在怎么办 英雄总有气短处 俺说计策行不行 而报神接着说道 木头是死的 吼是活的 俺以前就见过 把迅速的罗马 卖给外乡马克 收了钱 马自己就跑回主人家 马克人才两空 一眼看 照葫芦画瓢 先把你的吼给他们 摘了香木 你一声令下 什么都不损失 那不就是骗人 不 骗神 这事听上去是机巧 也是以前时常能见到的骗术 可是冒不起这个险 马克买马 是为了贩卖 不会伤马分毫 可这里的迷神 万一是要吃金毛的灵气 那不就完了 我盯着勾楼神 这吼不患 不管是什么时候 我都不可能背叛金毛 金毛愣愣地盯着我 勾楼神一听 面无表情 就从石头上站起来了 之前勾楼这绝不出来 这一站起来 卧槽 这么高 是个 震慑人心的怪物 你别以为 你是那头来的 这里的就怕你 那勾楼神扬起了声音 这新来的是图神的 有想报仇的 只管来 这一声令下 数不清的迷神 就转过了脸来 遮天蔽日 对着我就过来了 卧槽了 我立马悬过七星龙拳 对着那些东西 就劈了过去 同时蹬在了黑石头上 借力对着三川香木 就上去了 情况紧急 不管了 身体凌空翻起 七星龙拳 就对着三川香木 削了过去 拿了赶紧跑 可谁知道 吭的一声 虎口就是一阵剧痛 妈的 这三川香木 竟然也这么硬 这一下 把计划全给打乱了 数不清的迷神 对着我呼啸而过 我抬手用煞气削开 翻身就上了三川香木上头 这东西这么硬 怎么弄 仔细一看 三川香木上 笼罩着一层青黑色 像是一身铠甲一样 此物并非生来硬 千年以来鹰气凝 耳抱神也跟着我翻了上来 要想截断 得有神气 神气 上哪儿找神气去 不过这上头 既然是鹰气 那我一只手 就画在了七星龙拳的锋芒上 热血一滴一滴 就躺了下来 被热血一溅 眼看着那一层青灰 被烧开 七星龙拳一划 果然摧枯拉朽 几乎没费什么力气 一截的香木 就落到了我手上 太好了 我抓住香木 就往下闯 想找到成星和他们 一起拉到了美人鸟那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忽然发现 那些迷神的表情 忽然有点不对劲 他们全看向了我的血 尤其那个勾楼神 他刚才还冷冰冰的 现如今 灰眼睛像是起了一团火 原来是你 啥情况 我一愣 你 认识我 哈哈哈哈 勾楼神忽然大笑了起来 可这个笑声 却带着说不出的悲怆和凄凉 接着 他低下头 死死盯着我 你忘了 你全忘了 你忘了 就是你 亲手把本神送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顿时愣住了 我 但还没等我问 下一秒 那个双乌鸦杖 裹挟着风雷之势 对着我的脑袋 就劈了下来 第1511章 那位大人 这是 旧日的仇人 歪头闪避过去 咔的一声 眼见着那个双乌鸦杖 擦着我胳膊 落在了一块黑石头上 一声乍响 这一下比刚才更甚 大黑石头炸开不说 底下硬生生 也跟着凹出了一个大洞 我盯着他 那是 什么时候的事 可这个勾楼神眼里 燃烧着熊熊怒火 根本就不回答 双乌鸦杖一横 换了方向 就给我扫了过来 我翻身闪过去 但是能闪避的地方不多 数不清的迷神对着我就围上来了 耳抱神趴在了我肩膀上 一拍脑袋 昨天只知肚子饿 今朝南跨这条河 怎么电 你这是要直接等死了 迷神被煞气扫倒 但是前赴后继 金毛抬起身子要护着我 我立声说道 别过来 成星和白货香 他们还在水母皮底下呢 金毛一旦松开了金丝玉尾 这兵荒马乱的 我还怎么找他们 麻烦了 瞧着那个勾楼神 对我恨之入骨的样子 绝不可能 让我安安稳稳地回到大香炉呢 只能拼了 可这一瞬间 我盯着勾楼神 忽然说道 你先别急着找我的麻烦 你自己 也要有大麻烦了 勾楼神的乌鸦障眼 看就要再次落我头上 可一听我这话 本能就愣了一下 接着 像是觉察出来了 你能看出来 没错 我现在 有了煞神的煞气 哪怕是这种半神的面相 也能看出一个端倪了 这个迷神的牵移弓极大 大得简直跟个异形一样 可这个牵移弓上 出现了断裂的迹象 他曾经为了自己的某种野心 遭受过重创 而现在 他牵移弓上 再次出现了一道阴影 这个阴影色发青 急凶恶 说明很快 就有一个身份地位 远超过他的顶头上司 会对他下重手 听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攥着双乌鸦杖的手 就是一颤 显然 他心里清楚 那个顶头上司 是什么人 你胡说八道 不可能 我答道 你做了心虚的事 自己明白 他眉尾逆声 说明 他做了某种背叛上头的事 应有此报 他脸色再次一变 但是下一秒 他跟反应过来什么似的 反手悬过乌鸦杖 那就先把你抓住 代罪立功 耳抱神一下急了 躲躲躲 连顺口溜都顾不上说了 我却一笑 不着急 勾搂神千一弓上的黑气 猛然变大了 看着我那个眼神 勾搂神灰眼珠子的神色更可怕了 简直像是能喷出火来 就是这个眼神 之前你就是用这个眼神盯着本身 可就在他举起乌鸦杖 但还没落下来的一瞬间 这里的人 同时听到了一个声音 胖 那是一个极为清透的声音 有点像是罗 可却带着金玉之声 很好听 像是某种古代敲击乐器 可没等我看清楚 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这里所有的迷神 猛然都变了脸色 下一瞬间 全扑在了地上 我一愣 什么情况 接着 在隐隐绰绰的浓雾后面 我看到了一个长 而蜿蜒的队伍 那个队伍最前面 是一个举着大牌子的 另一个紧随其后 举着个东西 缓缓敲击 刚才那个声音 就是从他手里传过来的 因为能见度极低 我只能看到一片轮廓 缓缓对着这里慢过来 后面竟然还有一个 很大的神叫一样的东西 好大的排场 一瞬间 让我想起了水飞神寻游来了 那位大人 耳包神抓住了我的手 快跑 是那位大人来了 那位大人 那个勾楼神低下头 他长得跟锅锅一样的腿 正在发抖 我立马跟金毛打了个手势 反正香木也弄到了 赶紧走 金毛把金丝玉尾叼了过来 我抓在了手里 拉着水母皮下的成星和他们 就往来路跑 这一跑起来 万籁俱寂 刚才那些怪物 几乎销声匿迹 大概 全是被坐在神教里的 那位大人给吓住了 这一跑 浓雾很快在身后弥漫 把三川香木遮挡了起来 一阵涅涅如如的声音响起来 但很快 原地就是一阵哀嚎 像是 勾楼神的声音 好像 正在遭受什么严酷的刑罚 成星和低声说道 七星 你是不是背着我 给你的嘴开了光了 废话 我就是吃这碗饭的 可这也太快了吧 你以后也不用搞什么新秀 什么关云听雷了 小嘴一皱 劲敌通寿 收你大眼 我立马就问耳报神 那是谁啊 几位来得实在巧 那位大人进来道 原来 那个神教里坐着的 是须弥川的头头 他曾经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神 但是因为当年一件大事被牵连 被罚下了须弥川 那位大神 毕竟是有大神的能力 到了这地方 也还是保持着当初的能耐和派头 一呼百应 平时那位大人很少出来 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突然出现 这说明 须弥川肯定发生了某种大事 那些弥神 往往是被放逐到这里来的 邪罪往往是自己逃进来的 一进来 都要跟那位大人报备 一旦有擅自进来 不跟那位大人禀告的 被抓住 可就很糟糕了 据说之前有一个九丹灵雾 为了逃天结进来 自认为本事高 十分傲慢 不肯对那位大人囚禁们的恩典 结果被那位大人发现 那个灵雾就再也没出现过 据说 一灵一爪 都散落在了死河里 捞都捞不上来 那不就是跟监狱长一样 是这里的实际掌权者 这里的弥神和邪碎 全靠着他庇护 虽然不知道 他是为什么突然出来的 反正我们拿到香木了 趁着这里安静 赶紧烧了 去找水神信物 这么想着 我们就奔着刚才香炉那跑 可一凑近了 才知道坏了 虽然我们拿到了香木 但没想到 那个队伍竟然这么长 把通往两个香炉之间的门槛 都给挡住了 那还怎么进去烧香木 而报神低声说道 那位大人身份臣 平时基本不出门 几位不要去招惹 等那位大人回去了 你们再去烧香木不迟 没法子 只能等这个庞大的仪仗队 打到回府了 我们就躲在了一层灌木里面 当然了 这地方的灌木 也不是正经灌木 此能悄无声息的吸灵器 不过我们一进去 倒是老老实实的 我看见一只熟悉的手缩 回去不见了 是白货相处理了 带着它来 好像什么都不用操心 我正想谢谢它 可这个时候 就听到了一阵窃窃私语 这一阵子 须迷川不太平 没错 是不太平 进来了怪东西 不是神器 是亲切 可能就是在这里 避风头的邪碎 进来怪东西 说的是我们 这几天 鬼鬼祟祟的盯着香木 不晓得打什么主意 没得错 那几个怪东西 也不知道什么来历 我一愣 我们是今天才来的 可那几个邪碎议论的 说是来了好几天了 奇怪 难不成 除了我们 还有其他人 上这里 打水神信物的主意了 会是谁呢 我正想靠过去问问 就听见那两个邪碎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看见没有 又来了 另一个邪碎 就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了 那位大人 说不定就是为了 这几个怪东西才出来的 这一下 他们可要倒霉了 我顺着那几个邪碎的方向 看过去 不由一愣 卧槽 想不到他们也来了 第1512章 三娘开门 感觉得出来 水母皮下的成星河和白货香 也不由自主愣了一下 是底老头子 和江年江景的爹 江梁 他们身上 都披着模样很怪的斗篷 这地方 活人近来就是找死 看得出来 那斗篷上有亲戚 是用来掩护他们真实身份的 他们不是 再给江家补菊吗 怎么跑这里来了 还跟我们一样 找能让美人鸟 睡着的三川香木 对了 补菊一般要改换阵物 他们 难不成也是 来找水神信物 做阵物的 不愧是底老头子和江梁 什么东西都敢出手 成星河显然也想到了 捅了我一下 意思是 这他娘本来就难弄 现如今 竟然还有了竞争对手 雪上加霜 不一定 只要脑子够聪明 不但不是雪上加霜 反而是锦上添花 成星河当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觉得出来 他有点着急了 生怕底老头子和江梁 先我们一步 抢走水神信物 还好 他们比我们进度慢 连三川香木还没弄到呢 我就低声问耳报神 这几个人 来了之后 都做什么了 耳报神嘀嘀咕咕 在我耳边说道 两双大脚走三川 这俩汉子不一般 他们这一来 一开始就是对婆和索来的 但是没有跨过门槛 直接就去找三川香木 但是三川香木 有那位双乌鸦杖看守 他们过不去 这一阵子 好像在收集什么东西 打算要打动双乌鸦杖 不过吗 不过 来不及了 双乌鸦杖 已经被那个大神给罚了 原因可想而知 底老头子和江梁 肯定是想用什么东西 贿赂双乌鸦杖 所以 双乌鸦杖 隐瞒了这两个外人的存在 但是那个大神 知道了底老头子和江梁 这两个外来客的存在 认为双乌鸦杖包庇外人 有私心 是背叛自己 这才罚了他的 还好 我这还有这么个搜索引擎 就比他们多好几分的胜算 而这个时候 底老头子和江梁 微微一动 我就看见 他们身后 竟然还有一个人 那是谁 身材奇长 披挂着一件熊皮斗篷 脸被遮住了 能被底老头子和江梁 带到这里来的 难道是个什么大帮手 还没等我看清楚 这个绵长的队伍 再一次蠕动了起来 我还有点高兴 要走 可没想到 而暴神当时就来了一声 坏了 怎么了 只见那个绵长的队伍 不是要走 而是转了一个方向 接着 数不清的迷神邪碎 开始四处穿梭 我立马明白过来了 非但不走 他们为了寻找 那几个非法闯入者 要搜查整个须迷川 卧槽 搜到了我头上来 就麻烦了 这个棺木底下 肯定也不保险 没几分钟就被搜到了 得找个能躲的地方 江梁和底老头子 还有那个披着熊皮的 显然跟我想到一处去了 窃窃私语了几句 离得太远 听不清楚 而暴神低声说道 我知道 他们说 先到老朋友那躲一躲 躲过了十五就行了 江家真是交友广阔呀 连续迷川都有老朋友 而且 十五 十五的时候 这地方会出什么事 而暴神压低了声音 几位有多少灵气 其真一保也行 怎么了 你们地上的 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可续迷川不一样 讲究的是以物易物 要是你们有值钱的东西 就能换到任何想要的 包括 安全的欺身之地 这个规矩 跟鬼是差不离 我一寻色 我身上的都是要紧的东西 自然没法换 可诚心和个守财奴身上 充斥着不少的零碎 把他的东西点了 怎么也够了 立刻点了点头 几位有钱不用愁 瞧瞧咪咪跟俺走 他领着我们 穿过了一个长长的树林子 几乎是在那些搜捕者的眼皮子底下 躲了过去 别说 每次一旦搜捕者即将发现我们 这耳抱神总能飞快地找到另一条出路 带着我们化醒为夷 不光是个搜索引擎 还是个灵物导航 难怪他之前服侍的那个管事的 靠着他出人头地 也巧 诚心和低声说道 江梁和老底 跟咱们顺路 就在咱们前面 他们 也是去以物易物 换取弃身之处了 不长时间 我们顺利地到了地方 触目所及 是一大堆一大堆的房子 这些房子的模样很怪 虽然乍一看 精致繁复 可怎么看怎么不真实 总感觉一阵风就倒了 江梁他们 就到了一个大宅子的门口 像是在跟门内的人说什么 好像 是在讨价还价 很快 江梁和低老头子 伸手拿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门内的人接了 他们也就进去了 耳抱神领着我们往里走 这一路的房子 一个比一个富丽堂皇 雕兰化洞 都跟大宫垫似的 可耳抱神一个门也没进 唯独到了一个门口停下了 就是这 我们定睛一看 都是一愣 这个房子 说是房子 简直像是个大坟 一圈圆石头顶子 粗糙地搭在了茅草上头 猪圈似乎都比这地方遮风挡雨 如果说 其他的房子 是装饰丰富的大蛋糕 这个房子 就是一个糙窝头 在这一大片大宅子里 简直是格格不入 耳抱神伸手敲了敲那个门 三娘三娘快开门 今日贵客洗灵门 成兴和压低了声音这地方 行不行啊 耳抱神答道 梁上长草地生辰 瞪眼莫要小瞧人 你只管放心吧 别看那些房子模样好看 要说最安全的 还得是这里 应声 门开了 我就看见 门内出现了一个女人 第1513章 梁上京士 这个老板娘 乍一看 跟百度门 那个老板娘十分相似 是个盘量调顺的少妇 可有一样 她身上系着一条淡青色长裙 裙摆下只有一只脚 胳膊底下撑着个拐 残疾人 而独角老板娘抬起眼 那是一双狭长的单凤眼 把风情万种和冷漠 杂揉在一起 出人意料地撩人 只一眼 我绝出身子一颤 成狗看愣了 老板娘略扫我一下 就看向了耳抱神 耳抱神立刻说道 三娘 这位是新来的 你懂 说着 用肩膀撞我 意思是说 拿钱的时候到了 我装出掏兜的样子 跟成狗伸了伸手 成狗半赏才回过神来 掏出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 塞在了我手上 一看那个东西 我顿时就傻了眼 卧槽了 成狗素来一毛不拔 竟然是蝌蚪变蛤蟆 赚了性了 那是一个沉甸甸的胭脂盒 没记错的话 是从大山妹那弄来的 她弄点值钱的 就要往豁嘴紫山打过去 所以宛如皮股 外好内空 但是这个胭脂盒 是大山妹的心爱之物 当时一直垫在身子底下 是她豁出命拿出来的 一直没舍得卖 今儿这么痛快 大山妹养了这么多年 自然是值钱的 虽然满头雾水 但我还是递过去了 可独角老板娘没领情 冷冷地说道 乱子闹得这么大 不值 老板娘的嗓子是一种很特别的烟嗓 沙沙的 听上去很舒服 老板娘很聪明 她已经知道 这地方的骚乱 是从我们头上闹起来的 说着 抬起白玉丝的胳膊 就要把门关上 耳抱神一下急了 哎 三娘 门关得毫不留情 这一瞬间 我们就听到 街角一阵骚乱 像是大队人马要杀过来了 我伸手就夹在了门 尚未合拢的缝隙里 金丝欲为一锦 是白货香 她想骂我是不是作死 要把手当核桃拿门架 那门也没有因为我的手要停下的意思 眼看要把我的手给夹住了 我就说道 老板娘你留我们一下 我给你找你想找的东西 就在门离着我的手 一直左右的时候 戛然停住 阴宅 我能银葬脑发 我接着说道 不起笑你赶我不晚 给彼此的机会 咱们双赢 那扇门静了一下 人仰马翻的声音 离着我们 只有半条街了 眼看着就要被抓住了 耳抱神跟被点了穴一样 僵住了 我当机立断 伸手把门拨开 独角老板娘的身影 已经进去了 没把我们插在外面 这就是默认了 我立马把成心和他们拉过来 关门的一瞬间 那些声音狂风一样 从门口卷了过去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回过头 是一个小小的天井 鼻子阴暗 底下一个石头桌子 围着几个枯树桩子 做凳子 这地方要是当民宿 估摸一年 来不了半拉客人 但四面都是窗户 看得出来 每一扇窗户后面 几乎都有一双眼睛 在这里避风头的不少啊 原来 三娘是须弥川 最早的几个居民之一 但跟所有须弥川的居民一样 绝口不提 在地上发生过什么 谁也不知道她的来历 后来须弥川里的 被流放者越来越多 开始出现了我们见到的 弱肉强食的事情 有一个小邪碎 误打误撞地躲到了三娘门下 竟然侥幸平安 自此以后 很多弱小的牧民者 上门寻求保护 有邪碎建议 三娘不妨从中 为自己取得一些好处 后来竟然成了一个买卖 糖屋亮了烛光 那烛光也跟地上的不同 发青 三娘在那等着我们 我就带着程兴和他们进去了 坐在了木墩子上 三娘给我摆了一碗茶 我想喝 可金思玉伟在我身后牵动了一下 白火香 于是我把茶碗靠近嘴唇 装成津津有味的样子 把茶碗放下了 其实很简单 我帮你动几个东西就行 说着 找到了对位 踩着凳子往上一摸 果然摸到了一个窟窿 不管是人事庙 住的地方最好都不要漏洞 宅子本来就是给你遮风挡雨的 有洞不补 普通人会漏财 哪怕其他身份 居所有洞 也一定会遗漏东西 所求不会圆满 我抓了一块石头 填补进去 顺手找到了财位 给他挂了一串金柿子的摆件 是高老师那批发的 能招财 若是有所求 也能催促出个心想事成 老板娘撩人的单凤眼 一亮 刚才就看出来 他的命功上 命气不完整 这是所求不可得的征兆 而缺损在对位 说明他失去了一件重要的东西 最大的愿望 就是失而复得 这一瞬 两枚金柿子 从上头掉下来 直接落在了他怀里 耳抱神医瞪眼 风水树法虽聪明 这个质量不太行 老板娘也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想看我怎么解释 非言 我倒是要恭喜老板娘 两个世子 那正是世事如意 我答道 这是好兆头 三天之内 你想要的 必然到手 老板娘红唇一勾 咽嗓性感 那就借你急言 说着 转过身往长廊里走 与此同时 一个钥匙从天而降 落在了我手里 可算是松了口气 到了房间 也奇怪 外头看着跟个坟包似的 里面出人意料还挺大 刚进了房门 程兴和和白货香 就从水母皮下面钻出来了 显然都闷得够呛 程兴和常常出了口气 妈的 这地方真不是人呆的 简直跟扫雷一样 不知道哪一下就炸了 我把胭脂盒扔给他 你看见老板娘的时候 没这么想吧 程兴和还要掏牛板筋 一听我这话 耳朵忽然就红了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我是觉得 老板娘挺特别的 是啊 美人的美都是千篇一律的 而跟断壁维纳斯一样 有缺憾的美 才格外特别 这要是在外面 我就得去做个美 可惜这地方的 不好攀扯 我一乐 正要说话 忽然外面一阵乱想 趴着窗户一看 卧槽 不好了 那些东西 应该是在外面一无所获 现如今 要闯到里面 来搜捕我们了 程兴和跟我一对眼 就要把水母皮给披上 可耳报神却说道 几位莫怕也莫慌 只管把心肚里放 凡是只管看三娘 果然 这个时候 独腿的三娘 已经出现在院子里了 那些迷神邪碎在说什么 可三娘跟没听到一样 只在天井下的茶台上 慢慢倒茶 那些追逐者 有些没耐心了 可大部分 应该是涉于三娘的威名 不敢造次 可其中一个 可能是立功心切 奔着里面就看闯 耳报神一乐 朱军不必有忐忑 这是一个新来的 果然 那一个身上 披挂着一些彩卷 显然以前 也是有资格配想香火的 可那个东西 不过是从三娘身边经过 可忽然就像是 撞在了一个 看不见的屏障上 硬生生被震出去了老远 落在石不开外之后 站不起来了 我们则跟外面 那些追兵一样 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那个带着彩卷的 浑身焦黑 缩小了不止一半 难怪耳报神 极力推荐 独腿三娘 看着柔柔弱弱 这么大的本事 不比之前的双乌鸦仗差 那些追兵 七七惶惶地逃走了 这下 可算是能放心了 白货香还有些担心 那他们 会不会去而复返 耳报神答道 他们不敢 绊杂了那位大人的差事 难道还自己 接自己的短 我喘了口气 就想起了之前 双乌鸦仗的话来了 问耳报神 知不知道 双乌鸦仗是怎么下来的 他说 是我亲自把他弄这里来的 第1514章 不合之神 朱军想之末要忙 听俺为你道端向 原来 那个双乌鸦仗 是个主管纷争的神灵 外号叫不合神 跟温神 穷神 眉神 煞神 差不多 是让人畏惧 不敢得罪的一号神灵 现在这个不合神 已经到这里来了 可好汉不提当年勇 他当初也是显赫一时 为什么呢 他所到之处 亲则挑起 肘里婆媳的纷争 重则能让两个国家起争端 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 婆婆把儿媳虐虐待致死的事情 时有发生 竹母把小妾折磨得不成人形 也屡见不鲜 所以 那些弱势群体 为了求平安 就经常去祭祀不合神 求不合神远离家门 给自己个平安 这在皇宫之内 更是常见 那些宫里当差的 也希望主人 千万别跟自己不合 那丢的是脑袋 所以 祭祀不合神的仪式 未然成风 可有一个国君发现 宫人竟然在祭祀这种神灵 大怒 就把祭坛整个踢翻 说 不许跟这种制造是非的神灵 谄媚求饶 为者重罚 这一下 就把管理那片区域的 不合神给得罪了 不合神大怒 于是宫廷之内 算是永无宁日 非平争宠 内是勾心斗角 乌烟瘴气 当时那个国君的孩子 几乎全部死于这种不合 国君知道的时候 已经发展得极为严重了 后来才有人测算出 他惹怒了神灵 国君想起了自己 踢翻的祭坛 怒火中烧 立刻派人 把当地所有不合神的庙宇 全部砸毁 耻夺那个不合神的神位 还下令 但凡哪个百姓要祭祀不合神 立刻以巫蛊的罪名砍头 一开始 还是有人偷偷摸摸祭祀 被抓到了之后 杀鸡儆猴 谁也不敢了 得不到香火 那片区域的不合神 没有业绩 愤然大怒 干了几件区的事 泄愤 就被图神使者 流放到这里来了 程兴河瞅着我 一副叹为官职的样子 你这仇家 比你的桃花还多 是啊 我也想起来了凤凰山上 江仲离亲自葬下的 江氏贵妃来了 不用说 那个得罪不合神的 就是锦朝国君了 合着那个锦朝国君 不光是喜欢盖庙 还喜欢拆庙 算是跟吃香火的杠上了 而锦朝灭国 会不会也跟不合神有关 哪一个古代的宫廷政变 不都是因为内乱起的祸根吗 正想着呢 我和尔豹神 还有程兴河 全都看向了门口 有人 果然 门缝下的微光一动 有个东西 在偷听我们说话 这是什么玩意儿 程兴河凤凰毛就要抽出来 可我摆了白手 悄悄拉开了门 一个勾楼着的身影 一下就从门口倒进来了 乍一看 很像是那个不合神的缩小板 它身上 有跟不合神相似的气息 是不合神的跟班 果然 下一秒 那东西反应过来 就对着我名笑 我知道你们的来路了 尔豹神一愣 立刻转脸看着我 意思是 问我现在怎么办 是啊 这里的东西杀不死 你灭口都不行 接着 尔豹神就看向了那个小迷神 低声说道 东边栗子西边堂 还请千万莫张扬 双乌鸦杖 已经被那位大人罚了 你现在给他报仇 也是无济于事了 你说个解决方法 咱们不要伤了和气 那个跟班咧嘴宁笑 好说 他的眼神 看向了白货香 我要那个活人 我跟程兴和一对眼 我们俩都明白了 合着这是个敲诈勒索的 我吸了口气 还有别的解决方式吗 那个跟班脸一板 你还想跟本神讨价还价 要知道 你现在什么身份 整个须迷川 哪一个 不想把你包皮吃肉 那位大人 也正打算着要抓呢 本神一句话 你尸骨都难存 不信你看 说着 张嘴做事就要喊 耳包神更紧张了 他怕就怕这玩意儿一喊 不光我们落网 恐怕独腿三娘 也得被我们给连累了 那嘴张得挺大 满脸有恃无恐 但在他发出声音的前一秒 我一把抓住了他 反手一翻 煞气乍气 咔的一声 他的一只手腕子 直接扭到了反方向 他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傲然瞬间转变成了恐惧 还要张嘴 我一巴掌扇下去 他跟中风病人一样 一张嘴直接变歪 我蹲下 和善地对他一笑 你还能叫出来 就叫吧 这种东西的构成 跟斜碎其实很相似 是由灵气构成的 那一下 我几乎把他身上的 一半灵气打散 他浑身不受控制地 颤抖了起来 剑明 你敢 你敢 我捏住了他的嘴 那种想要杀戮 想要破坏的感觉 再一次浮现 我想把这个嘴捏碎 迷神一旦被打散之后 就可以给萧香吃 但是 这东西立刻大声说道 是我错了 这位神君饶命 我 我不敢了 我回过了神来 松开了手 谁让你来的 我们这一路来的隐秘 按理说不会有谁知道 是 是那几个外来人 披着斗篷的那几个 是是是 神君明察秋毫 是那个穿熊皮的找到了我 问我要不要 给我们神君出这口恶气 顺带 能立个大功 可我 果然 穿熊皮的 是让他来通风报信的 可这货贪心 见到了白货香和程兴河 想把活人的灵气吃了 再反手一个举报 穿熊皮的 果然不是什么好走 应该是也发现了我们 想让我们暴露 他们就安全了 那几个人 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 他们拿了香木 搜查的一走 就往婆克苏那去了 我心里顿时一紧 他妈的 双乌鸦杖被搞定了 他们趁机取得了香木 这下 真的要比我们早进去了 程兴河立马站了起来 等雷呢 妈的 你老婆的东西 到了他们手里 可就够呛能拿回来了 我也站了起来 可这么一站 我就发现 那个小个子嘴边 露出了一丝诡诀的笑容 我立刻蹲下 你是不是 还有什么知道的 没说 小个子的眼里 顿时蒙上了一层恐惧 第1515章 瞪眼之物 说 他一个拳头紧了又松 只好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们想进那位大人的宫殿 可你们进去 就绝对出不来了 那位大人的宫殿 这么说 水神信物 在那位大人手里 那个巍峨的宫殿 就是他的居所 难怪 这一趟 又他娘是虎口拔牙 关于那位大人的来历 你还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 他的大殿里 住着一个东西 那东西绝对不能睁开眼睛 只要一睁开眼睛 没人见到过他 睁开眼睛 也就是说 见过他睁开眼睛的 都消失了 你们这里的 不都是不死之身吗 确实是不死之身 一旦被那双眼睛看到 就会变成 另一种东西 所以 我一进去 就会见到那个东西 就会倒霉 他也就高兴了 谢谢你了 我站起来 耳抱 神连蛮问道 通风暴性臭鸡蛋 这个家伙怎么办 我就看了程兴和一眼 程兴和从怀里掏出一团布 二话不说 把这个东西给绑住 塞在了柜处里 末了还踹了一脚 白货香看着眼前一切 却有点发直 耳抱神看见了 美人是个好心肠 同情弱者真善良 白货香回过神来 也谈不上同情弱者 毕竟这是他旧游自取 我只是想 他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从高高的神坛上摔下来 成了这种存在 这都是选择 也是命数 谁也没办法 毕竟 大家都是棋子 程兴和则皱起了眉头 睁开眼睛 会变成另一种东西 美渡沙吗 真是外来的法师会念经 去了看看就知道了 耳抱神盯着我们 犹豫了半天 此去困难险重重 几位三思而后行 我回头看着耳抱神 你给我们帮了这么多的忙 下面的路就不用你带了 在这也没什么能谢你的 我们要是能好端端出来 你要是愿意 可以跟我们走 我在地上还有点关系 可以给你重新立个庙 耳抱神一愣 忽然说道 反正不生也不死 舍命也要陪君子 反正 反正不死不活也没什么意思 跟着几位走一趟 我一愣 那你可得想好了 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 外面再一次乱了起来 上这里来的追兵 越来越多了 独腿三娘 还是坐在院子中间喝茶 那些追兵 虽然也忌惮三娘的威名 可那位大人的命令在头顶上 也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三娘 别以为你跟那位大人有交情 再须迷川 你就能一手遮天了 这次来的 不是一般的人物 你藏了他 那位大人也不会跟你善罢甘休 可独腿三娘一动不动 根本就不把那些追兵放在眼里 我说没有 就是没有 你把他叫过来 亲自跟我说 耳抱神低声说道 三娘重承诺 说话必算数 那些追兵商量了一下 吓一秒 疼的一声 这院子里的花窗 忽然都同时喷出了火来 那些追兵 要把这里给烧了 我一下坐不住了 底下传来了各种各样的惨叫声 其他那些在这里借宿的弱小 全都倒了没 独腿三娘抬起眼睛来 有了几分怒意 你们好大的胆子 我也知道 没有金刚钻 不懒瓷气活 可要是 他为了我蒙受损失 那我也过意不去 于是我当机立断 对程兴河说道 我去把他们引开 你们躲在水母皮下 咱们在美人鸟那会合 程兴河一愣 你一个人 他没说完 我一推开花窗 翘无声息地冲了出去 这一出去 也是吃了一惊 三娘门外 室里三层外三层 密密麻麻都是追兵 那种射人的气息 几乎能把人冲一个跟头 一路顺着屋脊往外窜 这里的屋脊也十分奇怪 看似平稳 走上去却跟走钢丝一样 特别虚浮 很快 到了底老头子 他们所在的地方 我故意蹬下去好几片瓦 瓦片哗啦啦一响 街上所有追兵 都抬起了头 下一秒 他们对着这个房子 就冲了过来 我立马大声说道 多谢收留之恩 改日一定找机会报答 好啊 还以为是被三娘藏起来了 原来是在这里 千万别让她跑了 我顺着屋脊一路飞奔 远远就见到 三娘也一蹶一拐地出来了 盯着我 神色一动 她也看得出来 等我走了 她还要在这里生活 不管是她保护不利 还是窝藏重犯 都不好听 我是不败坏她的名声 一路冲到了美人鸟附近 我一眼就看见 地上有几条清晰的脚印 还在悄悄移动 是金毛的梅花爪 身后哗啦啦全是追兵 我一头撞进了门槛 乘狗 点火 就在进入门槛的最后一瞬 身后那些追兵戛然而止 显然 就连她们也畏惧美人鸟 下一秒 香炉后面的美人鸟 扑啦啦飞出 全露出了狂喜的神色 与此同时 哗的一声 香炉里已经冒出了一股子烟雾 正是上次那种木质清香 这烟雾一起 那些美人鸟闻到了 所有的美人脸 顿时都露出了十分迷惘的表情 接着 翅膀煽动的力道也开始减小 哗啦啦下雨一样 就坠落在了地上 一根金丝玉尾 像是凭空落在了我手上 我知道程兴和他们 一开始那些美人鸟还有一些在挣扎 但很快就挣扎不动了 跌跌撞撞闯入到了宫殿里 扑面就是一股子寒气 里头很空 很大 跟灵谷楼老爷子形容得很相似 水神信物 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奔着里面就走 脚步声形成了巨大的 让人不安的回声 我们尽量放低了脚步 远远的就看见大殿的尽头 有一个很大的集谈 水神信物 是不是就在那 我们精神一震 刚要过去 程兴和却拉住了我 七星 你看祭坛后面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第1516章 不能睁眼 又黑又长 很像是耍龙灯的道具 铺在祭坛后面了 不过 我看出来 那东西是个活的 只是跟那些美人鸟一样 睡着了 不能睁开眼睛 那就是说 我们不能吵醒了它 果然 随着我们的脚步声 那东西像是缓缓地动了一下 我就跟程兴和他们打了个手势 意思是 尽量把脚步声压轻 程兴和他们会议 果然 这地方一安静 那个巨大的东西重新浮下来 跟婴儿一样 再次睡着了 我们三个就悄无声息地靠近了祭台 这才发现 除了那个巨大的东西 周围还散落着很多小东西 当然 是跟那个巨大的东西相对而言 那些小东西 也有一人高 半人高 那些东西 在动 但是 看不出他们动的目的是什么 漫无目的 跟游魂一样 等靠近看清楚了 我们同时倒吸冷气 那些东西 有的是迷神 有的是斜碎 但是都变了形状 有的斜碎是个人样 可背后长出了三条手臂 跟剑龙背后的肉翅一样 有的满地乱爬 本来应该也像是个体面的人样 但是现如今 下身有八条腿 好像半人半蜘蛛 不光如此 这些东西眼里没光 跟丽娜一样 像是没了魂了 看来 只要被那个东西的眼睛看到 活物就会迷失自我 成为一个怪物 我们几个面面相去 耳抱神摇头叹气捂着眼睛 看嘴型 像是在念作孽啊 难怪 那个不合神的跟班 会说 我们进去就出不来了 那些东西 对死活都没有兴趣 更别说对我们了 倒是没一个 对我们这些外来客 喊打喊杀 不过 我们也尽量不要让身体 触碰上这些东西 而我环顾四周 一进来 这地方除了怪物 倒是没有旁人 难道江良他们还没来呢 成星河则从水母皮下钻出来 跟我打了个手势 意思是 江良和敌老头子他们 是不是也变成怪物了 这还真说不好 不过 江良和敌老头子 都是行当里响当当的人物 能在这里被变成怪物 就这么终结一生传奇 更别说 他们身后 还有一个披着熊皮的 那个家伙来路也很奇怪 肯定不简单 不见得就这么容易地送了命 我就跟成星河比划了一下 意思是 长个心眼 靠近祭台 也是探围观止 四周围是巨大的石柱 那石柱很怪 是一个个女人的形状 身上穿着青纱 壁上挂着金串 很像是敦煌的飞天 丰满华丽 好似数不清的女巨人 拖起了这一方穷顶 而且 那些女人的下半身 都是灵 而女人柱之间 有大幅大幅的壁画 数不清的人头残簇 繁复精致 因为光线暗淡 看得人眼花缭乱 但是大概意思 应该是万民朝拜 神庙大多都是这种 表示崇拜的内容 总而言之 这地方庄严肃穆 对这种壮丽来说 语言实在是太苍白了 越靠近 那模糊笼统的轮廓 也就越清楚 我皱起了眉头 那个东西 有脚 四爪 好像也是一条龙 只是 这个龙的脑袋非常特别 巨大猙獰 看得出来 眼睛在头部站的比例极大 让人望而生畏 而这个巨头龙所围绕的 是一个很高的机台 有几层楼高 上头是有很强烈的先灵器 太好了 就是这里了 程兴和跟我打了个手势 意思是问我 怎么过去 是啊 要想上那个机台 就必须从这个巨龙身上跨过去 可这么一跨 万一弄醒了就麻烦了 我一寻思 就看向了机台 机台极大 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 不过还好 上面露刻着非常多的精美花纹 从花纹上 也许能向法子登上去 程兴和有套马杆技术 做成一个吊锁 应该差不多 但是我和程兴和可以 白货香和金毛也不行 除非 我转脸看向了耳报神 耳报神因为不能吭声 所以一直露出很窒息的样子 一见我看他 顿时就高兴了起来 比划了比划 问是不是有事能给我效劳 我点了点头 就比划 你之前用人脸疼 把我们引过去 你很熟悉人脸疼 耳报神弄明白之后 蒙点头 折过身子 滑到了阴暗的地方 不长时间回来了 手里就捧面条似的 捧了一大堆 好家伙 这人脸疼在这地方 跟杂草串子似的 到处都是 不过耳报神没明白 我找这个干什么 程兴和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已经悄悄给我竖了大拇指 做出了个鸡贼的口型 接着 他一把拿住了人脸疼 人脸疼阴气吃得多 灵气吃得少 一箭肥猪拱门 张口就要咬 可程兴和一甩手 以极其精准的姿势 就把那个人脸疼的脑袋 扔到了计台上 人脸疼的表情 顿时大惊失色 下一瞬间 他爬山虎一样的枝叶 瞬间就牢牢地 扒在了计台繁复的花纹上 而人脸疼的另一头 还在我们手里挣扎 把人脸疼留在我们手上的藤腕 卷在了手腕上 风声就在耳边穿梭了过去 三人一吼翘无声息 直接被带到了计台边缘 抓住了计台上的花纹 白货香看着我 眼神也忍不住有点佩服 分明是个害人的东西 现如今成了帮手了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就是这个道理 我就看承兴和 让他继续把人脸疼 往祭坛顶上头 登了顶 我们拿了就跑 顺顺当当 承兴和跟我竖起个大拇指 意思是 瞧好吧 一只手就把藤腕甩上去 这么个速度下去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就能爬到顶上去了 15步 13步 我们也越来越振奋了 肖香 能拿到了水神信物 咱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可没想到 就在要登到了最后十步之内的时候 一阵破风声 忽然从后头炸了过来 我一听动静 就知道坏了 以最快的速度 抽出七星龙拳 斜着一扫 啪的一声 一个东西直接劈裂 承兴和和白货相回头 也都愣了一下 顺着那个东西的来路 就往下看 但还没等看清楚 跟我预想的一样 只见那个东西 凌空炸开 啪的一声巨响 麻烦了 我后心一麻 只见底下那个庞然大物 轰然就起来了 承兴和当时就想骂街 指向了一个方向 你看 一个穿着熊皮的身影 消失在了 一个女人立住 后面的黑暗之中 他妈的 这个王八蛋 找了不合神的跟班 来举报挡雷不说 现在又要拿我们挡雷 可根本顾不上了 因为那个巨大的东西 转过脸来 就冲着我们看了过来 我立马说到 蒙住眼睛 下一秒 身后轰然一声响 我们几个就掘出 耳边一阵风 手上的人脸疼 应该是对视到了 那个东西的眼睛 我们只觉得 手头一阵滑腻 腥臭的液体 奔着脸就溅了过来 接着 失去了人脸疼的力量 直接从计台上头 坠了下来 我喊了一声 抓紧立马就用七星龙拳 把奔着对面卡 七星龙拳被我们 拖了一段时间 咔的一声 被卡在了一个缝隙上 我们几个 跟被图丁丁 在墙上的风铃一样 脚底悬空 就在半空摇晃了起来 但这还不算 灌云听雷法感觉出来 那个巨大的东西 就在我们身后 与此同时 我感觉出来 另外一道身影 十分清洁地 就从另一个角度 往计台上爬 利用我们拖住了 那个怪龙 自己去抢水神信物了 我心里冷笑 行啊 你做出一 我做十五 就在那个巨龙 要扑过来的一瞬间 我摸出手机摁了一下 奔着那个身影 就砸过去了 咕咕咕 一阵鸡叫 从手机里炸响 那个巨大的身影 奔着手机的方向 就冲过去了 直接截住了那个 要抢水神信物的 抓住这个机会 我带着他们 就往上头冲 第1517章 水神信物 没法直接看那个怪物 但是我一下 就听见了滑落的声音 那个声音 也跟怪物龙遭遇上了 应该是为了避开 闪身下去了 可惜可惜 听这个动静 是为了避开锋芒 可见他跟我一样 也没有直接对上 怪物龙的视线 没能变成眉魂怪物 程兴和趁着怪物龙 被吸引过去 笛声说道 七星 你怎么知道 不跟那个东西对眼就行 简单 我刚才就看见了 底下那些变成怪物的东西 眼睛都有变化 无一例外 都像是被灼伤过 既然如此 那肯定是视线相对引起来的 如果不对眼 就能变成怪物 那他们好歹得 有一些眼睛完整的 不愧是我儿子 程兴和喘了口气 又想起来了 那个穿熊皮的 拿我们当耳料 气得牙根痒痒 妈的 那个王八蛋够狠的 江家哪个是善茬 不过 那个穿熊皮的 到底是谁啊 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我没顾得上 往下深挖 而是死死抓住了 那些繁复的花纹 得带着他们继续往上爬 不过 手刚才被人脸疼 见了满手的枝叶 黏糊糊的 很容易打滑 我正要在程兴和身上擦干净 程兴和一躲 骂我不笑 我说 你他娘不想死就忍一忍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面前伸下来了一段金丝玉尾 卧槽 抬起头 我们都是一愣 没想到 耳抱神倒是抓住了那个机会 自己抓着花纹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去了 从祭台顶上 给我们伸下来的 我立马抓住 耳边刷的就是一阵风声 耳抱神虽然现在沦落了 好歹也是吃过香火的 硬试一下就把我们给拉上去了 上去之后 我们都剧烈地喘息了起来 抬起眼 我就高兴了起来 祭台中央 正摆着一个很大的圆桌 圆桌中间 仙灵气耀眼 我立马对耳抱神点了点头 多谢 耳抱神对我一笑 可他的笑容 瞬间就凝结在了脸上 同时注意到了 那个怪物龙没声音了 我反应快 立马就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直接把耳抱神扑倒 同时对着身后说道 都闭眼睛 那个怪物龙 出现在了我们身后 我的心狂跳了起来 耳抱神刚才 跟那个怪物龙对上眼睛没有 千万别 千万别 还好 身下一阵挣扎 我这才松了口气 耳抱神 应该还没来得及 跟那个怪物龙对眼 但是根本来不及高兴 灌云听雷法感觉出来 那个巨大的影子 就在身后 接着 裹挟着风雷之势 对着我们 就要砸下来 我立马拽着他们 往靠近大桌子的地方爬 果然 爬到了大桌下的一瞬 那个巨大的响洞 贴着桌子炸起 祭坛轰然崩裂 石头子 建得到处都是 幸亏这玩意儿 投鼠忌器 不敢动桌子 耳抱神有点紧张 如今怎么办 承兴和吸了口气 对我一指 不用废脑子 他总能想出办法来 我脑子飞快地转动了起来 我们不能在这里趴一辈子 早晚得起来 可是那个怪龙 卧槽 我知道怎么做了 我立马就在肩膀上拍了拍 小绿呢 小绿张开了嘴 接着 我闭着眼睛站了起来 做事要往桌子上摸 果然 那个怪物龙 对着我就扑过来了 我伸手往小绿嘴里一挖 就把赤水清天镜挖出来了 能照人的一面 就对向了身后 啪的一下 我听到赤水清天镜上 发出了一个轻微的响声 下一秒 我身后就是一声痛苦的吼声 那个巨大的怪物龙 像是遭受到了极大的痛苦 啪的一声 我们身后的祭坛 像是直接被他拍裂 接着 轰然一声巨响 他从祭台上落下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睁开眼睛 看向了手上的赤水清天镜 赤水清同镜上 也有了一丝淡淡的裂痕 程兴和之前把这个玩意儿 叫美渡沙 那就跟美渡沙一样 能对付这个玩意儿的 只有一样 镜子 我一阵后怕 那玩意儿的视线 连赤水清天镜都能看脸 那得是个什么视线 多亏了这个东西了 程兴和他们全站了起来 都跟着高兴 成了 算是吧 我抬起头 就看向了面前 那个台子 台子上 是一个很大的罩子 那个罩子就十分精致 金丝银线勾勒出来 手法繁复精巧 这种工艺 现在早失传了 也不知道以前的人 是怎么做到的 毕竟 现在的人最主要就是求回报 不过以前的人 不惜功本 我伸手 就把那个大罩子打开了 底下的仙灵器 猛然炸起 适应了光线 我就看到 那是一串极其精致的连环 是很多小环 头尾相弦地串在了一起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银润透明 美不胜收 简直像是最纯净的兵 我心头一动 忽然就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我记得 这个东西 会发出极其悦耳的响声 宛如天籁 脑子里模糊的印象 逐渐清晰了起来 每一个环 好像就代表了一个河川 我还记得 这个东西 之前好像是在肖香手腕上的 是啊 只有肖香 才配得上这么美的东西 我立刻伸手 就想把这个东西给拿下来 可下一瞬间 一道东西 划出了锐利的破风声 对着我的手就过来了 手一抬 那东西啪的一声 打在了祭台地上 就是一个深坑 抬起头 果然 是江梁 他手里 正抱着那个小方盒子 他身后黑暗的地方 就站着那个 披着熊皮的 程兴和在我身后 懒洋洋地叹了口气 截胡或许会迟到 但不会不来 羞的一声 面前划光闪耀 他的凤凰 毛出了手 江梁对我笑 李先生 凡是要讲先来后道 你自己 就不讲先来后道 要我讲 我答道 别这么多废话 这东西是我的 要抢 你就来抢 一股子奇怪的气 在心里蒙发了出来 焦躁 烦乱 对别人染指自己东西的怒意 还有那种 可 第1518章 穿熊皮人 江梁的脸 慢慢阴沉了下来 我知道 江梁是个很能忍的人 江景哲在我手上 江家家神都离开了 虽然是他们旧游自取 但他们 肯定是全把杖算在了我头上 这是个流氓逻辑 江家坑你是看得起你 可你非但没有乖乖被我们江家坑 还让我们江家吃亏 那我们就绝对不会放过你 听上去几乎是荒谬 但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就是这样 你弱 他们就觉得 你何该 是他们口中之识 你反抗 就是你大逆不道 我是想当的好人 但我也不可能真把脖子洗干净 让你们砍 江梁手一扬 那个小方盒子里 还要出东西 我抢了仙 一脚奔着大桌子登过去 哗啦一声 那串连环啪的一声声起 江梁一愣 我看出来 他的小方盒子 对着的是我的手 手一动 他就动 脚一动 他反应不过来 没等他的小方盒子一位 七星龙泉 直接把水神信物 横扫到了身后 成狗 不用我说 成狗套马杆的技术 登峰造极 凤凰毛一下勾住 哗啦一声脆响 拿到了 江梁沉稳惯了的脸 也露出了一丝脑 一道行器奔着成狗过去 可七星龙泉早就准备好了 那道行器被煞气截住的一瞬 我就喊道 从哪来的 回哪去 仙打的兔子 背着尘 还没把水神信物给带出去 那鹿死水手 言之过早 白货香立刻大声问道 你怎么办 我没事 我一脚撑起了庞大的桌面 挡在了他们面前 比你们好脱身 成兴河反应很快 早在脑子里 估算了一遍这件事的利弊 二话没说 拽住了白货香 两个人就隐然消失在了水母皮下 江良一咬牙 抬手又是一道气 这一下力道极大 轰的一声 桌面直接碎裂 可我翻身 已经绕到了另一侧 故意说道 看来上次 你和江瘸子窝里斗 那个伤挺严重 影响得现在手头都不准 江家人有什么特点 骄傲 但凡是一打击他们的痛点 他们经不住就会翻脸 屡试不爽 果然 下一秒 更大的行器冲了过来 人一发怒 很容易失去理智 哪怕江良也是一样 这种人掌控预示极强的 一旦出现了什么意外变化 很容易影响情绪 可我不一样 我做什么事就没顺当过 对各种倒霉的节外生枝 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而且 不光是江良 江良还不到天间 我拖住 他也不算什么 我注意的是他身后 那个穿着熊皮的人 就凭着那个人 从祭台上穿梭的身法 肯定很强 果然 那个穿熊皮的往前一扑 对着程兴和他们 就追过去了 我无意之中 视线一低 心里瞬间一沉 他们刚才把祭台上的东西 全部打烂 所以 四处都是浮沉 浮沉上 就是深深浅浅的脚印子 而那个穿熊皮的一台手 一条人脸疼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伸出来 对着程兴和他们就过去了 卧槽 不好了 我甩手就要把七星龙拳翻过去 可感觉出来 江良一道神器 对着我手腕就过来了 我只能矮身避开 那道神器擦身而过 正挡住了我的去路 但是下一秒 金毛不知道从哪里窜了过来 一口叼住人脸疼 利落咬断 接着就挡在了程兴和的去路上 对着穿熊皮的 就是一声低吼 我心里一紧 金毛现如今个头已经不小了 能耐也不小了 可那个穿熊皮的 不是善茶 打架厉害的不少 但是有脑子的不多 这个 有脑子 下一秒 那个穿熊皮的 对着金毛就甩出了手 轰的一声 金毛翻身一躲 身侧就是一个大坑 掌心雷 这人跟百度门有关系 没等我细看 面前一道凌厉的破风声 身侧的石头再次炸开 追着我来 我抬起七星龙泉架主 忽然就发现 江良眉宇之间 带着点红光 这是血光之灾 而且 我发现江良不住地盯着大门口 他难道还有别的帮手 不对 他是在赶时间 想赶在某种事情发生之前 尽快离开这里 说起来 怎么眼前只有这两个 老头子怎么一直没出现 这一瞬 那个穿熊皮的似乎也着急 反手对着金毛就悬了过去 金毛腾挪闪月 矫健得像是一道雷 可那个人更快 已经观察四周 已经判断出 金毛会在哪一块石头上落地 先削了过去 不好 这一下 金毛附近根本没有能闪避的位置 肯定会被打中 我翻身就要过去 可江良手头上的东西 对着我就打 我没躲 当的一声 那一下直接打在了我身上 就是一阵剧痛 江良能耐本来就不小 这东西又有龙狮子的精华 能穿龙鳞 哪怕身体被打歪 我也没减速 迎头对着那个穿熊皮的削了过去 穿熊皮的一心对付金毛 没想到江良都拖不住我 反手对我一划 可我一脚掀起地上的石头 挡在了前面 石头砰的一声炸裂 粉尘散尽的时候 我早拽着金毛滚出去了老远 下一秒 还没来得及绝出疼 就知道身后不对 江良靠过来 我还闻到了龙狮子的味道 我立马一把推开金毛 七星龙拳反手挡住 当的一下 虎口就是一阵剧痛 江良居高临下地盯着我 眼里有恨 嘴边却微微一笑 你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 可他儿子够呛能回来了 江良最心爱的儿子就是江景 他忍了很长时间 就为了报这个仇 他盯着我 眼神很复杂 你爹到底是谁 我也想知道 江良盯着我 眼神却跟看一个很可怜的东西一样 带着几分怜悯 料想着 自然不是平常人 可这一步走错了 真龙转世 只有一个 这一步是哪一步 让我冒充真龙转世 他看向了我身后 像是跟我说 也像是跟我身后的人说 不该来也来了 到时候了 我身后就是一阵风雷之势 是想反手 可是龙狮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爬上来了 这种感觉 孽骨钻心 心脏骤然一紧 耳骨翁的一声 我闻到了自己身上的血腥气 那个力道要过来了 但是下一秒 我身后的金毛发出了一声乌液 哗啦一声 附近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响声 尸气 我差点忘了 金毛是行尸里的王 这地方 肯定死过人 他把那些行尸 给召唤过来了 那些行尸身上穿的 都是以前的款式 有些腰上 甚至还挂着风水铃 应该 是其他想来须迷穿 找好处的行内前辈 可惜 都没走出去 哄 数不清的尸体 跟活了一样 身体扭转出各种奇怪的角度 争先恐后地 挡在了我们面前 当的一声 那些行尸炸开 江梁的手猛然一震 而我一丝没犹豫 翻身而起 抓住这个机会 对着江梁就削了过去 江梁没想到 会有这个变故 眉头一皱 往后退了一步 还想翻过盒子 七星龙拳带着煞气 对着他的手腕 就削 那个盒子利落地脱手而出 江梁神色一变 我提起膝盖 对他就是一状 他反手要拧我手腕 可我比他快 从他胳膊底下抄过去 猪鞋手上煞气一炸 当的一声 直接把他的脑袋 撞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 身后那些尸骨山 全面崩塌 穿熊皮的 从铜皮铁骨的形式之中穿过 抬手对着我削了下来 但就在这一瞬间 整个宫殿 忽然猛的一颤 穿熊皮的抬起头 我知道 有东西进来了 第1519章 神教之中 我感觉到了一股子 逼人的压迫力 回过头 没意外 那个蜿蜒的队伍 缓缓地正往这里逼近 人数很多 但是悄无声息 这个感觉 诡异 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一下才是真正坏 主人一来命不再 耳抱神的声音 打了颤 我还以为他早就走了 没想到 对我们倒是不离不弃 而且 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他 告诉给金毛这地方 有形式的 跑跑跑 耳抱神贴在了我背后 吊子都拔起来了 难怪 刚才江梁和熊皮人 之所以死死盯着后面 就是怕这个主人回来 他们是想着 赶在主人来之前 把水神信物夺走 下一瞬 那个熊皮人越过了金毛 对着我身后的江梁 就伸出了手来 要把江梁救走 我闻到了一股子药草的气息 那个气息很特别 我像是在奶闻倒过 又像是没闻到过 既然那个大人来了 他们自然急着要走 我脑子一转 现如今 对我们来说 也是逃命要紧 于是我故意松开了手 放了江梁 那个熊皮人很顺利地 就把江梁从我手上抢过去了 他回头扫了我一眼 看意思有些鄙夷 觉得我不过如此 不过下一秒 我掏出了一把贡箱 擦的一下点燃 就丢到了他们身上 哗啦一声 贡箱瞬间把熊皮和江梁 身上的大斗篷点燃 空气之中都是烧焦的味道 这一瞬 那个缓缓移动的队伍 立刻停了下来 这里的居民都是什么来路 迷神 邪碎 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一个是灵气 还有一个 就是梦寐以求的贡箱 被关在这里 已经不知道多长时间 没吃贡箱了 贡箱的味道 对他们来说 那简直跟亘古长夜的一盏明灯一样 谁都想靠近过来 果然 他们感知到了贡箱的味道 对着熊皮人和江梁 就冲了过来 这是一十二鸟 一来拿他们吸引那些追兵的注意力 我们跑 二来 他们一旦被牵绊住 自顾不暇 哪还有心情找我们抢水神信物 还是那句话 水能载舟一能复舟 哪怕是敌人 脑子够快 也能帮上你的忙 熊皮人是个聪明人 一闻味道就知道我打的什么主意 压着怒意吸了口气 好 这声音我没听过 但是低沉有磁性 年纪可能跟江梁相仿 比我高一倍 他抬眼看着后面 那个大队伍靠得越来越近了 显然 这人跟所有出身高贵的人一样 很西密 可江梁刚才被我打伤 他再厉害 现在也是高个子盖短背 顾头不顾尾 我现在没空跟你们争 我说到 以后还有再见的日子 话音未落 我飘然从祭台后面往下坠 金毛一声呼喝 那些七零八岁的尸体 给他搭建成了一个梯子 我们迅速落地 抬起头 就看见头顶黑压压一片 已经有数不清的东西 把熊皮人和江梁给围住了 而爆神惊魂否定 这才回过神来 小可平生走东西 要论基金你第一 谬赞 老人们常说 吃亏是福 并不是说你吃了亏有啥好处 主要这个亏能让你长经验 计较训 这是无形的财富 换句话说 我要是没让人坑那么多次 我也不会坑人 趁着他们被当成 夺走水神信物的元凶 被牵绊住 一边跑 我心里一边剧烈地跳 程兴和他们呢 跑出去了没有 会不会被大队伍堵在这里了 可他们披着水母皮 我现在也看不到他们 只能是先出去再说了 之前我跟程兴和说好了 从哪来回哪去 说的就是美人鸟的门槛呢 要是逃出去了 他们应该等在那里 跟我会合 面前是滚滚而来的须迷川居民 好几个脑袋的 好几条尾巴的 什么样的都有 宛如开闸泄洪一样 对着我们就冲 还好 我现在煞气护身 没什么人气泄露出来 金毛也不是凡物 更别说耳暴神 本来就是地头蛇 那些东西 盯着祭台顶端的香火器 眼里全是贪婪 来了 终于有人给我敬香了 不是给你的 那是给我的 是我的 是我的 他们争先恐后 以前在位的时候 香火应该是信手拈来的吧 可一旦跌落了神坛 香火就成了这么珍贵的存在 任何东西 大概失去之后 才会弥足珍贵 不管是香火 还是自由 我一路往外跑 就看见了 乱糟糟的队伍中间 有一个巨大的神教 心里一提 这地方是必经之路 也只能硬着头皮闯出去了 不过 就跟放学一样 顺着人流出去容易 逆着人流进去难 我拼尽全力 才从那个神教后面蹭过去 这一过 我忽然就感觉到了一阵气息 很熟悉的气息 就好像 神教里的人 我认识一样 一股子不安 绝住了我的心 这里面的 到底是谁 但是显而易见 他是水神信物暂时的主人 肯定不乐意 让人把水神信物拿走 被抓住了 就是个倒霉 我集中注意力往外挤 可这个时候 神教里面 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神君 好久不见 我的耳朵里 嗡的一声 这是个极为熟悉的声音 就好像经久没联系的老同学 老邻居一样 他 认识我 与此同时 我的鹅脚 忽然就久违的一阵剧痛 跟着剧痛 脑海之中 闪过了一些模糊的片段 好像 有一个正在求我什么 但是 我一点没犹豫 反手对着那个人 就砍了下去 那个人 跟神教里的 好像 是一个人 耳抱神一把 抓住了我 神君 跑 跑啊 那位大人 动怒了 没错 脚底下一阵阵战 我抬起七星龙拳 对着面前一消 数不清的拦路者 统统被掀翻 面前 被煞气强行 开出了一条路 我奔着外面 就跑了过去 但是 身后起来了一阵疾风 有什么东西 冲着我后背追过来了 第1520章 他回来了 我立马翻身躲过去 周遭呼的一声 就倒了一片 那骨子力量 跟我之前见到的 都不一样 我的心灵猛然一沉 哪怕是被贬折到了 须迷川的 那也是一个大神灵 而且 自从见到了他 额脚一阵一阵就是剧痛 像是有什么东西 要从骨头上增生出来 那种痛扯呆的四肢百骸 都跟着一起痛了起来 强忍着这种痛 根本没法发挥平时的能力 追上来了 我感觉得到 周围万籁俱计 都像是在给这个东西让路 金毛回头 就要护着我 可这一位 不是金毛能对付的了的 我摁住了金毛 找机会 跑 可金毛假装听不到 到了现在 神叫之中 那个卫异的声音响了起来 还有心思惦记着其他东西 与此同时 我忽然就觉出了一种压力 这压力不是心理上的 而是生理上的 像是一只无形的手 死死往下摁 膝盖骨格的作响 那个几乎无法描述 却异常强大的力道 想让我跪下去 骨头几乎都要碎了 可我就是不跪 回过头 想看身后 可耳抱神一下捂住了我的眼睛 神君听我说分明 凡胎不可见真容 耳后那个声音极为愉悦 想不到 轮回报应 还真落到你身上了 你是不是也没想到 会以这种方式回来 你认识我 我喘了口气 可能 是认错人了 再过九生九世 哪怕你化成了飞灰 我也认识你 那个声音威严 带着极强的压迫力 神灵要是能对凡人有欲 也何该是这样的声音 你倒是忘了 你不该忘 咔的一声 膝盖骨又是一声脆响 这就是神灵 它甚至不用抬起手 就能把一个活人碾死 我根本就没有还手的力量 我留着那个东西 就是知道 早晚会有人把它给取回去 那个声音接着说道 你果然来了 又是为了白萧香 你管不着 咔 不光是膝盖骨 腰也是一阵剧痛 金毛看我这个样子 心疼的原地转圈 可又没法帮上我什么忙 急得不得了 耳报神就更别提了 他根本也没有帮我的能力 今天 咱们就把账 好好算算 杀气 可我立刻说道 算账可以 你先说清楚了 是跟谁的账 耳报神一看 我竟然还敢用这种口气 跟那个大神说话 眼睛顿时就瞪圆了 神君 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吸了口气 你跟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算账 跟打瞎子骂哑巴一样 有什么意思 一早 所有的人都不说清楚 我的来历 这一位 说不定有点希望 他已经沦落到了 须迷川了 他没什么可怕 也没什么可畏惧的了 果然 那一位听见我这话 冷冷一笑 当初那件事 你也忘了 当初 那件事情 被你牵连的可不少 你把上头 搅动了一个大乱 山神 水神 九尾狐 数不清楚 甚至须迷川一大半 都是被你送进来的 我忽然想起来了 阿满之前就说过 他是因为某件事情 被贬折下来的 跟他一起的 就是九尾狐 我一直不知道 那是个什么事情 想不到 竟然也跟真龙转世有关 真龙转世 龙角跌落 额图及坠龙 警朝国君 这就全连起来了 图神使者也是一帮酒囊饭袋 硬是让你逃出去了 身后的声音十分复杂 听得出 他对图神使者有不屑 可也有挥之不去的畏惧 毕竟 落入这个地方的 都跟图神使者有关 直到现在 他们还是想借刀杀人 那个声音虽然不甘心 但还是说到 他们还是怕你 能让图神使者都畏惧的 会是什么身份 仅仅一个警朝国君 因为你在位的时候 有了那样的野心 多少神灵 受了你的牵连 妄想颠覆那种地方 你是旧游自取 我还想颠覆某个地方 你这一次 又成了人 那个声音冷冷地说道 天道轮回 就是想让你死在这里的 话音未落 身上的重负 越来越难以承受 我眼睁睁看着脚底下 咔的一声 开了链 斜板鼓撞的咚咚响 我大口呼吸了起来 这个力量 简直是压倒性的 一点反抗的余地 都没有 这就是人和神灵的差距 简直比银河还要不可逾越 可就在这个时候 刷的一声响 一道璀璨的光滑乍起 面前啪的一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碎裂了 一瞬间 身上就轻了许多 好像一道压在身上的 沉重玻璃墙 被毁掉了 那是凤凰毛 程兴河 程兴河的声音气喘吁吁 妈的 你怎么走到哪 就冤家路窄到哪 你 没走 不光程兴河 白货香也挡在了我面前 伸手就给我几乎错位的骨头矫正 一双眼睛 毫无畏惧 人 这一瞬间 附近就响起了一阵 此起彼伏的声音 是活人 活人的精气 我的 我的 这里的迷神和邪碎 眼睛几乎都冒了亮光 我咬了咬牙 你们出来干什么 找死 程兴河和白货香 甚至目光都没有焦急 却漫不经心 一口同声 你管不着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那个大神灵的声音 却毫不意外 不管你做什么荒唐事 身边的人 都会对你忠心耿耿 为什么 话音未落 一股子杀气就炸了起来 这个大神灵恨我 它更恨我身边的人 豁出命来对我好 它要对白货香 和程兴河下手 扑的一声 程兴河和白货香 两道身影 跟秋天的落叶一样 远远落在了地上 哪怕是我 都扛不住神灵的力量 更别说他们了 把那个男人的眼睛挖出来 那个大神灵的声音 好整以侠地说道 那个女人的骨头很好 有灵根 谁手快就赏给谁 让她看看 追随她的人 从骨至今 都是什么下场 这一声令下 数不清的邪碎 对着他们俩就过去了 金毛狂飞着冲过去 咬住了最前面几个 直接甩开 可前仆后继的邪碎 实在太多了 能躲在这里的邪碎 哪一个不是穷凶极恶 耳抱神浑身发抖 死死抱住了我的腿 跑吧 神君 他跟你仇身四海 跑吧 额头的剧痛 越来越重了 而那个大神灵 似乎发现了什么 你头上 那些东西 已经对着程星河的眼睛 和白货香的骨头 抓过去了 我想救他们 我想保护他们 可是疼 疼 耳边嗡嗡作响 眼前一片血红 疼到了一定程度 我忽然觉出 鹅脚上 像是裂开了一丝缝隙 就在那些东西遮天蔽日 扑过来的最后一瞬 一股子极其强大的力量 猛然就从七星龙拳上 炸了出来 我冷冷地盯着那些东西 谁敢 这一下 面前一股子金光 所有邪碎 几乎跟乌云一样 全部被蓄日消弭 当敌的一干二净 耳暴神愣住了 神君 是神器 是神君的神器 只两个字 可所有的东西 都僵住了 包括那个大神灵 那些邪碎和迷神 开始窃窃私语 一个活人 不该有这种力量 这好像 不是普通的活人 他有精灵 不 你看他的鹅脚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难不成 是他回来了 第1521章 陈年恩怨 不可能 有一个声音嘀嘀的 他 按理说 回不来了 我抬起头 看向了那个耳抱 神不让我看的神教 神教宽大而华丽 上面是各色的熊皮百兽 这在古代 是武将乘坐的 这个神灵 地位很高 他到了现在 也没有出来 我盯着神教 声音冷冷的 那件事情 我不后悔 这句话 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 话说出口 我脑子里 才是一片大乱 那件事情 是我用刀劈他的事情 不光是用刀劈了 我还从很高的地方 把他一脚踹了下去 他曾经恐惧 曾经绝望 曾经对我苦苦哀求 但是我没有一丝宽幼的意思 冷血无情 可这记忆 简直像是 尘封久了的一块拼图 我只能看到 眼下不完整的图案 但看不到图案的前因后果 周围一片沉寂 那个巨大的神教里 也是一样 扮上 神教之中才有了动静 那是一个笑声 夹杂着痛快 狠利 咬牙切齿的恨意 还有 凄凉 你想起来了 那就太好了 那个声音缓缓说道 你这一次 死得不屈 话音未落 周围的地面 开始一阵震战 所有围绕在附近的邪碎 迷神 不由自主 都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他们开始拼命后退 耳抱神爬到了 我肩膀上 神君 快跑吧 这位大人 真的 话还没说完 一股子极大的力量 扑面对着我们就冲过来了 那是真正的神器 鼻水天王之类的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可我一步 也没后退 反手把七星龙拳削了过去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力量 明明就是自己身上的 却极为陌生 跟平时用惯了的 完全不一样 光 带着那种药木的金色 所到之处 像是能劈开整个环宇 没有什么能挡住我的 一声巨响之下 面前的一切 几乎全部分崩离析 那个神叫四分五裂 炸得到处都是 我闻到了一股子 古老的檀香气息 我面前站着一个人 耳抱神还想拦着我 不让我见那个人的真容 可我就直直地看着他 四目相对 那是一个很伟岸的男人 耳抱神也震了一下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的眼睛 古代小说描写英雄 总要说身长八尺 面如关玉 放在这个人身上 很贴切 跟那个拼图似的记忆里 一模一样 我听见自己说 你没变 那个男人薄唇勾起 你变得多了 但下一瞬 那个凉薄的笑容一尘 给他刀削腐屁一样的面部轮廓 镀上了一层音质 你得给他们偿命 这是你欠我的 早晚得还 话音未落 他手上起了一层光 那像是一个金轮 我记得这个金轮 他为了我 当敌过很多东西 所向披靡 那个时候 我也没想到 这个金轮会改变方向 对象我 当的一声巨响 那个金轮的锋芒 已经挡在了七星龙拳上 他似乎把这些年的 恨拳集中起来 拼尽了全力 他好像等这一瞬间 等了很久 面前是一阵耀目的光 我摒弃凝神 感觉到鹅角再一次猛烈 剧痛了起来 光线几乎明亮地 让人什么都看不清 可一个画面 却在脑海里 逐渐浮现了出来 像是海浪过后 遗留在贪图上的蛛丝马迹 你的夫人是个好人 我驾住了她的力量 用力一番 金轮的光 像是碎裂的太阳 见得到处都是 他退后三步 盯着金轮 难以置信 你不是已经 但他没顾得上 继续往下想 而是重新抓起了金轮 在他再一次 要劈过来的时候 光芒悬在了我头上 我缓缓说道 你恨我 理所当然 那个金轮 凝了一下 他犯过一个 很大的过错 再一次为了我打的仗里 他受了重伤 落到了不合身份的地方 当时他奄奄一息 没法回去 受尽折磨 那个女人正巧经过 我记得 他名谋善滥 不过 他不光身份低贱 也人尽可服 他的丈夫还活着 但是跟死了没区别 身患重病 卧床不起 不尽人事 甚至不如五大郎 有人说 那个女人一早看出了 他身份不凡 目的并不单纯 也有人说 那个女人天生心地善良 见不得他受的疾苦 总而言之 是那个女人救了他 他的身份地位 不可能跟那种女人在一起 可救命之恩 加上日久生情 他们有了孩子 这件事 他没敢告诉任何人 直到孩子逐渐长大 那个女人 跟他求一个名分 那个女人 和那个孩子 跟我们是两个世界的 这在我们的身份地位来说 是奇耻大辱 无异于一个人 和一个猫狗牲畜 有了后代 他坚持尽他的忠意 回到了我身边 挣脱了女人和孩子 拽他战袍的手 因为没有名分 孩子从来没有当着外人 喊过他一声爹 但是有一天 其他孩子不知道 从哪听来的话 说他是乌龟仔 用石头丢他 乌龟翘印 看他是不是会流血 他大怒 说他爹不是乌龟 是大英雄 其他孩子不信 他就指着一个地方的塑像 那就是我爹 我一句假话 天打雷劈 这句话 被人听到 传入了我的耳朵 我勃然大怒 他苦苦哀求 一个千军万马 之前面不改色的英雄 在我面前 常跪不起 痛哭流涕 我什么都不要 只求您留母子两条命 我乐意以命赎罪 他让我顾念旧情 是啊 他为了我 付出了很多 可这不够 我没有手软 他受到了最重的刑罚 被耻夺了那些 以命和血换来的一切 被流放到了这里 再也没见过那对母子的面 不过 有传闻 说那对母子消失了 消失到冥河里 都捞不出骨头渣子 像是沙滩上 用手写下的山盟海誓 一幅 什么都没留下 眼前重新恢复了清明 他眼里闪烁着恨 人人都说你仁义 可是 他悲愤交加 那骨子怒意 几乎天地未知变色 他要杀我报仇 理所当然 那个金轮再次落下 我抬手挡住 眼角余光 就见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是那一对一高一矮的 图神使者 成了 这一下总算是放心了 这个主意出得好 是那位大人运筹帷幄 我就知道 我这次 是被他们引来的 目的 就是让这个对我怀恨在心的 老仇人 跟我两败俱伤 这个大英雄的力量很大 可我却笑了笑 说道 你信我 那个时候 只有你从我身边被驱赶出去 才会躲过后来那一截 他面色一宁 那一截 我只是不想 让你跟其他人一样 因为跟随我 落得一个比现在的你 更凄惨的结局 他一下愣住了 但他咬住了牙 可我听说 因为那些关于母子结局的话 我答道 其实是我亲自传出去的 他一愣 那 他们母子 在一个叫金格的地方 金格 那是个什么地方 我却记不起来了 身后一片安静 那一高一矮的两个兄弟 耿住了 那个大英雄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那他们现在 我回头看向了那一高 一矮两个兄弟 他们的身影立在原地 但是下一瞬 以极快的速度 奔着须弥川的入口就过去了 我盯着他们的背影 露出了很残忍的笑容 把他们给我抓住 我就告诉你 第1522章 屠神之令 那个英雄犹豫了一下 谁都知道 屠神使者不好惹 被贬折到这里来的时候 他一定也受尽了 屠神使者的苦头 但他很快就下了决定 因为他的家人 他宁愿舍弃一切 也要保护的家人 面前激起了一阵狂风 面前的空气 像是被全部撕裂 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强大的力量 如果他以前是神 那肯定 是一个跟五蕴有关的神 那一高一矮两个兄弟 现在显然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可他们的速度 都没有那个英雄快 那个英雄叫什么来着 我以前 好像称呼他为小五 小五 这是一个十分怀念的名字 我曾经跟他很亲近 环顾了四周 他说什么来着 这地方的人 一大半是我放进来的 有的真有些熟悉 有的忘了 可那些迷神和邪碎 接触到了我的视线 瞬间就悄无声息地 跪成了一片 这个感觉 像是曾经有过很多次 我甚至有些怀念 而暴神忽然抓住了我 神君还请乔仔细 狡猾至己两兄弟 那两个兄弟 同时对着须弥川伸出了手 他们要打开一扇门 可就在他们的手 伸出去的一瞬间 那个英雄先到了一步 经轮上光滑流转 一到烈日般的光芒一炸 那两个兄弟 被震得退后了三步 我第一次 看见他们这么狼狈 我也终于看到了 他们两个的真容 高的一个是早合脸 两撇黑须 白净得像是一个书生 矮的一个是国字脸 有黑皮肤上 有几粒白麻子 两个人相视一眼 都露出了很无奈的表情来 事情还是不顺利 谁知道 会有这种变故 这个活一开始就不好干 那个英雄抬头盯着我 他在等我的回答 我往前迈了一步 谁让你们来的 那位 是个什么大人 那两个兄弟 虽然没有对视 却十分默契地苦笑了一下 接着 一口同声 你知道了 也没用 是不是没用 我的声音冷了下来 你们说了不算 那两兄弟的苦笑 也凝结在了嘴边 他们的神色 有了一抹没控制住的位置 他们俩 有些眼熟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 是了 一条河 一条很宽广的河流 你们的主子 在水边住 我淡淡地说道 他到底想怎么样 那两兄弟同时一正 四只眼睛 全看向了我的额头 接着 像是 被我额脚上的东西 给刺了一下 那个眼神 像是在说 完了 脑子里很多模糊的印象 开始慢慢清晰了起来 一大群人 那一大群人士 你们那个大人 也参与到了那个四象局 我盯着他们 四象局的差错 跟你们的大人有关系 没错 四象局的差错 似乎就是这么来的 他们为了阻拦什么 让四象局不能生效 所以 四象局变成了死局 真龙 成了怪物 不管是下家先师 还是四大家族 都是受害者 那两兄弟 同时倒退了一步 像是 被我震慑住了 按理说 不可能 我见过很多的不可能 不可能和可能 也不过是一线之差 没那么难跨越 但就在脑子里的记忆 越来越清楚的时候 我额头忽然又是一阵剧痛 这一瞬 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我 他们现在 到底怎么样了 是小五 他的大名很威风 可我记不清楚了 金哥 我皱起了眉头 在等着你 夫人说 他信 你早晚会回来 他的眼睛一亮 泛出了一个近乎神异的光 我对他笑 男儿有泪不轻弹 你还是这样 他的眼神顿时就凝滞了 你还记得 是啊 他虽然高大威猛 可偏偏有个没人相信的特点 眼窝子浅 爱哭 模模糊糊想起来 他还喜欢烟草 非西川的不要 我正想笑 忽然看到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须迷川附近 是那个穿熊皮的人 他的熊皮上出现了大量的损伤 不光是我用共箱烧出来的 还有许多抓闹的痕迹 但是质地很硬 竟然还能把他的人气笼罩得严严实实的 刚才那个乌云压顶一样的形势 我都危险 他竟然能全身而退 我的心里顿时就是一紧 立刻就喝到 给我拦住他 他要 给那两兄弟 打开他们刚才没能打开的那扇门 这个王八蛋 小五满眼还是自己的家人 震了一下 但数不清的邪碎迷神 听到了我这句话 呼拉一下就扑了过去 但是 下一秒 那些邪碎迷神跟烟花一样散开 落得到处都是 光的一声 那扇门已经开了 小五回过头去 反应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熊皮人的身影彻底消失 数不清的图神使者涌了进来 羞的一声响 无数条光芒在那些迷神们头顶炸起 像是一道一道的雷电 所有的迷神邪碎 瞬间都被震住了 争先恐后往后躲 耳抱神力声说 是散魂边 他的声音里 也是藏不住的恐惧 这里的迷神 都是图神使者放逐的 以散魂边驱逐 这东西 一下就能消下 迷神邪碎一半的灵气 再须迷川 没有不怕他们的 耳抱神力客说道 神军神军快快走 没给他们留理由 理由 原来 这些图神使者 就是掌管三界秩序的 而他们要屠戮谁 需要一个图神令 只要令在手 什么也不怕 他们一直没法 对我直接下手 一个原因是 他们找不到下手的理由 得不到杀我的图神令 我没有对神灵不敬 没有做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们哪怕想 可因为天道规律森严 也没法下手 但是 如果我在这里伤害了迷神 比如 要杀我报仇的小五 那他们就会找到理由 以大逆不道 冒犯神灵的罪过 把我除掉 哪怕迷神 既然是被驱逐到这里 那就是得到宽幼的 我动了 就是大不敬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把我引到了这里来 是他们最后一个险招 那些水族 估计也是他们 故意指使煞虎来伤害的 那些水族 能把石头推我身上 查看是不是有龙铃 手上势必都不算干净 毕竟非我族类 人能拿水族当粮食 他们也不会 把人命放在眼里 甚至水神 跟我有关的事情 也许 也是图神使者 散不出去的 肖像的那些水族 走投无路 一定会来找我 而我一听 跟水神信物有关 也不可能不来 我来了 就会遇上小五 小五跟我深仇大恨 杀了我 他们借刀杀人 而小五被我伤害 甚至消灭 说明我犯了 不尽神令的罪过 那他们就有了 顺理成章图神令 那两个兄弟 相视一看 同时松了一口气 接着露出了一个笑容来 有恃无恐 第1523章 我的东西 我要是伤他们 也是大不敬 而暴神告诉我 没错 您以前是什么身份 且不说 但您现在 肉眼凡胎 还是别给他们理由吧 好些做人的道理 神君懂 比如说 刘德青山 再不愁没柴烧 不过 他们也未必 就肯让我这么走了 果然 那两个兄弟 对着成心河就过去了 缓缓说道 有些事情 凡人做了 可是要折兽的 水神信物 还在成心河身上 我心里猛然一提 就在一只手 要抓到了成心河身上的时候 七星龙拳出鞘 那种金色的煞气 猛然炸出 那两个兄弟 立刻往后退了一步 我抬起眼盯着他们 我可以不碰你们 但你们也别给我伤你们的理由 那两个兄弟咬了咬牙 显然也并不甘心 那个东西 那是我的 我冷冷地说道 我知道上面有多少个环 写着什么字 你们知道吗 高个子说不出话来了 可矮个子忽然说道 这个东西 现在是须弥川的 只能留在须弥川 他们这个意思 不留下水神信物 就不让我们走了 金毛跳过来 挡在我前面 就是一声恐吓般的乌液 这一瞬 周围传来了格格的声音 那些尸骨 再一次被金毛召唤过来了 我知道 金毛是想护着我 可是 这些图神使者 不怕那个 我刚要说话 忽然一只手拉住了我 成心河 这货刚才开始 就一直不吭声地躺在原地 看上去跟晕倒了差不多 我反手扣住了他的手 意思是 让他放心 我一定护着他 可没想到 那一对兄弟 已经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忽然抬起了手 数不清的图神使者 对着我们就冲过来了 我立刻抬起了手 金色的神器一炸 那些图神使者 同时退了好几步 尔暴神死死拉住了我 神君 是你要动我的人在先 我冷冷地说道 三界的规矩既然森严 我护着自己人 不该是罪过 这句话似乎说到了点上 那两兄弟顿时也犹豫了一下 但马上 他们回头看向了那些迷神 一到散魂边想了起来 数不清的迷神 被驱赶了过来 去取回你们的东西 又是这样 想要做什么 却不肯脏了自己的手 把别人当做棋子 我刚要抬起手 那两兄弟又是一羊鞭子 数不清的迷神 跟羊群一样 就被驱赶到了我面前来 那些迷神 有的悲哀 有的恐惧 我一分神 几个图神使者 趁着我被迷神牵绊住 奔着程兴河就过去了 我心里一提 成狗 可还没等我过去 那些图神使者忽然停了手 回头看向了那两兄弟 戴着面具一样平板的脸 忽然就露出了几分惊疑 似乎也明白过来了 立生问道 东西呢 东西 按理说就在程兴河身上 可那几个图神使者同时摇头 他身上 没有 我顿时一愣 没有 怎么会没有 那两兄弟 显然是跟我想到了一起去了 转脸看向了我和白货香 在白货香身上 也不可能 对了 水神信物的先灵器是极大的 什么东西也遮盖不住 要是在白货香身上 不用搜 他们也能看出来 那两兄弟的表情 一下就变了 死死盯着我 我一笑 就把衣服抖了抖 也不在我身上 当然不在 程兴河大声说道 我已经放在其他地方了 那个英雄也有些意外 哪怕是他 也不知道水神信物 被程兴河放到哪里去了 但是程兴河一直没有离开 既然他身上没有 就只可能是被他藏在须迷川某个地方 那一对兄弟 和所有图神使者 立刻看向了附近 去找仙灵器 他们在怕 找不到水神信物 那后果将是难以承受的严重 程兴河却拉着我 笛声说道 让他们找 咱们跑 我立马就明白了 一把抓住了程兴河和白货香 带上了金毛 程兴河凤凰毛出手 就在迷神之中 劈开了一条路 我们不等图神使者反应过来 奔着门口就跑了过去 那兄弟俩反应过来 立刻反手 就让图神使者 把我们留下 水神信物 真要是流落到了外面 他们承担不起 不好了 我还要抬手 可这一瞬间 一道东西从外面卷了进来 白色的 仿佛一匹卷 这东西上 带着一种似曾相识的香气 是 独腿三娘那个破房子里的木质香气 那匹卷卷住了我们 就往外拉 一抬头 果然 独腿三娘那窈窕的身影 若隐若现地 就在门口 一念之缘 他竟然这么帮我 那些图神使者要追 可这个卷 是意料之外的快 我立刻转头 小五 一听我这一声 那个英雄瞬间就愣了一下 他眼里 竟然是说不出的怀念 好像 他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两个字了 他也想起了这两个字的含义 我大声说道 你家人那里 我帮你传信 小五眼神一凝 忽然抬起了手 双手过头 对我行了一个礼 那是 紧朝前后的礼节 属下 紧尊上命 而下一秒 小五转身 那道金轮在他手里 熠熠生辉 他像是个太阳神 一股强大极了的力量炸起 他一己之力 挡住了所有的图神使者 小五 他 竟然要给我挡住图神使者 数不清的散魂鞭 落在了小五的身上 神器见得到处都是 你让开 可已经来不及了 风声在耳边一掠 我被那道卷直接拉出 坠落到了那个来时的河川里 我眼眶忽然就酸了 小五会怎么样 他会不会 一个娇美的身影 出现在了我面前 艳丽虚幻的 像是个海市蜃楼 他在水里开口 做出了一个口形 他没事 独腿三娘 我立刻把碧水珠塞在了嘴里 跟他打了个手势 你为什么帮我 他微微一笑 指向了自己的腿 我一低头 也是一愣 他的腿 竟然往好如初了 是 想感谢 我给他设的风水局 接着 他开了口 活下去 把他们欠你的 拿回来 第1524章 殊途同归 说着 身上的白卷一下散开 三娘转过了身子 要走 我一把拉住了他 打了个手势 你是谁 三娘微微一笑 竹唇倾起 阿满叫我来帮你 我心里猛地一跳 阿满 这一张嘴 碧水珠差一点掉出来 我立刻把碧水珠给吞了回去 比划着问他 阿满到底怎么样了 从银河大院逃出来的时候 是阿满帮了我 但是之后 就没有了阿满的音讯 哪怕用寄生符呼唤他 也没呼唤出来 我一直很担心 可又没地方 能找到他 三娘摇摇头 他为你做的 可太多了 偏偏 你全部知道 我想知道 难不成 我立刻打手势 他也在须迷川 阿满上次那么帮我 甚至还把小龙女给叫来了 不管不过 心里一痛 他会不会 也被流放了 三娘并不肯接着讲下去 只看向了我身后 对了 这是谁里 我是有碧水珠 金毛也并不怕水 可程鑫河和白货香没有 他们俩的脸色 都开始发白 这样不行 得赶紧出去 我进最快的速度打手势 那些人 到底欠我什么 四项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他们毁掉四项局 又是为什么 三娘缓缓答道 他们怕的是你 我一愣 但意识到 不能再跟三娘说下去了 我必须得从水里 把程鑫河和白货香带出去 没办法 我立刻转身往外 可临走的时候 三娘拉了我一把 接着说道 你记得 阿满带你 是真的好 千万 千万不要忘了他 接着 三娘松开了手 我还想比划 可三娘瞬间 把纤细的胳膊抬了起来 我看到 他身后 出现了团团的图神使者 他们追出来了 但是三娘的胳膊 猛然往下一沉 一股子湍急的水流 跟着他的手势 汹涌而来 我们跟须弥川入口的距离 瞬间拉大 直接被冲出去了老远 水波翻卷之中 我还想把避水珠拿出来 可那水流太快了 还没等我伸手 我就看到 头顶上出现了一片炼焰的光 下一秒 我们的头 已经被水流抬上了水面 成星河和白货香 大口咳嗽了起来 都没事 那个水流 简直跟护送我们出来一样 到了岸边 数不清的水族 把我们给簇拥了起来 神军回来了 神军没事吧 我喘了口气 摇摇头 看向了白货香和成星河 他们枪水并不多 很快就缓过来了 成星河躺在地上 胸膛剧烈起伏了起来 自从跟你在一起 真不用上什么方特欢乐谷了 天天都他妈的 能免费坐过山车 白货香已经坐起来了 甩手给了成星河几针 成星河翻身就吐了几口水 应该是把肺里的水涂干净了 而那些水族看着我 都紧张了起来 显然是想知道 水神信物怎么样了 我看向了成星河 你到底 把东西弄哪去了 照着常理来说 成星河一直没从须弥川里出去 水神信物不在他身上 也只能在须弥川某个地方 可水神信物的先灵器 实在是太大了 放在哪里 都是一盏耀眼明灯 不可能找不到 不过 就凭着这么久以来 跟他同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就这个铁公鸡 他要是真把东西给丢了 不会那么痛快地往外跑 成星河瞅着我 就笑了起来 二郎眼脚侠得不得了 我顿时就明白了 你是找谁 提前送出来了 成星河的脚侠顿时凝结 骂道 什么事你都能看出来 没劲 我就知道 谁送出来的 成星河看似不靠谱 却极为谨慎 一般人 不可能被他信得过 来运这么要紧的东西 成星河往我身后弩弩嘴 我一回头 顿时也愣了一下 雅巴兰和苏巡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蹲在了我们身后的礁石上 也喘得说不出话来 两个人头发上 还直往下滴水 而他们身后 我眼睛顿时就亮了 是仙灵气 这事儿竟然极巧 原来 当时雅巴兰和苏巡 乔装打扮 进了京郊椅地 去找迪老爷子换盒子 可这么一根进去 他们就觉得不对 这地方 不像是来改局的 那里是一个长长的隧道 倒像是挖矿的 这俩人疑心 怕江家在搞什么小九九 对我打击报复 所以就一路跟了进去 离得远 那几个人又急谨慎 所以雅巴兰找了个附近的野鬼上身 才问出来 原来迪老爷子跟江家人 在找一样东西 如果能拿到这个东西 那江家的整个大局 就能扭亏为盈 重新发光发热 不过 迪老爷子也跟他们说了 那个东西 不是凡人能动的 想动 后果极为严重 可江家人为了扭转败局 不惜一切代价 请迪老爷子 只管带路就行了 除了迪老爷子之外 他们还找到了 其他很厉害的帮手 也就是 那个穿着熊皮的人 那个穿着熊皮的人 似乎有病 好像一直在吃药 乍一看 跟个病秧子一样 雅巴兰和苏巡就更好奇了 追着他们往里一走 就到了须弥川的入口 雅巴兰和苏巡 也都知道须弥川的存在 想给我们打个报告 但是情势紧急 他们怕一回去就跟丢了 折问路寻踪服 又怕路上被江家人给截获 所以没敢贸然出手 就这样我们虽然是兵分两路 没想到最后 竟然是殊途同归 他们俩也进了须弥川 看得出来 迪老爷子和江梁他们 已经来了几次了 但是一无所获 他们俩就一直在后面尾随 但是没想到这一次 进去没多久 里面就开始大乱 他们还以为被发现了 也有点慌 一路上东躲西藏 不过他们运气很好 有个大邪碎是个美女 看中苏巡的长相 非要让苏巡当压寨夫人 苏巡答应得挺干脆 但是躲过了风头之后 反手就把那个大邪碎 用阵法给困在了原地 那个大邪碎气得要命 说难怪人家都说 漂亮书生都是骗人的 这俩人一路追到了 大宫殿附近 结果就被迪老爷子给发现了 迪老爷子 本来当他们是来捣乱的 让江梁和熊皮人先走 反手就要处理他们 可苏巡一把珍珠胭脂盒 给送上去 迪老爷子的眼睛 当时就给直了 他们顺利换到了盒子 迪老爷子 似乎对珍珠胭脂盒 有什么非要不可的执念 拿到了手 才想起来 要再进去帮江梁他们 可已经来不及了 那地方 一片大乱 苏巡和雅巴兰虽然纳闷 但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结果一只手凭空出现 就拉住了他们 是水母皮下的成星河 和白货香 他们那个时候刚闯出来 要送水神信物出去 结果没想到 遇上自己人了 苏巡和雅巴兰知道内情之后 想跟进去帮我 可成星河把水神信物一塞 说他回去 苏巡和雅巴兰放心不下 可成星河当时就骂了一句 你们懂个屁 对自己人 白搭性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完成自己人 想完成的事 接着 他把白货香推出来 就要苏巡雅巴兰 把白货香也带走 可白货香就是不走 完成事情的友人了 我选白搭性命 我心里一震 这 就是自己人的意义 所以 苏巡和雅巴兰 只好带着水神信物出来 成星河和白货香 硬是冒着生命危险 折回去了 说着 苏巡就把一个大盒子给抱过来了 那串手环 光芒耀眼 我一只手抓住了手环 这感觉 极为熟悉 第1525章 一个残缺 似乎很久之前 我就握住过这个手环 听上面的响声 我还说过什么话 可是 具体是什么话 苦思冥想 可就是想不起来 就好像 那一片记忆拼图 被谁声声抠下来了一样 水神娘娘就要回来了 不知道哪个水族 大喊了一声 对着我就跪下来了 这一下满坑满谷 数不清的水族 哗啦啦 就跪下了一片 是啊 我回过神来 肖香得到了水神信物 是不是就能回来了 我一只手伸到了小绿的嘴里 就把幻龙侠给拿了出来 当初 要不是为了救我 他违背了规矩 提前出来 他早就应该自由了 可是 他又委屈了很长时间 这一切 是我欠他的 白货香也直直地盯着幻龙侠 程兴和注意到了 显然有些担心 拉了他一把 但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 全神贯注 就盯着我 手里的幻龙侠 我一只手摸在了幻龙侠上的时候 眼前甚至有些发白 等了太久了 等了太久了 他终于能回来了 简直跟做梦一样 秉息凝神 只怕这个梦会醒 幻龙侠已经很重了 可没想到 这一瞬 幻龙侠却猛然一颤 我顿时一愣 什么意思 萧香 不想出来 难不成 我立刻环顾四周 这个时候 程兴和拉了我一把 声音一粒 七星 不好了 我感觉出来了 周围 是黑压压一大片的煞虎 他们已经追过来了 那些水族全因为恐惧 色缩在了一起 抬起眼睛盯着我 他们眼前 全是希望 神聚 我吸了口气 举起了水神信物 我替你们的水神娘娘 送你们回家 那一串连环一栋 是个悦耳极了的天类之神 九天之下 九一顺行 五湖四海 听我赤领 川流三千 奉送七行 这句话 我其实并没学过 但是似乎 我天生就会 这一瞬 面前的河川 就是一个剧烈的阵战 石破天惊 那水宛如一条远古巨兽 猛然见起来 势头滔天 这是一个极为壮美的场景 那些煞虎想过来 可是被水挡住了 而那些水族纷纷入水 欢畅地跟回到了家里一样 其中一个抬起了头来 多谢神军 我们去东海 等神军和水神娘娘回来 整条河川 好像活了一样 揽住了他们 奔腾起来 一路向东 水猛然翻起了波浪 重重地拍在了两岸的岩石上 几乎把天空都盖上了 哗啦一声巨响 震笼发溃 煞虎根本没法通过 等滔天巨浪重新落下 水猛然湍急了起来 一路向着东方 滔滔奔流了过去 水气漫天 煞虎没有了屏障 还要追 可七星龙拳扫过去 他们扑上来 遇到了那一道耀眼的金光 疏然被劈破 接着烟消云散 消失了 成星河激动了起来 七星 你这气挺厉害的吗 从哪吸来的 这好像 本来就是我的 巨浪震撼人心 但是很快 那个势头过去 整个河川 就重新恢复到了之前的样子 宁密平静的 像是一条巨大的蓝色缎带 太好了 亚巴兰目送着那一片 明镜的水面 他们终于能回去了 白火香立刻问道 那幻龙霞 他的声音有点发抖 视线就没有从幻龙霞上离开过 我盯着水神信物 忽然就觉得 不对啊 似乎跟记忆之中 有点什么出入 我闭上眼睛 仔细去寻找那些 似乎并不属于我 稍纵即逝的记忆 是了 声音不对 虽然极其细微 我猛然睁开眼睛 这个水神信物上 少了一个环 我的心里骤然一紧 肖香没有出来取水神信物 也是这个缘故 程兴和知道了 立刻皱起眉头 卧槽 是不是丢在须迷川了 不像 自从打须迷川里给拿出来 这东西就一直没散落过 再说了 水神信物又不是葡萄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落下一个 是怎么少的 在哪个环节少的 我心里一空 要找出根源 那就难了 自从水神大战以来 这东西就流落在了外面 甚至没人知道 它到底是 怎么到的须迷川 可能的地方太多了 须迷川 流落到这里的时候 被撞到了什么地方 甚至 是河洛一开始就取走了 就怕水神信物能生效 根本无从下手 白货香立刻问道 少一个 严重吗 这上面一个环 代表着一个河川 少一个 这就不是完整的水神信物 环 我脑子里忽然出现了八个字 环环相扣 永不分离 是肖香跟谁说的 还是 谁跟肖香说的 没错 他从水神信物上 摘下来了一个环 跟另一个环扣在了一起 对了 上东海的时候 圣龙就从肖香那废弃的水神宫里 找到了两个环 他说 那是肖香最喜欢的东西 我忽然想起来了 从东海水飞神呢 我不是 找到了个小环吗 我立刻从小绿嘴里 把那个环给拿了出来 当初在东海 仅仅是这么一个环 就被圣龙和黑盘争抢 威力巨大 但是拿出来一分辨 这个小环款式 虽然跟连环上的十分相似 材质却截然不同 好像 那个环是很久以前 谁亲手送给肖香呢 而肖香摘下了水神信物上 最重要的东西 跟那个环扣在了一起 他摘下的那个 代表东海 这个环 乍看是看不出什么来 但是肯定 有某种意义 某种很重要的意义 当初是两个永结同性一样的连环 我记得 那个奸诈狡猾的小白信 带走了另一个环 难不成 代表东海的那个环 就在那个小白信手里 那个小白信 自从拿走了那个环 自此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 谁也不知道 他现在是死是活 到底在什么地方 小白信 他现在是什么人 而前面的 煞虎离开了之后 后面又传来了 很巨大的响动 像是 那些图神使者出来了 他们的目的 当然是要把水神信物给抢走 这个地方实在太危险了 必须得先找到个地方躲起来 不能让他们知道 水神信物还在我手里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影 出现在了面前的悬崖脚上 对我招了招手 是个熟悉极了的身影 刁刀的煞神 他竟然也来了 显然 是要给我们领路 我先把水神信物塞在了怀里 领着他们 跟上煞神就跑 煞神显然对这里的地势 十分熟悉 翻墙走壁一般 从山路上绕过 到了山腹之中 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 这地方 有很多黑石头 我认识这种黑石头 外号叫哑巴石 人进山遇上了 撞进去就出不来 比鬼打墙厉害得多 等于跟外面断了联系 你大声喊 外面也听不到 困境里面的人 就跟变成了哑巴一样 因此得名 躲进去没多久 外面就掠过了一阵巨响 但是很快就掩气息鼓 煞神这才放了心 回头 跟我拱了拱手 我立刻道歉 你怎么来了 煞神又仔细往外面看了看 这才说道 自从上次出来 就知道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跟在附近 想帮你 我心里一热 他好不容易从图神使者手里逃出来 为了我 折回来冒了这么大的险 可还没开口 煞神就盯着幻龙侠 幸好 你刚才一念之差 没把幻龙侠打开 你知道刚才 谁到了你附近吗 第1526章 他回来了 我顿时一愣 立马就明白过来了 何落 成星和哑巴兰都记得他 脸色都白了一下 煞神点了点头 他已经很久没出东海了 这一次 煞神看着我 露出了很担忧的表情 是啊 可他一直都在寻找水神信物 水神信物一旦泄露出来 他立刻就会寻迹而来 他是最有权势的主神之一 之前他以为我已经死了 肖香又要遭遇天劫 这才离开的 要不然的话 肖香当初 只怕连惊魄都胜不下 难怪刚才肖香不想出来 何落见到他 一定跟上次一样 先聘一个你死我活 上次去东海的白虎局附近 我还记得那一片水域 无论如何 都不想下去的水域 其实我心里清楚 如果那个时候我下去了 也许 我的冒险 就要从那里戛然而止了 可我没有下去 安宁也被扣留在那里了 要是被他盯上 那就真的麻烦了 肖香哪怕拿回了水神信物 可原神也只能是刚刚恢复 未必能争得过 配想香火这么多年的河落 煞神盯着幻龙侠 说道 这里还是安全的 神君 你可以把东西还给水神娘娘了 我看向了煞神 你是不是 也认识我 煞神眼神一明 把视线转移到了别处去了 是啊 这个洞很深 深得像是人心 成星河拉了我一把 冲我一台下巴 去吧去吧 你放心 我们都是有素质的人 不听墙根 说着 有意无意地看了白货香一眼 白货香脸上没什么表情 视线木呆呆的 成星河显然有点担心 立刻露出个职业假笑 挣汽水 我最近下了个APP 能手机在线K哥 来你跟我比比 咱们谁得的分高 谁请对方吃水煮肉 但是一说出了个水字 成星河又跟说走了嘴似的 立刻咬了下自己的舌头 那什么 粉蒸肉 酱板压也行 这么欲盖弥彰 在平时 白货香甩手 就是几根夺命十三针 可现在 白货香竟然也笑 行 成星河已经做好了 被收拾的准备了 他本来就是想牺牲自己 让白货香撒气 好给他分散注意力 可白货香这么痛快 他反倒是有些不知所措 你说 也行吧 什么叫也行 哑巴兰凑上去了 现丑了 我先来一个男儿当字墙 告诉你们 我上次在KTV唱这个 他们都说 让我把原生关了 胆似铁打 鼓似金刚 苏寻一脸牙尘的表情 结果 被哑巴兰拉了过去 哎 对了 动仔也会 上次我教动仔用网易云 动仔最爱听的是那个 那个什么来着 你是我年少时候的欢喜 气氛活泼了起来 成星河说 哑巴兰唱的 像是哑巴之了 哑巴兰反唇相机说 成狗唱歌是狗学驴教 俩人扭打了起来 苏寻面无表情 跟每次一样拉偏架 李北斗 我回过头 洞里顿时万类俱计 白货香走过来 仰脸看着我 抬起了手 给我擦了擦脸 对了 这地方没有镜子照 一定满脸狼狈 他纯净的眼睛里 全是我的倒影 他擦得特别仔细 终于 满意地点了点头 见重要的人 一定要有见重要人的样子 我心里猛然一酸 金毛狠老成地叹了口气 蹲在了白货香身边 是一白货香 可以摸一摸他的毛 一副送温暖的志愿者模样 白货香蹲下 一边剥金毛长 而柔软的毛 一边笑 他故意不看我 这个笑项 是他自己捏出来的 跟平时的他 一点也不一样 我转过了脸 奔着里面走了过去 我自然心疼 可我知道 他值得独一无二的幸福 幻龙侠 已经越来越重了 里面的位置 层栏叠杖 像是天然的屏风 我把一块石头擦干净 幻龙侠搁在上面 十八阿比流的风 就在上头 风被解开 我把水神信物放了进去 这一瞬 幻龙侠里面神气炸起 现在能看得很清楚 是纯净极了 雪晶一样的神气 晶莹剔透 可巨人千里 神气散开 我见到了一个 华美极了的龙尾 但是龙尾转瞬消逝 成了一脚白裙 落在了地上 肖香 他终于回来了 他终于 从龙林之中的一丝惊魄 变成了原本的原生 我是应该高兴的 可心里眼里 只发酸 这些苦 他是为了我才吃的 一只发凉的手 摸在了我脸上 肖香的面旁 第一次这么清楚地 呈现在我面前 倾国倾城 容颜绝待 那种好看 高高在上 甚至并不真实 大山妹说得对 世上 没有比她更美的女人 回过神 已经抱她抱得很紧 手底下 是她光滑而冰冷的青丝 清楚地触碰到 清楚地见到 甚至清楚地感觉到 她的气息 是清冷极了 人间闻不到的 空灵的香气 我们两个一口同声 你吃苦了 但转瞬 再一次一口同声 值得 她等了我这么久 她的身体 还是巨人千里的冷 可是 就是不想松开 你知道了 肖香低声说道 我做过什么事 要不是因为我 对了 她说的 是之前她残害生灵 导致功德亏损 而我跟她功德共享 所以 我一直生不上天阶的事 我立刻摇头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剩下的 不要紧 她身体一宁 你 不在乎我的过去 过去的都过去了 你做的 跟我做的没有两样 我答道 要是你真的有罪 你要修补 我跟你一起 她的身体微微一颤 可我做的 不管是什么 我陪着你 她瞬间 也抱紧了我 像是在说 果然 没有等错 依依不舍地松开她 我还想起来了 你那个时候 为什么要动杀念 肖香深渊一样的美目 猛然就滚过了一团 风霜般凌厉的恨意 如果我告诉你 那个杀念 不是我做的呢 第1527章 肉眼凡胎 我顿时一愣 不是你 根据我调查出来的消息 全指向了肖香 其实神灵对人类的痴心妄想动怒 历史上并不少 咒王去女娲娘娘妙提情诗 落得了一个国破家王的结局 后世也有不少吃书生 对着神像思春 都没什么好下场 哪怕是牛郎这一类 有幸抱得美人归的 不也落个天人相隔 他做出的那些事情 在传闻之中极为狂暴 结果 可想而知 不过 肖香如果没犯那么大的杀念 他功德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亏空 肖香也知道 我疑惑什么 说道这件事情极为复杂 而且 他有些犹豫 眼神忽然诚恳了下来 牵涉实在太大 我不想让你也卷进去 我知道 你拼尽一切也会帮我 可是 我想亲自报这个仇 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是九天之上的神族 而我 跟耳抱神说的一样 肉眼凡胎 他们的世界 没有让我登上去的阶梯 我心里一阵发空 但还是装成了若无其事的样子 之前 你怎么一直也没告诉我 肖香犹豫了一下 我什么都不怕 他盯着我 我只怕你 不信我 那个眼神 跟平时一样 倔强又高傲 隐藏着一丝神灵 绝不会有的不安 全清四海的水神 也有会怕的时候 我一阵心疼 我不信其他人说的你 我答到 我只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你 肖香抬起头 一正 他忽然把我抱得很紧 空灵的声音 第一次哽了一下 要是你以前 我一皱眉头 以前 是啊 我是记得 我似乎有过什么以前 可那个以前 到底是怎么回事 锦巢国君 真是我的前世 可光一个锦巢国君 他会有龙铃 还有金色的神器吗 但是一往那方面想 鹅脚又是一阵剧痛 这一下 比之前来得又急又快 我听到自己一声呻吟 很久 我这一阵子 按理说 早被各种痛苦折磨的免疫了 很久没听到 自己能痛到出声了 肖香抬起手 摸在了我鹅脚上 眼里一阵心疼 咬了咬牙 那些孽畜 我早晚要他们全还回来 脑子里一片模糊的记忆 血 很多血 四处都是心红 有一个人捧住了我的脸 对 是个女人 她为了我在妻里的尖叫 再哭 是谁 是肖香吗 可隔着那一片心红 看不清 肖香的手上神气炸起 那股冰冷 似乎把那个痛冻住了 那个残碎的记忆 被强行压下去 我大口喘息了起来 那当年 警察国君跟你 你不要再想了 肖香遮住了我的额头 你的身体 现在承受不住 可我想知道 肖香的手一拧 那件事情 跟当年四项局出现偏差一样 是有人从中做梗 就是怕你 对 之前独腿三娘也说过 他们怕我 还说 有些人 欠我的 我不死心 就是因为那个警察国君 你才被牵连地 压到了四项局里 他跟我 肯定有关系 可是 什么关系 不会 但凡一往那方面想 讹脚剧痛又起 肖香立刻说道 你不要着急 我已经回来了 以后 来日方长 我只好把那些记忆 全压下来 还想起来了 说起来 你的水神信物 少了一个东西 肖香冰冷的眼里 属然有了一丝柔 对 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环环相扣 永不分离 我有些担心 那个环丢了 对你来说 影响是不是很大 我们已经惊动了河洛 我必须要保护好肖香 他回来的不容易 肖香摇摇头 冷冷地说道 我知道东海的环 在谁手里 我一愣 不是在那个小白姓手里吗 肖香微微一笑 他现在 不叫小白姓了 难不成 肖香这次出来 见过他了 那个贱民 敢拆我最重要的东西 肖香冷冷地说道 他总得付出该负的代价 那个眼神 跟平时看我的时候 截然不同 风锐伶俐 是真正的 高高在上的肖香 让人遍体声寒 还有 他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江家的那些贱民 大概也活够了 是啊 江家的人对我做了什么 他全看见了 尤其是江城 我心里其实明白 江城身后的帮手 大概就是肖香那个仇人 甚至当年破坏四项局的真凶 江家的人 关系似乎错综复杂 我盯着肖香 牵涉的也很大 江仲黎 江瘸子 隐藏在幕后的江老爷子 还有 上次出现的那个 披着熊皮的人 而且 我一想起江城来 心里就极不舒服 我很少去深刻地恨谁 可是 我忘不了他盯着肖香的那个眼神 还有 他要肖香下跪 他早晚得还回来 十倍奉还 还有 肖香盯着我 绝美的眼睛 全是我的倒影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 你说过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信我 肖香的声音 微微一颤 这一声一事 你不要忘 我点了点头 一言为定 绝不违背 他 像是在担心什么 而且 我忽然有了熟悉的感觉 我以前 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 可后来 我做到了吗 这个时候 肖香忽然抬起了头 看向了洞穴另一边 微微皱眉 来得好快 有人来了 果然 肖香话音刚落 程兴河的声音 跟火烧屁股一样地响了起来 七星 不好了 话说得怎么样了 快出来 出什么事了 但下一秒 我就闻到了一股子 十分呛鼻子的味道 有人 找不到我们 就放火烧山 要逼我们出来 我咳嗽了起来 肖香脸色一沉 盯着洞口 我立马就看出来了 你想干什么 肖香摸着我脸 淡淡地说道 为了你 三界珠天我都不放在眼里 那些贱民 哪来的胆子 敢伤你 第1528章 水神遗仗 我心里猛地移动 他心里有我的方式 也许可怕 但他心里 是真的有我 服服何求 只是 肖香盯着我 你不愿意多伤生灵 是不是 以前你就是这样 才吃了那么大苦头 但他马上截住了话头 烟雾的气息越来越重 我立刻带着他出去 而程兴河他们那边 已经有浓烟直接灌进来了 煞神蹲在了地上 冷冷盯着外面 见我出来 目光触及到了肖香 神色一变 立刻做了个礼 肖香没多看 程兴河他们一转脸 也看见了肖香 几个人的呼吸 顿时全凝制住了 肖香的美貌 没人不会分身 肖香的视线 却落在了白货香身上 程兴河第一个反应过来 不由自主 就挡在了白货香面前 他知道肖香的暴力 生怕肖香要对白货香怎么着 白货香也被肖香的模样震慑住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肖香 但他觉出程兴河的反应 反而大怒 耿着脖子 拽开了程兴河 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 纯净的眼睛盯着肖香 是凡人面对神灵 很少有的浑然无惧 我心里一疼 我知道 他的骄傲 他的尊严 就是为了问心无愧 我反应过来 这一路 我可多亏了他们 我们是过命的交情 知道 可肖香只是微微笑了笑 眼睛看向了迷雾重重的外面 只那么一瞬 所有的烟雾 忽然就像是山水画里一样 全部定格 下一秒 我们听到了风的声音 刷的一声 风烈烈而起 把所有的迷雾 犹如巨大的利刃 劈开一些 把烟雾反方向全部吹开 空气瞬间就洁净了起来 我听得出来 这是雨前风 外面隐隐约约 是惊疑不定的声音 今天 没有雨 我立刻往前走了几步 从洞口看到 不少人零零碎碎的散落满山 都在分头点火 可现在 他们顾不上自己手上的篝火了 只看向了天空 几乎是一瞬间 乌云四合 遮天蔽日 天地山河 全部变色 他们没见过这种景象 满眼难以置信 那些江家人 江年站在下面 皱起了眉头 他身后 就是那个披着熊皮的 显然 江年对那个披着熊皮的 理尽有加 他到底是谁 萧香见到了那个披熊皮的 也多看了一眼 下一秒 哗啦一声 水声阵阵 清盘下 这附近的川流 竟然越过了高高的山巒 黄怒一样的席卷了下来 数不清的山石树木 被直接冲了下来 山灾 所有人都被震撼住了 那是一种 没有见过 就绝对想象不到的力量 江年和熊皮人队看了一眼 悄然奔着后面就走 萧香一抬手 白脸一样的水 轻然而下 宛如能吞噬一切的巨兽 那些江家人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跟落叶一样被卷走 可偏偏 水到了熊皮人和江年附近 正巧被一个巨大的黑岩石挡住了 水冲过去 那地方没了人影 哑巴兰也看见了 男男说道 不愧是水神 江年跟那个川熊皮的 是不是魏王八了 不是 我却跟程兴和一口同声 他们逃了 哑巴兰一愣 不是 这也能逃 不光如此 我和萧香同时看出来了 这江家的气韵 竟然在江要覆灭的最后一瞬间 重新回升了 他们身上 转瞬亮起来了 代表好运的红光 我皱起了眉头 这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敌老头子 真的帮助他们 在最后一刻 把残损的风水局给补上了 一定是 得到了另外一种极其厉害的阵物 厉害的阵物 不会从天而降 八成 又是那些图神使者 拉了他们一把 图神使者 显然也就在附近 他们虎视眈眈 等着我们出现 程兴和拉了我一把 你看哪 顺着他指引的方向 果然 在十分隐蔽的地方 我看到了几个图神使者的身影 但是一看到这个异象 他们戴着面具一样的平板面孔上 也出现了惊疑 和来晚一步的不甘 我知道了 刚才他们叫江家人放火烧山 就是这个目的 看看肖香 是不是真的回来了 程兴和激动了起来 叫他们硬碰硬 斩受的是伤 他丢的是命 煞神也站了起来 显然 他等这一刻 已经等了很久了 之前 他也是图神使者之中的一员 但是后来 他费了很大的功夫 才从这其中挣脱出来 他再也不想回去了 但是下一秒 肖香就看向了对面的山巒 煞神疏然皱起眉头 转头也盯着那里 程兴和就更别提了 七星 不大好 那是 滑盖云 果然 对面出现了一大片异常华丽的云彩 宛如古代帝王出行的时候 遮挡在头上的滑盖 极为壮丽 我们都知道 这滑盖云是极其少见的 但凡一出现 是由主神来巡游了 立刻就得回避 果然 山川另一端 隐隐约约就出现了一个极为庞大的队伍 那个队伍金光闪耀 好像漂浮在水面上一样 而那个喧嚣的尽头 也是前所未见 上次见到了水飞神的巡游 已经是极为盛大了 可滑盖云下这一个 比水飞神的 只怕要盛打十倍 河洛 我心里清楚 只可能是河洛 上次 他只身一人 是打算以不为人知的方式 把肖香解决了 可这一次 他大张旗鼓 对了 是因为肖香这个旧主义回来 三千河川 已经被全部惊动 他这个新主出来 就是要震慑人心的 既然要震慑人心 当然有多大排场 用多大排场 这件事情的真凶 到底是谁 河洛 要想知道 某件事是谁做的 其实就要看看 谁得到的好处最多 而肖香被贬折 河洛是最大的受益人 可肖香跟河洛的仇 我是亲眼看见的 他不至于瞒着我不说 肖香并不意外 似乎等这一刻 也等了很久 但是 我的心却猛然一沉 那是极盛大的神器 前所未见的盛大神器 河洛现在 是主神之一 以他那宣和到 难以置信的神器 肖香只靠着一个 残损的水神信物 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第1529章 趁火打劫 煞神立刻说道 水神娘娘 绝对不能再耽搁在这里了 肖香并不甘心 她春笋一样 美丽的手钻得很紧 日头已经完全坠落 第一颗星辰 开始若隐若现 波光灵灵的水面 映照出了万点灯火 华丽庄严 说不出的震慑人心 这种虚幻的神迹 简直 像是一场盛大的海市蜃楼 河洛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 硬碰硬 她一定会赢 能趁肖香没能取回 东海小环的时候 重新镇压肖香 要是肖香逃走 那名声传出去 就水神畏惧新水神 面都不敢出来见 那肖香的名望 就会是个沉重打击 一些原本中立的水族 知道救主元气大伤 为了自保 一定会站在河洛这一边 看来 她早就计划好了 心仇旧恨 肖香又是那个骄傲的性格 绝不甘心就这么逃走 那些图神使者 远远看到了河洛的遗仗 一瞬间都露出了喜悦的表情来 他们是想着 坐山观虎斗 我不有也是一阵担心 看向了肖香 肖香往前了一步 白色的裙摆飘带 被神器冲起 像是横跟在夜空之中的一条银河 她是为了水神信物来的 肖香淡淡地说道 你回去等我 不可能 我心里清楚 你这一出去 可未必能好端端回来 不值得 我立刻拉住了她 听我的 别见她 跟我走 冥忘什么的 以后总能震回来 没那么容易走 煞神声音一沉 承兴河也看见了 坏事了 现在河洛的遗仗过来 阻隔住了东南两方 西边是绝壁 北面是我们唯一能离开的地方 可北面现在 也出现了一股子煞气 大队的图神使者 那些整整齐齐的面具脸 把唯一的退路 也给堵上了 远远的 我就看见了 那一高一矮两个身影 气定神闲地站在了山前 像是坐等我们自投罗网 煞神看清楚之后 南南说道 他们已经拿到了图神令了 罪名 是我放出了肖香 这个未被赦免的邪神 最应付诸 他们今天 是不想 让我们走了 但是一个身影 已经到了我们面前 夏明远 夏明远这一阵子 因为夏家仙师被抓 所以只能跟图神使者合作 图神使者 看中了他 跟我的交情 他这么一来 见到了肖香 虽然有心理准备 猛然也被震了一下 立刻见李 低下了头 生怕冒犯 平时那些废话 更是不敢说了 李北斗 他低着头 视线不敢抬起 借一步说话 我大概能猜出 是什么意思来 只要我答应 永远不进真龙学 图神使者就给我让路 这是趁火打劫 夏明远正了正 说道 哪怕不是因为 我跟他们的关系 李北斗 单单作为一个朋友 给你的建议 这是最好的选择 程兴和忽然叹了口气 卷毛 之前就觉得你挺日系 想不到 你现在真跟年代剧里 传话的翻译官一模一样 来劝详了 夏明远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只勉强抬起头看着我 带着点焦急 为了水神 你得活下去 难道 你想让水神再一次 我没犹豫 程狗 你们先走 他跟你们 没那么深仇大恨 夏明远眼神一明 也知道我的决定了 十分失望 但看向了白货香他们 李北斗说得对 你们 没必要卷进去 程兴和凤凰毛一聊 散漫地说道 那不行 七星还欠我不少债没还吗 还不上 到了阴曹地府 我都跟着他 雅巴兰和苏寻也一样 比起名声好听 其实却各扫门前雪的十二天街 我们几个才是真正的融入与共 同气连之 白货香和金毛 就更别提了 跟没听到一样 萧香扫了他们一眼 也露出了一分动容 你身边也还是跟以前一样 而水上的那个仪仗 已经越来越近 司主古月的声音 已经到了面前了 我们看清楚了 那个巨大而奢华的神轿 神轿上绣着日月星辰 花鸟走兽 每一样都光芒耀眼 活灵活现 远比金丝银献秀 更加珍贵且繁复 看不出什么材质的东西 知旧而成 几乎包含一切生灵 是啊 世间万物 有水则生 而以金丝银配 在前面拉神轿的 是昂首挺胸 十二条壮美极了的白色神物 我心里一沉 龙 比肖香真正原神小很多 但是模样极为相似的 四爪白龙 那些四爪白龙胸口 都有一种华丽的文章 跟水神宫里依稀出现的 十分相似 类似个上的形状 我记得 这是川流入海 海纳百川的意思 水神专用的文章 这些白龙 不用想 也知道跟肖香必然有什么关系 也许 是以前给肖香专用的 甚至 是跟肖香很亲近的角色 果然 肖香看见 那十二条四爪白龙 毛子猛然一动 这是 对肖香的示威 跟我想的一样 肖香咬了咬牙 见出 好大的胆子 金毛却猛然支冷了起来 死死地盯着十二条白龙 嘴边垂涎三尺 所有的古月 终于停了下来 一匹红马 离开一丈 冲着我们过来了 那匹红马 脚上有鳞片 有肉翅 踏水 如踏平地 一个身穿红袍的人 骑程在红马上 在水飞神那见过这种肤色 是传令的 他驾着红马 停在了我们面前 拉长声音 白肖香 水神娘娘 赤令你献上水神信物 对水神建立 肖香的眼里 像是掠过了一团风雪 大胆 那个传令的有恃无恐 孽出白肖香 见到水神 还不建立 那些图神使者 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河洛的目的 就是要折辱肖香 逼肖香对他出手 他一来 能获取个人善的美名 二来 让肖香担负个六亲不认 尊卑不分 心头火起 我忍不住往前迈了一步 你说谁是孽畜 七星龙拳要出窍的时候 手却被冰冷的手拉住了 肖香 肖香的眼睛一沉 我不想让他再见你 一眼也不行 就好像 我不想再让江城 用那种眼神看肖香一样 这里面 肯定还有其他内情 我完全想不起来了 那个传令的狐假虎威 喝道 孽 话没说完 传令的戴着乌纱帽的头 疏然落下 咕噜噜在水面上滑行出去了老远 他难以置信地盯着自己 还坐在马上的身体 还能说话 三界诸天规矩 不斩来时 肖香冷冷地说道 三界 算什么东西 那个来时的表情 凝固住了 下一秒 腿上掌铃的马受了惊 对着传令的 就踩了下去 四周围 一片哗然 哗啦一声 是熟悉极了的一个声音 肖香好万上的水神信物 数不清的青透圆环撞在了一起 暗夜里 似乎也有阴暈的光 想要 从我手上抢回去 他的声音 凌冽 屁逆众生 第1530章 十二白龙 跟那个宣赫的神医比 简直跟一卵基石一样 可肖香一丝聚色 也没有 下一瞬 那个宣赫的队伍 传过来了一个声音 是锣鼓的声音 这是一个号令 紧接着 面前这个河川 忽然就是猛的一颤 一片平静 变成了波光淋淋 跟滚开了一样 滔天巨浪拔地而起 对着我们所在的位置 就扑了过来 那一大片浪头 眼看着就要把全部冲垮 水气 眨眼功夫 就已经扑到了鼻尖上 可就在这一瞬 肖香的手微微一动 那一串连环叮当一响 水忽然停止了 一道冰晶从滴一滴 即将落到了我们 头脸上的水珠上 开始凝结 紧接着 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路向着后面冲了过去 那一片水 仿佛成了死的 纹丝不动 冻上了 这种力量 让在场所有的人 全部屏住了呼吸 这就是 真正的神灵 这个时候 煞神忽然靠近 你看 有一个位置上 出现了一个空门 能从那里逃回去 下一秒 我立刻拉住了肖香 甩手劈开冰面 跟我走 程兴和他们一听 回过神来 立刻跟着我就跑了过去 雅巴兰忍不住嘀咕着 太可怕了 真是 太可怕了 水神娘娘 把对面冻上 完全没问题啊 她有点激动 此穷了 看上去 是这样 但是 我看得出来 肖香的神器 跟烟火一样 能极为璀璨 但是 不能长久 跟河洛雄厚壮丽的神器 比起来 差得远 毕竟 这些年来 她受了太大的委屈 可骄傲如她 不可能在河洛面前示弱 怎么也得争这一口气 现如今 她已经用钢材那一下 昭告天下 她回来了 那就够了 所有的水族都会知道 她还是那个水神 剩下的杖 等休养生息 找到了代表东海的小环 再算不迟 身后一阵乍响 不出我所料 那一大片的冰 全部粉碎 接着 是数不清的煞气 对着我们就追过来了 我们从来没见过 那么强的煞气 肖香要挣脱开我的手 她修长而阴气的眉毛扬起 这些孽触 可七星龙拳 先一步对着后面扫了过去 那一道金光乍起 所向披靡 是无数坠落的声音 我回头 看向了那个巨大而威严的神教 河洛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没有出现 而数不清的水族冲了过来 变身金甲 气势汹汹 他们的模样 长得跟人十分相似 只一样 胳膊上有鳞 脸上有腮 整整齐齐 赫然像是卫队大军 可承兴和一点面子 没给留 划过凤凰毛 就卷走了一片 接着就给你们上一刻 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白灼小海鲜 那一片水族假兵 舒然被凤凰毛打出去了老远 冰冷的水汽 跟炽热的凤凰毛一卷 炸出了通天的白雾 苏巡蹲在了地上 不知道在摆弄什么 雅巴兰翻身挡在他面前 金丝玉尾出手 把程兴和打翻的后面一波 也全部掀开 成狗 你打得没我多 那又怎么样 成狗的嘴 素来比啄木鸟还硬 你以为捕鱼达人给金碧呢 但是水族假兵越来越多 趁着程兴和在前面招架 雅巴兰就念起了请神咒 一瞬间 他怒目原睁 猛然挺身 纤细的身材 像是雄壮了好几倍 身上隐隐出现了一层 榨起的 参差不齐的光圈 是索伊神 索伊神 是保佑渔猎的神灵 看来 那位索伊神跟何洛并不对付 竟然真被雅巴兰给请来了 雅巴兰鼻孔里 冒出两股白气 甩了金丝玉尾 蹲了一个极为扎实的马步 以猎手特有的姿势 对着对面就横扫过去 漫天的水族 竟然瞬间 就倒了一半 剩下那些水族假兵健壮 互相看了一眼 忽然全棋刷刷地 举起了一样东西 寒光闪闪的钢叉 程兴和一皱眉头 卧槽不好 雅巴兰也愣了一下 但是下一秒 苏寻站起来 一把将程兴和雅巴兰拽回来 护在后面 那些钢叉 跟下雨一样 对着我们投射了下来 我心里一阵 还想抵挡 可看出来 那些钢叉的运行轨迹不对 本来眼看着能投过来 却偏偏在半路上改了位置 全落在了我们左侧的山石上 按理说不可能 但是雅巴兰第一个发现了 洞仔射了阵 这一下那些水族全愣住了 他们哪知道 世上还有这种东西 其中一个头领模样的大腮帮子 跟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忽然就对后面传话 被传话的水族 一下就面露喜色 跟听到了什么好消息一样 不长时间 那些水族忽然纷纷让开 一阵飓风冲着我们就扑了过来 灵力无比 一抬眼 是那拉车的十二条四爪白龙 这四爪白龙凶神恶煞 跟萧香的贵气逼人 就差得很远了 我有一种感觉 他们急着立功 那些水族有了得意之色 是啊 龙族铜皮铁骨 刀枪不入 这世上很难有他们的对手 萧香的面容微微移动 那以前也许是他的爱宠 这几个叛主的东西 但那些水族们没想到的是 一个一百来斤的身影 一跟体重完全不相符合的脚结 凌空扑出 干脆利落地咬上了 其中一条四爪白龙的头颅 金毛 直一口 那条四爪白龙已经轰然落地 重重地趴在了水面上 眼睛还是瞪着的 像是不相信 紧接着 金毛身上金光一炸 他身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迸发了数不清的金色毛 其余十一个四爪白龙见状 悚然一动 他们认出来了 这时候 像是受了惊 那十一条四爪白龙 对着金毛就张开了大嘴 肩不可摧的利爪 也猛然抓下 可是金毛像是天生之道 怎么闪避 那十一个四爪白龙 不管攻势多灵力 却没能碰到金毛一根毛 他像是一道带着金光的闪电 一眨眼功夫 十一声巨响 那些四爪白龙 全跌落到了地上 头上的伤口 其实并不大 金毛落地 身上闪耀了一圈金光 所有的水族 一动不动 我们只听到了 甲咒跟鳞片撞击的速速声 而金毛抬起头 冷冷地盯着神叫 嘴边就留下了一缕蝉弦 简直像是在问 还有吗 哪怕肖香 也微微失神 所有的水族 全部被震住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有金毛吼 护住水神娘娘 千万别让这个畜生 惊了水神娘娘 可就金毛现在全身上下 几乎有了三分之二的金毛 我盯着神叫 忽然有了一种感觉 不对 哪里不对 可是 是哪里 就在这一瞬间 一个巨大的神器 快得连我都不知道 从哪里出现 对着肖香就冲了过来 我记得这个气息 河落 肖香反手一挥 水面拔高而起 挡在了他面前 冻成了一道墙 那墙硬生生挡上煞气 啪的一声炸成了碎屑 冰晶擦着我们头发脸颊 划出了凌厉的破风声 这是真正的水神 煞神转脸看着我 河落 神器跟他的手镯颜色 一模一样 这个神器来得 又快又刁钻 就是想攻其不备的 伤害肖香 以我能看出来的 肖香不是这个神器的对手 可肖香没管 反手就要推开我 我却转过身 翻过七星龙拳 对着那一片神器 就扫了过去 肖香眼神一鸣 一道金色神器 从七星龙拳上炸出 跟那道浅蓝色神器 撞在了一处 我立刻就觉出 浑身一阵剧痛 金色龙铃刷的一下 全部滋生 我整个人退出了好几步 眼前一片发白 才觉出来 四肢百骸 像是被墨盘碾过 几乎粉碎 一阵剧痛 肖香立刻扶住了我 眼里是遮不住的心疼 但是心疼一瞬 就变成了凌厉 白货香不知道 从哪里冲了过来 也死死抓住了我 但马上 他看向了肖香 有了一丝迟疑 可迟疑一瞬间 变成了坚定 他不管不顾地 给我摸骨头扎针 我立刻担心 这里危险 他看都不看我一眼 只顾着给我上药 你管不着 不过 他眼角余光 还是看了肖香一眼 肖香的视线 却看向了眼前 见处 我分辨出来了 这个神器 虽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却并不是在神教里 和洛不在神教里 躲在其他地方干什么 我心里一震 忽然就明白过来了 堂堂水神 却在讨还水神信物的时候 藏头鹿尾 只有一个原因 他在畏惧什么 第1531章 阴水瘴气 我抬起头 就看见了对面 有一道神器迅速一摸 他并不想暴露出自己的位置 应该是想一下 就把肖香打一个魂飞魄散 速战速决 可是他也没想到 我竟然能挡住那一下 我支撑着就想站起来 可全身 额脚 同时炸裂一样的剧痛 与此同时 鼻子下一阵暖 血 我想伸手擦下来 但白霍香立刻摁住了我的手 子子细细给我擦干净 现在不能动 我没事 你说了不算 白霍香习惯性吼我一句 但是他盯着我的伤 专注之余 眼圈却红了 还强忍着 不让眼泪掉下来 肖香转脸 毛子里像是结了冰 见处 他一字一句 咬牙切齿 你敢伤他 咔的一声细碎响声 像是从四面八方 迅速地向中间汇集 空气树然一阵冷 我看到 那段子一样柔软的广阔水面 疏然就变成一片灰白 坚硬如铁 眼角余光看到 刚才靠在墙边的 图神使者两兄弟 陡然就站直了 亚巴兰倒吸一口凉气 动 动上了 河洛的那些水族假兵 不由自主也直了眼 这个力量 不是说他 被封在四项局 神力全尸 只剩惊破了吗 那话是谁传出来的 他 他跟水神之争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有一个水族假兵 像是彻底被震住了 不愧是 水神 但话音刚落 他带着钢窥的头 跟刚才那个传令的一样 疏然消失 但比传令的更惨 身体猛然一倒 发力的血 瞬间凝结在了兵面上 河洛 我心头一震 对生沙与夺这样的简单利落 比肖香的暴力 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假兵们同时一将 一个管事模样的立刻说道 千万 千万不要乱说话 水神只有一个 谁在动摇军心 这就是下场 也对 当权者 没有自己的果断狠力 就没法让这么多生灵 对自己俯首贴耳 这一下 所有假兵不由自主 全秉心灵神 严阵以待 偌大的峡谷 一片让人窒息的死寂 连兵面迅速凝结的细微声音 都听得一清二楚 而兵面 不光是洞上了 肖香一仰手 当的一声巨响 全部的兵拔出水面 对着一个方向 就削了过去 假兵那一吊脑袋 他就辨别出来 河洛的神器 是从哪里来的了 果然 当的一声巨响 滔天的兵狠狠撞下 兵棱擦擦几声 四处飞溅 周围一排灌木 迅速轰然倒塌 被那个力量 拦腰撞断 一个身影 飘然出现了 河洛 跟上次看到的一样 他身上穿着水蓝色的衣裙 像是水面 映出出尘天空 他的神器 跟太阳一样 不可逼时 所有的假兵 全部服下 声音齐整震天 水神娘娘 河洛却连半眼 都没看肖香 一双跟肖香极为相似 却比肖香 多了几分自意的眼睛 盯着我 原地一转 水蓝色的裙摆 飘扬了起来 对我一笑 你还记得这件衣服吗 当年 是你送给我的 我一直好好留着 你说 我穿着 比他穿好看 确实美不胜收 可是 我送过吗 肖香的脸色 笼罩了一层寒霜 而河洛完全不把肖香 看在眼里 继续盯着我说道 我是想见你 可你这次来的 有点早 那双眼里 流转过了一丝遗憾 一丝不甘心 还有一丝阴质 他心里念的 不会是什么好主意 而他那美的 不可方物的手 微微一抬 我就觉察出来 什么东西不对 水面上 蔓延过来了一层 浅浅的东西 发挥 白货香也觉察出来了 立刻抬起头 你们几个 捂住脸 成星和他们一愣 就跟着照做 但一瞬间 周围的茂草 一跟那个雾气接触 就全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枯黄 我明白过来了 阴障气 传说有一些沼泽有去无回 就是因为人死得多了 怨念和沼泽的灵气 混合出了阴障气 这阴障气是有灵的 一接触到了活物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都只能沉入沼泽 腐朽成其中一员 河洛召唤出这种东西 那对这里的一切生灵来说 是一视同仁的屠杀 包括 那些对他尽忠的假兵 果然 那些假兵全认识着 遮天蔽日的阴障气 脸色全是一白 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是想沉入水下 但是整个水面 全因为萧香的暴怒 而冻住了 饶氏这样 没有一个感动 他们知道 趴着跟逃走 结局根本就是一样的 论起暴力来 他确实比萧香更胜一筹 只要为了达到目标 自己人的命都视如草剑 那种窒息的感觉 好像一个隐形的东西 狠狠地压在了口鼻上 根本无法呼吸 倒是图神使者那边气定神闲 他们那亮起了一点光 犹如一盏灯 能把自己保护起来 让阴障气无法靠近 可这一瞬 一个沾满了药香的湿手帕 盖在了我嘴上 白货香 他自己脸上 却没什么能防护的东西 虽然尽量捂住口鼻 但他胸膛起伏 显然也开始呼吸困难了 我立刻想把手帕拿下来给他 可他死死摁住了我的手 少管 肖香冷冷地看向了河洛 你长本事了 河洛一笑 不敢 也只不过是有样学样罢了 我还想说话 可这阴障气极为厉害 哪怕有手帕 口鼻也像是被棉花堵住了一样 根本透不过气 那些没有手帕的 更 那些假兵开始颤抖 有一些 倒下就不动了 程兴和他们也蹲下了 脸色开始发紫 慌忙把水母皮拿出来了 扣在身上 拉白货香和我进去 可水母皮没那么大 最多容四个人 顾头不顾尾 反而浪费 我不肯浪费大家的生机 让白货香进去 可白货香坚持给我智商 就是不肯进 我的心 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绝住 一阵发紧 这样不行 河洛对面前大量倒下的一切 似乎十分满意 我开始耳鸣 他的声音似乎响在了天的另一边 缥缈又空灵 本来不想伤你 可现在 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接着 他手一扬 那些音障器轰然繁密 对着所有人笼罩了下来 与此同时 水面一阵震战 那骨子巨大的神器 对着肖香就冲过来了 肖香反手 冰面隆起 挡住了神器 可也只挡了一瞬 河洛的力量 几乎所向披靡 第1532章 赤锋之命 所有冰面全部粉碎 炸得到处都是 肖香不由自主 被震得往后退了一步 脸色难看了下来 我看到 他绝美的脸 被一道神器划破 流了一线血 他现在 绝对不是河洛的对手 河洛对眼前一切极为满意 微微一笑 抬起了手 面前一切 全部对着肖香砸了过去 可这一瞬 一个身影扑过 对着河洛就咬了下去 那是一团金光 金毛 金毛的身体 似乎也比没吃那12个白龙之前 大了一圈 浑身的金色 耀目生辉 河洛瞳孔一缩 金毛已经奔着他的面门过来了 但我心里却一沉 金毛 回来 我以为自己大声说出了什么话 可不对 嗓子里 一片嘶哑 因为因胀气的缘故 跟失声了一样 金毛哪怕听到 也不可能理会 爪子已经仰起来了 可河洛反应极快 只是一抬手 金毛硕大的身体 凌空一个翻转 就重重地撞在了山石上 轰的一声 将山石直接砸出了一道链 金毛翻身就起来 可只往前了一步 就跪在了地上 他一直前掌 断了 我心里一痛 金毛虽然已经有了三分之二的金毛 可他毕竟只是一个没成年的幼吼 哪怕传闻之中 一吼能敌二龙一交 可河洛并不是普通的龙族 河洛美目流转 眼里几分不屑 是个好吼 倒是配得上你 只不过 粗野了点 你放心 以后 我帮你管教 接着 他往前一步 对着萧香 再一次抬起了手 又一道东西 鞋刺里冲了出来 凤凰毛 成星河 可凤凰毛趴的一下 直接断在了半空 火星子一样的光 洒了遍地 我心里更紧了 想挣扎起来 可刚才跟河洛迎面相撞的伤 一阵剧痛 动也不能动 金丝玉伟也要出来 哑巴拦直面河洛 已经没法请到 能面对面跟河洛动手的神灵了 不出所料 金丝玉伟化成了飞灰 苏寻的阵法 刚摆裂出来 也全部被掀翻 没有人是河洛的对手 萧香甩手 冰面在起 可河洛极快 冰冷的手 已经摸在了我脸上 等一下 我把它收拾了 就带你回家 放开你的剑手 萧香大怒 水神信物上几千的小环 同时叮当作响 冰面跟数不清的利刃一样 对着河洛就射了过来 可河洛一抬手 冰刃瞬间粉碎 水蓝色和冰霜一样的神器 两下撞到了一起 萧香的身体凌空翻转 重重被撞到在了冰面上 河洛并不意外 甚至没有多看 他盯着萧香的眼里 只有默然 他抬起戴着水蓝镯子的手 缓缓说道 回天河吧 巨大的神器 凝结在他冰冷的手掌上 抬手对着萧香就要披落 萧香瞳孔一鸣 可这一瞬 七星龙泉锋芒上 金色神器乍起 将那个巨大神器 再一次削断 萧香盯着我 瞬间一愣 河洛更是难以置信 你为了他 我是肉眼凡胎 不该扛住 可我还是扛住了 归功于白货香 在手帕上的药 会让疼痛暂时消失 当然 没法让伤这么快好 但是 我心里清楚 那要最多能让我挡住一下 骨头残损的 已经非常厉害了 河洛也看出来了 攥住了手 又很快松开 搭在了我肩膀上 柔和一笑 你累了 他这一下 要把我摁倒了 可我张口就是一声 退开 嗓子极难开口 几乎出声就跟撕裂一样的疼 但我还能出声 河洛本来还满怀希望的眼神 瞬间冻住 他的身体 几乎是不由自主 就退后了一步 跟上次一样 我冷冷地说道 我命令你 鹅脚一阵钻心剧痛 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 河洛终于露出了一丝恐惧 可我咬牙死扛着 我命令你 把水神的位置还给 可是 似乎是被鹅脚带的 喉咙一阵剧痛 一阵心田 温暖的感觉 蔓延了整个口腔 血 血把喉咙全堵住了 我心里明白 但也许 这不是一个肉眼凡胎 能承受的命令 河洛眼里 一丝如萌大射悄然而过 立刻转过了身子 平地里一阵疾风 一阵古曰再次响起 那种压人的神气 疏然远去 就看在以前的情分上 河洛的声音淡淡地说道 我先放你们一条生路 反正过不了多久 还会再见 一个身影抱住了我 你受苦了 混合血腥气之外的 是一阵空灵的香气 我想说 值得 不过 说不出来 那些阴胀气 跟随着河洛的遗仗 一起逐渐消失 程兴和他们全缓过来了 哑巴懒懒懒地说道 为什么 我搁一句话 程兴和一阵咳嗽之后 沙哑地说道 他不是一般人 是啊 我知道河洛这段时间 为什么一直没来找我了 以他的本事 不会连我一点消息 也得不到 之所以不来见我 就只有一个原因 他怕我 我记得很清楚 上次他要上宵香的时候 逼退他 只是我一句话 他刚才故意用个神教当仗研法 自己却不坐在里面 也是不希望我能看到他所在的位置 对他发号施令 因为他是那个跟我关系匪浅的警朝国君赤锋的 所以 就跟我能代替警朝国君 赤锋成北王做王一样 他不得不听我的命令 这一次 恐怕他 也并不想来 是不得不来的 救主带走了水神信武 新主不可能坐得住 他要是不来 水族们 只怕也会传出什么风言风语 后来迫不得已现身 他第一件事就是把阴障器给召唤出来 为什么宁愿死伤自己人 也要无差别屠杀 因为 他不想让我对他说出任何一句 关于赤锋的话 刚才匆匆离去 也是怕我真的能说出 关于水神赤锋的话来 其实 他还是高估我了 我似乎是跟那个警朝国君产生了某种联系 我身上 有属于他的什么特质 可我目前只能册封一下 城北王的王位之类 尺夺册封主神 这个身体还做不到 不过 已经足够震慑住他了 我想起了一件 之前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江城 江城身上 有过一些神器 纯净磅礴 跟河洛的 有些相似 河洛跟江城之间 是不是 可这一瞬 一个声音打断了我思路 七星 不好了 你回头看看 第1533章 散神之思 我回过头 也没意外 数不清的图神使者 对着我们就冲过来了 河洛在这里 他们坐山观虎斗 河洛这么一走 他们黄雀在后 图神令已经到手 他们终于有理由了 成兴河的凤凰毛 就剩下了半截子 雅巴兰的金丝玉尾全成了灰 我挣扎着就想跟他们说 快走 可喉咙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 血流不止 几乎倒灌气管 根本就没法讲话 肖香的眼神冷了下来 而那些图神使者 抬起了手 手上有一种很特别的绳子 有的是鞭子 有的是网子 雅巴兰皱起眉头 他们手里的东西 看上去很怪 那绳子的颜色 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黑色 一看就不是人间有的东西 成兴河吸了口气 周围绕着很多残碎的魂魄 很凶 煞神开了口 这叫散神丝 每一束散神丝里 都有一根创世神的头发 成兴河和雅巴兰表情悚然一动 那个东西 是世上唯一能克制神器的东西 专门来制服犯了过错的神灵 屠杀神灵 他们是专业的 煞神脸上露出了几分不自然 想必 他以前也曾经使用过散神丝 但是 也被散神丝制裁过 肖香抬起了手 水面啪的一下 升起巨大的冰墙 可是那些图神使者本来就厉害 散神丝更是无往不利 直接把冰墙削断 对着我们就冲了过来 肖香大怒 抬起手腕 四面八方 数不清的冰刃 对着他们就来了 最前面的图神使者扛不住 倒是倒了一片 但是人数太多了 后面的源源不断 就要围上来 金毛挣扎着还想过来 但他从来没受过这么重的伤 挣扎了半天 也站不起来 全是为了我 肖香挡在了我前面 没回头 带他走 我想挣扎起来 可浑身剧痛 承兴和他们对望了一眼 都露出了几分为难 没干过为了自己活命先走 留下其他人殿后的事 以前 殿后都是我们做 但是他们都知道 这是神仙打架的时候 而他们跟我一样 都是肉眼凡胎 好像燕雀 要在洪湖的斗争之中参一脚 哪怕有心 也并不现实 于是 他们几个一对眼 咬了咬牙 承兴和说道 我们就先把七星带走了 你保重 说着 就要嫁我 不行 我不走 他好不容易回来 我怎么可能把他丢在这里 他还没恢复全部的元气 万一 他在这里出了事 一切不都白费了吗 我拼尽全力 想挣扎起来 可这个身体 接连两次抵挡住了 河洛的神器 现如今残损不堪 哪怕抬起手来 都极为困难 我得抬手 我得动 我得需要点时间 可承兴和他们已经没辙了 抓起我就要把我拉走 面前胖胖一阵乱想 数不清的图神使者手里的散神思 对着萧香就削了过来 萧香灵动地往后一臂 散神思几乎是擦着他鼻尖过去的 但是就是碰不到他 萧香的嘴角微微勾起 眼神一冰 他之前被废除的时候 应该也吃过图神使者的苦头 这个恨积攒了几百年 下手毫不留情 手掌微微翻转 冰面再次炸开 那种纯净的冰霜一样的神器 连面前那些图神使者 带附近的草木 全部掀翻 似乎要将整个环宇荡平 但是一大群图神使者跃起 萧香甩手削开 可没想到 那些图神使者背后 两个身影跃出 那俩兄弟 萧香眸子一沉 那俩兄弟抬起手 数不清的散神思 从四面八方穿过来 对着萧香就打 萧香轻盈的凌空闪避 一缕青丝飘开 瞬间被截断 萧香绝美的面庞 笼罩上了一层寒霜 曾经是至高无上的主神之一 却被这些图神使者触碰到 他那冰雪一样的神器 再一次猛然炸起 可这一瞬 趁着他注意力被两兄弟牵引住 又有一群图神使者暗堵陈仓 散神思对着他的景象 手腕脚腕就冲了过去 萧香极其灵动地避开 甩手冰面又压倒了一片 但是跟洪灾一样 堵住这里 那里又起来了一片 这么下去 早晚会把他抓住 这样不行 我拼命想挣扎 可程兴和他们只回头看了一眼 虽然为难 但已经把我拉起来了 可这个时候 一只手挡住了他们俩 白货香 程兴和一愣 挣汽水 你拦着我们干什么 是啊 霍香姐 亚巴兰咽了一下口水 咱们得争分夺秒 再不走 就走不了了 我心里也是一动 他 白货香刚才吸入了阴胀气 脸色已经发青 可他强撑着 大声说道 他不愿意走 程兴和和亚巴兰都愣了一下 我耳朵顿时嗡的一声 亚巴兰忍不住说道 霍香姐 你平时不是最希望我哥平平安安吗 怎么 白货香的嗓子也因为胀气变得十分沙哑 但他哽着脖子 历声说道 你们不懂吗 最重要的人要是出事 哪怕自己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心像是被重重地捏了一下 顿痛 他真的特别了解我 人生路途虽然漫长 但遇上这么懂自己的人 几率绝对不多 程兴和忽然松开了手 盯着白货香 忽然释然 是啊 你最懂 后来他跟我说 那个时候 他想起来的 是之前从须密传出来 白货香说的话 白货香说 他选择 为我白搭性命 我的眼窝 像是被烫了一下 我得动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必须动 就在这个时候 趁着肖香掀翻东边一片 西边三道散神丝 对着他手腕就缠了下去 这一下 肖香没能躲开 那些图神使者面具一样的脸上 都露出了几分欣喜 那三道散神丝 死死往下一拉 胳膊还是不能动 阿四 对了 阿四 帮我一把 我全靠你了 右臂上的太碎牙 猛然炸起了一股子力量 就在他们要拽住肖香的这一瞬 我抬起了手 七星龙拳金色神器 冲着那几个图神使者 就削了过去 他们全部被掀翻 不愧是散神丝 金色的神器 也削不断 肖香回头 满眼难以置信 可冥冥之中 像是阿四 抬起了我的右臂 我一把抓住了 肩膀上呆若目击的小绿 小绿这次跟我出来 带来了九幽破 第1534章 天边流星 那个巨大的罐子被拉出来 我一手推翻 数不清的黑雾 遮天盖日 争先恐后 对着那些图神使者 就冲了过去 九幽破 那些图神使者 也愣住了 是啊 九幽破 警察国君 也许就预知到了 我会遇上这一天 所以才特地请阿四 在那里等着他 阿四 为我在那个地宫里 替他守了几百年 阿四 你的苦 没有白吃 九幽破 九幽破 简直像是吞噬一切的黑洞 对着图神使者 就卷了过去 就跟散神司 专门能克制神灵的神器一样 这九幽破 也正好能吞噬图神使者 这是数不清的 迷神怨气构成的 我忽然想起来 耳暴神跟我说过 在须迷川里 有些迷神不会死 会变成怪物 难怪 就是变成了九幽破 那些图神使者 还想躲避 但是九幽破 对他们来说 像是会移动的岩浆一样 碰上了 就会被卷进去 尤其 那些九幽破的方向 是对着那牵引着 肖香手腕的图神使者 冲了过去 那几个图神使者 平时肯定也是 受过严格训练的 什么时候 都不能放手 可他们不放手不行 九幽破 冲着他们淹没下去 散神司 一下就松弛了下来 再也没人 能拉着那几根散神司了 肖香反应极快 甩手从圈套里挣扎出来 飘然而起 躲过了九幽破 而这个时候 一个小小的声音响了起来 神君轻而听小可 西南方向干净了 耳暴神 从须弥川出来了之后 精神一直是紧绷的 一直也没留意 耳暴神竟然真的跟了出来 太好了 程兴和他们 也都反应了过来 欢呼雀跃 带着我就往那个方向跑 哑巴蓝背上了我 程兴和拖住了金毛 一只冰冷的手 握住了我的手 那耗腕上 还有三丝伤痕 但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恢复 肖香 谢谢你 肖香的声音带着心疼 你为了我 做了很多 肖香那绝美的身影 也毫发未损 太好了 不管之前吃过多少 自以为没有意义的苦 可今天能用上 那一切都值 不过 能成功 必须得谢一个人 白霍香 要不是她把我强行留下 要不是她为了我争取时间 现如今 我们不会这么顺利地全身而退 在哑巴蓝的背上回过头 白霍香也跟在后面 但她视线是躲闪的 故意不朝着我这边看 我心里疼 为什么 心里总是会疼 但这一瞬 哗啦一声 两个身影跟贴地飞行的药鹰一样 对着我们就跟了上来 不愧是图神使者的头领 那两兄弟 竟然能从九幽破那里逃出来 继续追杀 想也知道 他们脚底下 不知道踩着谁的脑袋 才能出来 那两兄弟的脸色 也全阴沉了下来 这次一定得追上 是啊 从来没出过这么大的纰漏 要是不行 不行的也得行 不然 咱们回去 交不了差 可现在 我彻底动不了 肖香一皱眉头 还想回头 可这个时候 一个身影 属然出现在了我们身后 煞神 那两兄弟见到了煞神 顿时也吃了一惊 你 煞神叼着刀的嘴 微微扬起 接着 一脚对着那两兄的 就踹了下去 这一下 凶狠伶俐 简直跟乌鹰一样 不知道 对着曾经的顶头上司 是积攒了多少怨恨 那两兄弟的脸色 猛然一变 你敢 煞神笑起来 带着一股邪气 以前不敢 现在敢了 煞神是谁 带着行煞的神灵 他的本质工作 就是给对方带来厄运 屠神使者两兄弟 不由自主 就在空中一个翻身 身体猛然往下一坠 正撞上了一大块山石 两兄弟坠落 而他们脚下 就是铺天盖地的九幽魄 九幽魄缠住了他们的脚 他们两个从容惯了的表情 第一次变得惶惑 也许 是不该接这个差事 现在说什么 也晚了 这一瞬 眼前一黑 我几乎以为自己失明了 但是我闻到了一股子山石的味道 是在耳爆神的引导下 穿过了一个隧道 我支撑起来 就感觉到了 一阵风吹了过来 下一秒 看到了面前豁然开朗 我看到了漫天的星光 焦香灰映 辽阔壮观 第一次觉得 星空真美 安全了 背着我的哑巴兰 别提多高兴了 白虎局带来的巨大力气 让他背我和空身没什么区别 原地就跳了一大步 咱们逃出来了 成星河气喘吁吁 不是我说 这金毛的狗粮 是不是该断了 减减肥 做个狗吧 金毛十分不愿 没折断的脚肘 对着成星河脸上就是一下 意思是你才做个狗呢 这俩一样 不是狗 圣似狗 肖香侧脸看着我 微微一笑 美帝让人觉得目眩神迷 但是 我醒过神 回头看向了身后 煞神翻过了一道山梁 停在了原地 宋君千里钟 虚一别 神 李北斗 我走了 我心里一暖 多谢 不 煞神十分认真的摇摇头 是我应该多谢你 你回来了 就好 回来 我感觉得出来 他真正想谢的 也许 也是另一个我 没等我问 他身体清洁地往后一纵 消失在了繁密的山林之中 只剩下了口边的一道寒芒 也像是天上坠下的一颗流星 转瞬之间 就消失了 十分应景 这个时候 天上也是一道流星 亚伯兰看见 激动了起来 我得再许愿 早日一穿一脱 妈的 来不及了 穿男装 脱单 成兴和嗤之以鼻 你懂个屁 不是来不及 流星之所以走得那么快 就是不想听你瞎嗶嗶 亚伯兰跟吃了臭鸡蛋似的 脸色一变 你真是个浪漫杀手 万年单身狗 成兴和摸着金毛的毛 冷笑 你浪漫 你对象在哪呢 我忽然想笑 真好 这样 真好 可这一笑 白货香忽然死死盯着我 立刻捧住了我的脸 肖香看向了白货香 成兴和他们一愣 低声说道 卧槽 修罗场要开始了 可是 我看得出来 白货香的眼神和举动都不对 我身上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果然 觉得出来 鹅脚 好像不太对劲 第1535章 你是怪物 我刚想问问白货香这怎么回事 肖香一只手 就搁在了我鹅脚上 这一瞬 剧痛猛然乍起 隐隐约约像是听见了一个十分飘渺的声音 睡吧 是肖香 还是白货香 剧痛让脑子急乱 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下一秒 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睁开眼睛 四周围都是水 这水极为清透 我整个身体浸泡在了里面 极为舒服 但是不长时间之后 身上就开始发痒 像是长出了很多东西 一开始是痒 后来是剧痛 好像从身体里冒出来的 是一片一片的利刃 抬起手来 我的心猛然一沉 我的手 变成了一个怪物的利刀 我张口想说话 可是嘴里发出的 是一声怪物才能发出的吼叫 羞的一声破风声 数不清的剑簇 活使对着我投射了过来 打死他 打死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哪点 对不起你们 那些攻势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人心 我翻身要起来 可一个锁链 死死地勒住了我的脖子 往下一拽 脖子上剧痛 鳞片哗啦啦落了满地 窒息敢袭来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勃然大怒 猛一挣扎 山川湖水 都为之变色 看 怪物就是怪物 它还要害人 我不是怪物 我想说出来 可是 我不是怪物 是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啪 一声巨响想了起来 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是个很陌生的天花板 哪里 面前有个落地窗 阳光斜照 天很蓝 外面一棵很漂亮的桃树 是粉红艳艳的大桃子 但是一整条树枝落下 红的白的碎在了地上 看上去十分可惜 你个沙雕 全让你砸坏了 这玩意儿娇弱 是水蜜桃 不是核桃 成星和其在了哑巴兰背上 小心翼翼用手摘 不是 你下盘稳一点 你是不是在脑血栓 康复俱乐部进修过 哑巴兰不干了 你扛 我摘 那不行 你这脑子 就应该在底下接接地气 远处苏寻蹲在地上 不知道在摆弄什么 是个小河 对了 他已经把避水车渠河 拿到了手了 他们脸上身上 多多少少 都有些胶布 但是气色都不错 还跟平时一样鸡贼 天气真不错 空气里有枝叶的香气 我想笑 可是脸上肌肉 一阵剧痛 一抬头 吓了一大跳 一个大额子正搂着我 眼睛深情款款 如同对待最后的晚餐 老婆 你醒了 一只发凉的手 握住了我的手 熟悉的空灵香气 肖香 我高兴了起来 肖香对我一笑 有这一笑 什么都值 别动 另一侧 是白货香的声音 想做什么 我替你弄 她站在一边 周围是各种药材 眼圈子黑得跟熊猫一样 一看这几天 显然又熬夜了 白货香的声音冷冷的 简直像是 极力要拉远彼此的关系 可我听得出来 她还是关心 肖香抬眼看了白货香一下 眼波流转 这一阵子 可多亏 你这个朋友了 我却想起来了之前 肖香还栖息在 乾隆池里的时候 我多看一个女人一眼 她就要 给我手指头来一下的时候了 上次遇上杜横指 她似乎也暴怒无比 但是 唯独对白货香 好像特别不一样 她甚至说过 回来之后 要谢谢白货香 我总觉得 哪里不对 白货香却并不想多说 只是尽量冷漠地达到 医者父母心 分内之事 嗨嗨 结果话没说完 她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回一身就用手帕捂住了嘴 对了 她之前在须弥川出来 遇上了河落 把水母皮让给程兴和他们 把药草帕子让给了我 是我们之中 吸入鞋胀气最多的一个 我心里疏然一紧 白货香触碰到了我的视线 耳朵一红 不用多问我 死不了 说着 跟躲避什么似的 抱着个药盆就出去了 我不打扰你们了 肖香也没多看她 转脸看着我 要水吗 白货香一只脚 已经迈出了门槛 但一听这话 又转了回来 我来 说着 转身就从药罐取水 对了热水 点了一点东西 到了我面前 习惯性腰味到嘴边 但是最后一秒手一颤 跟反应过来什么似的 转手递给了肖香 也不是为别的 她的身体 现在不能热也不能冷 那里要有顺气补血的 不好调 她怕肖香照顾不好我 肖香接过来 点了点头 白货香再次出去 她才滴滴地说道 她对你很上心 结果话没说完 白货香又回过头 别扭地说道 水喝的 她可也不能添 不然影响老婆 而制造身体 我第一次听见 她说这么多话 也第一次听见 她声音里有慌 我想说谢谢 可是我们之间说谢谢 以她骄傲敏感的性格 怕倒是觉得 我故意客套疏远 我应该说点什么的 可想了半天 发现 是我想多了 嘴疼 喉咙痛 根本说不出来 肖香点了点头 白货香咬了一下下唇 似乎也觉出 自己说得太多了 加快脚步出去了 郑汽水 你来得正好 程兴和看见她出去 立马丢给她一个大桃 树梢上最好的 给你 白货香伸手 没接住 桃子摔烂了 她接不住 是因为分心想别的 哎呀 可惜 早知道我吃了 早知道 早知道 白货香终于来了脾气 不知道什么叫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程兴和一愣 敢怒不敢言 跟雅巴兰吐槽 不是 你姐吃枪药了 这话什么意思 雅巴兰煞有介事地说道 也可能是你撞枪口上了 肖香盯着程兴和他们 微微一笑 你这些朋友 都很有意思 我也想笑 可这个时候 又一个身影进来了 爹 爹你别睡了 太阳照屁股了 赤灵 恍然大悟 难怪呢 我是到了龙气地了 原来 我们自从须迷穿出来 因为图神令 虽然一开始的图神使者 被九幽破给吞了 但还有图神使者 从别处赶来 收拾了那个烂摊子 我们要是回商店街 老头他们也得备连累 成兴和拍板 就上龙气的来了 这地方是苏巡能设得最高的葬 虽然未必能挡一辈子 但挡一阵子 也还是可以的 那这样 肖香重夺水神之位 恐怕又有难度 他不是被上头承认的水神 那现在 怎么办 总不能在这里躲一辈子 肖香答道 你放心 我有打算 只不过 这一次来追杀的图神使者里 有一个很麻烦的人物 上一次 我就吃过他的苦头 第1536章 旧日朋友 谁啊 赤灵靠过来撒娇 跌 跌起 我吃高 就在他靠近的一瞬间 一道水不知道从哪里蔓延出来 瞬间冻住 一下就把他阻隔在了我面前 谁也没见过那种奇景 像是上不着天 下不接地的一个冰墙 肖香有些不悦 我心里顿时一紧 照着肖香的脾气 我正想挣扎着祖兰 一个飘逸的人影 挡在了前面 笑意盈盈的 水神娘娘您莫生气 赤灵小孩子不懂事 窃提她 给您赔个罪 我头壳一炸 这是全聚齐了 肖香盯着江彩萍的眼神更冷了 不过 竟然没多说什么 以肖香的性格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江彩萍趋翼和顺 表现得十分恭敬 对了 以她那个情商 跟谁都好相处 而她偷偷就跟我眨了眨眼睛 意思是有她在 这里就闹不起来 对了 这周围的陈设 全都焕然一新 搭配得也十分温馨舒适 白火香和肖香 都不可能对这种事有兴趣 估计都是江彩萍网购来的 我心里一阵感动 难怪古代人 都想有个歉 不对 真是痴心妄想 都有肖香了 哪还敢有这种念头 江彩萍也不敢在这里 多给肖香碍眼 拉着赤灵就要走 跌跌累了 小娘给你买糕 没想到赤灵一看冰墙 顿时就高兴了起来 也不张罗着买糕了 一只手就对着冰拨弄了起来 彩虹 彩虹 外面的阳光射进来 正好在冰面上 射出了一道彩虹 她现在 只剩下十岁以下 小女孩的记忆了 肖香看出来 赤灵对彩虹的兴趣 比对我大 也就没再多看赤灵 我松了口气 对江彩萍更感激了 硬是把一场危机 消弭于无形 而且 我这一阵人事不知 她肯定也为我做了很多 于是 我就继续用询问的眼神 看向肖香 那个难对付的是谁 看出了我的疑惑 肖香有些出神 继续了刚才的话题 那两兄弟杀鱼而归 是个比他们更高一头的 我又想起来了 那个造成一切的真凶 也想到了和洛 和洛曾经帮过江城 也许 就是想借刀杀人 利用同样是真龙转世的江城 来解决了他解决不了的我 这样 他的神位 就不会被动摇了 他也许 也对那个警朝国君动过心 但是他动的心 远远比不上自己对权势的野心 难道 就是因为和洛还要利用江城 所以才给天师府下了死命令 不许天师府把江城怎么样 更何况 江城还有那个身份 正想到这里 忽然又有了那种很奇怪的感觉 非常渴 那是一种白爪挠心的感觉 有很强的欲望 却只能压抑 熊熊燃烧 越演越烈 像是胸膛里生生不息的一团火 催着我 杀戮 江彩萍看出来了 柳叶眉一皱 手一抬 就要用燕圣法 给我驱斜器 肖香一抬眼 江彩萍立刻跪下 装成了宫顺的样子 水神娘娘在上 是妾貌似的 其实却偷偷对我吐了吐舌头 肖香没多看她 低声说道 你身上有个东西 三亲老人放在你身上的那个 对了 我离开天师府的时候 容老人确实在我身上 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说是让我保存 也就是从那天之后 我才开始有这种感觉 当时我一直也分辨不清楚 那个感觉 是我自身某种压不住的本能 还是因为什么别的 肖香知道 那是个老朋友的东西 肖香脸上含了一丝笑意 似乎十分怀念 那个老朋友 怎么也打不死 老朋友 打不死 听这这个意思 他打过 他的名字 你听过 肖香一只发凉的手 轻柔地扶过了我的额角 云淡风轻吐出三个字 九尾狐 可这三个字 无异于一道炸雷 那个 大名鼎鼎的九尾狐 随着肖香的手 那种躁动被安抚了下去 我立马就明白过来了 那个九尾狐 曾经参与过上头的某件大事 被牵连贬折 罚到了地上 只怕吃了不少苦头 那个时候 还是大梨子把他给救了 他送给了大梨子一个尾巴 那个普普通通的大梨子 就摇身一变 能称王称霸 把江总的儿子 制裁得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而他另一个尾巴 被林奎获取 林奎也有了那种力量 给江臣帮忙 后来三亲老人抓住了林奎 应该是把林奎的尾巴取了下来 容老人 又送给了我 只是 为什么送给我 他们平白无故 给我这么大的力量 是对我好 还是 但是 我立刻就想明白了 肖像一见我的眼神 就知道我想到了哪里 微微点了点头 没错 容老人的本心 不过是想让你保管 他有特殊的本事 是把九尾狐那条尾巴 封在了你身上 但是对你不会起到任何的影响 但是后来 没错 容先生把那个尾巴 封在了我身上之后 我一开始 是没有任何一样的 可后来 汪丰子来了 而且 不管不顾 就要抓住我 我自然没对汪丰子客气 反手就把他身上的气 用铜器连织 给吸走了一半 而我身上的变化 就是从吸走 汪丰子行气的时候开始的 现在想来 汪丰子身上的气 也许跟容老人的手段相克 就是文先生 武先生之间相克一样 直接把我身上 那条尾巴的风冲开 那个尾巴 才开始影响我的 这乍一看 几乎只是一个意外 但是 我想起来了 乌鸡看到 齐燕和暗地找过汪丰子 这件事 看上去跟齐燕和 没有任何直接关联 可是 这么想来 幕后促成这件事的 其实是齐燕和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记得 他说过 他也是图神使者的一员 但是 跟那两兄弟 并不是一回事 从煞神也看出来了 图神使者 只怕没有看上去那么团结 内部 肯定也有内部的矛盾 那个躁动的感觉被压下去 萧香答道 这个尾巴 你只管留着 将来用得上 说起来 九尾湖被贬折 也是因为那件事 而那件事 似乎 也跟我有关 我到底是谁 而这个时候 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这一瞬 我就愣了一下 能上这里来敲门的 能越过苏寻社的葬 苏寻也猛然站了起来 死死盯着门口 亚巴兰也紧张了起来 猛然一转身 成心合手 还扣在桃树之上 这一下好险没直接摔下来 还好反应快 翻身就挂在了树上 也顾不上骂亚巴兰 伸手习惯性 要拿出凤凰毛 可他伸了一半才想起来 凤凰毛已经断了 李北斗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门外响了起来 你在里面 是不是 杜恒指 我顿时一愣 他怎么会知道这里 你快开门 杜恒指的声音更着急了 你现在 到底怎么样了 他的声音 黄疾之中 甚至夹杂了一丝哭腔 他也知道了我的事情 成心合和亚巴兰一对眼 摇摇头 俗话说 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下可乱了套了 打麻将 还是兜兜地主 一直不爱说话的苏寻 也不知道怎么的 来了一句 这个规模 可以抽屋龟了 我看向了肖香 肖香一开始见到杜恒指 似乎就十分憎恨杜恒指 现在 也没变 他的眼神阴沉了下去 难不成 他要杀了杜恒指 我简直想挣扎起来 让杜恒指快走 可是门应声 自己就开了 杜恒指一秒也没耽误 就闯了进来 第一眼就看到了落地窗后面的我 第1537章 一盏红灯 那是说不出的心疼 他奔着 我就跑了过来 可这一瞬 池子里大龙喷泉里的水 全部炸起 奔着杜恒指就消了过来 我立马就要从老婆儿怀里挣扎出来 可老婆儿知道我的意图 把我抱得更紧了 快躲 想说话 可喉咙跟着了火灌了脓一样 根本说不出来 可杜恒指到底是西川杜家传人 自己也是最年轻的天街 反手一扬 地上的石板拔地而起 挡在了水前面 是一种很高深的风水树 无鬼搬运 当然 比肖香差得远 水瞬间就把石板积了个粉碎 但是他身法很快 抓住了这个机会 已经清洁地挡在了我面前 冷冷地看着肖香 邪神 你把他害成这样 还不够 我一下愣住了 心里也一阵不舒服 其实 我完全能懂杜恒指的角度 在他看来 肖香几百年前暴虐残忍 滥杀无辜 本身就死有余辜 后来被镇压在青龙局 就利用我的四尘龙命为容器 从中脱身 现如今 我几乎送了一条命 还犯了图神令 跟和洛翻脸 出去就是杀身之祸 也全是拜肖香所赐 他觉得 肖香迷惑了我 可是 谁骂肖香 我都受不了 这一下子 真恨不得起来说清楚 可偏偏因为 遇上和洛的后遗症 根本就没法动 肖香脸色猛然一沉 我们就听到周围 咔的一声响 这里所有的水 几乎都凝固住了 他凛冽的声音 带了杀意 贱明 你敢以下犯上 杜恒指抬起头 就坦然盯着肖香 你已经不是神了 而且 我死了 也不让你这个邪神 继续害他 承兴和他们全傻了眼 承兴和第一个 跑过来想拉架 可还没进屋 人就被门口的 神气阵翻 重重地落在了桃树后头 不好了 杜白富美 怕是要报销了 白货香也想说话 可他跟程兴和一样 根本就进不来 完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飘逸的身影 挡在了前面 微笑着说道 水神娘娘 一个活人而已 死不足惜 不过 要是影响了相公 那就不大好了 江彩萍 肖香看了他一眼 江彩萍立刻接着说道 相公现在肉眼凡胎 就是一个活人 这活人讲究什么呢 病理 恨不得娶妻冲喜 带来好运 病才好得快 可病榻前出了人命 大不吉利 一旦这血光之灾 影响了相公运势 伤情拖延不好 甚至 那吃苦受罪的 还是相公啊 反正来日方长 要杀要寡 何必急于一时呢 江彩萍太聪明了 他精准地拿捏出 肖香的软肋只有我 更明白 我轻易不伤人命 何况帮过我的杜横指 他罪不至死 果然 肖香身上的神气散开 冷漠地望着杜横指 那意思像是在说 算你运气好 江彩萍偷偷在肖香 看不到的地方 给我比了个OK的手势 意思是 只要他在这里 一切不用我费心熬神 我一阵感动 等好了 一定多谢他 杜横指并不傻 他也知道见好就收 立刻到了我身边 满眼的心疼 北斗 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 你就是不听 我想摇摇头表示 不是这么回事 可在杜横指眼里 成了另一个意思 你也后悔 不搭姐 你知道后悔 就来得及的 我会找我姑奶奶 找三亲老人 找剩下的十二天街 还有图神使者 你知道 只要你肯答应 再也不去真龙学 剩下的事情 图神使者可以帮你 到时候 肖香浑身 再次犯出了一股寒意 而江彩萍 立刻拉了杜横指一把 杜家小姐 你是来看望相公的吧 看完完了 就快快回去 现如今这个世道 风声鹤唳的 给人知道 你跟相公有这个关系 那影响不大好 杜横指抬起头 坦率地说道 有什么影响 谁不知道 我是他未婚妻 我不管天师傅怎么看 我就管 他好不好 我心里一震 古人说的没错 最难销售美人恩 说出这话的前辈 不知道 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触 屋子里的温度 十分明显地降了下去 因为肖香的神气 冷 江彩萍立刻说道 哎呀 对了 我听二姐说 屋子里点上药香 对相公有好处 我们正在摘香烟 人手不够 杜小姐也来打把手 就太好了 是不是 二姐 白货香刚反应过来 啊 是 但他脸疼一下就红了 谁是二姐 杜恒香 听明白 我需要什么香烟 也确实看出来 我现在身体脆弱 连碰都不能碰 就轻声说道 我去给你包 你好好躺着 等着我 我也盯着白货香 就一个诉求 我想说话 白货香却故意躲开我的视线 并不想看我 转身就带着杜恒香 去院子里了 这个时候 一个人影也跟进来了 乌鸡 后来我才知道 杜恒香是怎么找来的 原来 要修复我的身体 就需要老婆娥 白货香找了乌鸡 领路静天师府 管黄二白要老婆娥的简 乌鸡自从在燕圣门 被白货香救过 就对白货香一片痴心 突然被白货香找 激动得几乎忘了自己是人是猴 立刻就带他偷偷进了天师府 乌鸡毕竟是我挂名的徒弟 知道我伤成这样 又被徒神令追杀 也不放心 就护送白货香回来 也看了看我 这几天天天都来 说是为了照顾我 其实按了什么心 他自己知道 而杜恒只听说了我的事 心急如焚 可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 想起乌鸡跟我的关系 就坚定不移地丁乌鸡的烧 这天就丁成功了 这乌鸡真是个搂子成精 乌鸡一看白货香洗药 就跑过去说 女人不能多碰水 她来 转身白货香去切药 她又怕白货香切着手 再次一把夺过 这殷勤现得 上蹿下跳 不得安生 我看她就来气 程兴和也看出来了 给了她一脚 你不是来看你师父的吗 你师父在里头呢 好不容易醒了 也不知道问一句 不笑的玩意儿 死了 把你插油锅里炸酥了 乌鸡一听我醒了 这才来了精神 不过显然她有点怕消香 近来也是 小心翼翼 露出个跟外表不符合的猥琐 靠近了 她一看我真的睁开眼 就开始哭天抹泪 师父 您老人家可一定挺住 您走了 徒弟怎么办 不过师父放心 真有什么事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扛翻摔盆的事我包了 去你大爷的 我还没死呢 你他娘就要冲孝子 我太想说话了 忽然开始同情哑巴 一辈子说不出话 简直要憋死 乌鸡一拍脑袋 师父 你是不是躺着很无聊 徒弟跟你讲讲 外头的新鲜事吧 最近 外头闹了的大新闻 是关于鱼的 鱼 乌鸡接着说道 这附近不是有 浮寿河和电场河吗 也不知道为什么 出来了好多鱼 那些鱼嘻嘻嚷嚷浮出水面 别提多奇怪了 看见人也不跑 就被人一网子一网子捞走 有人说是要闹地震 可也没有地震的其他前兆 还有人说 胡神嫁女儿 请大家吃喜 几百年前就有过一次 这个时候 萧香却忽然开了口 那些鱼群附近 有没有特别的东西 比如 灯 乌鸡一愣 没想到萧香能开口跟他说话 不由有点受宠若惊 水 水神娘娘明见 鱼群出现的地方 到了晚上 确实是有一盏红灯 萧香微微皱了皱眉头 我就看向了萧香 红灯 当初水叶叉来吃贡品 也是一一盏红灯为信号 难不成 跟我猜的一样 萧香缓缓说道 他们是来找我的 第1538章 奇人之苦 我一下就明白了 那些是萧香的旧部 之前我用水神信物就过不守 现如今 更多希望萧香回归的 也全来了 想帮助萧香 重夺水神之位 这可是明目张胆的 对河洛造反 萧香如果不跟他们见面 他们八成全得被河洛发掘 而且残害 萧香吸了口气 深不见底的眼睛盯着我 声音是指对我才会有的柔和 我去见见他们 你在这里等着我 很快就回来 我想答应 就眨了眨眼睛 萧香微微一笑 一只手摸在了我的额角上 南南说道 偶尔想想 你这样也很好 再也不用担心 担心 担心我去干什么 一动不动 老老实实 就从头到尾 都是属于他的了 我心里猛然一阵 乌鸡浑身一个机灵 显然被这话下的毛骨悚然 萧香转瞬微笑 飘带一摆 消失了 他这一走 屋里气温瞬间回升 大家不约而同 都松了口气 诚心和索性 直接坐在了草地上揉脖子 好像卸下了一个无形的枷锁 妈爷 主神就是主神 他在这我大气 都不敢喘 你他娘刚才摘桃 不是摘得挺欢食的吗 哑巴兰也点了点头 我也是 说都不敢多话了 你给我把舌头捋直了 杜恒指回过头 看萧香走了 咬了咬牙 显然也对萧香十分不满 立刻过来 北斗 你现在就跟我走 江彩萍立刻拦住了他 四妹妹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相公这个样子 出去能落什么好 天打雷劈 烹煮煎炸 都在外面等着他呢 我知道你家家是好 可也是肉眼凡胎 但跟相公为敌的 不是肉眼凡胎能对付的了的 杜恒指一开始没明白 四妹妹是什么意思 但是后面的话 比这三个字要紧得多 他竟然也没顾得上质疑 只皱起了眉头 显然也在思索 确实是这么回事 图神使者的图神令 已经下了 我就是个通缉犯 出去叫被图 江彩萍叹了口气 白货香手上的刀 迟滞了一下 一直不肯回头 拼了命的切药 像是试图拿当当当的声音 遮掩些什么 乌鸡过去抢刀 被一针弹开 还挺陶醉 低声问苏询 这真是白货香 第一次送她的东西 算不算定情信物 信你大眼 苏询没搭理她 把墙皮上的青苔 都抠下来了 发现古法砖 原来是混凝土的 大为失望 只有赤灵盯着 冰墙上的彩虹 一直在咯咯地笑 不过萧香离开之后 冰墙消失 看不到彩虹 她哭了 在这哭声里 屋里屋外的人 各怀心事 我知道 他们都畏惧萧香 但是 她毕竟曾经是个 能号令三界的主神 平易近人 或者跟其他人分享我 她绝对做不到 除了心里有我 似乎 她心里没有过其他人 她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谁也没办法 随着意志苏醒 身体也开始逐渐恢复 后来我才听白货香说起 当时我的身体状况 几乎像是一个摔在地上 但是没裂的西瓜一样 因为龙铃的缘故 外面是好好的 但是里面跟西瓜一样 全酥了 哪个肉眼凡胎 能挡得住主神和落 不 哪怕头顶上的 也没几个能挡得住的 我能生还 全靠着那些奇怪的行器 和龙铃 警朝国君 他到底 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要说他荒淫无度 渴水天王 阿四对他忠心耿耿 要说他贤明 他做的事 却一个比一个难理解 就好像 警朝国君有两个一样 江彩萍这会儿走过来看护我 忽然高兴 二姐 你来看看 老婆儿的丝开始变硬了 老婆儿的丝 一旦变硬 那就说明 我的身体 马上就要制造完成了 江彩萍 一看到他 我忽然想起了江彩萍来 这对双胞胎 也是相爱相杀 想到了这里 我忽然浑身一震 是啊 警朝国君 会不会 真的有两个 白货香眼里也有了光 立刻过来看 也跟着高兴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 老婆儿似乎也完成了使命 张口就要咬下来 老婆儿制造人 其实就跟养猪一样 把小猪养大 到了过年就杀 是给自己发展畜牧业呢 但是那口气还没张开 脑袋硬声而落 白货香杀起东西来 其实也干脆利落 老婆儿的脑袋 滚落到了地上 咕噜噜转了好几个圈 口气还是大张着的 像是在不甘地呐喊 饭是我做熟的 凭什么不给我吃 这问题 也只能去问阎王爷了 白货香把老婆儿的 蚕丝处理干净 再次给我敷上了一层药 一方面是滋养身体 促进尽快恢复正常的 一方面 这药干了之后 跟精力欲依似的 能结成一层硬草 也能保护现在脆弱的身体 这东西 别人帮不上忙 她光洁的额头上 一层细密的汗 辛苦了 这个时候 我听见自己 发出了油丝一样的声音 白货香一愣 眼里欣喜大盛 可还是板着脸呵斥道 不想哑巴 就别出声 但是转过了脸 她迅速擦了擦眼泪 像是怕让人看到 江彩萍已经看到了 附在我耳边 低声说道 这几天 可把二姐给吓坏了 原来 我这种身体 对和洛发号施令 根本承受不住 喉咙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无异于被岩浆给灌过 而且 这种伤类似于天前 哪怕老婆 而都无法制造 白货香第一次无法确定 自己能不能把我的喉咙治好 我会不会 成为一辈子的哑巴 她没了平时过头虎称的自信 关心则乱 还好 江彩萍洋洋得意地说道 横竖妾一点都不担心 妾就知道 既然是妾的相公 那必定逢凶化吉 吉人自有天相 程兴和也松了口气 心情一轻松 口舌迅速恢复到了往日的顺滑 吉人 我看 是奇人才对 七星这个奇人之福啊 比传说里的奇人还厉害 那个奇人 一期一切 他这个可倒好 哎 动仔说得对 人家下雨天没事 打孩子姐们 他下雨天 可以组织一群老婆抽乌龟 抽你大爷的乌龟 我想骂他 但是怕真的哑巴了别一辈子 只好暂时忍住 奇人之福 奇人之苦也差不多 这会儿 外面飞过了一只蝴蝶 赤灵看见蝴蝶 奔着蝴蝶就追过去了 又格格笑了起来 气氛瞬间就变好了 大家脸上都重新有了笑意 风吹过 已经微微变凉 有些秋风送爽的意思了 哎 说起抽乌龟来 里面是不是有扑克牌 成星河开始挑头 那怎么没有 江彩平达到 怕相公闷 麻将 头子 排酒 且全被吓了 一样囤了几套 打几年不成问题 那赶紧拿出来 抽几个乌龟 给七星庆祝庆祝 你搞笑呢 这他娘叫什么庆祝 江彩平一个爱好是搞家政 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招待客人 飘然一转 扑克和啤酒都出现了 成星河第一个抓牌 赶紧着 谁输了 谁学狗叫 哑巴蓝蓝蓝地说道 那狗 叫谁能比得上你本色出眼 你找死呢 差不多得了 苏寻习惯性 开始拉偏价 杜恒指 看他们在病床前这么闹 一开始不太高兴 怕饶了我休息 但这帮人的笑 跟麻风病一样 有传染性 杜恒指在后面看了看 也跟着笑了 他走到了我旁边坐下 盯着他们玩牌 微微一笑 真好 是啊 真好 再次睡过去 这下安稳踏实 连个梦也没做 醒过来 天已经黑了 可他们的吵闹没变 还叽叽喳喳地 成星河说 哑巴蓝耍赖 哑巴蓝说 成星河玩不起 两个人互谈脑瓜崩 白货香继续熬药 杜恒指打下手 江彩平没在 但是厨房里 飘出了一阵一阵的香气 药香和食物香气的双重作用下 我也觉得 嗓子舒服多了 赤灵再玩一个小球 小球滚到了门口 他追到了门口 这个时候 门忽然开了 一个身影飘然而入 这一下 大家回头 捏住了牌 气氛顿时跟冻住了一样 萧香回来了 赤灵正撞到了萧香身上 抬起头 身体也是一僵 哪怕是小孩 也会有本能的恐惧 可萧香对着赤灵 伸出了一只完美无瑕的手 我心里一紧 可赤灵看见了萧香手里的东西 忽然欢呼雀怨 萧香手里的 是一包十分精致的糕点 赤灵要求我给他买的 他最喜欢的赤云豆 莲蓉酥 绿豆千层饼 我心里一动 他 竟然记住了 赤灵拿过来 高高兴兴 谢谢阿娘 萧香微微一笑 没有答话 接着 穿过院子 没看院子里的其他人 将彩瓶知道他回来 赶紧从厨房出来 照着古代的妾室一样 做了个礼 萧香摆了摆手 不用多礼的意思 杜恒只咬了咬牙 跟萧香显然是互相看不顺眼 站起来还想说话 却被程兴河给拉下来了 杜白赋美 见好就收吧 你可千万别闹幺蛾子了 而萧香坐下 摸了摸我的鹅脚 低声说道 这次出去 听到了一些奇怪的事 我说给你听 第1539章 和中火沙两更合并 奇怪的事 我的舅部署说 这一阵子 有人在西摇河附近 挖走了大量的火沙 西摇河 对 这个地方是火沙的唯一产地 火沙用在风水上 大力西方 西方更新经 挂主队 骑向白虎 精神也 也就是白虎卫 白虎卫部火沙局 利于避邪 狼灾 骑风等 但白虎也有凶神之称 是双刃剑 比起从白虎卫上 用火沙射险 能替换的其他风水局太多了 所以 火沙不是很常见的风水物 唯独对白虎局有用 我记得 上次破白虎局的七苦塔 地宫不是破了吗 地宫下面的地基 全是火沙 大量挖走火沙 我心里一沉 答案呼之欲出 就一个原因 有人 想重修四项局 是谁 肖香知道我猜出来了 接着说道 我已经让那些就部署去查了 有这种可能的人选 并不多 应该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谁有这个洞结 天师府 天师府里 汪丰子为首 他们不管四项局牵涉了什么前因后果 只认定四项局破了 就会天下大乱 四项局不破 才会四海平安 图神使者 图神使者 为了不让我竞争龙穴 宁愿给我开出 不再追杀萧香 还有让诚心和他们 得到保全的优厚条件 也不想四项局处变动 和洛 和洛未居能出口赤锋他的我 修不好了四项局 也许我就永远不知道 我跟那个警朝国君有什么关系 真正能赤锋他的人 也就永远不会醒来 江家 他们休养生息 已经靠着敌老头子渡过难关 一心一意 想让四项局存在并且一主 让江城成为真龙转世 也或者 是隐藏在暗处 我根本不知道的人 无论如何 他们要开始补局了 如果趁着局没有破 把四项局重新补上 那我们这一切就白干了 而之前的政务 比如青龙局的萧香 是不是也会又被抓回去 重新镇住的危险 这个信号是 对方一开始还指望 杀了我 或者劝响我 避免我进真龙悬 可事情失败 现在 他们决定消灭我这个 唯一破局人 再亲自补局 彻底闹崩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玄武局还是非破不可 不破 成斗就完了 那 我勉强发出了声音 咱们 只有破局 萧香才会安全 之前的真相 才能找到 萧香一听 我能发出声音 眼里也闪过了喜悦 点了点头 我知道 你想去 只是 对了 萧香自己作为 四项局的政务之一 一旦进入其他局 就好像 我们摆阵的时候 政务错乱 那整个局的效果 也会错乱一样 没人能预料得出 这个局会发生什么事 是十分危险的 他进不去 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 你等着我 萧香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外面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程兴和他们 都在捏手捏脚地收拾牌具 萧香来了 他们玩不下去了 很快就做鸟收散 汇集到了厨房里 去吃江彩瓶做的饭了 厨房虽然不大 可是暖黄的灯光射下来 欢声笑语跟烟火器 一起扩散了出来 跟我们这里比 简直像是另一个事件 萧香抬起眼扫了一下 淡淡地说道 他们怕我 我手上的药凝结了 暂时能保护脆弱的皮肤 就握住了他的手 他们 只是不知道你 可是 我知道 萧香看向了我 其实 我都明白 之所以赤灵一来 他反手一个冰墙 也不过是因为 老婆额制造身体的时候 是不能被任何人触碰的 他怕赤灵还子一样 没心没肺 会不小心碰到我 杜恒指就更别提了 他一开始就讨厌杜恒指 为了我多看杜恒指一眼 乾隆指几乎要腾断 他一开始就让我答应他 永远不要再见杜恒指 现在猜猜 也猜出来了 也许 真的跟杜大先生说的一样 我和杜恒指的心鬼 有所重合 果然 萧香抿了名嘴 别人倒是算了 我最恨那个杜恒指 为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 美如浩瀚星空的眼睛 终于坦率了下来 他跟你 有命中注定的缘分 我亲眼看见的 但是 我讨厌那个缘分 命中注定 我心里一震 难不成 杜大先生说的是真的 是啊 杜大先生的战心 从来没错过 不过 我不管什么命中注定 我嗓子挤出几个字来 我只要我自己认定 萧香眼神一鸣 你 你不觉得我 你肯为了我提前 从乾隆指出来 接受灰飞烟灭的天罚 你肯为了我 给江城下跪 我难道没看到吗 他并不是表面上 那么冰冷 他的性格 绝不会虚情假意 肯给赤灵带来 欣欣念念的高 就足够说明了 厨房里再次一阵欢笑 他侧头 忽然说道 不知道怎么去对别人好 他眼里露出了一丝寂寥 因为他的身份 并不需要对别人好 他是能对三界 发号施令的主神 多少条命的生杀 只在他一念之间 他为了我 已经做得够多的了 我对他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很快就好了 到时候 我陪你 去找最后的小欢 萧香却摇摇头 眼神一灵 如同滚过了一团风雪 那个愁 我自己抱 还有就是 他轻轻抚过了我的额角 声音有些欠然 你现在更重要的是 把身体养好 去做你想做的事 而我有些要紧事 要先处理 要紧事 萧香点了点头 原来 自从他在须弥川 冻住了千里河川 所有水族 都知道他回来了 许多受过他恩惠的水族 偷偷从河洛管辖的水域奔逃 来投奔他 还有一些管理湖泊河川 类似水飞神那一类 分管地方水域的神灵 也愿意重新回到他麾下 帮他夺回水神的位置 河洛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大为震怒 已经下了死命令 哪个水域神 或者水族敢叛乱 杀无赦 那些自投罗网的鱼 其实不是自己想上人的餐桌 而是一些想投奔萧香的 被河洛处罚成了那样 乌鸡还说什么狐神嫁女 那些鱼里 可能就有一些曾经的狐神 那些鱼 是被河洛惩罚 故意在萧香附近出现 对萧香示威 是啊 他再不回去主持那些 投奔他而来的力量 寻回最后的小环 那救部就要被河洛屠杀殆尽 以井效尤 作为水神 不拯救罹难的救部 算什么水神呢 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 我高兴不起来 才刚回来 又要分别 而且 他的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 孤身在这个时候出去 我并不放心 可我知道 他 并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还属于万千水族 上百河川 萧香一笑 我有很多帮手 你只管放心 哪怕分离 时间也绝不会长 真要是这样 那就好了 萧香低下头 浅浅稳在了鹅脚上 心像是被捏住了 几乎漏条一拍 好好等我 说话算数 他滴滴地说道 隔一天一夜 我就回来一次 面前一阵寒气扩散开 并不冷 只觉得非常凉爽 他的身影 消融在了夜色之中 一天一夜 听上去并不长 可是 什么时候能过去 那什么 这个时候 江彩萍忽然探出了头来 水神娘娘 咦 江彩萍一愣 水神娘娘呢 就当是回娘家了吧 我只好说到 很快就回来了 江彩萍择了一声 怪可惜的 相公不知道 这一阵子 就因为二姐说 相公身体不能有一丝一毫闪失 水神娘娘眼睛都不眨 一只手在相公身边 哪怕一只苍蝇一个蚊子 也不能靠过来 着实辛苦 二姐也看出 水神娘娘没有供奉 相公一好 亲自用香木香花 做了东海祭司 惯常用的穷花供香 还想请水神娘娘品鉴呢 怎么偏走了 一天一夜就回来了 我喘了口气 忽然闻到了一丝桂花的香起来 我们这里也能养桂花 但是到了八月才会开 近八月了 卧槽 我立马问江彩萍 现在几月几号了 农历 江彩萍一愣 八月初七 我的心猛然揪了一下 立马挣扎着要起来 江彩萍立刻上来护住我 相公 你疯了 你不知道你的身体 我妈跟我约定见面的日子 就是八月初七 之前一直觉得 还早 还早 谁知道 去了一趟须迷川 一觉醒来 日子几乎要过了 我妈 是不是还在约定的地方 等着我呢 我继续要挣扎 我有要紧事 天塌下来 你都不能动 江彩萍来了气 只听哗啦一声 空气似乎震战了一下 我就动不了了 转脸一看 虽然没有任何触碰 可四肢就跟钉子 钉在了床板上一样 根本就动弹不得 你松开我 可江彩萍 已经跪在了地上 开始一下一下地 打自己的脸 妾大逆不道 违抗相公 不守福刚 不死也伤 他并不是做做样子 一巴掌下去 他身上的阴气 就潜一分 在他看来 做妾的不听相公的话 简直跟顶天的死罪一样 可他不得不违抗 也是为了我 我的心顿时一疼 我是在为难他 别打 我立刻说道 你要是真的听我的话 不虚打 江彩萍的手悬在了半空 可刚才那个动静不小 阴灵气一炸 把程兴和他们 全给炸出来了 卧槽 出什么事了 触目所及 他们看见江彩萍 跪着认罚 当时程兴和就不干了 七星 你干别的 我不说你 你要打江彩萍 咱们这父子没法做了 你良心让金毛吃了 金毛这个时候 拖着个家板 也一瘸一拐出来了 嘴里叼着个鸡腿 一听这话 鸡腿一甩 就要跟程兴和比划比划 意思是 让你吃了 我跟看见救星一样 立马说道 被车 我得去见我妈 她 会在那等我多久 月亮已经老高了 难不成 半宿了 程兴和一愣 这才知道我什么意思 但白霍香立刻说道 那也不行 你身体刚被老婆 讹之造好 身体一动 就全完了 那也不行 我必须得 我妈见不到我 会不会很失望 她等了那么久 你别着急 杜恒只立刻过来了 你跟咱妈在哪里约定的 我去 正好 她脸一红 跟她见一面 白霍香脸色有点不大好看 但还是说道 反正 礼杯抖不去就行 你要是现在动 我跟你拼命 乌鸡别提多精神了 白医生说得对 师傅 你不能对不起白医生 这么长时间的辛苦 这就多少有些不知好歹了 我看真正不知好歹的是你 程兴和也说道 你好好想想 就你现在出去 你落地成河 让你妈直接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心里一震 是啊 外面想杀我的 不知道多少 江彩萍也第一次 露出了那么悲伤的表情 如果还活着 也许她已经流下眼泪了 相公出世 妾倒是正好 跟相公双宿双飞 可是 妾还是愿意 相公活着 我知道 我都知道 看来 请杜恒只代劳 是唯一的选择了 杜恒只对着镜子照了半天 脸色红扑扑的 这才去了 这一等 更是心急如焚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杜恒只才回来 但是一看她的表情 我心里就是一尘 她眉毛有几个逆声 是横生枝节的意思 主视情不顺利 肯定没见到 果然 杜恒只摇摇头 咱妈他 等了一天 我去的时候 刚看见一辆车开走 没追上 我一阵失望 好不容易才到了这一天 为什么 这么不顺利 可杜恒只接着给我拿了一个东西 这是在井口压着的 我带回来了 展开到了面前一看 我也一愣 是非常娟秀的笔记 一看到了那个笔记 我就想起了 那把雪落红霉的伞 精致 秀丽 不识人间烟火 北斗乌尔 你长大了 长得很好 妈要谢谢你三舅老爷 生了你 却未曾养你 你一定很恨妈吧 妈一辈子 不曾对谁亏欠 唯独欠你 妈想起来这件事情 也恨自己 妈当年丢下你 实在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盼望能见一面 跟你肃清忠肠 当年被迫丢下你 是因为一件牵扯极大的大秘密 如今妈遇上了一件灾祸 命不久矣 最大的愿望 就是找到你 亲眼看看你 把一切真相告诉你 不求你原谅 只求个心安 若是能看见信 下个月同一天 我还会再来这里等你 母 李淑云子 我一阵心疼 我妈以为我不去 是我恨她 而且 灾祸 她还是碰上了凤凰断翅了 要是我在她身边就好了 哪怕把那个灾祸 转移到我自己身上 我也不想让她受罪 她心里有我 她心里 果然有我 杜恒只安慰道 不过 好事多磨 一个月的时间并不算太长 三十天后 就能见到咱妈了 程兴和也说道 没错 你比我强 我要想见我妈 也只能 等我生日之后了 今天八月初七 她的生日 已经不足十天了 破天荒的 这次没人能笑出声来 是啊 不足十天了 我们必须去玄武局了 我出了口气 咱们准备准备 我身体硬食一些 就去玄武局 给成狗续命 成兴和一愣 可是 要是为了我 要是为了她 大家都死在玄武局里 我这辈子 就都见不到我妈了 我答道 真要是这样 我认了 第1540章 三只眼睛 这是一早就做好的决定 没什么说的 走到今天 我其实是不太性命的 不过 真要是遇上了 什么改变不了的事 我也能认 是跟计划不太一样 原本觉得 怎么也得见了我妈一面 踏踏实实进玄武局 死之前 至少知道我是谁生的 哪里来的 上了妄想台 记得自己是个 什么极观的鬼 有些失望 但也没什么 只要活着 一切都还有希望 一切都还有转机 不是吗 成兴和没多说 她不想死 可她再不想死 也险些 替我死了好多回 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可有些事情比活着重要 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空气一片安静 大家大眼瞪小眼 仿佛在参加一场持久不眨眼的比赛 我乐了一下 时间刚刚好 我也醒了 咱们提前准备准备 老婆额制造的身体 七天才能正常 几乎是踩着点 够让我竞选舞局 有了目标 别的就不用多想了 奔着目标 靠近就是了 雅巴兰忽然失信大发 我哥说得对 既然选择远方 就只顾风雨兼程 我也去 我新衣服都下单了 回来就穿 四项局真的破了 他的阴阳身也可以报销了 玄武局很像是一个关口 只要越过 我们的人生 也许都会到达另一个阶段 这就挺好 人生就是这样 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过 不知不觉就到了尽头了 呸 我打住了这个想法 临行之前 不说丧话 不过 临走之前 我还是想上商店街去看看 自从入行 老头就成了留守老人 俗话说 养儿防老 可老头把我拉扯大 不管怎么阻拦 最后还是要为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可能 而担惊受怕 白货香也没多说 这件事情 我们心里都有准备 谁也不用拦着谁 他默默给我上药 说 你睡吧 再醒过来 就能穿衣服了 我这才想起来 这一阵子 他是怎么治疗我的 耳朵有点发热 不过对医生来说 大家都是肉裹骨头 没啥可修 床头 有个小香薰机 扑面是药草的香气 一闪一闪 还能换着颜色发光 肯定是江彩瓶给我买的 在变幻的灯光里 我觉得脑子也跟身体一样 急需恢复 也就睡着了 因为恢复了很多 这一闭眼 做的是个十分鲜明的梦 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集市 人可真不少 有卖油炸糕的 有卖酥烧饼的 还有卖藤边篮子的 跟小时候老头领着我 上镇上感激一样 空气是错综复杂的香气 童年的味道 正要买点什么尝尝 可集市上的人 都看向了一个位置 打起来了 又打 又打 瞧瞧去 好几个人围着一个人 那个人护着头 只缝下露出了一头白发 打老人 有点人性没有 我推开那些人 把挨打的白发老人扶起来 白发老人还是抱着头 不松开 我安抚说 没事了 可他忽然发出了一个 很奇异的声音 你来了 什么意思 你认识我 他松开手 抬起头看着我 我瞬间一愣 这个白发老人脸上 有三只眼睛 猛地睁开眼 听到外面鸟语一片 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 让人精神一震 这是一种难得的舒服 觉得出来 我的精神已经好多了 果然 侧脸一看自己的手 跟护肤品广告里 说的一样 吹弹可破 几乎跟婴儿一样 是半透明的 不过指甲轻轻一滑 已经滑不透了 我这才松了口气 白货香说得没错 能穿衣服了 不过 我想起来了 刚才那个预知梦 三只眼睛 二郎真君 才有三只眼睛呢 可二郎真君 不会是个冒蝶老头 更不会在闹市上被人打 这一趟玄武局的旅程 我会遇上这个老头 稍微一动 绝出被子被压了 一侧脸 看见白货香在另一侧 趴在被子边缘睡着了 他的睫毛厚重地盖了下来 跟平时看上去 大不一样 冥密安静地 几乎像是个孩子 他头是歪着的 一看就累得慌 人根散了架似的 唯独他手里 还紧紧攥着一把药草 相公大好了 江彩平的声音 也忽然响了起来 妾伺候穿衣 说着 拿了还好几件新衣服来 我连忙说自己穿 他一听 脸色就挂下来了 我立马想起来了 在旧社会 做一家之主的 不让妾伺候 那就是要休气的意思 这都什么封建糟粕 都跟你说了 你的主人是你自己 那我自己命令自己 给相公做妾 好家伙 诡辩运用还挺好 为了避免麻烦 我只好乖乖伸出了手 说是古代人 可眼光还真好 把我识度得十分阳气 镜子后面 看见他眉眼弯弯 笑得特别开心 似乎对我极为满意 能给相公做妾 妾真幸福 什么时候看他 他都一副欢欣喜悦的样子 感染得人人 跟他一样心情好 总保持一个好心情 其实很难 他怎么做到的 动静一起 白货香也动了一下 江彩平赶紧压低了声音 相公轻声 二姐姐为了让相公 尽快恢复 看了一夜的药草 非要亲力亲为 这几天没怎么合眼 这谁扛得住 我轻轻帮他调整了个 舒服点的姿势 把被子给他盖上了 现在还早 除了不睡觉的江彩平 所有人都睡得很香 我盯着大门 寻色起来 现如今 那么多人找我 我怎么出去 不过再一私存 想起来了 就把耗子尾巴捏出来了 灰白仓 许久不见的灰白仓 猛然从地上钻了出来 对着四周围一看 好吗 水深夜夜 您这一阵子 原来是躲这里来了 外头可乱了大套了 我知道 你跟我说说 都怎么乱的 先说附近的河川吧 那家伙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天天跟开了锅一样 水深娘娘这一回来 好吗 河洛坐不住了 水里的自乡残杀 死了不少 而且 还有一些很怪的东西 聚集在了水深爷爷的 跪宅附近 都想把水深爷爷给抓住 太他妈吓人了 你带我去商店接一趟 行啊 灰白仓一愣 不是 您想不开 大可以上吊喝药 何必深薄让人砍呢 屁话 我上吊喝药干什么 我把来意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你要是帮不上 我找别人了 灰白仓一开始 还有点犹疑 可一听我这话不乐意了 您说 谁帮不上 可这县城您打听打听 有我灰白仓烫 不出来的路 得脸 您瞧好吧 跟我来 咱走鹰鹿 所谓的鹰鹿 就是加勾小道 外面看不出来的 带上了水母皮 我就跟着灰白仓 从鹰鹿上走 江彩平放心不下 也跟来了 别说 现在这一看 县城暗流汹涌 隔三差五 路边就有图神使者 附近的河川就更别提了 几个人正在福寿河旁边死命捞鱼 你说 今年这鱼也怪了 捞不完了 捞不完没什么 可这淡水里 怎么出来了七宝屯了 七宝屯是一种很鲜美的海鱼 店里卖得很贵 今年年头就不对 且捞且珍惜吧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很快 到了商店街 生我养我的地方 现如今 只能偷偷摸摸地来 果然 整条街上 都是普通人看不到的守卫 死死盯着门帘 我好大的面子 我还注意到了 奇怪 现在快八月十五 正式做买卖的旺杰 商店街上的门帘 怎么竟然关了个七七八八 没关门的 店主也换了人 就连高亚葱的店 也没开 都干嘛去了 刚要进门帘 一只手忽然就抓住了我 我还以为是挥摆舱 可以抬头 挥摆舱在前头呢 心里顿时就是一阵 被发现了 第1541章 手上憋筋 一个声音跟雨一样 响了起来 脚底下 高老师 我往下一看 心底大骂 那帮孙子鸡贼 门帘的门槛前面 铺着一层十分轻薄的香灰 我要是一脚踏上去 哪怕身上披着水母皮 也得当场被人发现 脚印子会印上去 大意了 我想谢谢高老师 不过转面一想 微微一愣 我穿着水母皮呢 高老师又是怎么看出 我来的 高老师的声音更低了 几乎只剩下唇雨 上我呢 他手里攥着个大条肘 身子遮住了我 一边哗啦 一边唱 各是浪愿先拍 一个是美欲无瑕 呀呼嘿 表面是扫地的样子 其实把我的脚印子 全清理干净了 我进了高老师药店之前 看见门前的窗帘 还是拉着的 不知道老头怎么样了 这一阵子 秀女他们那些厌圣门的 一直在替我照顾老头 进了高老师的殿堂 高老师慢慢悠悠一副 很自然的样子进来 关上了门 脸色立刻就变了 准确无误地 透过水母皮盯着我 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还敢回来 江彩平微微一笑 恶作巨似地说道 脸变得这样快 相公这位长辈 难不成 学过穿剧 我把水母皮接下来 看老头一眼 你能看穿水母皮 高老师往自己 挽起袖子的胳膊上 一歪下巴 我一个卖也要的 没点眼力 靠什么吃饭 高老师臂弯内侧 有一个十字伤疤 像是划开之后 缝合过 没人会没事干 披自己胳膊玩 高老师皮下 埋了什么东西 不过他也没有细题的意思 低声说道 胡闹 你要上玄武局 是不是 不愧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我点了点头 高老师沉默半赏 不去行不行 其实他问这句话的时候 就没抱着什么希望 好像上菜市场还价 有早没早 也得打一杆子 我摇摇头 我不去 我朋友活不了 不 这只是我一开始的目的 现如今 牵扯已经太大了 我想知道的事情 也更多了 高老师一点没意外 吐了口气 缓缓说道 而大不由娘 谁也没辙 他抬起头 也像是彻底死了心 那你去吧 老头我给你照顾 再怎么说 我能活得比他长 养老送中 不是问题 我鼻子忽然一酸 以前 高老师还开玩笑 说我们是老中青 三代光棍 我要是死在外面 老头有人养老送中 高老师自己呢 我盯着他 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回来 高老师摸了摸我脑袋 忽然有些失神 都这么大了 那一年你来 还跟那小猫似的 知不知道你生下来多少斤 五斤半 高老师第一次跟我讲 我小时候的事 以前 他对这些 一直惠莫如深 我顿时一愣 后知后觉 您认识我妈 高老师坐在了椅子上 拿起保温杯往嘴里灌水 这才发现 保温杯早就空了 这才说到 我见过 别提你妈的事了 时间太久了 我记不清了 我抬起头 高老师 是不是也去过四项局 高老师手一颤 仿佛被唠了一下 但他很快就把手 给撤下来了 我不是 你当初被抓进银河大院 是不是 也是因为四项局 高老师呼吸一致 接着就笑了 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你小子 他娘的知道的真不少 是啊 当年是有人请过我 高老师又往胳膊上一指 我忽然就明白 他胳膊上的是什么了 憋惊 就跟有些棒壳有珍珠 有些灵物有内丹一样 少数得到的归类 身体里会有一种质保 叫憋惊 憋惊的模样 像是一个能四处奔跑的小人 这种小人 见光则死 要想利用 就要人血来养 唯一方法 就是划开自己的皮肉 把憋惊跟种花一样种 在血肉里 缝合上 身上有憋惊的人 能看到一切宝物 哪怕如第三尺 对有憋惊的人来说 也近在眼前 分毫不差 他就是因为这个能耐 被撒金铁邀请的四项局有什么 大量珍贵的证物 一方面 风水先生能靠着观形 望起来寻找 但是有的时候 到了眼前 也会因为藏等错失 要是身上带着憋惊的 就不一样了 通过宝器 就能精准地找到目的地 难怪 那您 别再提了 高老师的手一抖 几乎是一声吼 他脸部肌肉 不受控制似地抖动了起来 似乎陷入到了某种 十分恐惧的回忆里 我心里一震 哪怕 上次他回忆起了银河大院 都没露出过这种表情 我第一次 见高老师 用这种口气说话 但他飞快地捋了自己的脸一下 尽量让表情自然点 你别多想 我为了那件事 吃了太大的苦头 我们一行人 都在了这辈子 最大的跟头 是啊 进四项局的 一个都没能跑的了 四项局 不是普通人能沾的东西 高老师叹了口气 那里头 有怪物 九龙台观里 那个东西 但凡进去的 全会得到报应 我年轻的时候也不信 可后来 我是不想 你去不厚尘 这句话 说得诚恳之极 我心里一动 我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可也许 这就是我的命 高老师叹了口气 也知道 我是非去不可 索性达到 该说的 我也都说了 我知道 拦不住你 既然拦不住你 我就给你个东西 但愿 能帮上你的忙 高老师从怀里 掏出了一个发黄的纸卷 一看就贴身放着 不知道多长时间了 哪来的 验圣门门主那 跟真龙学钥匙 一起被四相会拿走的 我心里一震 门主的东西 原来 当初四相会 从受伤的门主手里 抢到了开启 真龙学的钥匙 这个纸 是跟那东西 搁在一起的 但看上去 就是一张白纸 谁也不晓得 这东西到底什么来历 由一个先生保管了 后来 那个先生尸首被找到了 从他身上拿下来的 辗转到了高老师手里 江彩平一听 跟验圣门有关 也来了兴趣 我们乍一看 也觉得那个黄纸一片空白 但几乎同时 我们就看出来了 地流降纸 什么意思 先要地流江 就是要从月光里炼制 所以月光的别称 就是地流江 这是验圣特有的 加密消息的东西 别处是看不出来 唯独在月光下 能看到上面书写的东西 高老师吸了口气 这上头 记载着跟玄武局 有关的事情 第1542章 地流降纸 高老师把东西给我 眼神别提 多悲壮了 就好像要亲手 给我一把枪 让我自杀一样 他其实不愿意给 因为怕我送死 可他还是给了 是想让我 尽量少走一些弯路 我点了点头 你放心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眼里有悲悯 有无奈 老头以为拦得住 可惜 人到底不能跟命争 现在也是一样 不想你不厚尘 可不得不看着你不厚尘 是啊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数不清的命中注定 要是当年 我们早点知道 那里头出来的事 高老师还要说话 可外面忽然一阵脚步声 高老师立刻停了嘴 把我拉到了屏风后面 压低了声音 隔墙有耳 我这也没有那么太平 你们得赶紧走 说着 回身从多宝阁下面 拿出了一个大包 这些东西 你带去 总有能用上的 为了以防万一 他一早就给我打包好了 这个时候 门口一个人影靠近 高老师就把我往后门推 我摁住了鼻子下的一阵酸 转身带着江彩平要走 就在手碰到后门的一瞬间 北斗 高老师的声音 有些黄疾 我回过头 高老师扶着多宝阁 定定地看着我 目光交接 他却咧开嘴 露出了个十分局促的笑容 没什么 我就是 想多看你一眼 我忽然意识到 高老师曾经挺拔的身材 已经开始变得勾楼 落腮胡子 也有了星星点点的白 不知不觉 高老师也老了 心里顿时就是一阵发酸 放心吧 我冲着他笑 我很快就回来 没再回头 我开了门 是得快走 不能把高老师也连累了 一出门 我忽然发现 江彩平回头看了一眼 怎么了 也没什么 江彩平微微一笑 却只是觉得 这位长辈有些面善 面善 我还想起来了 高老师跟江彩玲认识 我忽然觉得 四周围的人 好似一张网 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而这张网 都连着一个方向 四项局 灰柏仓等在了外头 小心翼翼 水神叶叶 咱还进去吗 你还有法子 灰柏仓一扎舌 鹰鹿啊 说着 他一脚踢开一堆锣筐 后面露出个小洞 得意洋洋 一早就打出来了 好吗 不愧是县城首席灰仙 这么短的功夫 他还给我搞了一个后门 从后门进去 钻过了一道红帘子 赫然就是我们家供桌 我一正 窗帘是拉着 可老头早就起来了 抱着小白脚 躺在了贵妃榻上 一下一下地撸猫 转脸看着我 缓缓说道 养个小猫赛小虎 可惜不肯打地鼠 小白脚没搭理他 我知道 老头又要装痴呆了 而这个时候 脚步声已经密集到了门口了 一从水母皮下出来 果然立刻被发现了 我盯着老头 我这趟 一定回来 老头一笑 忽然摇摇摆摆就站了起来 小白脚跳下 老头摇着蒲扇边走 嘴里还唱着 我从来降向出寒门 咱王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他走到了冰箱 从下层找出了一个东西 粽子 不 是个粽子形状的护身符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二话没说 套在了我脖子上 快端午节了 带着这个 独虫不尽 端午节过去快半年了 而且 这个护身符我认识 确实是端午节带的 那里都是雄黄爱业 不过 七八岁小孩才带呢 反正 是个好意 上面写着 吴家小儿 长命百岁 江彩平把思路给我整理好了 我跟老头告别 我走了 老头背对着我 假装没听见 可是我看清楚了 对面的柜子玻璃 倒映出了老头鼻子红了 他怕让我听见 忍着不肯息 人岁数大了 总爱多愁善感 真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四处都是生离死别的感觉 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是啊 这是最后一个局了 很久之后回忆起那天 我才明白 他们为什么露出那种表情 可惜 那个时候的我 再也回不来了 门口轰然一响 有人要撞进来 好像夏夜里 玻璃外面扑灯的额子 水深夜夜 咱们可得快点 灰百仓有点担心了 老头儿 你保重 我回来 买糕给你吃 那些人很快破门而入 可惜屋里空荡荡的 想必他们 一定露出了十分迷惘的表情 他们开门的时候 我们早就从后门出去了 走过了十步三岗哨的路 我回头又看了商店街一眼 问灰百仓 人都上哪儿去了 还不是因为那些 丁烧要抓水神爷爷的 商店街煞气这么大 属相小八字轻的 哪儿有扛得住的 还不大病小灾不断 客人就更别提了 虽然看不见 可到了这地方 那本能也得寒毛植树 谁还愿意来逛街 生意也不好 好些人歇业了 倒是有个好事 滚完店老板 去看外孙女了 我把他们家黄花子坛全啃了 不是 古安店老板得罪你什么了 哦 想起来了 古安店老板很久以前 坑过我一次 灰百仓知道那事 早想给我报仇 从商店街出来 我要跟灰百仓告别 可灰百仓摆了摆手 不用 这次上选五局 我跟着您去 你 托福 灰百仓一乐 露出了两排雪白的板牙 孩子都大了 儿孙字 有儿孙福 我灰百仓 也到了报恩的时候了 跟着水神爷爷 积攒功德 赎罪 是啊 灰百仓的功德有亏欠 是得补补 行 我尽量把你全虚全倚地带回来 回到了龙气地 就闻到了热乎乎的香气 铁锅炖大鹅 好吗 龙气地有个湖 附近有些野鹅 遇上程兴河 倒了大煤 被一窝端了 可算回来了 再不回来 我们都得去找你了 程兴河扯着脖子喊 赶紧搬凳子去 哎 脑袋别跟我抢 其实 有人等你回家吃饭 就是一种幸福 入了夜 我就把那张地流降纸给拿出来了 果然 映着月光 那张纸张 出现了星星点点 荧光似的痕迹 那像是一个地图 地图边 还写着一些字 月光月亮 字迹也就越清楚 一看清楚 我就皱起了眉头 第1543章 空中楼阁 字迹苍径 第一行是 玄武局 入者不得出 跟之前听说的一样 进去了 就出不来了 地图清晰了起来 绘制人手艺很厉害 简练地描绘出来 风水局一片浑园 四爪一头 确实很像是个巨大的旋舞 不过 我去过月亮山附近 我记性还不错 记得非常清楚 地图标注的是地方 明明是一个很大的湖泊 要是按着地图 那位置 得是个湖心大岛 可那片湖 并没有岛屿 这个图要是真的 除非 是跟传说之中的空中花园一样 是悬浮在半空之中的 这 哪怕再是什么样的能工巧匠 还能修出个空中楼阁 而且 为什么非要八月十五的月光下 才能看到旋舞局的入口呢 不愧是四项局之中 分量最大的 还没进去 就神秘莫测的 进去出不来 难道也因为是个空中楼阁 一辈子就停在空中了 成星和他们 都不是专业看风水的 都跟着皱眉头 不过 高老师提供了地图 那就比赤膊上阵强 唉 哥 你看 那还有字 哑巴蓝眼睛挺尖 还真是 指的是旋舞局入口附近 那位置有一个风水符 是水的意思 这么说 入选舞局 还得过水 成星和一副牙酸的样子 那就是个跟进须迷穿似的 还得下去 得了 江彩瓶 你提前网购点潜水用具吧 大家都得当蛙人 江彩瓶第三个爱好 就是买东西 立刻兴奋了起来 包在妾身上 代表水的风水符附近 还有一行小字 此处多臂力 吉凶 臂力 一种植物 成星和看清楚了 那不就是做凉粉的那玩意儿吗 这东西 能凶到了哪儿去 做凉粉做得多 也只能到了地方看看才知道了 再一打开了高老师给的大包 我也是一愣 铲子 绳子 绑腿护具 还有上等贡箱 买路纸钱 甚至压缩饼干 罐头豌豆 自热米饭 面面俱到 应有尽有 心里顿时一阵感动 高老师什么都给我想到了 哑巴蓝叹了口气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我想我祖爷爷了 成星和想起了自家流氓老头 也苦笑 大概觉得 自己家老头 活着也不会把心操在这个地方 不过他还想起来了 还有一件难事 咱们怎么走 一个水母皮 盖不住这许多人 现如今 谁都不能落单 而且 我们还得上顾瘸子那去一趟 把成星和的凤凰毛给修好了 确实有点麻烦 我正寻思着呢 忽然外头 有了敲门的声音 北斗 杜横指 我这才发现 原来他不在 有老朋友来了 老朋友 我们 几个对望了一眼 我去开门 将彩平生怕我的嫩手 被粗糙的门给磨了 抢线一步飘然过去了 一开门 我顿时直了眼 老齐 玛利亚姐来了 后头还一个人 冯贵芬 冯贵芬见到了我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李大师 你遇上难处不找我 你不给我面子啊 冯贵芬是混黑道的 悬素齿 就是从他们家院子里起出来的 上次去卡尔巴城之前 他还打算帮忙给我筹钱 特别讲义气 不过我这一阵忙碌在外 已经很久没见过了 玛利亚姐 就更别提了 一肩膀把冯贵芬给撞开了 对着我露出了一个魅笑 姐早就跟你说 你的事就是姐的事 遇上麻烦不叫我们 你也太见外了 玛利亚姐 平时看上去就是个时髦少女 不过 我毕竟见过她的原生 深深觉得 这个姐字有点抬举我 叫个祖奶奶不过分 老齐就更别说了 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 一言不发 精准加走额头 成星河急了眼 老齐直接塞嘴里 漠然地看着成星河 要不我吐出来还给你 成星河大骂不休 他大骂的功夫 老齐已经淡定地把额头吃完 脑壳子损得巴巴响 还悠哉悠哉地踢牙 不过 他们三怎么来了 老齐踢出了个惊 答道 帮你跑路 就是啊 玛利亚姐胳膊围在了我身上 你可不能出事 你出事了 谁跟我传宗接代 还好萧香不在这里 你命真好 玛利亚姐甜你声音说道 大家一听 那些什么图神使者 不好好图神 跑来图你 都气得不轻 要跟他们拼命 不过嘛 大家也不傻 以卵基石的事 咱们也不干 于是给你们找好了交通工具 不用太感谢我们了 毕竟还要传宗接代 我熟练地把 玛利亚姐 长满卷毛的头推开 什么交通工具 老齐打开了手机 给我们看了一个戴帽龟壳 好大 哪怕是在图片里 也看得出来 那东西有多大 简直快赶上小面包车了 这个戴帽壳子 老齐一边嚼额一边说道 人年人长赖 车年车爆胎 诚心和为了额头的事情 怀恨在心 那你找这个什么意思 想克死我们 还是怎么着 你听我说完了吗 老齐接着说道 就是因为这东西 生前吃过香火 煞气极重 之前摆在了大城黄爷身边 都没能净化 你们躲在里面 你们的气息 不是完全就被煞气 给遮盖住了吗 那比披上水母皮还隐蔽 更何况 煞气重的东西 谁碰谁倒霉 根本也不会有人细查 更别说 这运送途径了 是冯贵芬动用了自己的人脉 人家开始开绿色通道 他能整出个黑色通道 一些不合规矩的东西 就是靠着那个路线运送 老齐说道 所以说嘛 我们几个强强联合 事情就这么搞定了 你们想上哪 就能上哪 保准那些图神使者 连个味都闻不到 诚心和西命 那他连我们一起克了怎么办 这事你放心吧 齐骏答道 我找了一位大佬 给你们求到了一个好东西 搁在里面 保准逢凶画集 第1544章 凤凰尾巴 一道符 那符质量很糙 莫知淋漓都阴开了 诚心和皱起了眉头 就这 谁画的 我看见那个戴帽 壳子上沾得残魂了 没少死人 多少法器 都未必扛得住这个煞气 你一张符就能行 不一定 这上头是很盛的神器 那得看画符的是谁 老齐一边嚼鹅 一边含混不清地说道 县城大庙求来的 某位大人亲笔 我展开一看 也吃了一惊 这符咒上有个落款 李千树 我隐隐约约有点印象 县城大庙的城皇神主牌上 好像就是这个名字 对了 李茂昌还跟我说过 李家不光出过他一个 天师府首席 还有一位大城皇爷 背面一行小字 一路顺风 小直径上 我的辈分 有这么大 这个符咒 能把戴帽壳之内的煞气阻隔住 好比刺猬一样 外面尖锐 内里平安 要是能好好回来 一定要谢谢那个本家的大城皇爷 那启程 咱们就得尽快安排了 冯贵芬接着说道 这东西又大又重 咱们非得提前动身 赶早不赶晚 我一寻思 也是这个道理 只是有一样 萧香还没回来呢 不过 相信以他的本事 一定能顺利找到我 那就 明天 我看了成狗一眼 点了点头 我这没问题 其他人就更别提了 也都没问题 唯独成狗的二狼眼 环视四周 发了一圈红 雅巴兰看出来了 就用肩膀撞他 成狗你是不是哭了 放屁 是鹅太辣 大家都是看破没说破 鹅吃完了 大家饱餐一顿 都为明天的跑路做准备 我这几天睡得实在太多 终于到了临界点 睡不着了 看着外头一弯月亮很美 就起来看月亮 现如今 入夜之后 已经有了凉意 我就披了个衬衫 结果看见一个人影 正蹲在了池塘后面的角落里 手里火星子乱颤 在烧纸 老爹 活着的时候 你也没听见我这句话 我要去给咱们成家 但前辈都没做成的事 成了 光宗耀祖 我给你们盖池塘 不成 也不要怪我 大不要跟你们一样 这是成家的命 成狗大大咧咧惯了 冷不丁说出了这种话 给人一种十分陌生的感觉 一阵风过去 他大骂了起来 你们瞎了 跟谁抢香火呢 说着脱下鞋冲着那几阵鞋风 就盖了下去 回家找你儿子托梦要去 嗯 你没儿子 算了 算你运气好 行了 别抢 见者有份 我说那个长赖的 你赖着耳朵里去了 说别抢别抢 你听不见 许多模糊的影子穿越了过去 每个影子都举着一个火星子 一副欢欣鼓舞的样子 是龙气地的地腹灵 生在这里 死在这里 动不得 要不是成兴河 也许永远吃不上香火 那一片地腹灵散开了 其实每一个地腹灵身上 都有个故事 他们为什么走不了 是不甘心 还有 等着谁 这种故事太多了 老娘 你跟我老爹 在地下好好过日子 咱们成家人丁丹薄 能生点鬼弟弟鬼妹妹也挺好 我下去了 他们已经给我打了一片江山 可以直接当老大 我下不去 他们替我尽孝 我忍不住享乐 亏你想得出来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给你们烧纸了 就一个要求 这一趟 保佑我 也保佑七星 我的脚步一致 他是我儿子 你们的孙子 我他骂点你大爷 我刚要骂 他接着就说道 我要是出不来了 他会替我烧纸的 这一趟 是为我去的 我出不来 都不能让他出不来 这话说得淡淡的 可我心头就是一阵 火星子窜上了天空 跟西叔的星星 交相辉映 我一只手拍在了他肩膀上 把他下了一个机灵 一看是我 就让我赔钱 万一下出心脏病 给他支架 你想得倒是挺远 我也跟着烧纸 让他们多花点 七星 成星河忽然说道 咱们这一次 如果真的出不来 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出得来 万一 没有万一 我说真的 成星河的声音 是第一次这么认真 你好好活下去 带着我这一份 出行之前 不应该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有没有点常识 我想骂他 可还没来得及开口 他就说道 毕竟我是一条光棍 可等着你的人 还有很多 我鼻子忽然发了酸 咱们到 爹 萤火虫 赤灵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 指着对面 我要 是啊 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很多萤火虫 碧莹一大片 一闪一闪的 成星河说道 这玩意儿臭得很 要来干什么 我就要 我就要 七星 看你把他灌的 孩子嘛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他一边叙道着 倒是一边自己撸起了袖子裤腿 下了池塘边亲自去抓 你还说我 那怎么了 把灌着他的机会抓住了 以后想起来 就不会后悔了 萤火虫被成星河惊扰 纷纷扬扬飞得到处都是 赤灵拍着手笑了起来 好看 好看 是啊 好看 却非常短暂 同样时光 有人选择做烟火 不争潮汐 但求一顺 有人选择做蜡烛 成灰类屎干 第二天 冯贵芬老齐 他们又来了 我们带上了一切准备好的东西 奔着顾瘸子那 去修凤凰毛 一路上 背背一层一层地包起来 简直跟被活埋一样 大家都透不过气 就轮流讲起了故事 终于 到了顾瘸子那 顾瘸子见到了 成星河的凤凰毛 叹了口气 论糟蹋东西 我是真没见过 比你们更厉害的 这东西不好修 得真正的凤凰毛才行 我们一愣 那 可顾瘸子说道 不过嘛 有个小姑娘前几天来了 把这个东西寄存在了我这里 说是自己身上拔下来的 要好好珍惜 顾瘸子弯腰 拿出来了一个东西 光滑璀璨 是真正的凤凰毛 我知道那个小姑娘是谁了 第1545章 天街失踪 成星河和雅巴兰 他们也一样 能拔下凤凰毛的 那就只有一个了 在百度门里放出来的 丹凤神君 我们管他叫小龙女 上次见面 还是从银河大院 逃出来的时候 他还说 你已经弄断一根 再弄断这一根 就真没有了 顾瘸子一边叨叨 一边烧火 火星子炸起来 烧得满屋子通红 你们搞破坏的能力是挺强 可人缘倒是还挺好的 已经弄断一根 我和成星河一对眼 该不会 摸龙奶奶送给成星河 那一根凤凰毛 就是从他身上出的吧 难怪 他能感觉到断了 成星河有点不好意思 你说说 下次我得买点霸王房托 聊表谢意 我也饿 可惜没能见到面 要是能见到了他 也能问问 阿满现在怎么样了 我一直很担心 从银河大院逃出来的时候 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他为了我 怕也受了重罚 只是 如果真的受了重罚 须弥川的独腿三娘 怎么会受他直拖来帮我呢 不自觉捏住了满字金箔 我有点想他了 顾瘸子等着温度升高的时候 忽然压低了声音 哎 是不是风水行里 今年要闹大事了 成星河正磕着柜台托盘里的瓜子呢 一听这话 差点没卡住 你消息挺灵通啊 顾瘸子答道 别人不知道 可我知道 有些人 打听到了我们消气门志来了 问能不能坐验圣门的机巧 哼 看不起谁呢 黄雀捕蝉菊 流星追月官 洒洒水了 我和成星河都愣了一下 机巧 谁打听的 藏着掖着布说 不过顾瘸子食指和拇指 做了个笔心的手势 才大气粗 找验圣门的机巧 却不上验圣门问 问到这里来了 他自然是不想 让我们验圣门知道 黄雀捕蝉 流星追月 以前不懂 但是现在知道 都是我们走过的局里见过的 果然 有人 想重修四项局 不光是有人打听这个 顾瘸子 拿了一个镊子 小心翼翼地 吹凤凰毛上细小的纤维 你们没发现 行当里安静了很多 那真是没发现 我们这一阵子 又没抛头露面 而杜恒指 虽然是天师府的首席 但是自从上次 跟汪蜂子闹崩 要不是因为自己家适应 几乎要倒大煤 他跟我这么个关系 行当里谁都知道 就在天师府 被逐渐孤立 甚至边缘化了 很多消息 人人背着他 嗨 顾瘸子露出了个 春江水暖压先知的表情 你们还是太年轻 连点情报来源都没有 告诉你们 十二天街 这一阵全体失踪了 失踪 他们能失踪到哪儿去 我立刻看向了 乌鸡和杜恒指 他们俩也有些意外 对看了一眼 果然 何有声跟家里说 要参加广场舞国际赛事 打包行李 出门一段时间了 而杜大先生一直避世 杜恒指也没见到 不知道了吧 自从十二天街 接连陨落了不少大先生 他们就提前召开了 青囊大会 推选新的天街先生 顾瘸子戴上老花镜 仔仔细细地去夹凤凰毛 不过 自从那个青囊大会一开 那些能走动的天街都没回家 你们品 细品 我忽然也想起来了 上次在西川 老黄找过我们一次 说是推选新的天街 但之后就没再见过 后来夏明园也找过我们 说商量出来 天街可以给我一个席位 十二天街聚集在一起 必然也是为了四项局的事 他们都怕天下大乱 程兴河脸色有点不好看了 不长时间 我看见他蹲在门槛上 心不在焉的嗑瓜子 我凑过去 跟他抢 你这什么脸色 被人煮了 他转脸看着我 七星 你说 这四项局一破 天下真的大乱 怎么办 我明白他的意思 为了他一条命 可能陪葬的是 数不清的苍生 可谁都有权利 让自己活下去 我答道 再说了 四项局并不公平 四项局已经被人 故意弄出了大差错 四大家族 已经白白倒霉了这么多年 那些人 谁也不该白死 更不该 任由他们一代一代 把痛苦延续下去 苍生是命 个体 也是苍生的一员 凭什么不能就自己一条生路 诚心和抬起眼睛 你 不会觉得 我是害了苍生的罪魁祸首 他澄澈的二郎眼里 第一次有迷茫 有不确定 我知道 他想这件事 想了很久了 最近 是逼着自己不要想 害了苍生的罪魁祸首 往往都是绝代美女 冲冠一怒为红颜骂 你属实想多了 美人冲冠一怒为条犬 我他妈的 撕了你这个不孝子 疼疼疼 老婆讹造的身体 还没完全恢复呢 不过 这一打一闹 诚心和眼里的负罪感 减少了 这祸整天喊打喊杀 其实叫唤券没肉 心肠比无花果都软 真要是破了四项局 带来什么窟窿 我跟他一起看门口 被风吹得啪啪响的梧桐树 我跟你一起补 还有我 白货香也坐在了门槛上 多少人因为这件事受伤 我救救多少人 俺也一样 乌姬连忙说道 白医生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还有我 雅巴兰说道 我把邪碎赶回去 苏巡没吭声 雅巴兰拉了他一把 你呢 苏巡答道 一样 江彩萍笑眯眯地说道 众人石柴火焰高 诚心和看着他们 愣了一下 忽然笑了 你笑啥 我笑 我笑他人太疯癫 傻狗 你他妈也好不到哪里去 雅巴兰那天说得不错 既然选择了远方 当然就只顾风雨兼程 街上传来了桂花的香气 还有 手工月饼的香气 金沙月饼 番茅月饼 香来 长巷子里 有老汉嘹亮的叫卖声 很好听 凤凰毛修好了 离着八月十五 也越来越近了 我们打算提前给程兴和过寿 可程兴和躲着直白手 提前过不吉利 他见过一个老头家 坚持给老头过寿 老头不干 被抓回来过寿 老头来了剧 你们想给我办事 就办吧 结果拍完照就没起来 果然办了白事 这事程兴和亲眼所见 怕死的他 把这事引为阴影 再也没过过生日 杜恒指则不以为然 很认真地说 每个人的命数都是注定的 阎王要人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五更 我们还说着话呢 一个大蛋糕 已经出现在桌子上了 江彩平笑音音地说道 不是给你买的 是中秋节蛋糕 又大又漂亮 上面是金黄的明月 和一只玉兔 程兴和还愣着呢 亚巴兰已经把玉兔抹他鼻子尖上了 程兴和反应过来 大骂道 这可是动物奶油的 贵得很 这么糟件 要下油锅炸酥了的 话说一半 乌鸡把半个黄月亮 也呼在他眼睛上了 大家正笑着呢 忽然空气一下 就凝结住了 我感觉出来 空气似乎一瞬间就凉了下来 果然 回过头 肖香来了 杜恒指脸色很难看 想站起来 被乌鸡和亚巴兰一起摁住 我站起来 你们先吃 肖香笑一笑 我很快要离开 这次进去 多加小心 他不能留得太久 是怕引来不好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 不舍 可也没办法 只是 我真的很想抱抱他 以后 还有机会再抱吗 他抬起手 习惯性地摸了摸我的鹅脚 万事小心 这个关口过了 一切就能好起来了 我点了点头 一定能过 马上 就要启程到玄武局去了 能不能给事情 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也就看这一次了 第1546章 天上吊钱 那你呢 我问肖香 这一阵子 你的事情顺利不顺利 你放心吧 有老朋友来帮我 肖香微微一笑 我等着你回来 好 一言为定 肖香看向了屋子里面 我们一出去 又热闹了起来 他们还在等着你 我已经抱住了他 衣服擦在了细嫩的新皮肤上 刮得火辣辣的 可我抱得还是很紧 肖香微微一颤 声音带了心疼 疼不疼 疼 可是很值得 这点疼 不算什么 肖香抬手摸着我的额脚 微微一笑 以后 日子还长 我也希望 可总有一些不安的预感 被我压下去了 8月14这天 在冯贵芬那些朋友的帮助下 也不知道戴帽克 经过了多少道关卡 终于顺利地到了月亮山附近 这一路似乎十分崎岖 慢而颠簸 可就在接近玄武局的时候 车忽然停住了 是个急杀 我们一行人 都差点没躺下 紧接着 隔着戴帽克的煞气 我也觉出来了 外头有人追过来了 应该是提前做了什么陷阱 把我们的车给卡在这里了 坏菜了 我想出去 可这个地方从内置外疯得很严 贸然出去也可能出事 但是很快 车重新跑得飞快 这下更颠簸了 过来一段时间 跟着我们的人似乎被落下了 外面才传来了敲击的声音 是之前冯贵芬跟我们订好的暗号 出来吧 从戴帽克里钻出来 我们这才意识到 竟然是牲口拉得撤 一头公牛 头上竟然有血 我大吃一惊 回头看向了赶车的 赶车的也没好到什么地方去 身上也有伤 是个刚成年的小伙子 冯贵芬的人四下里看了看 低声说道 几位路上辛苦了 我实在是送不了了 请几位赶紧自己下去 追我们的人能耐很大 我摇摇头 说是你们辛苦了 等我回去 一定好好谢谢冯贵芬 那人连忙说 芬姐说了 我们对她是救命之恩 当不起 不过 剩下的路一定要小心 接着 赶着车往另一个方向 急迟而去 我喊了一句 一路往西 冯凶化吉 那人远远扬了一下鞭子 已是收到 哑巴兰叹了口气 看把孩子吓得 不 这人胆子并不小 相反 还极为勇敢 她牵一弓高耸 眉毛浓而寒沟 胆气过人 之所以把我们留在这里 她是想把追赶我们的人 以声东击西的法子 用戴帽壳 引到了别处去 冯贵芬挑人的眼光很好 成心河皱起眉头 这么讲义气的孩子 别出什么事儿吧 无妨 这孩子白虎像 是个勇将 而白虎立西方 只要他冲着西边去 一定能险中求生 我们也没耽误 我和成狗 白货香 金毛目标较大 就先藏在了水母皮里 奔着月亮山前过去了 乌鸡他们几个剩下的 就跟我们保持一定距离 走在前后 也按着苏巡的设计 是个十方阵 能抵御十个方向来人 果然 没过多久 就看见许多本地 特有的牲畜拉车 奔着戴帽车的方向 追过去了 煞气很大 等到了月亮山附近 我们却同时一愣 只见月亮山附近 熙熙攘攘 竟然有好多人 几乎把整个湖岸 围成了一道人墙 凑近一看 好像是变成了 什么商贸集市 雅巴兰忍不住说道 上次来月亮山 这地方慌得不得了 现如今 怎么兴盛成这个样子了 上次闹鞋碎的事儿解决了 当然恢复兴盛了 你看出来了没有 那里头混了什么 是啊 这些人墙里 有不是人的东西 还不少 有人知道 我们要来这里 提前设了绊子 只能靠着水母皮 多加小心了 混进了人群里面 也幸亏人多 没什么人注意到我们 但是一进去 我们就看出来了 通往月亮山的必经之路 已经被截住了 乌鸡过去一打听 回来报信 说这是月亮山仇神活动 这段时间 为了月亮仙人的亲近 月亮山那头不让进去人 诚心和低声说道 妈的 真是想起来一出是一出 去年来的时候 怎么没听说 还有这么个活动 我已经看见了 那头有一道香灰 直接扑开 脚印子一上 披着水母皮 也能被发现 而附近盯着的 看着是普通人 可身上根本就没有人气 不光那几个 人群里还夹杂着不守 甚至带着几分神器的 都虎视眈眈地盯着那里 要拦着我们的 费尽心机啊 程兴和偷偷碰了我一下 怎么整 简单 我就问程兴和 带了多少现金 程兴和素来对纸币情有独钟 一下把口袋无紧 你什么意思 禁局重要 还是钱重要 他也不傻 没命了 拿什么花钱 于是 他不情不愿地松开了我 我摸到了一大卷 好家伙 这伙是肥了 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还他娘连住的地方 都没有呢 我把现金给了乌鸡 我数一二三 你撒手 程兴和在水母皮底下盯着我 你想 卧槽 不愧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昨天的月亮有晕 说明今天必定有大风 我盯着树叶子 测算出来的风的来势 风水 风水 学的 就是行风止水 对这个我很熟悉 三 二 一 松手 乌鸡莫名其妙地撒开手 呼的一声 一阵狂风就吹了过来 乌鸡手里那一大卷钱 跟春天的桃花一样 粉红艳艳地 就冲着月亮山飞了进去 我踢了呆若木鸡的乌鸡一下 乌鸡反应过来 立刻大喊 哎呀 钱 天上掉钱了 这一声 集市上所有的人 全看了过来 注意到了漫天飞舞的钱 全愣住了 下一秒 跟泄洪一样 奔着这个关口就冲过来了 月亮神显灵了 快瞧 附近那几个没人气的 显然愣了一下 立刻就想阻拦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解决这种情况 最好的法子 就是制造混乱 声东击西 我们混在其中 趁乱也往里面冲 可就在这个时候 白货香忽然在 水母皮下面抓住了我 你看哪 我顺着他指点的方向一看 顿时皱起了眉头 是 预知梦里看到的 那个白发老头 第1547章 静神之戏 跟预梦里一模一样 那个老头抓了什么东西 可能是某种食物 被几个人摁住了 我身侧另一边的几个人 反应迟钝 他们的角度没看见钱 也或者 压根不信那些是真钱 以为是仇神谢鬼的纸钱 没反应过来 倒是以为这些抢钱的 是看热闹的 跟预知梦里一样 嘀咕了起来 又打了 看看去 那个老头 看来还是这地方的常客 人人认识 这一切 也不过是电光石火的一瞬 程兴河早就在水母皮下面 踢了我一下 意思是 趁机快走 可我猛然就做了个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决定 跟预知梦里一样 我钻出了水母皮 把那几个打老头的给推开了 那几个打老头的年轻人 被掀翻 跟预知梦里 也一模一样 而我满脑子就一个疑问 这个老头 为什么有三只眼 他是谁 我知道 他在等着我 而下一瞬 老头抬起了脸看着我 也跟预知梦里一样 你来了 看清楚了他的脸 我忽然就是一愣 预知梦坐到了这里 就断了 我只看到了 他有三只眼 但是现在才看出来 之所以三只眼 是因为 他脸上戴着一个面具 我看到了他身后一个背板 写着近神系三个字 底下 是关于近神系的介绍 原来 月亮山自古以来 就有重神的习俗 几百年发展下来 有近神系这种讲究 跟挪戏差不多 几个人分角色扮演 饰演神灵的那一位 要戴着面具接受朝拜 内容多是歌颂神灵的丰功伟绩 这个面具 就是近神系的面具之一 代表月亮山的父母神 月亮山神 三只眼睛 是说明月亮山神 明察秋毫 这个老头脸上戴的 就是月亮山神的面具 而他手里抓的 是专门给月亮山神的祭祀 松花米糕 松花米糕 既然是给月亮山神的东西 要吃也得近神系结束 普通人是不能在祭祀 这一天吃的 而周围几个 摁着他打的人骂道 你们外地来的吧 不懂规矩 看他可怜 是被他给骗了 这老疯子 这几天天天都来 来了 就抢山神爷爷的松花米糕 我们也看他脑子不清楚 怕是可怜 可给他别的 他还不吃 光吃这一种 这不是讨打吗 别人让他别吃 他说什么 这些东西就是给他吃的 笑话 带了个山神面具 就真当自己是山神啊 你要帮这封老头 就帮到底 把松花米糕赔给我们 周围的人不依不饶 可我已经注意到 人群里 迅速有一些 没有人气的聚拢过来了 有些的手长的过分 有些的鼻子 长的异常 上面全聚拢着神器 看来 都是追踪的一把好手 我也没多吭声 甩手把剩下的钱 塞给那几个打人的 领着那个 带着山神面具的就跑 可那个 带山神面具的一反手 反而领着我 到了另一个方向 成兴和他们 立马追了过来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就在我们 反过方向的这一瞬间 只听轰隆一声 那个必经之路 不知道被谁给动了 竟然出现了山体滑坡 数不清的大石头滚了下来 那些抢钱的健壮 赶紧都折了回来 不好 山神爷爷发怒了 八成就是被偷高地气的 我心里一紧 看来 对方是早有准备 这不禁让人后怕 要是我们刚才 没有来救这个老头 那现如今 我们恐怕也要被石头给压了 说也怪 那个戴着山神面具的老头 一拉着我们 我们在汹涌的人潮里 竟然走得飞快 身后不少没人气的要追我们 可不管怎么样 都追不上 成兴和也觉出来了 神了 而那个戴山神面具的老头 显然对这个地方极为熟悉 不长时间 就把我们拉到了一个 十分隐蔽的暗门里 暗门前面是个巨大的 打酥饼的炉子 才刚躲进去 只听呼啦一声 就看到许多没人气的 从大炉子前面掠过 成兴和他们瞬间也松了口气 都看向了山神面具老头 面具老头似乎并不意外 转头看着我 嘿嘿就是一笑 多谢 不敢当 老头摆了摆手 声音却有了笑意 当才 可多谢你救了老头 老头欠你个人情 而他扫尸四周 压低了声音 你们要进山是不是 那老头跟你们说一件事 要想进山 手里必须带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黄金龙 我顿时一愣 黄金龙是什么玩意儿 可老头摇摇头 声音有些故弄玄虚 剩下的 老头就不清楚了 我一边道谢 同时脑子一转 想起来了 碧金之路已经被堵塞上了 就打算问问老头怎么办 他对这里显然极为熟悉 刚才的滑坡 未必是山神显灵 那些想抓我的 应该一开始想靠着碧金之路找到我 可后来一乱 为了防止我进去 索性把路直接给堵了 可还没等我开口 老头接着说道 哎 这月亮山的路不好走 我得翻过鸡嘴侠 再攀白鹿尾 绕过了三颗黄花糊沫 才能找到小鹿 咱们就此别过 就不劳你们送了 我们几个一对眼 心照不宣 他明明是想帮我 可大概是因为 某种不能违背的规矩 只能绕弯子 而且 他也认识我 但是一回头 扫了我们一眼 楠楠说道 也不用带进去那么多东西 你们用不上那么多 用不上 我还想说话 可是抬起头 一阵风吹着树叶子卷过去 我立刻对着风吹过去的方向道谢 多谢月亮山神宴 一听我这话 诚心和他们全愣住了 山神 是啊 他吃松花米糕 确实是天经地义 那本来就是对他的供奉 他是真的显灵了 只是 当地人并不认识 也不相信 第1548章 天衣无缝 亚巴兰他们一开始有些疑惑 但想起了面具和他的衣服上 一拍大腿 全想明白了 老头的衣服看似普通 可细细回想 能回忆出来 上头根本没有缝合的痕迹 有句话叫天衣无缝 就是这个意思 神灵的衣服 没有线 在位的神灵 是不能随便在信众面前露真身的 所以 他才戴了个面具 上次月亮山里出事 月亮山神并没有出现 应该是难以插手 而被我给绊了 这跟公孙筒一样 明明是想帮我 却拖来 到个白给的人情上 而且 他也认识我 白货香皱起眉头 他刚才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用不上那么多东西 我心里一沉 那些东西 是按着人头配备的 用不上 是因为 我们这几个人 无法全部到达玄武局 这未必是个急诏 刚才 我其实很想跟他问问阿满 他们都是山神 分属同行 会不会知道阿满的消息 不过一看也能看出来 这个山神爷 似乎有某种规矩 不能越界 也许不好问出来 正想到了这里 程兴和一把抓住了我 赶紧赶紧 果然 那些呼啸而去的追兵 已经不知不觉地折回来了 我们翻过身 立刻顺着月亮山神的话 奔着上头跑了过去 先找鸡嘴侠 再攀白鹿尾 我已经看见 鸡嘴侠在什么位置上了 我们几个速度都不慢 但是 追兵咬得很死 一大片人呼啸而上 就在离着鸡嘴侠 十几步的路上 我觉得肩膀子一沉 一只手 攀到了我肩膀上 追上了 金毛转过脸 就从水母皮下拖出 奔着那个手窜了过去 后面那人能耐不小 躲闪得很快 金毛来也来了 甩头把那些追兵掀翻了一片 他身上一抖 满身的金色毛 在日头底下 灿然生辉 吼 已经是个半大吼了 幸亏还不是金毛吼 金毛最不爱 听人家说他半大 大吼一声就扑了过去 对他来说 图神使者比龙好对付些 就拿十二条 给和洛拉车的白龙 算是立了大功 我立马抬手 要把那些图神使者打退 可惜这地方有不少人 不能轻易用九幽破 一旦九幽破 吞噬了图神使者 那附近的人全得倒霉 可这个时候 一个东西从后面蔓延了过来 奔着我的脚就缠 我抬脚让开 觉得熟悉 看仔细了 头壳榨起 是吞天虫 这玩意儿 比龙狮子还厉害 能直接钻破龙铃 而这个势头 后面是数不清的吞天虫 成兴和大骂一声 这帮孙子 现在搞批量养殖了是不是 话音未落 面前光滑璀璀 凤凰毛抖开 对着吞天虫就缠了过去 天上的东西 只有天上的能对付 这次到了顾瘸子那 凤凰毛也算是因祸得福 上次无极师的血 还剩下一些 顾瘸子保存得很好 给凤凰毛也催上了 啪的一声 万千金丝银线一样的吞天虫 全部折断 烟花似的四散 而我抓住了机会 领着它们 就继续往上跑 鸡嘴侠到了 不过 这鸡嘴侠 还真是侠如其名 也就鸡嘴那么宽 一次只能过一个人 多一个 就得它 还得跟走钢丝似的 底下 就是万丈深渊 我立马拉住了白货香 你先过去 白货香眼睛里 有了一瞬的尸神 他不想自己过去 但是来不及选择了 毕竟鸡嘴侠上 总得有先走的 他生怕给我拖后腿 立刻奔着鸡嘴侠就上去了 他这么一走 数不清的追兵 就要拥上来抓人 可七星龙拳横扫过去 精气一阵 那些图神使者脸色一阵 往后倒退好几步 低声说道 难怪上次那些 都折在他手上了 他还有多久能回来 最好 永远都别回来 我很想知道 他们说的他是谁 可他们自然不肯说 只是对七星龙拳上的精气 有了几分忌惮 这下就有点麻烦了 我但凡一退 他们立刻一拥而上 那不求把我们打倒 只要拖延下去 两下僵持 我就过不去 德祥哲拦住他们 可除了七星龙拳上的精气 他们还怕什么 而这个时候 只听一边嗨呀一声 几块大石头 从侧边滚了下来 哑巴兰 苏巡摆弄了几下 抬起头就说道 可以了 他设了阵 我守着 你们先走 果然 有些吞天虫要跟过来 可也不知道怎么地 一接触 到了那几块大石头 忽然就不由自主地改了方向 但我看得出来 苏巡的鼻子底下 已经躺了险 对方不是人 要维持能挡住 图神使者的阵 他一个肉眼凡胎 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而且 哪怕他拼尽全力 这个阵起作用的时间 绝不会太长 一秒钟的时间 也不能浪费 这个时候 白货香已经到了对面 我一脚踹上了 哑巴兰和程兴河 他们俩也知道 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退让的资格 也陆续上去了 程兴河恐高 几乎是闭着眼 可他知道 他一秒也耽误不去 竟然大吼一声 直接跑了过去 这在平时 不敢想 哥 很快 哑巴兰的声音 从对面响了起来 你快点 他已经接住了 第三个过石梁的程兴河 我回过头 看向了杜恒指和乌鸡 可杜恒指和乌鸡 早就商量好了 两个人一起把我 推到了石梁上 去吧 我没法浪费时间 那些图神使者的吞天虫 诡计已经越来越正 苏巡的嘴边 也开始淌血 就竟最快的速度上了石梁 你们跟上 只要那几个压阵的 大石头不动 那他们就过不来 但这个时候 苏巡彻底撑不住 扑的一下 也满口是血 我心里一紧 这样不行 我简直想折回去 把他拉过来 但没想到 这一下 杜恒指当机立断 就把苏巡推上石梁 我当时就愣住了 他们怎么办 苏巡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可杜恒指一甩手 无鬼搬运法 将附近的石头 调动过来挡住 苏巡也不能浪费时间 只能上来了 这一下 那些图神使者坐不住了 轰的一声 苏巡摆出来的 阵全部崩塌 他们对着石梁就追了上来 可杜恒指以一己之力 就挡在了前面 乌巡本来想爬过来 可爬了几步 抬起头 看了白货香一眼 我也着急 你快点 你过来 好让杜恒指也跟上来 可这个时候 杜恒指已经挡得相当吃力了 也在催乌巡 可乌巡忽忽然跟下定了决心一样 竟然直接退了回去 我顿时一愣 而乌巡遮过身子 就跟杜恒指站在了一起 大声说道 师父 你们先走 替我照顾好白衣生 我从来没见乌巡这么坦然过 他们知道 这个石梁 需要人守住 我们才能进去 他们选择留下 杜恒指吐了口气 回头盯着我 微微一笑 我要是死了 一定把我葬到李家的坟里 我心里顿时猛然一沉 那不行 我甩开成心和他们 就重新上了石梁 可杜恒指已经抬起了手 光的一声 石梁轰然断了 哗啦啦坠落到了峡谷之中 很久之后才有回响 与此同时 苏巡的阵法彻底失效 那些追兵 奔着杜恒指和乌姬 就冲了过去 两个人还是在天师府 那个样子 身姿挺拔又骄傲 杜恒指 我听见自己吼了出来 乌姬 我猛然想起月亮山神 那句话 你们用不上那么多东西 第1549章 黄金之龙 他们死死挡住 可是身体 瞬间就被大量 图神使者淹没 我回身要闯过去 可成心和一把抓住了我 大吼 你他妈的还不跑 你想让杜恒指和乌姬 白白的 他早就因为这件事情自责 认定大家涉险都是为了他 现如今 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眼里 有愧疚 有后悔 可这个时候 江彩平忽然指着对面说道 相公 你看 密密麻麻的追兵里 忽然一片骚乱 中间出现了一道痕迹 很像是狼冲入到了羊群里 谁闯进来了 成心和也看清楚了 顿时一愣 卧槽 他又来了 几个图神使者 被那种难以置信的速度撞开 分出了一条空隙 从空隙里 我看到了一件文化山 生活的好方林 敞开便利之门 是超市的文化山 套着文化山的人 公孙桐 他是为了杜恒指来的 他跟杜恒指 似乎有很特别的关系 一开始逼着我跟杜恒指订婚的 就是他 他是百度门里最厉害的一个 当然了 图神使者连神灵都能屠杀 未必怕他 可一阵刚猛之气炸开 我看见一只手 从图神使者之中伸了出来 跟一个灯塔一样 又高又稳 因为龙气的缘故 视线清晰锐利 我看到 那只手上还沾着不少芝麻盐 指甲缝里 还嵌着饼扎 四根手指摆了两次 弯下去 拇指对着自己 那个手试试 你们快走 这里有我 太好了 心头一阵狂喜 程兴和他们就更别提了 全都松了口气 但时间也不能耽误了 我们转过身 奔着白鹿尾就跑了过去 其实 这样也好 要是公孙筒 能把杜恒指和乌姬救走 那对他们是好事 比进玄武局强 白货香也一下松了口气 我们大家 都是同样的念头 被江彩平说出来了 阿弥陀佛 吉人自有天相 程兴和一开始点头 后来一细品 低声说道 我老觉得 江彩平念阿弥陀佛 听上去怪怪的 江彩平很不爱听 死人就没人权了 很快 我们一路跑 就看到了山上一个白石头 恰似鹿的尾巴 白鹿尾到了 不过 后面的声音紧咬着追上来了 哪怕是公孙筒 看来也挡不住那么多的图神使者 还得赶紧 没命地往前一跑 终于到了 可这一瞬间 我就感觉出 身后好像是有人 可回过头来 身后空荡荡的 这种感觉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当初煞神跟着我的时候 几乎没人能知道 可我也能觉察出来 像是动物一样敏锐的本能 现如今 身上有了九尾狐的尾巴 就更别提了 有谁跟着我 程兴和注意到我脚步声缓慢了下来 回头询问似的 看了我一眼 爱是啥是啥吧 老子现如今死也不怕 其他的更不用说了 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白鹿尾 顺着三颗黄花糊沐就一转 果然看到了一个小鹿 要是没弄错的 这个小鹿 应该就直通到了玄武局了 这个时候 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 顺着那个小鹿 一直跑了过去 果然 穿过了一片密林 就到了江边 不愧是月亮山的山神 指点得实在是太准确了 对照着高老师给的地图 我们正在玄武局前面 可是 跟上次来的时候一样 这个地方 是一个宽阔的大江 江上是一片空荡 连个土舟都没有 鸟来了都没地方停 玄武局在哪呢 哑巴兰一拍大腿 哥 你说 会不会 谁底下 不对 看着地图 分明是浮在水上的 再说了 在谁底下设局 这是再也不太可能 我说 你们都别着急 等着出月光 当然了 那些图神使者 没那么容易放过我们 脚步声不断 我们全趴在了密林下面的一个土坑里 尽量让水母皮 把我们全体都给盖住 有好几次 图神使者的脚步声 已经从我们身侧过去了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全没发现我们 哑巴兰跟我们偷偷比划 意思是 图神使者不过如此 可我心里却清楚 月亮山的山神 肯定给我们出了一份力 这次真的要是能活着出来 我要感谢的人 可实在是太多了 离这八月十五 就剩下几个小时了 白货香就给我们打手势 让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趁机休息一下 保存体力 哑巴兰在旁边一躺 倒是呼吸调云 这货心大 什么时候都能睡得早 搜寻抱着避水车渠河 像是在想什么 程兴和就不用说了 正在咀嚼 按着他的话来说 多吃一口转一口 我喘了口气 忽然发现白货香 像是正在走神 注意到了我在看他 江彩萍靠过来 给我打了个手势 刚才你一喊 二姐就愣了一下 我喊 哦 是我之前看杜恒指 险些出事的时候那一声 二姐有点羡慕 她在想 江彩萍点了点自己的脑袋 比划 自己出事 你会那么难过吗 我心里忽然一疼 江彩萍是背对着她 没有让她看见 我想说什么 可我实在不知道 我应该说什么 正这个时候 白货香忽然跟想起来了 什么似的 捅了我一下 也跟我比划 意思是 你是不是忘了个东蟹 东蟹 她立刻在土地上 歪歪斜斜地 画了一个长条形状 我之前一直以为 白货香的歌喉 就是一场灾难 想不到 画画的本事 也是这么一言难尽 一个长条 四条腿 对了 我也想起来了 月亮山神跟我说 要进玄武局 必须得找到一个东西 黄金龙 可黄金龙是个什么龙 听上去 倒是很像是香烟的名字 我私下里看了看 这周围也并没有任何的龙气 我想起了老黄以前的预言 鲤鱼豹树 此鲤鱼 会不会 并非比鲤鱼 结果这么一转脸 我就看见不远处的一棵树上 好像趴着的东西 正在黑暗之中 瑟瑟发抖 卧槽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第1550章 一个孝子 看清楚了 我顿时愣住了 红彤彤的 这不是生人气吗 活人 月亮山早就让图神使者给清空了 这哪突然来了一个活人 他怎么进来的 再仔细分辨一下他的生人气 不光是活人 这人的红气直往上冲 笔直昌盛 显然正在走运 也怪了 我们是有本地山神的帮助 还有水母皮 才能躲在这里 他凭什么 没被图神使者找到 我心里一动 冲着那人就过去了 那人本来就在瑟瑟发抖 一看我靠近了 抖得更厉害了 他趴着的那一棵树 叫丹西树 临近秋天 叶子本来就脆 这一抖 哗啦啦落叶如下雨 还夹杂着不少树上的虫子 这个时候 图神使者的脚步 稍微远了一点 月光从树叉之间倾泻了下来 我抓住机会 意思是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那人看明白了 半信半疑 我也在零碎的月光下 看清楚了他的脸 这个人四十上下 皮肤离黑 虽然年纪不算太大 但是脸上勾壑纵横 腰背他献勾楼 显然也吃尽了生活的苦 看打扮 好像就是个普通山里人 我就继续比划 问他怎么上这里来了 可能我模样面善 那人似乎终于放下了戒心 小心翼翼地从树上爬了下来 跟我比划 你是抓人的布 我整天被抓 还差不离 这人瞬间如见之音 指着前头笔画 你也是为那个来的 那个 我们努力沟通了半天 这才知道 这个人是个山农 上这里来 是来打药材的 当然了 一般药材土生土长 犯不上用的逮字 但还有一些药材是活物 好比蝎子 蝉除之类的 才用逮 这一阵 他打药材补贴家用 他穷得一辈子没娶上老婆 四十多了 也还是跟老娘一起生活 这两年 老娘眼睛逐渐看不见了 要做白内障手术 拖不得了 就想来凑点钱 结果做了几笔买卖 才知道 他们逮的药材是保护动物 隔壁寨子拍下来 发到了网上找买主 直接被判了七年 他一听下的不清 要是判七年 老娘还不得死 炕上也没人管 于是连夜逃进山里 躲风声 他们从小就祭祀山神爷 盼着山神爷能保佑 那人偷偷叹气 愁眉苦脸的笔画 谁知道这么大阵仗 搜起了山来了 看来这事闹得挺大 怕是山神爷也照不住 要吃黑枣了 好吗 他以为图神使者 是来追他的 再一听 他一直祭祀山神 不用说 也是山神的子民 能躲在这里 也是因为 山神冥冥之中的庇佑 而这个人面向上 亮堂顺畅 并没有牢狱之灾 和口舌官非 显然是因为智孝 积累了很大的功德 再加上这人耳垂风后 眉毛长顺 是个极为重感情 讲义气的人 命徒在后半生 是很顺利的 估计他是误会了 自己逮的药材 跟隔壁寨子的未必一样 就是自己吓自己 我心里知道山神的意思 让我们躲在了一起 未必是机缘巧合 可能也希望 我能搭把手 就这个倒霉孝子一把 于是 我就给他冲着后面指路 只要顺着小路出去 那就能成了 比划着呢 这人肚子咕的一声 有些尴尬 我回身从成星河身上 摸出了点干粮 就塞给他了 那人挺感动 弄明白了之后 顿时有些激动 可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了 问我们怎么办 吃了我们的粮食 就是我们的朋友 他愿意等我们一起出去 我摇摇头说 我们要去的地方很危险 不能带你 好意心领了 那人更担心了 还想问明白呢 而江彩平 已经出现在了我身后 轻轻拉了我一下 意思是 时间快到了 那人一看江彩平 顿时直了眼 可却不跟江景建白货香一样 充满企图 反而跟信徒 跟看见了仙女下凡一样 满眼都是崇敬 几乎那头变败 都说月亮圆的时候 月亮仙宫就会出现 仙女也会下凡 真的 想不到是真的 月亮仙宫 江彩平想笑 可这个时候 我就觉出周遭不大对劲 太安静了 刚才还有蛇虫鼠蚁 和稀疏的脚步声 可现在 整个山头 都跟死了一样 我平住了呼吸 就知道不好 果然 仔细一看 一些隐隐绰绰的身影 已经把我们给围住了 坏了菜了 这些徒神使者 可不是吃干饭的 我抬起头 就看到头顶的月亮 已经快到了午夜十分了 没多久 就到时间了 一年一次的机会 眼看要到 真这个时候被抓 也太掉底子了 哑巴兰也被苏寻提醒 机灵一下起来了 还有五分钟左右 就到时间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破风声 对着我们就冲了过来 开始了 我立马把老光棍 拉到了石头后面 抬起手 七星龙群的金光 奔着那些破风声 就横扫了过去 啪的一声 面前盘根错节的竹子和灌木 筒筒拦腰截断 新鲜的泥土气息 猛然炸起 最前面的图神使者 也倒下了不少 成星和手腕子一转 凤凰毛也应声抽出 对着那些图神使者 就卷了过去 原神剑刷的一声 就滑破了夜空 也跟着撵了上去 哑巴兰就更别提了 反手薅下一截子大木头 对着对面就扫 孝子一看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喃喃地说道 神仙 神仙真下凡了 可这些图神使者 显然也已经商量好了对策 哗啦一声 一阵热浪劈头盖脸地 冲撞了过来 面前已经是一大片火海 他们要用火把 我们去路给阻隔住 那孝子见状 也清醒了 这 这些人真是抓人的 不知道放火烧山 牢底坐穿 就还两分钟左右了 可我们但凡从火里穿过去 自己也都得成了狐雀 水母皮盖不住这么多的人 更何况 玄武局的入口 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我立马让成星和雅巴兰他们 钻水母皮底下 我自己有灵 江彩瓶也不怕火 可孝子怎么办 第1551章 月亮仙宫 我正寻思着呢 忽然一个声音说道 水神爷爷 这有我呢 灰百舱 灰百舱话音刚落 我就听见附近地下 传来了一阵 叽叽喳喳的声音 老鼠 接着 哗啦一声 竟然有水从江边灌溉了过来 对着那些火就扑 是灰百舱 顶着图神使者的神器 把本地将老鼠给喊来了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 挖开了小水沟 饮水扑火 图神使者这才发现 顿时也都是勃然大怒 而面前的火 被沟渠里的水浇灭 我们也都高兴了起来 冲过去 就能进到了地图的位置了 灰百舱这一次 可真是派上了大用处了 可图神使者一翻手 我们就听到了 一阵惨叫 数不清地将老鼠 就这么送了命 不能让这些老鼠白死 我反手把七星龙拳削过去 暂时倒是打退了一批 可现在 水面也是一片波澜平静 不光如此 月光也被云朵给遮住了 入口到底在哪呢 这个时候 图神使者也知道点火没用 数不清地吞天虫 再次冲着我们卷了过来 我抬起手挡住 这一瞬 一直死死盯着月亮的江彩瓶 立刻说道 相公 到时间了 我立刻抬起眼往前看 可光线暗淡 眼前还是那一片发污的江水 跟刚才 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程兴和甩开凤凰毛 呼吸顿时也急促了起来 妈的 难不成 这个玄武局 其实是个骗局 我脑子飞快地转动了起来 不可能啊 杜大先生和艳圣门当家 都不可能胡说八道 我们这段时间的苦 也不能白吃 还是说 入口其实已经出现了 只是我们还没找到 巨大的焦虑感 笼罩上了心头 再这样下去 只怕就真的来不及了 为了阻拦我们禁局 图神使者的数目极为庞大 我们跟图神使者 僵持不了多久 而程兴和他们 也已经筋疲力尽 图神使者围的包围圈 跟收紧的口袋一样 越来越小了 就在这一瞬 我忽然觉得 扑面一阵潮湿的感觉 云雾 而数不清的破风声 对我们划了下来 几乎是个灭顶之灾 难不成 这一次真的 可这一瞬 一道月光 忽然从云朵之中 投射了下来 照在了如梦如幻 薄杀一样的雾气上 而我身后的孝子 忽然吸了一口凉气 月亮鲜功 我立刻看到 雾气之中 隐隐绰绰 就出现了一个 极其巍峨的大门 珠红色的柱子 琉璃顶子 是锦巢建筑 特有的形制 这东西 就跟海市蜃楼一样 出现在了湖面上 简直分不清是真实话 我们几个心照不宣 玄武局的入口 真的出现了 就是 本地人口口相传的 月亮鲜功 原来 只有8月15这一天的光线 和8月15这个节气的水气 交香灰映 才能显露出 那个隐形墨水一样的入口 稍微偏移一丝 都显露不出来 难怪 错过一次 要等一年 每轮美奂的建筑物 几乎是凭空出现在薄雾和月光之下 叫谁都得探为观止 简直符合一切人 对仙境的幻想 难以置信 这需要多精密的计算 和什么样的阵法 公益 当初那些工匠和先生 到底怎么做到的 那些图神使者也发现了 戴着面具一样的面孔上 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几分交集 对着我们下手 也越来越灵力了 他们着急了 不管是谁 越重要的时候 就越不能慌 一旦慌 就一定会出现纰漏 一直默默放原神宫的苏巡 拉了我一下 示意我看向了一个位置 是啊 我已经看出来 那个位置上 出现了一个空门 那个地方的图神使者 聚集得多潜乱 而我心面一动 就对灰柏仓下了命令 把那些图神使者脚底下 全挖空 灰柏仓硬声 数不清地激扎声起来 那个位置 几乎一瞬间 就传来咯吱一声 不堪重负的声音 而我举起七星龙拳 对着地面一批 下一秒 站在那个位置上的图神使者 猝不及防 全陷入到了老鼠们 刨出来的现空洞里 图神使者的反应速度 是极快的 而我们争的 就是这个反应速度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七星龙拳横扫 带着他们 就从那个大坑上跨过 对着江面冲了出去 这一瞬间极快 好些图神使者 甚至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 跟他们擦身而过 所有人都拿出了 自己最快的速度 我带着他们 没了命地 就冲着里面跑 可江水卷到了岸边 脚底下 是整个江面 那一片月光云雾下的 海市蜃楼 却在弧心的位置 没有船 怎么过 不过 哪儿还来得及找船 我们一脚就奔着江面 踩了上去 游过去 只是 这一游 速度必定减慢 被图神使者追上的几率 就更大了 程兴和他们 一瞬间也没了自信 能行吗 不管被追到几率多大 不是是怎么知道 可奇怪的是 我们的脚 并没陷入到了江水之中 那感觉 简直跟踩在了 解冻的冰面上一样 我们几个对眼一愣 谁也不会水上飞啊 但是觉得出来 脚底下并不坚实 一颤一颤的 简直像是在流动 低头一看 恍然大悟 是数不清的江老鼠 潜藏在水下 跟雀桥一样 支撑着我们上 那个隐隐约约的门里去 灰百舱 我立刻回过头 灰百舱呢 可私下里 都没有灰百舱的身影 程兴和抓住了我 七星 你还等什么呢 快点 是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 雾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越来越淡 那个门的形状 也开始越来越稀疏 再不过去 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 我们踩着江老鼠的脊背 冲过去 还真的眼看着 海市蜃楼越来越近 那种感觉极为奇异 简直跟做梦一样 可就在要踏上 海市蜃楼的最后一瞬 脚底下忽然就是一阵松动 那些江老鼠 忽然沉下去了 我心头一震 回过头 终于看到了灰百舱的身影 它趴在了岸边 站不起来了 被一个图神使者 死死踩住 我瞬间就瞪大了眼睛 卧槽 坏了 第1552章 三个关卡 它没过来 是之前它就被抓住了 根本过不来 可哪怕被踩得死死的 它还能指挥那些江老鼠 把我们给送过去 我翻身就要折回去 这下危险了 刚才 已经丢下了杜恒指和乌鸡 总不能让悲剧重演 可将彩瓶拉住了我 相公 来不及了 是啊 再不上海市蜃楼 就跟不上了 那云雾再飞快地消散 而且 你看看灰柏仓的手 灰柏仓的手 跟公孙桐的手是一样的 你们先走 而这一秒 图神使者手里的一道锐物 对着灰柏仓的后背 就歇了下去 这一瞬间 我心口猛然一通 好比那一下 是扎在了 我心上一样 面前忽然就是一阵 棉絮式的云雾 把视线给遮挡住了 我立刻打散了云雾 可数不清的图神使者 冲着这里 药印一样地追了过来 把灰柏仓淹没过去了 我死死攥住了手心 咬了牙 一狠心转过了身来 来不及了 既然来不及了 那更不能功亏一篑 不然 灰柏仓 杜横指 乌鸡的努力 就全腹直东流了 回过了头 我们对着云雾之中的大门 就闯了过去 身后一阵风声 刷得掠过水面 对着我们追了过来 可我们的脚 先一步触及到了 坚实的地面 一踏进去 忽然就像是 闯破了什么隔膜 跟进入到了阵里一样 接着 眼前是一片黑暗 进来了 玄武局 进来了 看得出来 脚底下 是十分坚实冰冷的东西 像是大型宗庙里面 铺着的巨大地砖 这应该是一个 很大的厅堂 四处万来俱寄 程兴河拉住了我 在我手心画了的字 往哪儿走 长期外出冒险 我们已经有了 丰富的经验 到了一个没来过的地方 一不能随便点灯 二不能随便出声 因为不知道 这地方有什么东西 贸然行动 很容易成为靶子 更何况 我们没拿准 那些图神使者 是不是也跟进来了 为了不让我进局 他们可算得上 是煞费苦心 我仔细听了听 听出这个地方很旷 并没有任何活物的气息 低声说道 应该没问题 甩个天花看看情况 我们所说的天花 不是著名疾病 而是高老师 给我们在大包里面的 一种装备 这个装备跟烟花差不离 一手甩在了头顶 就能冒亮 但跟烟花不一样的是 烟花转瞬即逝 但是天花能跟荧光棒一样 在半空之中 悬浮一段时间 高老师说 这是东海一种 发光怪鱼的油 再配上了 横死之人的骨灰 做出来的 除了它 别处没这个门路 苏询是我们其中 手头最准的 一甩手 咻的一声 一道窜天猴死地 响生上了半空 我们眼看着一朵光花 绽放在了半空 像是一个没有线 凭空的吊灯 但是那个光 十分阴森 把这里照得阴森恐怖 不过 天花的冷光 已经足够了 屋顶也特别高 只是一眼望过去 一枚窗户二枚门 像是个巨型月饼盒子一样 借着这点光 我忍不住 捏住了灰柏仓的 浩子尾巴 他的寄身符还在 他怎么可以死 我有些不死心 又捏了一下 可奇迹没有出现 灰柏仓 没有再跟平时一样 从地里拱出来 带着一脸产笑 跟我叫水神爷爷 心里猛然一痛 山神的话 就是说 我身边的人 会越来越少 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笼罩到了心头 就跟有些事情 比死更重要一样 也有些事情 比死更恐怖 那就是 身边的人 在你眼前消失 不行 绝对不行 之前几次我都没有做到 但是进了玄武局 我一定要把他们 全给保护好 一侧脸 我发现成心和视线 落在了浩子尾巴上 脸色也很难看 他显然是在自责 要不是为了救他 灰柏仓不会跟来 也不会出事 他咽了一下口水 灰柏仓的孩子们 我摇摇头 把心里的难受压下去 都长大了 都长大了 也不意味着能没跌 我眼眶子憋了半天 可还是酸了 好难受 失去身边的人 原来这么难受 手一紧 是将彩柏握住了我的手 比起难受 解决着 更重要的是 替他好好活下去 这句话 一下就把我和成心和 给说清醒了 是啊 我们得好好活着 妈爷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一个声音 响了起来 这天宫就是天宫 灯都不用电哟 我一愣 跟成心和同时回头 就都傻了眼 卧槽 那个孝子什么时候 也跟上来了 孝子盯着半空之中的天花 眼睛亮晶晶的 一察觉到了 我们在看他 顿时有些羞难 我 我没见过多少世面 几位神仙见孝了 不是 哑巴兰也反应过来了 你来干什么 孝子立刻说道 我 我是来求药的 小时候 算挂的瞎子从门口过 就说 你们家牙子 将来是有仙缘的 能见大世面 我有时候想起来 还觉得瞎子算得不准 可没想到 那瞎子是个高手 说着 对我们那头变败 几位神仙 我早听说 月亮仙宫里 能有救活人的仙药 能不能赏赐给我一点 我想救我妈 我们几个一对眼 都叹了口气 这好端端的 怎么还把个无辜的人 给搅弄进来了 照着这个孝子的面相 但凡他好端端在外面待着 很快就能苦尽甘来 可一进了玄武局 那就跟进了漩涡一样 命数发生什么剧烈的改变 谁都看不出来 可现在 让他出去也不现实了 通过天花 我们就看出来了 四周围没有门没有窗 我们甚至不知道 自己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 难怪都说这个地方 进去了 就出不来 抬起头四下一看 倒是探为观止 刚才光顾着 为灰柏仓难受 现在一戏看 四周的墙上 密密麻麻的 全是浮雕壁画 那些浮雕壁画 别提多精致了 耗费了多少人工 可想而知 而那些浮雕的内容 许多人赶着梅花路 跟在了一个高个子身后 一个个欢天喜地 这些人通过了某处地方 但是再一出来 人就变了模样 变得极为年轻 荣光焕发 就好像 那个地方有什么法子 能让他们返老欢同 壁画的主题 要看周围的装饰 果然 周围的装饰 除了兽桃 就是仙鹤 还有捧着盒子的飞天女仙 主要内容 是球兽 玄武 当然主长寿 但是经过那道门之前 那大批的人 经过了几道考验 第一个 是一个四只符 在地上的怪物 有个长尾巴 第二个 是个水池子 还有一大片美丽的桃花 第三个 则是许多很高的东西 是空的 很像木板 哑巴兰指着木板 哎 哥 那是什么意思 棺材板子 程兴和推了他脑袋一下 你见过立者的棺材板子 那是屏风 懂不 一说到了屏风 那属于古董的范围 苏巡按捺不住了 也不是屏风 古代屏风都有装饰 没有凸的 奇怪了 那些木头板子是什么 不过 从壁画也看出来了 那三道关卡 肯定极为魔人 一开始的大部队 到了终点 没剩下几个 都折在关卡附近了 亚巴兰叹为观止 这头一次看见 破局还带预告的 可眼前就这么一个空屋子 这三个关卡在哪呢 程兴和就更别提了 凭住了呼吸 他们家的仙人 又葬在了什么地方 而这个时候 江彩平忽然指着一个地方 相公你看 那是什么 我顺着江彩平的手看过去 是个角落 看清楚了 顿时吃了一惊 第1553章 点睛钥匙 那是一个极为隐蔽的角落 角落里面 竟然像是躺着一个人 卧槽 这地方怎么会有人 这一瞬 眼前一黑 天花熄灭了 咻的一声 苏寻甩手又是一个 天花重新亮了起来 再冲着那一看 我后心一炸 刚才还躺在那里的人 消失了 江彩平也微微皱起了眉头 要不是我们两个都看见了 几乎要以为 刚才不过是一个幻觉 哪怕不是幻觉 刚才天花一鸣一面 也不过是转瞬的功夫 那个人 好快的速度 我私下里看了看 都没看到 这地方 是死一样的季节 上哪儿去了 我一下又想起来了 之前跟在我们身后的 那个东西 难不成 是个东西现行了 不过 不管是什么吧 这地方不能久留 得赶紧找到真正进去 到了玄武局振兴的位置 我两个目标 一个是把政务拿到手 还有一个 是找到成兴和祖先的目的 把遗体牵走 这是最后一个局了 以前既然都很顺利 这一次 也绝对不能失手 哪怕 这个地方 是最困难最要紧的地方 我和江彩平 奔着刚才那个地方就过去了 这个地方不可能严丝合缝 得找到通往后面的机关 可这地方触目所及 全是密密麻麻的浮雕砖 要找机关 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难 苏巡在我身后低声说道 怕是点睛钥匙 所谓的点睛钥匙 是就风水的一个术语 就跟画龙点睛的成语 点了龙的眼睛 龙能腾空而起一样 意思是 需要在壁画之中 找到一个位置 点了那个位置 机关才能应声开启 而那个机关 一定是有讲究的 要么是神兽的脚爪 要么是美人的并发 但四面墙壁满满的浮雕上 去找点睛钥匙 那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们这一进来 一分一秒都要抓紧了 毕竟一周夜的功夫 成狗就要满25岁的生日了 它们家 就没有一个 能活过25岁01秒的 可要是每一个浮雕 每一个浮雕地摸过去 得耽误多长时间 我们根本不敢想 更何况 从这里越过 还不知道会碰上 什么其他的关卡呢 几个人分头摸了过去 小子一看我们摸 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也跟着有样学样 当然什么也没摸出来 这样不行 一股子焦躁袭来 不能把成星河拖死 也不能让灰百苍百死 速战速决 就一个法子了 我抬起头四处一看 发了狠心 我要把这里的全部浮雕 都给削开 塑造这些浮雕 不知道要花费多大的功夫 但是要毁掉 就简单多了 我抬起了手来 对着那一面墙 就要削过去 可这一瞬间 我忽然就绝出来 手上沉了一下 像是有个隐形人 摁住了我的手 手已不可思议地 速度弯转 这一下 倒是对着江彩萍 他们削过去了 成星河他们一愣 苏寻反应极快 伸手就把面前的人拽开 但他只有两只手 够不到最前面的江彩萍 江彩萍绝出来 美极了的眼睛 顿时已凝 我脑壳一炸 立刻以最快速度 转过七星龙拳 只见七星龙拳 贴着江彩萍的胳膊 就砍到了地上 啪的一声 坚硬的地板 直接蹦出了一道裂 砖石瓦砾炸得到处都是 差一点 差一点就消中江彩萍了 成星河被砖石渣子见到 这才回过神 七星 你鬼上身了 白货香也惊魂未定 立刻看向了江彩萍 空中传来了一阵笑声 恶作巨似的笑声 那个笑声的主人 是故意的 而我立刻抓住了江彩萍 仔细一看 他身上没受什么损伤 白货香看着我 也点了点头 我才放心 但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你怎么不躲 刚才那一下确实快 可以江彩萍的本事 不会躲不开 江彩萍眨了眨眼睛 十分理所当然地就说到 女子自然要以福为刚 相公要打 妾随着相公打 相公要杀 妾再死一次 也是理所当然 反正 相公要把妾怎么样 妾就全顺着相公的心思 这都什么封建糟粕 这把我给气的 那咱们先说好了 你要是真听我的 把自己给保护好了 不管谁要动你 哪怕是我 我也要你一丝闪失 都不许有 江彩萍一愣 可是 你只说 你听不听我的话 江彩萍像是下定了决心 相公的命令 妾三生三世都记住 程兴和吸了口气 已经展开了凤凰毛 怎么回事 这东西也有水母皮 能隐形 不是 我吸了口气 那个东西 单纯就是快 快得几乎让人看不到 雅巴兰也瞪大了眼睛 世上 怎么会有这么快的东西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一直到了现在 我们连那个东西的真实面貌 都没看清楚 只在天花第一次熄灭的时候 勉强看到了一个轮廓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还没等我看清楚 又一阵破风声对着我们 就扑了过来 我反手转过七星龙拳 对着那个方向 就劈了过去 光的一声 七星龙拳的锐气炸起 对面的石壁坏了一半 但是感觉得出来 劈空了 那个东西的速度 能让它完全有余余躲开 半空之中 响起了一个拍手的声音 好玩 好玩 我看见 一抹清气 微微从梁柱附近流泄了过去 那是个很厉害的灵雾 而且 那个灵雾身上 似乎若有四无 还带着点神气 好像很棘手的样子 我凭住了呼吸 全神灌注 把那种金色龙气 往眼睛上引 这这一瞬 眼睛就是一阵刺痛 但这一瞬间 视线就捕捉到了 一个身影 从梁柱上转了过去 乍一看像是个人 可身后 坠着一个很长的尾巴 好似一个大壁虎 这个东西 快得 简直像是一道光 我心里一提 就想起来了 难不成 这个东西 就是壁画上 所描绘的第一个关卡 那个四爪抓地的人 看来 不把那个东西给搞定了 我们就找不到点金钥匙 第1554章 黄殿救母 这一瞬 掘出又一道破风声 冲着我们劈了过来 我条件反射 挡在了江彩平前面 啪的一声响 脸上就是一麻 一个耳光 重重地打在了我脸上 龙铃都没来得及滋生出来 只有眼角余光捕捉到 那个东西身子一兜 腾云架物似的 重新折回到了梁柱上 但是听得出来 咯吱一声 他的四肢不稳当了 滑了一下 打我这一下 他自己也被龙气给反伤了 应该也是猝不及防 我听到了一个倒吸冷气的声音 那东西被我震了一下 我抬手摸脸 可忽然就觉出身边一阵寒气 江彩平 他抬起美丽的眼睛 盯向了梁柱 脸色阴沉了下来 程兴和他们都觉出来了 江彩平怎么了 他身上的飘带 垂下来的青丝 全都烈烈向上扬起 整个人阴气大盛 哑巴兰咽了一下口水 看意思要抱走 那东西好大的胆子 江彩平嘴角一拉 是前所未有的狠力 竟然敢打妾相公的脸 咔咔 这一瞬间 四周围忽然响起了一阵细碎的响声 紧接着 在天花阴冷的光线下 头顶开始坠落了数不清的尘土和沙力 这是 砖石瓦力不堪重负的声音 下一秒 只听光的一声巨响 墙面顿时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纹 无数砖石瓦力 跟尸重一样腾空而起 紧接着 集中一点 对着梁柱就打过去了 破风声呼的一声凌厉而起 大堂里炸出了一道旋风 当当当 一声绵密的炸响 那个梁柱不堪重负 瞬间就轰得一声拦腰截断 一道身影从中悄然而出 显然也吃惊不小 可江彩萍早看见了 笋白的手腕一转 整个厅堂里 但凡是能移动的东西 跟一窝蜂一样 全部对着那个身影 就炸了过去 我们几个顿时屏住了呼吸 这就是 江彩萍作为鬼仙的真正力量 那个速度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要是平常人 要是猝不及防就捂住了脑袋 不好了 地震了 想不到 想不到月亮仙宫也闹地震 但那个身影腾膜闪月 每一次都能游刃有余地躲过去 而且 那个姿势动作 简直 像是在玩 不过 马上我就反应过来了 这地方的动静不对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头顶已经传来了不堪重负的声音 卧槽 再这么下去 还没等江彩萍打中那个东西 这里就塌了 程兴和也觉出来了 立刻就要抓住江彩萍 你别冲动 可江彩萍浑身都是炸起来的阴气 程兴和没抓住 倒是差点被震一个亮枪 还好让哑巴兰给扶住了 我立马也奔着江彩萍抓过去 你先等一下 可这一瞬 头顶上的天花板已经支撑不住 破风声落下 一个巨大的石块 奔着我们的头顶就坠下来了 我甩手七星龙拳劈过 用手护住了江彩萍 砖石瓦砾从头顶炸开 落了我们一人一头灰 所有人都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而烟雾过后 那个恶作剧一样的声音 再一次尖笑了起来 抓住这个机会 程兴和立马说道 老江 你可千万别发飙了 再发下去 大家伙都要给打你老公的人陪葬了 江彩萍这才反应过来 环顾四周 顿时露出了后悔莫及的表情 从我胳膊下挣扎出来 一下跪在了我面前 相公 事切不好 意识情急 出手稍微重了一些 请相公责罚 我后心发量 这是稍微 哑巴兰就更别提了 彩萍姐 你这只是一些 要是真的暴走 是不是都得成了兵马俑 江彩萍本来就自责 自己在我面前擅自行动 再一听这个 抬起手 毫不犹豫 就要往自己脸上打 窃该罚 我连忙抓住了他的手 这一下力道极大 好险把我都给带了一个亮枪 不要紧 不用罚 那个东西 是存心的 他故意往结构重要的地方躲 就是想让江彩萍打过去 把这里给毁了 白货香也觉出来了 那个东西 比想象之中狡猾 那东西是个啥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我是能看清楚那个东西的诡计 立刻抬眼就要看 可白货香早看出来了 一把拉住我 力声说道 你眼睛还要不要了 我这才觉出来 眼底一阵剧痛 而且一阵温暖湿润 伸手一摸 这才吃了一惊 眼角眼头这些比较脆弱的位置 躺了血 不能再随意 用那种金色的气了 那好像 不是属于这种肉眼凡胎的 可要是不用精气 那东西实在是太快了 怎么弄 我们根本就没资本 在这里浪费时间 程兴和的命 已经不足24个小时了 我脑子飞快地转动了起来 得赶紧想个法子 可那东西 是什么都看不清 怎么想 而这个时候 在一边抱着头 躲避地震的孝子 忽然大叫了一声 坏了 啥 只见他抱着自己的背篓 欲哭无泪 我的药材啊 原来 刚才头顶上砖石瓦砾乱掉 把他的背篓砸出了一个窟窿 一道金光 疏然就从窟窿里溜走了 他赶紧把衣服脱下来 堵在了窟窿里 抓这点玩意儿 差点搭上半条命 跑了三个 那道金光 也很快 我心里一动 你背篓里是什么 孝子立马说道 是黄垫蛇旧 黄垫蛇旧 本地人都管四脚爬虫叫蛇老旧 而垫 是边陲地区形容快的意思 孝子接着就说道 这个东西 可实在是太快了 不好抓 我找了好几天 才找到了他们的窝 我立刻让苏寻点上天花 清白的光一炸 透过了竹篓 看出来里面的东西 不由一愣 那些东西 确实是某种蜥蜴 但是我们没见过这种 通体金黄 脑袋上 却有两个小小的凸起 乍一看 很像是脚 程兴河也看出来了 吸了口气 简直 就像是黄金雕刻的龙 这话一出口 我们全反应过来了 山神说 要进玄武局 非得带着黄金龙 难道 就是这玩意儿 第1555章 一场比赛 我立马就问孝子 这玩意儿 有什么特别之处 孝子愣了愣 倒是开始滔滔不绝 因为这玩意儿极快 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 本地老人知道 是因为这东西 很喜欢吃豆苗的根筋 有时候一到黄光过去 豆苗齐刷刷就断了 只看见地上一串 蛇臼特有的四足脚印 所以 这才得名黄殿蛇臼 这东西吃豆苗 在庄稼人看来 那是最大恶极 可太快了 逮不住 有些庄稼人就用豆苗 根筋做诱饵 寻找到了这东西的老巢 给它一锅端 这些年 不知道哪里传来了一个说法 说这玩意儿 是世上最快的东西 以行补行 腿脚不好地吃了 立马见笑 附近县城的有钱人听说了 就让人去抓了鲜活的来 一条赶得上金架 所以孝子才来抓了 给老娘看眼睛 费了挺长时间 才活捉到这几条 隔壁寨子那个被抓的小伙子 就是晒出了蛇臼照片倒的霉 不过硬要说 这东西 除了快和补腿这两种特点 那孝子还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就看向了白货香 成星和他们也是一样 既然山神留下了那句话 这东西 说不定就是那个很快的灵雾的克星 白货香伸手抓了一条细砍 一皱眉头 也摇摇头 这东西吃素的 没有毒 这一下大家都有些泄气 这玩意儿 真的能对付那个特别快的东西吗 而这个时候 一个破风声冲了过来 面前冷风一炸 就掘出那东西 要把黄光蛇就给抢过去 可我跟这玩意儿 遭遇了两次 有了心理准备 反手就对着那东西劈了过去 那东西凌空转身 很快的不可思议的速度 翻转了过去 一个缥缈的声音 在天花板附近响了起来 不好玩 天花板上 有很多凸起的浮雕层 类似于吊顶 那东西藏在一个浮雕层后面 似乎十分失望 成星和本来就着急 这下更是气得够呛 去你妈的 回家玩你妈的蛋 我一寻色 就看向了白货香 你一会儿帮我个忙 白货香一愣 听我一戏说 恍然大悟 你是想 白货香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一乐 冲他摇摇头 意思是隔墙有耳 那东西能听懂人话 不能让他觉察出来 既然他带着 我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于是我抬起头 对着那个东西 就说道 倒是有个好玩的 你玩不玩 那东西顿时精神了起来 玩 玩 那个位置 凌空就是一转 显然在 激动地打了个滚 怎么玩 怎么玩 跟我猜的一样 这个东西 怕是十分寂寞 之前从浮雕壁画上 就能看出来 这东西 似乎对来人很感兴趣 还对壁画上的人物 伸出了什么 你说 那东西更加兴奋了 那咱们比比 那东西的嗓门上 带着粗重的气声 似人非人 比比谁跑得快 这一句 程兴和他们全给愣住了 下一秒 程兴和就骂了起来 好吗 这玩意儿是真不傻 比快 我却拉住了程兴和 就比谁跑得快 程兴和抿了名嘴 用口型说道 你他妈疯了 你比他快 我要是有那么快就好了 那声音一听 更激动了 要玩游戏 就得有赌注 赢了如何算 输了 又如何算 这东西虽然会讲人话 可显然在这里住了太久 腔调还是几百年前那个腔调 还是依着你 程兴和更愣了 抓我就指向了浮雕壁画 浮雕壁画上 精细地勾勒出一个画面 那个四脚着地 有尾巴的人张着嘴 而嘴里有一双脚 什么意思 生吞了一个人 那个东西更更高兴了 好 好的很 那 我赢了 我就把你们 全挂在墙上 风干成辣 谁也别抵抗 这东西 对我和江彩平的实力 是十分忌惮的 不然一开始就把我们给辣了 雅巴兰一抬头 忽然就愣住了 立刻抓住了 我往上看 梁柱上 有一大牌东西 摇摇晃晃的 好像庙堂里常见的 祈福红布条一样 孝子挪着眼睛看了半天 脸突然也白了 那是 腰带 旧时候 人人都要记不腰带 刚才没理会 还以为是庙堂里面 常见的装饰品呢 如果是腰带的话 没错 那些腰带都是一个颜色 暗红色的 被鞋给浸透了的痕迹 看来 之前也有人参破机密 进到了这个地方来 想必都是行业里的精英 可到了最后 第一道门都没穿过去 全成了那东西的干粮了 只剩下腰带 还挂在那里 好似一道一道的墓碑 大丈夫一诺千斤 我接着说道 但要是我们赢了 叽叽叽叽 那东西忽然发出了一个 极其怪异的笑声 你们 赢不了 世上 没谁能赢得了 那个笑声跟指甲挠毛玻璃一样 满是自信 让人毛骨悚然 我一笑 那也得让我们说完了 要是我们赢了 你把竞选五局的法子告诉我们 也或者 我故意拉了个长生 你不知道怎么进 放屁 那东西勃然大怒 我自然知道 就在 我们几个的耳朵 瞬间全竖了起来 可这东西反应过来了 又是一声怪笑 那比吧 谁跟我比 你 还是那个死人 我摇摇头 都不是 我把竹篮子举了起来 你跟这个东西比 那东西反应过来 我们说的是黄光蛇旧 那丝丝的声音 更是勃然大怒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成兴和他们脸 也都绿了 可他们太知道我了 我很少去干赔本的买卖 只能大眼瞪小眼的互相一看 你就说你敢不敢吧 那东西沉吟了一下 倒是也爽快 你们要怎么比 我答道 就在这一面墙为起点 看谁能冲到对面那堵墙 怎么样 那东西一阵尖笑 可以 我就把香灰撒在了墙角上 以脚印子为印记 防止墙跑 又在终点放了一条细线 谁先撞断细线 谁就赢了 接着把黄光旧母拿出来 放在了香灰上 开始了 那东西十分不屑 属然落了下来 我就看见香灰上 落下了一串足迹 犹如一道闪电一样 奔着对面的墙 就凌空冲了过去 犹如一道闪电 成兴和他们 都捏了一把汗 盯着我手心里 窜出去的那一道黄光 快 快点 那一道黄光 还真名不虚传 扑的一下冲了过去 几乎让人眼花缭乱 像是两刀利刃 能直接把空气给劈开 没眨眼的功夫 蹦的一声 细线就断开了 我们眼看见 那一道黄光的灵片 夹着细线 窜出去了老远 庙堂里面 一片安静 赢了 成兴和第一个欢呼了出来 山神说的没错 这黄金龙还真管用 真赢了 那东西消失在了庙堂里 不吭声了 我对着那东西大声说道 现如今 你该说话算数了 那东西还是不吭声 成兴和着急了 这玩意儿哑巴了 半晌 那东西才吐出了一句 要是我说话不算数呢 反正 我也不是什么大丈夫 话音未落 一道闪电 似的破空声 对着我们就扑过来了 这东西从来就没有输过 急眼了 它是对着那几条 剩余的黄光蛇 就过来的 它不能容许 世上有其他东西 比它跑得快 我心里却暗笑 等的就是你过来 我立刻看向了白货香 第1556章 四爪提铁 白货香猛然抬起了手 那东西奔着贝罗 抢过来的一瞬间 我们就看见了一个 两米来长的东西 坠了下来 按理说 它想抓了贝罗就跑 但是这东西趴在地上 不动了 诚心和他们 几乎全愣了一下 我们终于看清楚了 这东西的真身 看到了 才觉出 那浮雕上雕刻的 简直是活灵活现 人脑袋 四脚着地 身后挂着个大尾巴 我们都没见过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是再一看 就看出来了 这东西的四个脚爪上 都镶嵌着什么东西 神器 就是从脚爪上显露出来的 孝子直了眼 张开了半天大嘴 才熬得一嗓子喊了出来 妖怪 妖怪 黄光蛇就成精了 那东西一听 勃然大怒 拼命地挣扎了起来 可他牢牢被扣在了地上 动弹不得了 诚心和他们 这才反应过来 这 出什么事了 其实很简单 我刚才就跟白货香商量好了 一会儿我跟他打暗号 什么时候打暗号 什么时候 就把一坛子白焦烧 给拿出来撒上 论手头的功夫 它是我们之中最快的 那是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这东西几年 只要是粘上了 不包一层皮 那就绝对挣扎不出去 它不是快吗 既然快 粘住不就行了 诚心和他们 顿时都高兴了起来 高 哥 你怎么想到的 兵不血刃 把这东西治得一愣一愣的 其实很简单 之前一听这玩意儿的语气 就十分好胜 可这东西实在是太快了 要引下来 非得找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不可 而我们确实没有什么 能吸引他的要点 唯独孝子 把黄光蛇就给弄了出来 这东西想抢 为什么 就是听孝子说 这个东西极快 我就想出了这么个比赛的主意 不出意料之外 那东西又好胜 又自负 肯定是答应的 要是他答应 那这事顺顺当当就成了 诚心和瞪大眼睛 不是 你怎么知道 你这黄光蛇就能赢 是啊 那万一输了 因为 我认识这东西 验圣册上 有这东西的记载 这东西 在古代 叫雷种 什么意思呢 据说这是天上的东西 天雷坠地产生的 是一种精灵 当然了 只是传说 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传说里 人还是用米点子 见出来的呢 但是没有图 因为这东西 实在是太快了 哪怕绘制验圣册的人 也没见过这玩意儿真身 所以一开始 我没敢断定 听见孝子这么一说 才能断定 这东西之所以得名 是因为有雷电的速度 是世上最快的东西 我刚才就看出来了 这些雷种腿上的亲切 比那个四爪的还剩 这雷种输不了 而那个四爪的东西 就不一样了 刚才我用金色龙器看出来 它显然是个罪孽深重的东西 浑身挂着黑煞气 说明这东西气数将近 只要赢了 它愿赌服输 大家都高兴 不过 这东西会反悔 我也一点都不意外 既然好胜就没那么容易认输 他忍受不了失败 极度心极重 肯定要对雷种下手 这一下手正好粘住 那东西听见了 拼命地挣扎了起来 狡猾 人都狡猾 我蹲下看着他 要说人狡猾 你是挺有资格的 你以前也是个人吧 那东西瞬间就愣住了 不光是他 孝子也傻了眼 小神仙 你说 你说这是人 没错 这东西之所以变成妖怪一样的存在 是因为他脚上的四个怪东西 那不是人该有的东西 这是 仔细一看 是四个很奇怪的金属 很像是马瓜在脚上的体铁 这四个东西 不是正道来的吧 我盯着那东西浑浊的眼睛 为了这四个东西 你吃了不少苦 是不是 那东西不听还好 一听这话 身体迅速扭转了过来 竖线一样的瞳孔 死死盯着我 下一秒 他疯狂地转过了身子 只听刺拉一声 腾空而起 要冲着我扑过来 我立刻闻到了 扑鼻子的血腥气 这东西 为了重获自由 硬生生地扯掉了 被白胶烧粘住了的肚皮 对自己 也这么狠 但是下一秒 凤凰毛光滑乍起 对着这东西的肚子 就卷了过去 这玩意儿 还想作死 可那东西实在太快了 凌空翻转 竟然硬是从凤凰毛的边缘 擦了过去 不行 这东西要是挣脱了 恐怕就真的抓不回来了 可这一瞬 一股子力道凭空出现 像是一阵利风 重重地推了那东西一下 那个东西挣扎不出 反撞上了凤凰毛 成星河手一翻 立刻用凤凰毛 把这东西给捆得死死的 可这东西的力道 是出人意料的大 四爪上的神器一炸 带得成星河几乎脱手 可还好 亚巴兰扑过来 跟拔河一样 和成星河一起 死死抓住了凤凰毛 亚巴兰的蛮力谁都知道 指一下 那东西直接被拽翻在地 本来肚子上的皮就被扯下去了 又被凤凰毛一脚 这东西浑身就是一阵抽搐 可这玩意儿并不死心 靠着极大的力量 还想往外扑 但一转脸 像是撞上了无形的墙 重新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苏寻不声不响 已经在周围摆了一个阵 这东西出不去了 可这东西求生欲望极大 还想挣扎 可四个爪子动不了了 他惊恐地低下头 才看到 白货香对着他的关节 就是几根针 他算是彻底没戏了 江彩平这才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该 叫你打相公的脸 这东西的脸 这才清晰地展露到了我们面前 这东西浑身的肤色 发绿发青 极为粗糙 隐隐约约 像是有数不清的小鳞片 而看着这个东西的面相 也看出来了 千一弓隆起 却从中间断裂 说明这东西犯过某种大错 跟判主有关 被关在这里 应该也是因为报应 现如今 报应终于是来了 我从高处往下看着他 你说 怎么出去 第1557章 手中圆环 四爪怪物浑身速速发抖 或嘴上就是一个凝笑 你们进不去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时间 跟他耗下去了 这东西被抓住 也不肯怨赌服输 那行 我弯下腰 一只手去抓他的脚爪 进不去就进不去 不过这一趟不能白来 你脚上这东西归我们了 四爪怪物悚然移动 立刻就要把脚爪给缩回去 可他现如今被困得结结实实地 根本就没法挣扎 于是这东西满口大骂 狡猾 奸诈 贪婪 不得好死 哑巴兰上去给他脑袋一下 都自顾不暇了 还舍命不舍财 翻开了那东西的脚爪 我忽然就看见 那金属片上都有相似的痕迹 像是个三叉戟 这东西怎么这么言说 奇怪了 我记忆力还算不错 怎么就是想不起来 我见过 我肯定见过 不光是见过 我甚至还拥有过 可这到底是什么 这一瞬 鹅角猛然炸裂一样地剧痛了起来 那种剧痛难以形容 快得像是被利刀劈开了头骨 自从上次被肖香摁住 就没有犯过 可这一瞬间 脑子里就出现了许多残片 云气翻涌 数不清的四体扬起 那地方很冷 高处不胜寒 这是 天马的体铁 那个四爪怪物 身体猛然僵住 抬起眼睛看着我 满眼难以置信 你 你是什么玩意儿 你怎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 程兴河也来了兴趣 这玩意儿这么快 就是因为这四个体铁 拆下来 肯定值钱 这不是一般的神器 恐怕 是上头的东西 凡人如果越过规矩 取得了那种至高无上的神器 那身体扛不住 神器反倒是会把血肉之躯给侵蚀 让你哪怕享受到了神器的力量 可自己也会变成一个怪东西 比如 这个四角肠尾的怪物模样 这个人 敢偷上头的东西 不管是胆气还是机缘 都挺厉害啊 难怪会被关在这里当证物之一 不过 普通的凡人 根本也没有接触到了神器的机会 这个人 生前是个什么来路 你看 程兴河眼尖 只给我了一个位置 这东西残损的肚皮上 露出了半个纹身 这个纹身 也跟那个体铁一样 是个三叉戟的造型 那就对了 这个人 以前可能是个祭祀 或者是在神庙里的杂役 可能是通过了 某种机缘巧合 碰上了上头来的东西 盗取为己用 上头的东西都敢偷 那等着你的 肯定是天罚 看样子 这东西 应该是带着体铁逃跑 结果变成了怪物 被抓到了这里 来看门了 这些苦 都是为了这些体铁 我伸手就往下拽 果然 那东西再也忍不住了 历生说道 别动我的东西 我告诉给你们 哪怕到了现在 他还是不肯放弃 这就是 所谓的沉默成本了 已经为此 吃了那么多苦 要还是失去这东西 之前的苦 可就全白吃了 成心和雅巴兰 他们一对眼 都是一个想法 这东西 死不悔改 孝子也跟着插嘴 这怎么 好好一个人不做 要做畜生 你是没见过 为了某种贪欲 选择做畜生的人 多了去了 说 我见过 我见过当初有人 在最里面一个圆环上 花了很大的功夫 就是那 就是那 圆环 我奔着那个圆环过去了 仔细一看 那个圆环 是在一个浮雕壁画上 一个鹰尾的男人手里 那个鹰尾的男人 一手直配 一手直环 驾着一辆车 车前是十二匹骏马 每个骏马脚下 都是云雾 这些骏马 能飞 而骏马脚下的体铁 跟那个怪物脚上的 一模一样 那个男人 我忽然一愣 头上 竟然有两个龙脚 身后 垂着一个龙尾 底下 有万民静样 这好像 是密密麻麻的 浮雕壁画之中的主神 它脚底下 是跪拜的民众 而这个车后面 蔓延了一些 很华美的纹路 好像这个车 在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可惜 后面的那些内容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残损不堪 看不出来了 那个四爪怪物 莫非偷的 就是这些天马的体铁 我立刻伸出手 按在了那个圆环上 这一瞬 整个厅堂 忽然就发出了 一个轰然的响声 墙壁后面 有巨大的运作机关 但是下一秒 头顶就是一阵巨响 数不清的砖石瓦砾 跟下暴雨一样 对着我们就倾泻了下来 这个地方 要它 成兴和他们全反应过来了 妈的 这个东西 是不是故意 没错 这个东西 想砸死我们 叽叽叽叽 那东西当场就大笑了起来 你们别想出去 死 都死 谁想抢我的东西 都得死 把我们砸死了 他就能永远 把四个体铁据为己有了 这把成兴和他们给气得 二话没说 上去就给那东西来了一脚 可这一瞬 我就看见 一抹黄光 忽然奔着一个方向 跑了过去 刚才的雷种 不光那一抹 似乎从孝子贝楼里 出来的那些 全一窝蜂地 往那个方向 跑了过去 对了 艳圣侧还说过 雷种不光速度快 也极为敏锐 善于逃生 也就是说 雷种逃走的地方 必定是个生路 我立刻回头 往这里跑 成兴和他们一听 立马奔着这个方向 就过来了 可这个时候 一个巨大的石头坠落 就要砸到了 他们几个的头上 我反手就把 那个巨大的石头 直接劈开 那石头的碎屑 劈里啪啦 就要把那个四脚人 给埋住 那个四脚人动弹不得 还想挣扎呢 而他一抬头 仔细地盯着我的鹅脚 忽然愣住了 原来是你 你认识我 可那个东西却笑了 叽叽叽叽 原来是你 你也有这一天 叽叽叽叽 成兴和他们 也都看了我一眼 你们只管去吧 去了 就回不来了 他抬起头 阔嘴又是一笑 而且 你们中间 有怪东西 怪东西 可也来不及 听他说什么了 我拽上了孝子 一头奔着雷种 逃走的地方 冲了过去 身后哗啦啦一片响声 铺天盖地 浮雕剥落 那个方向 果然有一个黑洞 我们才刚越过去 就觉出后面 一阵坍塌的声音 那个厅堂整个塌陷 把四脚人 埋在了里面 孝子浑身直颤 在地上哆嗦了起来 这也没想到 上一趟天宫 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好摘的果子都不甜 而我鹅脚上 又是一阵剧痛 蹲在地上 喘了半天气 才觉出来 一阵潮湿冰冷的空气 灌入到了肺里 这是 面前是哑巴兰的声音 桃花 抬起头 顿时也是一愣 面前是个 十分广阔的天地 对面一片纷繁 好像云霞一样 是这个季节 不该有的桃花 而这个桃花灵 跟我们之间 隔着一个宽阔的湖面 水 我忽然就想起来了 那个玄武地图来了 上面说 这个地方的水 极其凶险 什么意思 程兴和也想起来了 一边喘气一边问 就是 粮粉草呢 这附近确实蔓延着 很多的水草 可看上去都很普通 也不像是 人脸疼那一类的活物 我们应该来到了 玄武头部的位置 从这里越过去 应该就能到达真心了 而程兴和一看 这是个荒郊野地 就来了精神 他在想 他们程家 那个祖先 是不是就被埋在了 这附近 第1558章 四绝之局 我仔细一看 就看出来了 说 你别着急 这地方肯定没藏人 咱们越过去 上里头看看再说 亚伯兰好奇 哥 为什么不是这 程兴和也瞅着我 是啊 我虽然没你懂风水 不过好歹也没在 老海他们家白住 这不是个四瑞地吗 什么叫四瑞地呢 东有凤头 西有林尾 南有石口 北有棚翅 这叫四瑞局 这地方乍一看 很像是个四瑞地 东边是个小丘 头大紧小 带锐松 正像是凤凰头 西边是一大片草垫 形似临尾 南边是个圆坑 也是狮子大开口的形状 北面更别提了 一片阔水 犹如大棚展翅 可你再仔细一看 凤凰喉咙上有朱砂 是割喉血 草垫中间断开 是折尾伤 南边有几口水井一个的窟窿 正是尸口拔牙 北面的水是波澜不兴的断翅水 是个四瑞地 这地方立阴不立阳 程兴和家的人 虽然个个都活不过二十五 可到底延绵了这么多年 祖坟不可能是在个四绝地上 再说了 你们家祖上 不也是做这一行的吗 怎么可能选在这个地方点穴 他们一听 仔细一看 这才倒抽凉器 虽然极难察觉 还真是这么回事 雅巴兰忍不住一伸手 我哥就是我哥 程兴和更是得意非凡 大惊小怪什么 虎腹无犬子 不过我看得出来 他也紧张 他的时间不多了 四绝地 这地方很少见 因为历死不历生 所以活人到了这里 难免要吃亏 而这个时候 身后一阵响动 像是有啜气的声音 我回头一瞅 好吗 孝子搂着那个竹筐 巴搭巴搭掉泪 对了 刚才那么一乱 他手头上那些雷种 统统跑没了 刚才 也多亏是他带着了黄金龙 我们这才顺利 从庙堂里面给逃出来 我就告诉他 我得谢谢他带了那东西来 要是大家都能活着出去 我请最好的医生 给你老娘治病 孝子一听 眼睛里顿时就有了光 小神仙 你真肯给仙药 我指着白货香 我们这的医生开的药 跟仙药也差不了一萝卜皮 白货香假装没听见 下巴扬得很高 不过猫似的眼睛里一丝得意 显然挺爱听 孝子看了白货香半天 更激动了 小神仙 您身边的这些 看来全是神仙 我摆了白手说 不敢当 就看向了对面那个桃花林子 现如今分秒必争 我们得赶紧找到镇星 照着壁画的提示 这地方只不过是第二关 后面还有一关呢 也不知道这一关是个什么内容 承星河也是一样 看了我一眼 要想上那个桃花林里去 那就得从水里给蹚过去 我随手从一边砍了个竹竿子 奔着水先扫了过去 这一扫 水底下似乎并没有什么动静 我就让他们跟在我后面 我来打头 这一片水不浅 我在前头连油带汤 跌跌撞撞 勉强还真过了这一片水 说实话 以前我们过的水 底下都不平安 要么就有水猴子抓脚 要么就是淹死鬼拉替身 所以我格外注意 下头有没有东西 可出乎意料之外 这一片水 还真是一片死水 竟然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也是奇了怪了 要说唯一一点 就是这水里像是 有什么颗粒状的东西 很像是某种浮游生物 一下一下撞在了腿上 跟鹅吐鸡里迎面扑来的沙子一样 皮肤微微有点发痒 下去抓一把 倒是没能抓上什么来 承星河也觉出来了 似乎都在拍打脚下 不过这玩意儿 似乎没什么大危险 一群人直到小心翼翼上了岸 我们几个都没回过神来 哑巴兰忍不住来了一句 哥 这么顺利 结果话没说完 让承星河给脑袋上就来了一下 别乌鸦嘴啊 每次一说顺利 他妈的总有窟窿在后面等着你 哑巴兰很委屈地护住脑袋 我这是喜鹊嘴 放屁 你也不看看现在的时间段 天还没亮呢 早报喜 晚报忧 哑巴兰也懒得跟他计较 一低头 发现裤子上沾了很多小米大小的黑东西 捏起来看了看 谁底下就是这玩意儿 姐 这什么玩意儿 咬的人怪痒痒的 白货香也跟着看了看 皱起了眉头 我没见过 这虫子也没给我们带来什么痛痒 所以比起关注这玩意儿 我们就把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桃花林里 这个桃花林比想象之中还大 几乎一眼望不到头 就在这个时候 苏勋拉了我一下 好像有什么动静 我也听见了 像是骨色思弦 欢声笑语的声音 这地方 有人 这简直比出来个什么怪物 还让人震惊 我们几个队看了一眼 奔着那个发出声音的地方 就过去了 越过服输的花枝 我们一起看到 有个位置上露出了隐隐的灯光 再靠近了 全愣了一下 那个地方 竟然有一个小小的村落 程兴河瞪了眼 这是 亭台水线 乌雨玲珑 我们几个一对眼 简直是心照不宣 传说之中的 桃花园 那些雕花的窗户格子里 流泄出了柔和的灯光 欢声笑语更响亮了 我们不约而同 闻到了酒肉和脂粉交错的香气 这是个 什么地方 最快捷的方法 就是上去问问 我敲响了一扇门 苏巡盯着门上的雕花 紧朝的 苏巡美白跟着古玩店老板学艺 这扇门的轴和雕花 确实是紧朝的风格 这一下 那里欢声笑语的声音停顿 那扇雕花门打开 一个人出现在了门内 我们同时屏住了呼吸 是一个穿着古装的美丽女子 简直跟话里走出来的一样 简直跟穿越了一样 雅巴兰看直了眼 这 真是桃花源啊 那女子见了我们 也是一愣 紧接着 就热忱地拉住了我们 简直又惊又喜 客从何处来 我刚要说话 她两只手已经缠在了我胳膊上 欢快地对着屋里喊 哎呀 今日可是个好日子 来了客了 这一声 屋里哗啦一声 出现了许多漂亮的古装姑娘 瞬间就把我们给围住了 这样多的好郎郡 郎郡快请进来坐坐 门一开 我看见了那里的陈设 有乐器 有玛瑙一样的红蜡烛 还有满桌的酒席 什么真羞美味 几乎一应俱全 程兴河吸了口气 喃喃地说道 乖乖 这地方 是玄武局 这不是人间天堂吗 不如我们回答什么 那些女子 已经把我们给拉进去了 这一瞬间 相风拂面 几乎是大多数人幻想之中的天堂 让人一瞬间恍惚 忘了初衷 但很快 我忽然觉得后背一疼 瞬间清醒 不好 差点走了神 萧香来了 不对 萧香要折磨 也都是折磨食指 这是 白货香 她的眼神露出了杀气 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我这才回过神来 立刻对着面前一个姑娘问道 我们是来找东西的 你们又是 我想看清楚 这些女人是什么人 可出乎意料 我竟然什么也看不出来 怪了 郎君饮了这一杯 妾就告诉郎君 那个美人巧笑倩息 把手伸到了我嘴边 好香 一个雕刻精致的金杯里 汪着翡翠石的绿酒 我从来没闻到过 这么好闻的香气 不过 我注意到了 有件事十分奇怪 这个地方 好像没有男人 一个都没有 第1559章 桃花仙女 而这个时候 一个美人 做事就要坐在我怀里 偶臂往我脖子上就是一蝉 郎君 这一下 白货香眼里冒出了凶光 脸色绿的跟青面兽一样 甩手就要出一把针 将彩瓶看出来 这针是对着我来的 袖子一舞 那些针就消失了踪迹 相公在外逢场作戏 准有相公的道理 咱们做辅导人家的 以贤为主 传出去河东师吼 相公面子过不去 白货香按捺不住了 什么叫河东师吼 分明是这地方不对劲 当然不对劲 这地方 自从修建成了玄武局 那这些年来 肯定就没人进来过 这些女人 还真跟《桃花园记》里面说的一样 不知有憾 无论未尽 而且 不光是没有男人 好像放眼望过去 也没有任何一个超过25岁的 程星河已经愣了神 亚巴兰就更别提了 好几个美人 满脸兴奇地围住了她 这个郎君 好俊的模样 比我们还倦 为着这样俊的模样 也该喝一杯 亚巴兰先是难以置信 接着就有了兴奋 在外头 一般女人都拿着亚巴兰 当个姐妹处 可一旦知道她 真实性别 又会拿着她当怪物 被一视同仁地 当成男人看待 这对亚巴兰来说 是第一回 白货香本来光把注意力 放在我身上 这一看 亚巴兰他们 也全跟迷了魂一样 甩手就骂 比起桃花园 倒更像是盘思洞 这话算是说到了点上了 这些女人 到底什么来临 能瞒住我的眼睛 不简单啊 妈的 这玄武局 就没有简单的东西 我还想用金色龙器上演 可这一下 眼头眼尾 又是割裂一样的剧痛 本来也是老婆 俄刚制造好的身体 虽然已经过了七天 可稍微一用 还是比以前脆弱不少 而那些穿着古装的美人 看似不经意 就把白货香和江彩瓶 跟我们给隔开了 郎君是个雅士 枪敬酒 杯莫停 这地方 似乎有某种魔力 会让人沉溺进去 根本就不想走出去 但我还是硬扛着 把杯盏给推开了 先别 我就问一句话 酒的味道 又甜又香 一闻到了 引得人像 是肚子里冒出了蝉虫 不由自主 就想尝一尝 会有多甘美 不行 得扛住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又是个什么地方 这地方 叫桃花香 至于什么人 一群美人对视了一眼 忽然就妩媚地笑了起来 偶尔有进来的 就跟我们叫桃花仙女 只要留在这里 就能跟我们一样 青春永驻 无病无痛 仙女 怎么 不像 那些美人寒称带怪 杏眼淘腮 更带风情 郎君觉得 我们不够好看 那我再问一句 你们跟玄武局 什么关系 跟锦巢 又是什么关系 锦巢 那些美人相视一笑 郎君醉了 世上 只有桃花香 有什么锦巢 这话一出口 我几乎都要 产生了自我怀疑 是啊 世上 真的有个锦巢吗 谁见过 桃花香 可不是对谁斗开 我们等的是有缘人 郎君就是我们的有缘人 郎君原来不爱喝酒 那个美人把酒杯 从我面前拿开 巧笑倩息 那妾给郎君捂一曲 话音未落 旁边几个 穿着薄衫长裙的美人 站起来 就重新拾起了 放在案板上的乐器 玉霄清脆 思弦缠绵 正是刚才听到的 那美极了的曲子 而那个给我们开门的姑娘 往中间一站 手腕翻出了一个花 腰之一摆 柔软却有力道 偏若惊鸿 就是一支 从没见过的绝美舞蹈 简直好看的 像是壁画里的飞天仙女 不光舞蹈好看 乐曲好听 酒气席人 这地方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甜香 这种来啊 快活压的氛围 罪人 我想起了咒王 要是天天在这种诱惑之中 那王国还真不怪咒王 哪个带把他扛得住 可这个时候 我还是掐了自己一把 站起来 这地方是好 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得赶紧 奇怪 我只觉得脑子里一阵晕血 我们急着干什么去来着 郎君 妾身等人 饶势不老不死 可也十分寂寞 一个柔婉的声音响了起来 聋着一声一香 就浮在了我肩膀上 郎君能不能留下 陪一陪妾身 还有妾身 还有妾身 这是什么 这是花团锦簇 美不胜收 没谁能从这脂粉香气里站起来 要是能留在这里 那就太好了 人这一辈子 能享受到的是什么呢 无非是酒色才气 这地方 酒色才气已经俱全了 既然实现了人最想要的一切 那其他地方 还有什么可去的 沉溺下去 也好 可隐隐的 我却觉得如芒在辈 似乎有些什么事情放不下去 是什么事情 对了 我好像是跟谁一起来的 我立刻转身 可四面八方 全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美酒美人 哦 忽然不知道哪里传来了一声吼 直接把我肩膀上几个美人给拱了下去 那几个美人大惊失色 这是什么 是个金色的庞然大物 这东西 一下把我扑倒 对着我脑门就舔了一口 我整个人猛然就清醒了过来 金毛 金毛看我认出他来了 别提多高兴了 立马就对我熬屋叫唤了几声 简直像是在说愚蠢的少年啊 末日的号角已经为你吹响了 我机灵一下就起来了 成星河呢 可触目所及 全是一箱并影 那帮人呢 我拨开了身边的人 扬声就吼 成狗 不光是成狗 白货香 江彩平他们 又上什么地方去了 还有美人要抓我 狼居 我反手捏住了他的手腕 跟我一起来的人呢 疼 那个美人 看上去楚楚可怜 可美丽极了的眼里 疏然就闪过了一丝凶光 让人 毛骨悚然 一个头上有双记 一袭紫衣 柔声说道 姐姐们 莫要吓到了狼居 这一个 似乎比其他的 都美得多 哪怕在这个花团紧簇的地方 也像是能发光 而他微微一笑 今日里来的客人 都不大老实 今日 我耳朵里顿时翁的一声 除了我们 还有其他人进来了 第1560章 红粉陷阱 我得赶紧把他们 给找回来 那些美女不让 他们团团地围在了我身边 宛如一朵一朵盛开的花 恍惚之中 我忽然像是想起来了什么 是不是 很久之前 我也过过这种 醉生梦死的生活 不过 那个很久 是多久 人生苦短 春宵难得 郎君 你看看我 只要你肯陪着我们 你要什么 我们给你什么 来啊 来啊 要说这里是仙境 并不为过 他们自己的样子看来 能保持青春 醉生梦死 也绝不是空口无凭 古代这种故事并不少 砍柴人 或者赶考书生迷路之后 遇上了仙女 过了一段天堂一般的日子 后来有了思乡之情 想回到家乡 仙女苦留不住 说她会后悔的 人不幸 回家一看 已经沧海桑田 离着她上山 已经几百年了 天上一日 人间一年 享受的时候 总会觉得 时间过得特别快 可我们破旋舞局的时间 只剩下二十个小时了 甚至更短 单的在这里 那就跟四角人说的一样 出不去了 有些东西 比命都重要 更别说享乐了 我立刻推开了 那些花团紧簇的女人 没几个男人 下得去这种手 简直是辣手催花 周围顿时 就是一声一声的交提 金毛就更别提了 呼呼声风 就扑倒了一片 可饶时扑倒了她们 在这个满眼锦绣的地方 也还是没找到 她们几个的综艺 麻烦了 要是真有其他人进来 会不会 你看她啊 那些桃花仙女自然不满 这样不解风情 都到了这个地方来了 世上还有什么地方 比这里更好吗 留下吧 留下吧 姐姐 想想办法 忽然有美女 看向了那个 穿着紫衣的美人 她瞧不上咱们 看来只有姐姐你 能入她的眼了 而那个穿着紫衣 美貌绝伦的美人 靠近了我 满眼都是七楚和七叛 郎君 当真要丢下我们吗 那双眼睛 简直像是最深的潭水 看一眼 只怕魂都能被吸进去 出不来 那种奇妙的幽香袭来 谁不得心惊摇荡 可金毛一声吼 就把我的精神给拉回来了 而金毛这一吼 那个穿紫衣的美人眼里 一阵闲雾一闪而过 我立刻问道 你刚才说 这地方还有其他客人 是什么人 紫衣美人立刻把那个眼神 遮挡下去 说道 郎君陪着我们喝一杯 自然如树奉告 那一盏酒杯 再次被送到了我面前 我咽了一下口水 可这个时候 一个大爪子猛地扑了过来 直接把酒打翻 撒了紫衣美人一身 那个紫衣美人 眼神也是一动 还是第一次有人 连我的酒也不肯喝 所有的美人大怒 眼里顿时全是凶光 啊 可这个时候 我忽然就听到 外面一声惨叫 女人的声音 白霍香 还是江彩瓶 我哪儿还顾得上那些女人 转身对着外面 就跑了过去 别出事 千万别出什么事 数不清的水袖 同时对着我就缠了过来 我们真的很寂寞 我没再客气 七星龙泉锋芒一炸 所有的水袖 几乎全成了碎片 落花一样 飞得到处都是 那些美人尖叫一声 就护住了自己的身体 一闪而过 我忽然发现 他们裙子下面 似乎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不过自己的人遇上危险 根本来不及细看 我撞开雕花木门就出去了 这一转身 我也觉出来了 身后是数不清的愿赌眼神 简直让人如芒在北 金毛蹭的一下 也跟着我跑了出来 外面一阵凉风 穿过了桃花林吹过来 速速地吹下满地的花瓣 花瓣雨里 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我立马追了过去 可等到了那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而被那种冷风一吹 我疏然也清醒了不少 不对啊 哪怕是那种享受 我应该迷失心智吗 这不像我 里面肯定有某种问题 这地方 显然也是玄武局的一个陷阱 只不过 跟其他的陷阱不一样 这是个甜蜜陷阱 却比之前凶险的 更难挣脱 四绝之地 利女不利男 利阴不利阳 难不成 但是 我又想起来 刚才那个记忆 我以前 也过过这种日子 不 不是我 也许 是那个警察婚居 他沉迷在这种生活里 知道没人能抵抗住这种诱惑 所幸 把这里 也设计成了一个陷阱 对了 刚才人隐一过 应该是 能留下点什么蛛丝马迹的 可以低头 把我气得够呛 这地方 铺着厚厚一层桃花瓣 简直跟沙滩一样 风一起 就飞走一层 什么斜印子之类的 想都不要想 程兴和他们 也一个比一个鸡贼 可是 在被迷的 失魂落魄的情况下 真的还有平时的本事吗 要不是金毛 只怕连我都得中招 这个时候 金毛忽然对着我的胳膊 就叫唤了起来 怎么了 我低头一看 忽然头壳就是一炸 我的皮肤上 出现了一些隐隐约约的花纹 粉色的 真跟一圈一圈的桃花瓣一样 这什么情况 中毒了 用手刮 刮不掉 要是连我都中毒 他们几个就更别提了 我们失魂落魄 说不定 也跟这个桃花印记有关系 我立马对着整个桃花瓣找了起来 可整个桃花瓣都转变了 根本就找不到他们几个的踪迹 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 我越来越着急了 找不到他们 我们就全体折 在这第二关里了 冷静 越是着急 就越不能慌 程兴和他们 八成就是被这些美人给抓住了 要想知道下落 就得知道一件事 美人抓程兴和他们 做什么 真的是因为寂寞 未必 而这些美人 又是什么来历 只要知道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就好说了 可这简直像是个一脚踏空的红粉陷阱 根本就摸不到头绪 不过 那个紫衣美人说 还有其他的客人 我立刻遮过了身子 继续往桃花香的那一排建筑物找了过去 那一片建筑物 在桃林深处 是一个回字形 我翻身上了墙角看了下去 在这里时间长了 似乎连空气都变成粉红色的了 但是很快 我就发现 有几个美人 拖着一个东西 往后院走 锤在罗裙下面的 是一双人腿 我心里顿时一揪 就要冲下去 但是看清楚了 那个人穿的鞋子 是一种很特殊的布鞋 我身边的人 没有穿这种鞋的 只有 老牌的先生才会穿 我耳朵里顿时嗡的一声 妈的 还真有其他的行内人闯进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 不言而喻 就是知道图神使者拦截我们失败 一起过来阻止我们破局的 前有狼后有虎 玄武局还真不会是最难破的一个局 不过 也好 要是能看清楚 这些美人拖了客人上哪里去 说不定 就能找到成兴和他们了 我悄无声息地跟了下去 那两个美人 提着那个穿不鞋的 步伐轻快 显然心情很好 多少年 没见到新人了 跟咱们有缘分的 可是越来越少了 不过 今日里 来的可不少 野怪 你说 今日里 为何会来了那许多的客 管他为什么 来了便好 横竖 他们是出不去的 他们带着那个穿不鞋的 到了一个小小的院落 门一开 我一看见了那个小院落里的东西 头壳一下 就炸了起来 第1561章 制作胭脂 房梁上 跟风铃一样 挂着是数不清的白骨头 亮晶晶的 跟风铃一样 我好歹也算是有点常识 一见那骨头的构造 就知道 那全是男人的 这里没有男人 难不成 就是因为男人 都变成了标本了 标本底下 还有堆积如山的衣服 都是古代的形制 什么长袍 长衫 甚至盔甲 松毛大肠 无一例外 全是男人的款式 不过 他们弄这么多男人标本干什么 收集 他们自然是对那些标本 熟视无睹 而一个美人说道 也巧 上次的胭脂 没剩下许多 这次正够补上 争出来了 咱们留些顶好的单珠色 咱们用些芙蓉色的就是了 单珠色是顶头的好 还是得可着清琳姐姐 清琳姐姐 听上去是这里说了算的 八成就是那个紫衣美女 那个要偷藏好胭脂的 还有些不甘心 我还不曾用过单珠色呢 什么人 用什么东西 你有了清琳姐姐的能耐 再用单珠色也不吃 这俩人拎着个人 嘻嘻哈哈的 倒是在说什么胭脂 我对这话题不感兴趣 就继续往附近看 可越发觉得 这里的一切 都被那个桃花色给笼罩住了 根本没法跟平时一样 顺利地关起 只能看出来 这个地方阴盛阳衰的极为厉害 几乎是雄性杀手 有阳气的进来 全要倒霉 而且 一直以为这地方是与世隔绝的 没成想 这还真跟传说之中的仙境一样 时不时就有一些倒霉鬼闯进来 对了 月亮山上的人说过 这地方之前就有仙人的传说 不少人进山求仙问道 没准哪一个祖上梅基德 一脚就踩进来 成了他们的客 只剩下衣服 不见人 那人肯定也 难怪那些求仙的 说是得偿心愿 位列仙班 再也没回去过 我心里一揪 诚心和他们 别也让这些人给抓了过去吧 这个时候 这几个美人 把那个穿不鞋的衣服扯下来 嘻嘻哈哈地冲洗了起来 还一边洗 一边互相泼水为乐 他们抓人 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心肠 这些东西虽然讨厌 可没了 还真不行 谁让咱们这里的人 没了那东西活不了 哈哈 这话要不在这种场合说 那肯定能把个男人 聊得心痒难耐 可惜水母皮 在成心河身上 我只好尽量把身子压低 上墙一看 这才发现 那里有个很大的东西 古色古香 不认识是什么 美人打开了 一番操作 原来是蒸制胭脂的东西 而原料 我耳朵里 顿时嗡的一声 胃口里 一阵翻江倒海 那些标本云来的主人 原来成了他们的胭脂了 也不达紧 一个美人含笑答道 这几百年来 可没有一个 客能逃出去 你等着吧 那个客 还会回来的 可那个客 一出手 就跟其他客不一样 咱们也不曾见过 那个狗 也凶得很 怕是不好对付 只管放心吧 那个客一个人 想走也走不了 反正 有清零姐姐呢 别说这些了 也不是咱们 能惦记的事情 给我涂上些胭脂 我这里 不涂不行了 我还注意到了 说话的这个美人 脸色有些难看 发青 因为这个地方的美人 都太漂亮了 所以 她显得格外憔悴粗糙 人比人得死 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也怪 刚才她好像 还没这么难看呢 鼻子塌陷 眼睛变小 简直跟换装视频似的 说丑就丑 这地方 就没一件正常事 走 两个美人 嘻嘻哈哈 就进到了后面的回廊 这个回廊是 回自行的 那里还有一众房子 我强忍住住想吐的冲动 心里更担心了 妈的 成狗他们 总不会演 他是真的活不过二十五 不过 我注意到了 他们的衣服 并没有出现在 那一大堆旧衣服里 说不定 还有一线希望 不行 得赶紧找到他们 我跟金毛打了个眼色 金毛立马跟了过来 也是一副很恶心的样子 意思是 要不是跟着你 老子要吃这个苦头 我低声说你忍一忍吧 跟我在一起 龙女不是也没少吃 做人不要忘本 不对 坐后 悄无声息地进去了 鸿门后面 是一道回廊 这里有怪味 金毛嗅觉灵敏 歪头简直不行了 我让金毛坚持住 实在不行在外面等着我 可金毛当然不放心 还是跟着我进来了 继续往里走 就听到了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乍一听 很像是有人在用大条轴扫地 这么爱讲卫生 这里怎么这么丑 因为实在太黑了 看东西很难看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又无法关气 所以心里更扑腾了 而这个时候 我看见一个长长的东西 从面前拖了过去 心里顿时一跳 肯定是个活物 过去看看 那个长长的东西 进了一扇门里 这地方 肯定能看出 那些美人什么来路 我就小心翼翼地 把门给打开了 这一打开 我就看见了 满屋子盘着一大团黑色的东西 如如的 再动 好像一个巨型扇鱼一样 这东西 植物不像植物 动物不像是动物 恶臭扑鼻 卧槽 这什么玩意儿 眼睛适应了暗淡的光线 我勉强能看出来 那个巨型扇鱼身上 有灵 活物 下一秒 那个东西忽然对着我就卷过来了 好凶 第1562章 长长尾巴 不过 这东西没有我快 我翻身出门 就把门给拉上了 只听通的一声 一个巨大的尾巴就撞在了门上 一声巨响 这里的美人 养的东西 也真够奇怪的 宠物 也没看清楚是什么 反正不是成星河 往附近的门看了看 好像也差不多 都是这种怪东西 这善于养殖场吗 可这一下 动静太大 附近就传来了一个娇嫩的声音 什么动静 我立刻跟金毛藏在了一个角落里 一个美人朝着我刚才打开的那扇门里看了看 回过身就走了 白眷这几天没有胭脂用 发脾气了 我和金毛跟了上去 白眷 不愧是宠物 还给起名字 这是刚才那两个口口声声 要去擦胭脂的 那能怪谁 上次他不犯了那个过错 就不会受罚 不给胭脂用 可不是吗 对客心软 就是对自己心狠 这俩美人涂胭脂呢 我身头过去看了看 这一看 顿时就愣住了 只见其中有一个美人 解开了衣巾 露出了本来该是一双美腿的位置 可那里不是美腿 是一个长长的大尾巴 黏糊糊的 带着鳞片 跟刚才那个大扇鱼 一模一样 而一个美人 手里拿着一个小碗 里面都是淡红色的油膏 想必 就是他们说的什么胭脂 往上一涂 我就吃了一惊 只见那个长长的扇鱼尾巴一样的东西 忽然间变了颜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青黑转为白皙 并且惊人地细腻了起来 童话里为了王子上岸的美人鱼一样 变成了一双非常漂亮的腿 我人都傻了 忽然就反应过来了 刚才那个被他们称为白眷的怪物 可能以前也是个美人 就是因为没有那种胭脂 才退化成了那个样子 难怪 没有男人 他们活不了 他们会变成另一种东西 这他妈的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我忽然想起来了玄武局地图 上面说 小心水 还说 碧里 程兴和说 这是粮粉草 但是 一旦跟女人联系起来 一些古籍里面 还真有这种传说 这是某种山精 在山林里 以女人的姿态出现 那个美人站起来 不光是腿 刚才开始变得黑丑的面容 也重新敷落凝枝 容光焕发 你看看 咱们用上点芙蓉色 也就够了 可刚变美的美人异性阑珊 是啊 芙蓉色 就能恢复得这么好看 要是单珠色 肯定更好看 看来 这用人蒸出来的胭脂 也靠着人自己的资质 分个三六九等 狗的课给找到 她的灵气 说不定 不光能练出了单珠胭脂 连招侠胭脂都能练出来 招侠胭脂 古往今来 可就一个课练出来了 也许 今天的课 能练得比那个更好 果然 灵气越高 出来的胭脂就越好 我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而这个地方 门有很多 程兴和他们 要是被抓到了这里来 我得找到猴年去 而这个地方 只有这两个美人 不如抓住了他们问问 我跟金毛一对眼色 金毛也决出来了 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对了 咱们上那去看看 新来的课怎么样了 卧槽 幸亏刚才没冲动 他们要是肯上 关押程兴和的地方去 不是更方便吗 我就跟金毛摇摇头 金毛会议 我们俩就跟在了后面 他们两个腰肢拼停地 奔着下头就走 我刚要动身 可这个时候 发觉背后有些不对劲 凉森森地 又很臭 与此同时 金毛也直勾勾地 盯着我身后 我心里就知道不好 回头一看 就看见一个巨大的扇鱼盘在了我身后 张开大嘴 笨着 我就扑过来了 你大爷的 我一脚登墙 凌空翻开 那东西一头撞过来 扑了个空 结结实实砸到了一个房门上 轰的一声 砖石瓦砾炸起 坏了半面墙 那两个要下去 每人一听这边的动静 立刻回过头了 怎么了 白卷 白卷要干什么 看来 他们退化成了这种臂力之后 神志也没有 跟自己人都没法沟通 下一秒 那个东西飞快转脸 发出了一种很奇怪的声音 沙沙沙 就是刚才听到的 调肘扫地的声音 在振动自己的身体 呼捧引斑 我头壳一炸 果然 下一秒 数不清的这种臂力 同时从门口后面窜出 对着我就扑 小时候看 风神榜 打击搞了个万虫盘来害人 把我吓得不轻 也没想到 我他娘竟然也会遇上 跟进了万虫盘一样的场景 既然已经惊动了 那看来是没法安安静静 找到成星和他们了 七星龙拳 直接冲着这些东西劈过 扑吃一声腥臭的气息 乍起 劈头盖脸 见了我一身 金毛也想去 要这些东西给我帮忙 一看这东西带爆浆的 瞬间就缩到了后面 意思是 你自己要是行 我就不沾手了 简直无比现实 那两个美人一见到了我 先是一愣 接着 脸上都露出了奇异的笑容 这是那个带狗的 他们的笑容 正是因为美艳 才显得格外恐怖 而他们两个 争先恐后就扑了过来 郎君 你看看我 而后面那一大片爆浆的东西 也没那么容易放过我 再一次冲了上来 我也不客气了 好似已经踩进了水洼里 没必要挨干净了 转手再一批 那些黏糊糊的东西再次爆发 两个美女过来 奔着我脖子就缠 我一甩肩膀 七星龙拳的金光炸开 其中一个猛然被金光 掀在了墙上 另一个还要从身后摁住我 我反手直接掀翻在面前 一脚就踩下去了 两个美人动弹不得 终于露出了怕 带我去找我的人 我低声说道 不然 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可这一瞬 金毛忽然抱起 对着我就扑过来了 我一愣 忽然听到身后一个动静 金毛的身体猛然侧翻 落在了地上 盯着我身后 虎视眈眈 而这个时候 一个凉森森的东西 忽然顶在了我腰眼上 李北斗 一个声音音测测地响了起来 可算追上你了 第1563章 绝情之肉 话音未落 一个极为锋锐的东西 奔着我腰就下来了 快得像是能撕裂空气 这人下了杀心 我以最快的速度 甩手就把手底下的美人翻了过去 当作肉盾挡在了后面 扑击一声爆僵的声音 一道光从后面穿透 炸在面前的地板上 那个叫白隽的已经死透了 被这么一炸 残渠重新弹跳了起来 底下扑的一声顿响 估摸着砖石也被炸开 四下里一股子心骚粘腻 幸存的美人 凄厉地尖叫了起来 我心里一沉 那东西一下能穿透三个东西 隔山打牛吗 身后那人 本来对这一下是极有信心的 可没想到我反应这么快 顿时也一愣 就在他这一愣之中 我抢了机会转身 也没意外 江年 江年盯着那个倒霉的美女 嘴角一勾 你不是好人吗 现如今 为了自己 也会牺牲其他的命 是啊 这么对待一个女性 曝光到网上 八成要被骂个万箭穿心 可丰度到底没有命要紧 我要是出事 那我们这一帮子人 就是一锅端了 再说了 我跟他们之间 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我再想当好人 也没到了舍身未因的境界 我说那个紫衣美女 口中的其他客人是谁 原来是江家人 进了蒸笼的黑布鞋 估计也是他们家的 图神使者 让你们进来的 指哪打哪 佩服佩服 江年冷笑 你管不着 话音未落 手里一道锐物一转 奔着我就邪削了过来 这玩意儿的锐 我刚才就看出来了 虽说这地方的桃色器 跟个彩色墨镜似的 让我没法分辨 可不是神器 就没有那么锐的道理 八成是跟图神使者 汉冠仪器 给他了什么新装备 那个锐物是个三棱锥 把手上叼住着 十分精致的纹路 一看就是老东西了 照着刚才那个锋锐的感觉 只怕龙铃都会有损伤 没必要硬碰硬 我侧身避开 一脚踏墙借力翻转 七星龙拳对着他后颈 就劈了过去 想不到这王八蛋速度极快 风声刚一起 身体轻易让过 反手那锐物再次对着 我手腕削来 我一脚踹起地上的残骸挡住 暴僵一炸 人已经转到了他身后 对着后心就是一下 他往前一个猎牵 金毛趁机扑过来 往他脑袋上压 将年反手就捏住金毛的爪子 把他直接掀翻 还要起身 我已经一步踩在了 他追骨上 金毛没客气 奔着他脑袋当的就是一口 可江年歪头 这下咬空 那刀锐物对着我膝盖就消 我闪开 江年已经站起来冷笑 还要下手 可这一瞬 我立马招手 金毛回来 金毛对着我扑过来 就听到一阵风声乍起 数不清的条状物 冲着江年就缠过来了 刚才打得难舍难分 幸存的美人趁机逃走 一声呼啸 所有的臂力同时冲过来 对着我们就缠 我一跳 哑巴兰颂的金丝玉尾 从袖子里探出 直接缠在了梁上 把我凌空吊起 臂力几乎是从脚底擦过 金毛坠在了我腿上 差点把我裤子拉下来 江年就没这么幸运了 被密密麻麻的臂力扎住 宛如种在地上的萝卜 泥足深陷 我喘了口气 焦躁了起来 这地方的臂力实在是太多了 简直成了一片沼泽 一下杀不尽 就得把我给缠起来 真要是一下杀干净 那肯定要动用那种精气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乱用 身体垮了 更没法救人 跟他们好也不是不行 但是太耽误时间了 谁知道成星和他们 会不会就成了单珠色了 而且 哪怕是重获自由 这里桃色弥漫 我也没把握 能立刻找到他们几个 江年咬了咬牙 在底下挣扎了起来 手里锐物穿透了不少臂力 可旧的未去 新的又来 他呼吸也急促了起来 这小子的兄弟宫上出现了凹陷 肯定身边人都遇上了麻烦 跟我一样 是来救同伴的 这一遇上了我 连同伴都顾不上了 看得出来 这小子比江景更能成大事 只要找准了目标 咬得死死的 不惜一切 我冷眼旁观骂了一声活该 妈的 要不是这个脚屎棍突然杀出来 老子早找到成星和他们了 而这伙抬起头看着我 眼神阴冷 显然也十分不甘心 我看他那眼神就来窃 心说 我再上他在下 酝酿酝酿 一会儿冲着他脑袋尿 一泡拜拜火 江年似乎从我眼神里读到了什么 冷冷地说道 你绝对破不了玄武局 你管这么宽 玄武局你们家开的 这话一出口 我还想起来 还真是 谁让他是四项局包工头的后代 能直接进到了桃花香 估摸他也有江家的地图 不会比艳胜当家的差 果然 他嘴角就是一丝傲然的笑 我们江家祖上留的东西 当然是我们江家说了算 算你大眼 包工头是包工头 不是业主 可惜敌老头子 把他们家的家运给改好了 江家靠山不少 前人栽树 后人乘梁 前人造孽 后人遭殃 你们江家人来了 图神使者怎么没来 我瞅着他 给人当枪使 还当得这么心甘情愿 你们也是一家奇葩 你冒名顶替 又好到哪里去了 江年冷笑 假得成不了真 这话 你跟你小叔叔说 而这个时候 外面一阵吵闹 就听见了那些美人 跑过来的声音 清零姐姐 就是这里 那个带狗的在 另一个下手无情的也在 下手无情 我看了江年一眼 这王八蛋之前 已经涂漏了不少美女了 没错 他虽然模样很俊 可是夫妻宫上 有一块很难察觉的横肉 心里美女人的 才有那种绝情肉 抛弃弃子的那种男人 一般都有这种绝情肉 为了自己的私欲 其他任何人都不在他眼里 金毛想起来了刚才的味道 往我身上 又多抓了好几下 意思是 再不跑 咱们也得倒霉了 而这一瞬 一阵相风 就从外面冲进来了 那个紫衣美女出现 身后跟了不少美人 他一挥手 满地的活腾弯立刻退开 江年立刻要挣扎起来 可紫衣美女 已经拖起了江年的下巴 那双深邃的眼睛盯着他 声音凄楚 郎君 你当真 要丢下妾身吗 本来江年的眼睛里 充满了戒备 可这一瞬 江年的眼神忽然就变了 失去了高光 眼神变得木呆呆的 像是被勾了魂 我脑壳一炸 这女的 比我想象之中会得多 不过 这么大能耐 刚才怎么没用 紫衣美女拉起了她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脸上 江年就更别提了 眼神不光是木呆呆的 甚至有了几分迷恋 像是被牵上线的傀儡 能让长着绝情肉的 都这么深情款款 不愧是桃花仙女里的头头 而这一瞬 紫衣美女抬起头看向我 那一瞬 她两只眼睛 简直像是两口深痰 能把人的魂魄 给直接吸进去 金毛知道不好 就要挠我 可来不及了 我手一松 人也落在了地上 紫衣美女盯着我 七楚可怜 声音娇柔 郎骏 是为了我 去而复返 我点了点头 是 紫衣美人身后 就是一阵笑声 不愧是清凌姐姐 早些勾了魂 也就免得她们乱跑 这两个已经难得一见 连清凌姐姐的美貌 都抵挡得住 平时 清凌姐姐根本犯不上 用这一招 那个紫衣美人转身一勾 我跟着就走 金毛气得够呛 就要挠我 我偷偷摁住了她的脑袋 金毛一愣 立马明白怎么回事了 我刚才是装的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不被抓住 怎么救人 第1564章 故人扬气 将年走在我前面的位置 摇摇摆摆的 今天两个好成色 后面的美女 高高兴兴地说道 两个 都是单珠色 比上次的 可要强多了 上次 虽说有个招侠色的 可实在是 嘘 别提那事了 上次 这地方 还真进来过人 那几个美女 挥墨如深 估计是个什么硬茶 清灵姐姐也吃了亏 横竖这些男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就是了 这些女的这么狠男人 也不知道 男人把他们给怎么着了 金毛在一边 瞅着我还是有所怀疑 我刚才到底是怎么逃过 那个清灵姐姐的双眼的 其实也多亏了 江年冲在前面给我挡雷 那个清灵 在给江年瞪眼睛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 江年跟他对视 才没了魂魄 那装成对视 不就能逃过一劫了 刚才 我特地把全部容器 聚集在了眼睛上 挡了一瞬 那一瞬 我虽然没闭眼 可是容器跟一层金色的屏障一样 根本就没看到清灵的视线 疼是疼了点 好在时间短 金毛确定我是装的 这才松了口气 眼神像是在说 不愧是你 真的鸡贼 要不鸡贼点 真是活不到今天 清灵在前面走 我们在后面跟着 不少美女欢欣鼓舞 眼睛亮晶晶的 可算有好的了 再没有 咱们真是熬不住了 他们的罗群下面 确实都不是酒 有些脸上也犯了灵 我们这些胭脂再不来 估计都得成了白卷那样 不愧是姜仲黎 这局舍得很高明 诱惑与危险并存 还真不见得 有男人能从这地方给走出去 他们那个眼神可怕 是拿着我们 当成了食物 穿过了一个回廊 我们跟着清灵 到了一个很大的屋子 这个屋子富丽堂皇 一股子浓重的脂粉香气 不过 我闻出来了 这个脂粉香气 恐怕欲盖弥彰 是在遮掩什么其他的味道 这地方跟古装剧里的闺房一样 陈设华丽 每一样东西都极为精巧 后面是个黄香梨雕花大床 上面设着石榴红撒金大杖子 梳妆台附近摆着很多的架子 架子上头 笼罩着一层气 因为桃花色的缘故 看不出来是什么气 横竖黑压压的不是好气 再靠近了一看 好吗 我暗暗心惊 那些是一盒一盒的胭脂 深浅浓淡 琳琅满目 怎么来的 可想而知 这地方 到底死了多少人了 我立马就四下里看 成心和他们呢 清灵自然不知道 我心里想什么 一只手 已经摸到了江年的脸上 娇艳的面旁 也映照了一层石榴红 显然动了情 裙子下伸出了一个很长的东西 挑动地绕在了江年的脚踝上 大尾巴 江年的表情 跟得到了圣宠似的 迷迷邓邓地就盯着清灵 古人云英雄难过美人观 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我正幸灾乐祸呢 没成想清灵雨露均沾 一只手一勾 我立马扑过去 把自己下巴垫在了她手心了 好像 金毛十分比一地看了我一眼 清灵摸了摸我的头 眼神里一丝得意 我就知道 你会回来的 一个美女溜须拍马 没有一个刻 能舍得下清灵姐姐 可清灵眼神一明 不经意地说道 她曾经舍过 曾经 她不是今日才来的 清灵盯着我 声音沉沉的 不 很久之前 她就来过 我心里一动 啥意思 这话跟之前那个四角人说的一样 对了 我还想起来了 林葵之前说过 警朝国君曾经亲自来了玄武局 监工这地方的修建 难不成 这里的怪东西 都认识她 我长得跟她很像的事实 我是已经接受了 她之前留下的锅 跟遗产一样 都她娘让我给背上了 而清灵已经回过神来 微微一笑 我就觉出 脚腕一阵滑腻 大尾巴显然也勾上来了 接着 她身体往里一倾 直接把我拽到了十六杖子里 有个曲儿 我想哼给你听 那个声音从耳朵里进来 相苏入骨 这桥段 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既然这种东西 为了保持人形 要采羊补音 那肯定要吃羊气 要吃羊气 就得用到 胡仙经常对书生施展的财补之术 以前有些书生明明知道 还拿着这个当艳遇 最后落个阳尽人亡 这就跟一鱼两吃四的 先吸 再争 物尽其用 其余的美女 都露出了十分羡慕 又望尘莫及的表情 回身放下了沙帘 把门带上了 声音越来越远 什么时候 我也能对这课直接裁补 要想有那么大的本事 还得再涂五百年的胭脂 身上带的家伙 全被卸下去 这地方的颈端真软 成狗他们 不会已经被裁补过了吧 会在哪呢 现在再不找 就没机会了 不过又不能打草金蛇 免得他们把成心 和他们给转移了 结果一错眼的功夫 我看到金毛 已经到了一个偏门附近 拼命甩头跟我识眼色 跟五龙五尸一样 成狗他们 会不会被关在那里了 而这一瞬 我耳朵后面一阵发麻 就绝出一股子力气 像是要把我身上的气 给吸过去 可这一瞬 啪的一下 清灵反而被我的气给震开 摔在了杖子上 卧槽 这下不好 要被发现了 我一只手翘无声息 就要把被卸下去 七星龙拳给勾上来 没想到 他一只手勾住了我的下巴 眼神凌厉 你说很快就回来 为什么隔了这么久 说着 对我就张开了嘴 可这一瞬间 外面忽然光的一声巨响 他的嘴 停在了我面前 不到一指的位置 美极了的眼睛 扫向了外面 几个美人的声音 惊慌失措地就响了起来 清灵姐姐 出乱子了 刷的一声 面前就是一阵破风声 石榴红杖子 缓缓落下的时候 那个长长的尾巴 已经不见了踪影 卧槽 天主我眼 我赶紧就下来去找金毛 可刚下去 就有一个怯声声的声音说道 你 你怎么醒了 一抬头 合着这还有一个 小丫鬟似的美女 这怎么还有一个 那个小丫鬟 看上去比之前的都小一些 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侧脸很白净 像是荷花花包 是伺候清灵的眼线 我伸手就要把七星龙拳给抓住 不过 那个小姑娘立刻挡在了前面 我这才察觉出来 她一侧的脸是很白净 可另一侧 有一个很大的黑印子 好像的胎记 这一类 也有胎记 不过 这小姑娘五官平顺 看样子年纪很小 还没有害过人 我察觉出来 这小姑娘看着我的眼神 比起警惕 更多的是好奇 我把杀星压下去 说不定 那从这小姑娘身上 搞清楚这个桃花香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 玄武局的更多线索 于是我就说道 你别喊 我是来找东西的 见面分一半 找到了 给你一点 台记小姑娘 一副涉事卫生的样子 满脸天真 你要找什么东西 我一边把衣服重新套上 一边问道 你怎么称呼 我叫莲子 莲子小妹妹 我往金毛挠门的地方 甩了个眼色 那到小门后面 有什么东西 莲子回头看了看 不遮不掩地说道 是客 那就对了 找的就是客 我过去就要把门开开 莲子立刻拽住了我 你不能开门 只有清零姐姐 你刚才没看出来 我索性吹起牛来 你姐对我不一样 她的就是我的 这话倒是真不错 莲子因为不安事事 估计 连撒谎都不知道是什么 一寻思 刚才姐姐 是对我亲眼有加 这才露出了好奇的表情来 为什么 你不一样 这说来就话长了 大概是因为 我长得帅吧 我脸不红漆不喘地说道 帅 帅是何意 没等他想通 我已经拉开了门 那门快 让金毛抓成爆花了 这一开门 我顿时就是一惊 这地方 是他们的仓库 第1565章 胭脂原料 那里面 一大片的人 那些人都跟没了魂一样 眼睛直勾勾的 江家的人 人数还真不少 把这地方站得密密扎扎的 不知道成狗在哪 我往后一看 外头的事估计不小 短时间 那个清零貌似也回不来 就对着里面喊了一声 成狗 爹来救你了 可一点动静也没有 莲子看了金毛一眼 好奇起来 你的儿子都是狗吗 我被这话问住了 我要是狗的爹 那我是啥 我聪明地转移了话题 这些人什么时候抓的 莲子眨巴着眼睛 今日比你们先到 妈的 比我们还先到 他们竟然能直接从四角人 那跳过去 这不是空降吗 作弊行为啊 看来江家的玄武局地图 比我的详境太多了 我身边的人呢 在哪 莲子摇摇头 那不晓得 我焦躁了起来 这都浪费多长时间了 再拖下去 成狗也不用进去 直接就在这里过完了生日了 那你带我找找 好歹本地人熟悉路况 莲子瞪大了眼睛 我 我还以为他不愿意 没想到 他别提多高兴了 我现在就带着狼君找 说着 身子一转 奔着里面就进去了 这个地方很大 有很多的小房间 看得出来 是搞可持续发展的 要是一次性 蒸不下的胭脂原料 就在这里先养着 不过 我对莲子还来兴趣了 你对这里 知道多少 莲子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 狼君问的是什么 就是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一直对他们有兴趣 这什么变得 一开始 我怎么看不出来 这个吗 莲子答道 我以前 住在南边 南边 那不就是月亮山 我从小 给相公养着 相公嫌我脸上不干净 他喜欢邻居的漂亮姐姐 就偷偷把我丢在了水边 莲子跟说 悄悄话似的答道 淹死了 我顿时一愣 难不成 他们 以前也是人 跟那个四角人一样 而且 这么惨烈的死法 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让人心里跟被指甲挠了一下似的 多亏了清凌姐姐了 没有人要的姑娘 她要 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莲子对我一点戒心也没有 兴致勃勃地说道 大家都能活下去 因为这个地方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是啊 这是玄武局 玄武局主长寿 不过 住在这里 开始还好 后来就不好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 住在这里的女人 虽然能保持年轻貌美 可要是没有男人的洋气 就会变成那种大怪物 你们 都是怎么个没人要法 这一下 莲子更是如数家珍 燕霞姐姐 是被相公赶出来的 她相公 嫌弃她不生儿子 拿烧红的针扎她肚皮 抛下了她 柳叶姐姐的相公 在外头有了其他女人 看着柳叶姐姐不舒服 就不给她饭吃 她的腰 饿得 只比烧火棍粗一点 还有晚秋姐姐 她相公总是打她 她怀了娃 相公喝醉就是一脚 她怕伤了娃 相公不高兴 把她推下了杜妇精 梅花姐姐被乡里恶哨看中了 玷污了她 她相公嫌弃她脏了 不愿意被人嘲笑 也推了下来 她说 她沉下来的时候 见到阿爹阿娘 在岸上哭得好惨 求相公给她报仇 可相公怕恶哨 不敢找 触目惊心 竟然都是一些 绅士很惨的女人 而且 受虐待的方式 简直让人遍体生寒 仿佛她们并不是人 而是一些会说话的家养动物 说扔就扔了 难怪这么恨男人呢 是啊 在以前的那个年代 女人是若是群体 只能靠着男人 没了男人 死路一条 看来 是他们被害了之后 落入附近的水里 被那个清灵给收拢过来 成了人和腰中间的东西 大家都恨透了男人了 男人既然这么混账 做了胭脂 也不算什么 莲子仰头看着我 满脸天真 你说是不是 利益相关 我可不敢苟通 所以 你们就占了这块地方 说是一个老神 先送给我们的 只要我们不离开这里 就能一直活下去 还是活着好 那个老神仙 江仲黎 是啊 这个风水局 确实能把活人变成怪物 这里的力量 太可怕了 你没有出去见过客人 不曾 我长得丑 莲子达道 爹也不要我 清灵姐姐虽然要我 也不让我出去见人 不然 客就被我吓跑了 我就在这里看着胭脂 说着 她盯着我 表情倒是很新奇 还是第一次带客 难怪这么高兴呢 那 你们的清灵姐姐 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这个桃花香的首领 受害女子的保护神 男人的煞心 说是有一个男人设下了她 莲子达道 她就在这里 等着那个男人回来 大家都说 若是不回来 岂不是白等了 可清灵姐姐说 不打紧 她早晚会回来 我有点猜出来 那个男人是谁了 等她回来干什么 清灵姐姐说 让她留下 再也不要走了 我松了口气 被抛弃了 也还是一网情深 要留下来 跟她过日子 不是 莲子达道 男人没法在这里活太长时间 会变成另一种怪物的 清灵姐姐说 男人是长着腿的 要想不让男人离开 就只有一个法子 我还有点猜出来了 后心一凉 包了皮做杖子 挂了骨头上房梁 什么时候想她了 就什么时候摸摸她 她保准就在老地方 永远陪着你 莲子若无其事地说道 你看 院子里面 就有好些风铃 下雨刮风 想得好听 挂起来 就不会乱跑了 再做成了胭脂 日日夜夜陪着你 跟你融为一体 永不相离 多好 那 哪些客 他们都是自愿留下的呀 莲子说道 他们说 这地方好 不走了 我们也欢喜 这样 大家都好 这叫甚 清灵姐姐说过的 对了 得偿所愿 我咽了一下口水 就是因为 那个抛弃了清灵的男人 他就是个造孽的始作俑者 不过 我还是把心情压住了 赶紧找到成心和他们 赶紧跑 这时候 我听到后面一个动静 第1566章 智阳智悟 坏了 清灵回来了 果然 外面隐约是个人生 十分从容 你把他们放了 看在江家祖宗的份上 我饶你一命 这个声音有些耳熟 卧槽 这不上次那个穿熊皮的吗 果然也来了 而清灵似乎冷笑了一声 没有一个男人 能从我手底下溜走 你也一样 啪的一声 外面就是一声巨响 莲子顿时露出了很期待的表情 又有课来了 那穿熊皮的 可不是什么善茶 你不担心你那个清灵姐姐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 莲子天真的回答道 清灵姐姐跟我们不一样 她是个真正的仙女 只要见到了她的眼睛 没有谁 是她的对手 是啊 那双眼睛 能勾魂 可外面那个人 什么人 都一样 莲子一挺胸 骄傲地说道 上次也有个很厉害的课 可清灵姐姐 没费多少功夫 就把那个课给收拾了 那个课要是做成了胭脂 得是晚霞色 对了 这地方的胭脂 分成三六九等 一问之下 这芙蓉色 能保持一个每人三个月的人形 单珠色 三年 晚霞色 三十年 能制成晚霞色的人 换算成了我们行内的品阶 不是地阶四品 也得接近天阶 可惜得很 那个晚霞色 只争了一半 莲子感叹地说道 那个课太厉害了 一个人 把这地方的人 砍了一半 还把清灵姐姐 也削了半个身子 不过 只要不出桃花香 那清灵姐姐就死不了 那个课最后还是耗不住 死的时候 只剩下了半个身体 那个课 是个什么来路 莲子听问 就从身上拿下了一个小铃铛 这就是那个晚霞色的课留下的 我说好看 清灵姐姐 就给我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我就直了眼 这个东西 是天师府的风水灵 水晶灵荡 跟杜恒指和汪丰子 一个级别 看来 天师府为了桃花香 害人的事情 也近来处理过 可连天阶都折在了这里 看来也成了一个棘手悬案 我是小看那个清灵了 不愧是四绝阵 这清灵 不光能跟天阶厮杀 而且 哪怕被打的就剩下一半 还能无限复活 这谁扛得住 不行 我得趁着那个穿熊皮的 拖延了时间 赶紧把成狗他们给找到 别跟他正面冲突 打得起 成狗的时间也耗不起 于是 我就继续往里扒了 同时让金毛也警醒一些 金毛撒鸭子 就往前面拱 可这个时候 外面光的一声爆响 我只觉得脚底下都颤了起来 果然 墙面猛然一震 一个人就冲进来了 还真是那个穿熊皮的 我就把帘子拉过来 藏在了一个块头很大的 胭脂原料后面 可下一秒 一道青色的东西猛然冲过去 拦腰就把熊皮人的腰给拦住 清零的声音极为不悦 你敢动切身的东西 那青色的东西所接触之处 啪的一下 全部碎成了鸡粉 卧槽 我记得那个门框 怕是铁柏木的 这一下要是碰到了肉身上 骨头都得缩了 外头那俩人正争斗着呢 我就继续往里找 而这个时候 金毛回身就抓我 我跟着他一看 这才高兴了起来 哑巴兰 这小子双眼紧闭 睫毛厚重地压了下来 也不知人事了 而且 这怎么只有他一个 成狗他们呢 算了 找回来一个算一个 我立马伸手去摸他的脸 起来起来 可哑巴兰跟个植物人一样 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有点着急了 可怎么鼓到 他都没反应 莲子在一边好奇地看着我 狼君要坐肾 把他弄醒 狼君这样 是弄不行的 莲子微微一笑 被清零姐姐的眼睛给迷住 脑袋砍掉 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那你说 怎么弄 这会儿 熊皮人和清零 已经打到了门口 再往里十几步 就看见我们了 我也不清楚 在外面的巨响里 莲子安之若素地说道 我听说 智鹰的东西 只有智羊的东西才能解开 我只知道 活的时候 镇子上有黑羊和白羊 还有烤羊 至于智羊是什么羊 我就不知道了 智羊 还好 我知道 这里的怪东西 用的既然是财补之术 那术法 用青年男子 童子尿 就能解开了 有的时候 一些青年男子出去 遇上鬼打墙 撒泡尿就能出来 就是这个道理 我也顾不上其他了 让莲子把脑袋转过去 就撒了一泡 小心翼翼 用纸巾给尽了 盖在了哑巴兰的太阳穴上 再往人中上死死一掐 果然 不长时间 哑巴兰就睁开了眼睛 迷迷糊糊地看着我 哥 下一秒 就皱起了眉头 这什么味儿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我立马问到 成狗他们呢 成狗 雅巴兰习惯性 用大拇指的关节 去顶太阳穴 让自己尽快清醒 我想想 话音未落 光的一声 前面那些胭脂原料 已经轰隆隆倒了一片 穿熊皮的沙进来了 雅巴兰一拍大腿 我想起来了 当时 好些漂亮姑娘给我喝酒 我没忍住就喝了一口 成狗不让我喝 还掐我 后来 莲子也跟着听得津津有味 雅巴兰盯着她嫩生生的脸 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得脸 我也看出来了 剩下的她也不知道了 这可怪了 成星和他们到底上哪去了 既然雅巴兰也醒了 我就让她跟我一起找 雅巴兰赶忙点头 可一动身 忽然就皱起了眉头 我一低头 好吗 她的脚恐怕是在被拖拽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 就扭伤了 雅巴兰一动 脑门上就冒了青筋 显然疼得挺厉害 白货箱又不在 只好说道 哥 我不能拖你后腿 你先去找成狗他们 我在这里帮你垫后 那如何使得 莲子却蹲下了 脱下了雅巴兰的水钻蕾丝小白鞋 伸手捏住了她的脚踝 雅巴兰的脸 疼得一下就红了 你 你别担心 莲子说道 我爹是开爹打管的 我小时候也会 雅巴兰第一次被 蓝家女人和白货箱之外的人 料理伤口 整个人别提多别扭了 脑门瞬间就冒了汗 这个时候 光的又是一声巨响 把青色的长袖冲过来 好几个胭脂原料 头骨崩裂 那个青色 很美 我属然跟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胭脂 对了 我跟穿着青色的女人说过 胭脂 可胭脂什么来着 妈的 想不起来了 我就把雅巴兰 一下背在了背上 继续往里面找 一边找一边暗自祈祷 穿熊皮的你加油 多给我拖延一会儿算一会儿 我谢你们将加十八倍祖宗 但是啪的一声 随着一声巨响 莲子回过了头 就欢呼了起来 清灵姐姐成了 眼角余光就看见 那个穿熊皮的 被撞到了墙角 浑身一层青色的东西 好似一个大茧子 被包得严严实实的 卧槽 那个穿熊皮的实力 我在须弥川看见过 这个清灵不险山不露水 连他都搞得定 下一秒 一个冷森森的声音 在我耳后响了起来 郎君 你好不容易回来 又要丢下妾身 这个声音带着杀意 看来 是妾无能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清灵柔婉的声音 染上了灵烈 妾还是留不住你 第1567章 眼中之物 我当机立断 一下把身上的哑巴兰 甩了出去 与此同时 啪的一声 那道青色的丝缎一样的东西 奔着我就卷过来了 跟哑巴兰只差一指 擦身而过 那东西带在了 我身后一个胭脂原料上 扑的一个闷响 那个块头挺大的身体 支离破碎 好像一个熟过了头的西瓜 雪见了我半脸 我转身以自己最快的速度翻过去 七星龙拳奔着那个青色丝缎 就削了过去 可没想到 那青色丝缎比看上去要坚韧多了 这一下竟然没削破 不光没削破 那个丝缎还跟活了一样 直接把七星龙拳卷住 力道又快又狠 几乎把七星龙拳直接卷走 我大吃一惊 玄武局就能养出来这种怪物 要是真龙雪里的 是不是更 可脑子也只是这么一转 根本来不及细想 我立刻引了 刑际上珠邪手 太岁牙在右臂上起了作用 反手把七星龙拳抓紧 青色丝缎跟七星龙拳交组住 那柔婉的声音像是十分满意 狼君没变 下一秒 他那绝美的面容绕过来 我猝不及防 就跟那双美丽的眼睛对视上了 好美 身体像是失去了控制 不想动 只想就这么沉溺进去 你来 那声音在耳边轻盈 松开手 你看看 手里是什么 我手里 眼角余光穿过了 越来越浓重的桃色雾气 竟然看到 我手里攥着的 并不是七星龙拳 而是一截子臂膀 我耳朵翁的一下 那只手很熟悉 手腕上 挂着一个银丝镯子 是我上次去西川套圈套来的 是很便宜的那种手工银 戴久了就发黑 可雅巴兰还是特别喜欢 戴上新鲜了半天 说谢谢哥 我擦着点就行 暖 软 潮润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是什么时候 把雅巴兰给 在那种激烈的刺激下 我浑身都凉了 手一颤就要松开 可就在要松手的最后一瞬间 一个东西忽然扑了过来 对着我大叫 像是在阻止我 这个庞然大物 是刚才被打坏了的胭脂原料 诈湿了 还要咬人 我左手对着那东西一劈 就起了杀心 但是 脑子忽然就有了一丝 极其不易察觉的违和感 我总觉得 哪里不对 就在这一犹豫里 又一个行尸对着我扑了过来 这个行尸很纤细 纤细的 甚至像是个女的 她也在大叫 不过 声音撕扯得像是音频乱码 我只觉得刺耳 快点 那个柔和的声音催道 不打死他们 他们就要咬你 是啊 我是该丢下那节臂膀 劈开面前的行尸 可那一丝违和感 让人如芒在背 总是不舒服 我得想起来 到底是哪里不对 那个行尸喊得更厉害了 上来就要咬我 没法考虑了 非劈开他不可 可就在左手引气 削过去的一瞬 我脑子里断了的线 忽然就续上了 我知道哪里不对了 行尸 是不会嗷嗷叫的 这个想法像是一阵北风 竖然就把脑子里的 桃色迷雾全部吹散 就在纤细的行尸 要护住怪叫的行尸的时候 我守在最后一刻改了方向 啪的一声巨响 一股子木屑的味道炸开 木头渣子见了我一脸 果然 我面前不是什么行尸 是金毛和哑巴兰 那一下 几乎是骑着金毛的头顶 削过去的 半指头长的吼毛 骑刷刷落在了地上 里面 还掺着半尺长的青丝 金毛看我明白过来 高兴地就在原地兜了个圈子 哑巴兰也喘了口气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哥 你 你丢了魂了 哑巴兰的四肢 都是完整的 卧槽 我一下 就反应过来 重新看向了右手 一颗心才重新落下 跟从噩梦里醒过来一样 我右手里也不是什么 哑巴兰的断臂 就是险些被我松开的 七星龙泉 面前的青临 那个绝美的面容 不由就是一个难以置信 这个被魅惑的感觉 跟大山妹极其相似 却有所不同 大山妹是要你迷恋上她 失去反抗能力 可青临不一样 她能让你看到 她想让你看到的幻想 通过幻想 把你变成一个傀儡 让你做任何 她让你做的事情 比大山妹 还难对付 莲子在一旁拍手笑了起来 郎君 早跟你说了 青临姐姐很厉害的 你瞧见了不曾 有青临姐姐的眼睛在 多厉害的客 也逃不出去 青临扫了莲子一眼 莲子这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不该多话 吐了吐舌头 但她似乎并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多话 不愧是能把熊皮人 给缠住的本事 我说 熊皮人怎么这么简单就被抓了 肯定也是中了这种幻想 刚才 差一点就把金毛和哑巴拦给 警朝国君那个死亡八蛋 他的债 凭什么全算我头上 既然给你背债 那我身上那些疑似 跟他有关的东西 就当他给我的补偿了 那盗子精气 猛然闭上了眼睛 眼前瞬间跟起了 雾气的挡风玻璃 被雨刷擦干净一样 与此同时 那骨子剧痛 让身体猛然翻起 我一下 就清醒了过来 那个痛 几乎要把眼睛削薄了一层一样 而对上了我的眼睛 清灵的眼神 猛然一空 像是想起来了什么事情 而抓住了这个机会 吃得一声 那些青色的丝断 全部撕裂 金光猛然穿透 七星龙拳的锋芒 对着他就消了下来 清灵大吃一惊 身体以人类达不到的 柔软程度翻转 罗群下一个 巨大的肠尾乍线 奔着 我就横扫了过来 我抬起脚 一步踩在了肠尾上 他更是不可思议 抬起手 数不清的丝断 不知道从哪里延展出来 对着我就卷 破风声刮得脸生疼 可因为那金色的气 我比他快 在被青色丝断包住的前一秒 七星龙拳金光乍起 丝断全部撕裂 锋芒就落在了他 美丽脖梗前一寸 他的眼神凝住了 可那种精气 给身体带来的剧痛 从鹅脚延伸到了全身 几乎承载不住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 开始气喘吁吁 我们的人呢 第1568章 山上神女 他眼睛一眯 狼君身边 有了其他人 就可以忘了妾了 别搞这些没用的了 我只觉得 越来越忍不住了 像是身体里面 封着什么东西 一不经意 那个东西就会撕裂身体 咆哮而出 我们没多少时间 在这里 已经耗费的太多了 再找不到程兴河 和下一步的路 他就真晚了 可他显然已经 从我眼睛里 读出来了什么 狼君对那些人 好像很看重 既然这样 妾身跟狼君 谈一笔买卖 买卖 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兆头 雅巴兰和金毛 显然也是 这么想的 你放心 清灵展露出了 一个绝美的笑容 公平公正 一物一物 你留下 我就把你身边的人 都给放出去 我没意外 雅巴兰则瞪大了眼睛 挣扎着就要扑过来 哥 你别听这个妖婆的 咱们肯定能找到 不跟他换 可他完全忘了 自己的脚出了问题 这一下 差点就直接摔地上 还是一个纤细的胳膊 扶住了他 小心点 莲子 哑巴兰抬头看着他 喉结一滚 显然有些紧张 但是涉于清灵的能耐 和莲子的身份 口不由心就骂 你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莲子很不高兴 你的脚是谁柔的 忘恩负义 白眼狼 清灵扫了他们俩一眼 也微微一笑 从容得像是在看春景一样 他知道 我们耗不起 一分一秒 流失的不是时间 是成狗的命 察觉的出来 那个熊皮人 也在青色丝缎的包裹下 看了我一眼 我吸了口气 索性蹲下 诚挚地看着 我没有望 嘴边的笑容 像是被冻住了 美丽的眼睛看向了我 你说什么 我答道 你穿着轻衣 我答应了 要给你涂胭脂 胳膊一紧 是清灵损白色的手指 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你真的记得 他的眼睛里 有期待 也有不幸 但是 时间太久了 我接着就说到 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很害怕 这句话 纯属是胡周出来的 不过 想来 这清灵 是在建造玄武局的时候 跟警朝国君相见的 那个时候 他肯定已经作为 玄武局第二官的一员 是一个俘虏了 俘虏见到了 修局的主人 能不害怕吗 从清灵眼里看出来了 他想跟我好 既然武都不管用 那就只能智取了 不管这方法 光彩不光彩 管用就行 果然 这句话像是击中了他的心 你还记得 你真的记得 他一下抱住了我 你说回回来 真的回来了 我知道 我就知道 哑巴懒瞅着我 下巴快掉了 连忙拿了个小本 如获至宝往下记 是上次 那个什么桃花宝典 也不知道他能记什么玩意儿 我软下了声音 不过 毕竟过了这么长时间 我忘了很多 你愿意跟我一起想起来吗 清灵抬起头 几乎喜极而泣 重重地就点了点头 要是运气好 不光是能搞定了 成星和他们的下落 保不齐 还能把更多 玄武局的秘密给问出来 那就赚大了 能少走多少弯路 争取多少时间 郭是没法选择的 只能变郭为宝 他靠在了我身边 缓缓说道 我知道 我见你第一眼 我就知道 你不是普通的人 你穿着金色的铠甲 你的锋芒 像是地平线升起的太阳 你一出现 世上所有东西 都黯然失色 这在赞誉之词 让我心里有些别扭 那个警朝国君 那么像回事 不过 我讹脚一痛 脑海之中 舒然就出现了一些残骗印象 他当时被关在了一个大笼子里 瑟瑟发抖 穿得很单薄 而且 也入了夜 根本没有什么太阳 他们都说 让你不要靠近我 这种要挟 可你不听 你说众生平等 而这个时候 那个穿着金色铠甲的人出现了 很多人拦着 说这已经是个迷神了 绝不能靠近 可那个人越过阻拦 盯着他 只问了一句 穿得这样单薄 冷不冷 他愣住了 第一次 第一次有人问出这种话来 其他的人 有的害怕他 有的利用他 可第一次 有人关心他 看他不回答 那人微微一笑 眼睛像是星月 转身一招手 拿了一件青色的衣服 给他披上 是我的便服 你不要嫌弃 那个衣服上 有阳光照过树叶的味道 他很熟悉 几乎是故乡的味道 那个人问他 他们说你犯了罪孽 才流落到这里 你是怎么来的 原来 这清灵的出身 竟然比我想得高贵 他以前 是掌管山林的神女 那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神灵 跟现在占多数 从信仰之中诞生的神灵不同 从创世神建造天地的时候 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拥有很强的力量 血统神圣 据说 是创世纪缔造万物的时候 受伤低血 落地而成 他们享受一切神灵该有的待遇 不老不死 神力非凡 掌管深山之中的生灵 许多上古的诗歌里 就有他们的身影 这种日子 是极为快乐自由的 只要不触犯创世神社下的律法 伤害无辜 就会永远这么快乐自由下去 可有一天 一个青年进了深山 迷失方向 失足摔得冰死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活人 他给他食物 给他智商 他其实早就从山上 见过地下 灵次至比 以学一样小而密集 白日有烟 夜里有闪烁的灯火 据说住在那里的 跟山里动物不一样 是万物之中 最接近神灵模样的 叫人 原来这就是人 那个青年醒来 见了他 眼里是惊艳 他好奇起来 问青年 人如何能把星辰放进屋里 青年愣了半天 恍然大悟 跟他解释 什么叫灯火 他不明白 青年点了火种 果然像是燃烧着的星星 他眼前一亮 青年滔滔不绝 给他讲山下的事情 山下花红柳绿 应有尽有 全是他没见过 没听过的东西 他有些羡慕 很想去人间看看 那里有很多 他没见过的东西 人果然很像神灵 很聪明 会创造出原本 不存在的东西 青年一口答应 要带他一起下去 他高兴极了 其他的姐妹劝阻他 那不是咱们该去的地方 烟火器会误会 咱们的神器 可他不听 青年带他下山 他见到冰糖葫芦 唐瞻成的动物和仙女 在日头下反光地 经营首饰 全是他没想过 没见过的 人可真厉害 他喜欢上 这个有烟火器的地方 可谁知道 那个青年带他下来 不是为了报恩这么简单 他要把传说之中的神女 献给大老爷 大老爷见了他 爷言大悦 候赏青年 他不知道 大老爷为什么 对青年那么好 只觉得 这地方确实有些污秽 他总觉得 沾染了一些山林里 没有的脏东西 他的神器便衰微了 青年拿到了奖赏 高兴得不得了 临走对神女说 你不要恨我 要恨 就恨你自己傻 他不明白 青年说 你很快就明白了 有烟火器的地方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等知道了大老爷的 真实想法之后 他勃然大怒 这是毒神 可他神器被污染的衰微 根本没有之前的力量 他看到 那个青年在窗户外面 一脸吟笑 指指点点 他挣扎了出去 那一瞬 一声霹雳 天上正好下了大雨 他的身体被冲刷干净 官老爷狼狈地还要追 他就伸出了手 能命令万物生灵的手 第1569章 桃花烟制 这个地方的树木 忽然跟疯了一样 无数新的枝叶破土而出 球节的树根拔地而起 尖锐的枝干横行 将整个城镇全部掀翻 所有人都震住了 这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天灾 反应过来 所有的人都在奔跑呼嚎 那个青年呆住了 反应过来 转身就跑 他不明白 明明是自己帮助了他 蝼蚁还知道闲夜报恩 人不知道 他的手攥紧了 他看到 一条树苗 从青年口中延伸而出 将他勾到了很远的地方 挂在上面 摇摇晃晃的 他的血滴在了逃走人的头上 周围一片大乱 大老爷连连后退 指着那个青年 说有怨抱怨 是青年送你来的 不关我事 可话还没说完 树根从大老爷的手脚上突出 跟大老爷融为一体 他没有再看他 他很失望 人是很聪明 但他们的聪明 用的地方不对 而且 太过脆弱了 一切活人呼好起来 请求宽恕 可他记得很清楚 他进来的时候 就是那些人 对他指指点点 而他发怒的时候 那些人幸灾乐祸 说 所谓神女 不过如此 没有一个人 肯跟他就青年一样 拉他一把 树木疯掌 枝干像是最丰锐的见识 不长时间 那个城镇没有了活人 他想离开 才发现 自己回不去了 神器被鲜血剑上 沉重污秽 洗不掉 他有了罪孽 成了被放逐的迷神 后来 他流离失所 去了很多地方 可没有一个地方肯接纳他 所有人都畏惧他 要么就驱逐他 他有的时候 看着山头升起的太阳 也会怀念起 在山里嬉戏的时光 也许 他不该下来 可这是宿命 就因为这个源于上古的强大力量 他被姜仲黎抓来 作为玄武局的其中一员 他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他只感觉到害怕 人的力量竟然超过了他 他不再是神女了 听了这一切 那个穿着金色铠甲的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人并不全是那样的 我这次来 就要改变这一切 怎么改变 那是人的本性 可他看着他 却莫名有一种感觉 这个人说的 不是假话 那个穿金铠甲的 想靠近他 但是周围的人全部让 按照身边人的请求 转身走了 临走 他偷偷跟他眨眼 盯着他挺拔背影离开的时候 他觉得那件轻衣 十分温暖 这是第一个 他还想再见一次的人 果然 夜深人静 他偷偷出来了 他望着他 还是微笑 你辛苦了 你若是不想留下 我可以放你走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直到他真的打开了笼子的锁链 快点 不然就来不及了 只是 你记住 千万不要再伤人了 他一开始高兴 可后来伸出笼子的脚 却不知道搁在哪里 他已经无处可去 你们 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要做一件 改变人间的大事 他说道 如果你愿意 可以帮帮我 请他帮忙 让四项局发挥效力 不会永远让你留在这里的 他接着说 我会回来 到时候 亲自放你自由 他没有发誓 也没有做其他的承诺 可只要是 他说出来的 就让人无比幸福 他不用多做别的 谁都会信任他 他似乎天生就有这个能耐 这个四项局 是做什么用的 我要改变这一切 那人缓缓说道 我想让三界苍生 再不受苦 他不太明白 但似乎 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人 让人愿意棒 他点了点头 那个人高兴极了 这一瞬 那个人看着他说道 你这样好看 只是太苍白了 要是有胭脂 就更好看了 那个人看着他的样子 跟其他人也不一样 没夹杂一丝私欲 澄澈又欣赏 胭脂 他没有用过 也不知道怎么用 那是个飘落桃花的季节 那人指着那些纷飞的花瓣说 胭脂 就跟那些桃花的颜色一样 那很美 我下次给你带来 那人笑 你要是不会用 我给你涂 他高兴了起来 你真的还会来找我 那人点头 忽然跟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你 怎么称呼 他没有名字 而那个人扫视了一眼 他穿轻衣的样子 微微一笑 那 你觉得青龄这个名字怎么样 那个虫子的翅膀 也是这种青色 很美 跟你一样 他的心猛然震战了一下 那一晚上 两人见面的事情 没有其他人知道 第二天 他开始看着那些人 修建一个极其庞大的风水局 有一个言为有志的人 帮他建造了一方天地 这是那位穿金铠甲的人 要用的地方 请他好好看守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他答应了 那个言为有志的人 却像是有些不忍心 你可能要在这里留很长时间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他回头看向了外面的桃花 我要那个 越多越好 那很美 他住了下来 再也没出去过 他总觉得 也许 桃花开过了这一季 他就回来了 可那个穿着铠甲 笑起来像是心悦的人 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看着桃花落了很多次 终于 他要桃花常开不败 这样 那个人回来的时候 总能想起来 当时说过的话 因为时间太长 他终于开始寂寞 他想起了那些 远在山林之中 再也无法相见的姐妹 也巧 他发现了一些女人 流落到了附近 那些女人 全都被男人抛弃了 他把那些女人留下 后来 逐渐有男人也进来了 每一次 他都很高兴 可看清楚了 又会失望 这些男人 都带着自己的目的 不过 住在属于他的这块地方里 那些姐妹会变成怪物 只有一种东西 能阻止他们变成怪物 男人 而且 大多数男人是要求留下的 他就把他们 做成了胭脂 只有融为一体 才不会抛弃自己 他们都管那些 误入进来的男人 叫客 是送胭脂的客 他偶尔会询问 那些男人 男人都喜欢 什么样的女人 他愿意有样学样 时间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他就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很多男人 则成了胭脂 说完了 他盯着我的眼睛 你一来 我就认出你 我高兴得很 可是你没有认出我 我的心里疏然一痛 果然 这里的事情 是因为那个警朝国君 或者说 另一个我 难怪 难怪 叫谁心里 能舒服 雅巴兰忍不住叹了口气 看着我的眼神 也第一次出现了同情 男男的说道 桃花多了也好 也不好 少了 饥饿难耐 多了 消化不良 你他娘在哪里学来的歪话 还一套一套的 但我立刻回过了神来 时间已经不容许 我再继续浪费下去了 我和缓地说道 我都想起来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可是 我那些同伴没做错什么 你能不能 先让我们竞选武局 我把事情做完了 就来 可他眼神一宁 你又要走 而且 你还要上更里面的位置 那不行 那地方去不得 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第1570章 巨大车马 我顿时来了精神 那个地方 到底有什么 既然他亲眼看见了 四项局的修建 那也许他知道 真正的镇物 和成狗家的墓葬 在什么地方 他皱起了眉头 我没有见到 但是 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可怕的东西 被运进来了 栽种桃花林的时候 他看到言为有志的人 引来了巨大的车马 所有人都离着那个位置 拾不开外 没有人敢靠近 那些交班的士兵 还窃窃私语 谁也别靠近 数都数不清 为了这个东西 死了多少人 主上劳民伤财 这下几乎清了举国之力 来做四项局 跟骤王修路台 有什么区别 这样下去 恐怕堵不住悠悠众口 你懂什么 主上自然有主上的打算 再说了 四项局又不是为了享乐 这东西 似乎有什么大作用 说是能保三界万事平安 说是这么说 能不能有这个效果 谁也不敢说 谁能活到那个时候 这些事情他并不懂 但是他看得出来 里面的东西 不是普通的生灵 是一个比他 还要强大的存在 那骨子气息 只一掠过 哪怕是他 也要遍体生寒 那个强大的力量 引来了不少的怪东西 那些怪东西 就跟刀尖舔血的人一样 喜欢走偏门 以极端的冒险取得灵气 车马里的东西十分强大 那些怪东西察觉出来了 他们想趁着那个东西 身陷淋雨 一用而上 吸食那个东西的力量 就跟豺狼一样 汇聚来的怪东西不少 他们虽然胆大包天 却并不傻 知道蚂蚁多了能吞向的道理 黑鸭鸭聚集了千百个 简直像是一团黑雾霾 那团黑雾对着那个车马 就冲了过去 他也跟着担心了起来 可没想到 那些雾霾一样的怪东西 进去之后 就再也没出来 他只听到了细微的咀嚼声 接着 看到了车马底下 躺出了几缕黑血 他当时就愣住了 哪怕是他 也没见过那么强大的东西 他甚至难以置信 那个东西 是怎么被人给抓来的 那个言为有志的人 跟他一样 过了没多长时间 那个巨大的车马 被拉到了更远的地方 他就再也没见过 但是他心里清楚 这个玄武局 乃至整个四项局 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跟那个东西 肯定分不开 我皱起了眉头 那能是个什么东西 这清零因为自身的血统 才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那一个真正的证物 自然是比清零更强大的 那 你知道那个局是怎么设的吗 确实是劳民伤财 清零回忆到 他们往里面 带了很多的铜器 日夜断烧 天空都要被烧红了 铜器 古代的铜 用得不少 青铜剑 青铜顶 月王沟渐渐 一直到了现在 还是寒光闪闪 那些冶炼锻造的方法 虽然失传 却比现在还要发达 铜器 是用来做什么的 不过 这些事情你也不必知道 清零拉住了我的手 你不会丢下我的 是不是 我心里犯了难 我要是不去 这一趟就白来了 我不能看着 成狗死在这里 还是 他眼里有了防备 你真的要再丢下我一次 莲子已经帮哑巴 拦捏脚踝捏得差不多了 抬起头笑嘻嘻地说道 狼君留下 狼君留下 以什么方式留下 胭脂还是风铃 我头壳一炸 只能继续敷衍 对了 关于之前 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江仲黎 夏家仙师 还有成狗的祖先 谁都行 清零看着我的眼神 越发怀疑了 你总问起那些事情做什么 我 我就是想多回忆一些 跟咱们有关的事情 这话要是让肖香听到 八成要把我的乾隆指 直接严碎 白货香再长 也不会丢我什么好脸 又得骂我是渣男 这些事情 又何必着急 清零顿时就是一丝笑意 咱们的时间 可还长得很 可成狗的命不长了 比起这个 你随我来 清零反手拉住了我的手 有佳酿 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 我哪还有心情喝酒 雅巴兰就更别提了 不住地去看手腕上的表 可一看表 他眉头也皱了一下 进到了这个地方来之后 表竟然停了 有时候人们会说磁场 风水局硬要描述 也可以形容为一个巨大的磁场 甚至相当于另一个空间 表停了也不算稀罕 说起来 我看向了四周的那些胭脂原料 接着就问道 你这些年来 杀了多少人了 他没回头 数不清了 只逃走过半次 半次 就是那个天师府天阶了 大家庆祝庆祝 清灵扬声说道 我的那位狼郡 等到了 胭脂也拿出来 好酒也拿出来 今日里 怎么也得欢乐欢乐 外面的美人听见了这话 都跟着欢呼了起来 恭喜清灵姐姐 清灵没有告诉我 成狗下落的意思 可我耗不起了 我反手抓住了他的手 你把我的同伴 放了 我跟你去 雅巴兰看着我的眼神 别提多担心了 哥 你不会真要留在这里 当压寨狼郡吧 是啊 这个地方 简直是仙境 哪个男人不想留下来 可有些事情 比命都重要 更别说比享受了 清灵转脸看着我 你说真的 我吸了口气 我这个人 说话从来都算数 可这一次 我刚要开口 忽然外面一阵乱响 一个美女的声音 淒厉地响了起来 清灵姐姐 不好了 丹珠景出事了 出事 清灵的脸一沉 能出什么事 那几个怪客 逃出来了 吧 让你把那个叫 七星的狼郡给放出去 不然就把咱们 咱们都给 逃出去 清灵的眼神凛冽了下来 他们不是被捆在 丹珠景吗 怎么可能逃出去 有些不对劲 有美女说到 他们似乎 对咱们这里很熟悉 熟悉 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啊 转念一想 也许是苏寻熟悉阵法 摸清了这里的底细 我和亚巴兰 则立刻兴奋了起来 成狗他们果然鸡贼 不用我救 自己逃出去了 那就太好了 重新会合 一起找到下一个关口 就能到振兴了 这一瞬 我发觉出来 清灵看我的眼神 已有点不一样 就立刻把喜悦的神色 给压了下去 你说他们出生入死 陪着我来 我 我怎么也得送他们一程 清灵的眼神 这才和缓了一些 不打紧 以后 都是自己人 说着 带着我们就出去 到了丹珠景 刚到了那附近 就听到了一阵吵嚷的声音 第1571章 变成怪物 你们实在没事干 找个场子那那鞋底 在这里 害人算怎么回事 成星河的嗓子 嘹亮得像是摆地摊的 告诉你们 我们七星是天上的 扫把星转世 你们要动他 问问你们的命 有多硬 一股子黏腻的感觉袭来 是白卷那种怪物 发出来的怪味 看来成星河他们 为了找我 也没少屠戮 一闻到了那个气息 清灵的脸色 一下就变了 他孤独惯了 身边这些个小姐妹 跟他的手足一样 让人这么屠杀 他能愿意 他眼里 闪过了烈石动物 一样的凶光 我连忙大声说道 成狗 别嚷了 我没事 金毛也嗷呜了一嗓子 哑巴兰就更别提了 你们还没死呢 成星河他们 一听我们的声音 也高兴了起来 成星河立马说道 我们不担心你们 主要担心这些美女 遇上你哥 属实有些倒霉 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之前 那个蒸烟纸的位置了 奇怪 刚才来的时候 怎么没见到他们 走岔了 莲子告诉我 这地方人分三六九等 成星河他们被迷住了之后 在刚才那个房间里 跟将家人堆在了一起分类 他们几个都是单珠成色 就被挂到这里 一个小房子里 那个小房子还真小 要是莲子不止 我都看不到 那个小房子四面通风 很像是亮葡萄干的房子 说是这样保鲜时间长一点 好吗 还保鲜 这么说 刚才几乎是跟他们擦肩而过 可惜可惜 可哑巴兰一听不乐意了 他们是单珠 怎么我给扔到了 那个大房子里去了 我哪点不如他们了 莲子对哑巴兰歪头一笑 你猜 哑巴兰一愣 莲子就压低了声音 单珠井里受罪 我没舍得放你过去 哑巴兰跟不相信自己耳朵一样 人整个傻了 原来 那个单珠井 是把原料阴干倒挂 因为是放灵气高的人 所以机关重重 按理说根本出不来 而他们一听见我们的声音 显然更振奋了 里面又是一声巨响 大门裂开 江彩萍刚把宽袍大袖 从他们几个头顶上撤下来 一见了我 江彩萍别提多高兴了 我就知道 相公不会出事的 还好 我彻底地松了口气 都没事 白货香一开始见了我 也像是放了心 但是一看见 清凌跟我靠得那么近 顿时又皱起了眉头 苏巡看着哑巴兰没事 紧绷着的弦像是松开了 蹲在地上开始大口喘息 她手上有很多细小的擦伤 不知道放了多少原神弓 不少美人围了上来 清凌姐姐 这些课 伤了咱们不少人 还请清凌姐姐做主 清凌早就察觉出来 白货香的表情 挽我挽得更紧了 既然是郎君的朋友 那切身就不计较了 放他们走 那些美人一听 就愣住了 可他们对清凌 是绝对服从 只好退开了 程兴和正挠后背呢 一听这话 顿时也是一愣 怎么个意思 不打不相识 机星 你可别告诉我 你又给我找了个媳妇 我说 你他娘怎么说话呢 这是以前的朋友 我故意把字咬中 老朋友 程兴和素来 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一听这个老字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连忙装出了个 后知后觉的样子 原来是前缘啊 那感情好 你们俩赶紧续旧 续完了 把通往下一关的关口 告诉给我们 我们好走 你们也别送了 清凌微微一笑 指着南边就说道 一直走到尽头就行了 奇怪 可南边我去过 根本没见到什么门之类的地方 怎么过去 还没等我问 他就把我胳膊挽住 切身还有很多话 要跟郎君说 你们送送他们 那些美人一听 立刻就做出了请的姿势 这下 程兴和一愣 不是 什么意思 你不走了 亚巴兰立马说道 我哥牺牲自己 给你们熟出来了 大爱无疆 不是这话 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 听着这么别扭 白货香就更别提了 又成了青面兽 李北斗 你鬼迷心窍了 程兴和没多长时间了 你知道 我们拼了多大努力 才出来的 你还有心思 我给你扎两针 清醒清醒 说着 抬手就要对我下针 可手一抬 我立刻察觉到 清凌浑身 炸出了杀气 下一秒 那道青色的东西 奔着白货香就过去了 我根本没来得及思考 七星龙拳甩手出来 奔着那道东西就砍 跑跑跑 白货香一愣 江彩平立刻拉他 二姐 都跟你说了 相公不过是逢场作戏 他心里 还是有咱们的 而清凌盯着我 嘴角勾起 是个冷森森的笑 果然 狼君这次来 又没打算留下 你听我说 我真的有要紧事 狼君的每件事情 都比我要紧 是不是 清凌抬起了手来 看来我只好用自己的法子 把相公留下来了 他留下我的方式 也是 把我做成胭脂 我反手七星龙拳一炸 清凌顿时后退了好几步 抓住了这个机会 我拽上了哑巴兰 冲着程兴和他们就跑了过去 还愣着干什么 他们如梦初醒 立刻奔着南边跑了过去 南边 真的有通到了下一关的关卡吗 一回头的功夫 轰的一声 身后就是一阵巨响 连美人 带那种长条的怪物 奔着我们就追 很快到了南边 可南边 也是一弯河水 把整个桃花香环抱住 哪有什么 通往下一个关卡的门啊 清凌的声音 已经鬼魅似的响在了我身后 狼君 比起被那个东西吃掉 还不如留在我手里 而且 你的朋友 已经离不开这里了 离不开 什么意思 莲子立刻说道 狼君还不知道 看看你们皮肤上 我低下头 就看见手腕上出现了一抹粉色的痕迹 拉开了衬衫袖子 一身鸡皮疙瘩 顿时就炸起来了 我身上 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花纹 粉红艳艳的 像是 溃烂 这是什么东西 能腐蚀龙铃 卧槽 一回头 这才看出来 成心和他们身上 比我更严重 那简直像是皮肤溃烂 留下的嫩柔 可一直没疼过 像是被打过麻药一样 所以大家一直都没察觉 哪怕连白货香都没发现 大家的脸色全变了 我想起来 莲子说过一句话 男人在桃花香时间长了 也会变成怪物 第1572章 身上之物 过不了多久 就会跟苏油烤鸡一样 稍微一碰 整片整片地往下掉 莲子说道 那些胭脂原料都是这样 不好保存 所以都喝了 清灵姐姐特地调的东西 留的时间才长一点 成心和全身的汗毛 都炸了起来 苏油饼 难怪 刚才清灵一直说 给我留下了什么佳酿 估计就是对抗这里的解药 白货香倒是没事 江彩瓶就更别提了 他连肉身都没有 白货香仔细一观察 才敢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那条河 我们是从那条河里蹚过来的 当时身上都浸满了水 当时我就觉得 水里跟有东西一样 想必 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中招了 苏寻忍不住说道 不愧是四绝地 白货香立刻抓住了我 这地方风水不对 现在就得走 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当然也想立刻离开这里 清灵 我盯着他说道 放我们走 欠你的 我回来就还 我说过 不行 清灵的眼里 闪过了捕猎动物一样的凶光 进到了里面 你就回不来了 更何况 要想进去 除非 他咬了咬牙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这次来了 就非留下不可 他的视线 死死地盯在了我们身上 这一瞬间 我忽然听见 后面一阵破风声 退开架 这破风声 风锐灵力 元神弓 可不对 这元神弓 是冲着我来的 我翻身一躲 可元神弓 实在是太快了 吃的一声 就从我肩膀上擦了过去 因为溃烂 龙铃没有萌胜 我眼睁睁地看着一道 几乎见骨的伤口 在胳膊上撕开 他失守了 不对 苏寻从来没失守过 一次都没有 回过头 发现不光是对我 苏寻反手对着橙狗 白货香他们 一视同仁 元神弓就对着 自己人四面开花 我们的人呢 想也知道 他看到了 清灵制造出来的幻想 把我们当成那些美女了 七星龙拳呛的一声出手 直接把将要 穿向白货香的元神弓打开 同时一脚踹开成心河 元神弓嗖嗖地 从我们身边穿过 可这一瞬 又一道破风声 从后面炸了起来 哑巴兰的金丝玉尾 你们这帮妖怪 放开我哥 我才是你哥 这样下去就坏了 还没找到下一个关口 仙字相残杀上了 但这一刻 一道灼热的光滑乍起 是成心河的凤凰毛 凤凰毛以极其灵力的势头 把元神弓和金丝玉尾全部打落 七星 这边有我 成心河大声说道 你忙你的 卧槽 成狗竟然没被迷 他的二狼眼 也还是那么澄澈 难道这种鬼迷心窍 对二狼眼无效 对了 这地方是他的祖坟 总算他能当上一次地头蛇了 我顿时高兴了起来 转脸看向了清灵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这里的美女不足为惧 只要把清灵对付了就行了 可清灵 哪怕沾染上了罪孽 也还是上古的神灵出身 力量极为强大 一边引了精气上 眼睛来抵御 一边寻思 要是能找到他的弱点就好了 狼君 你不要再惹清灵姐姐生气了 莲子立刻说道 清灵姐姐的眼睛 有老神仙给的东西 你们谁也不是对手 难怪 她的眼睛 跟姜仲黎还有关系 眼睛里 有什么东西吗 能对付那双眼睛的 就一种东西 一个声音 忽然从我身后响了起来 在程兴河身上 这时 我一回头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孝子 她怎么会知道 可这一瞬 所有的美女和美女化作的怪物 一起对着我们缠了过来 哪还有时间问清楚 没有别的法子了 怎么也得试一试 我一脚踹开了几个美女 翻身到了程兴河身边 你身上有什么 程兴河刚把苏寻的原神弓拨开 气喘吁吁 不是 你什么时候了 还惦记着吃 有两包牛板筋 拿去吧 不是吃的 我立刻问到 还有其他的吗 能用的 能用的 程兴河手腕利落一转 又把几个想抓 哑巴兰的长条怪物打了个汁水四箭 忽然恍然大悟 卧槽 你怎么知道 说着 就把口袋一翻 递给我一包东西 这是 四脚人那里的体铁 啥时候被他顺手牵羊了 他这会儿跟老鹰捉小鸡似的 已经把白货香和江彩瓶护住了 又掀翻了几个美女 可能因为他们两个是女人 这四绝地利鹰不利羊 他们俩倒是没有被迷住 这不是金属吗 他有些不好意思 我寻思出去 能卖个废铁 这东西能对付清零的眼睛 怎么个对付法 我回头想去看孝子 可这再一回头 孝子的身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不见了 不对 孝子到底是什么路说 他怎么会知道 刷的一声 这一瞬 那道青色的东西 已经把我给卷过去了 耳边掠过了一阵风 清零绝美的脸 疏然就出现在了我面前 他微微一笑 要你留下 看来也只有一种方法 他对上了我的眼睛 我忽然就觉得 眼前一阵清明 桃树花开 坠落的到处都是 周围一片安静 绝美的清零抱住了我 把我头靠在我胸口上 不要走 这次留下 好吗 心口一热 就是一种极为幸福的感觉 这是这辈子没有过的体验 跟上了天堂一样 别的 也许都没有那么重要 就这么留下 也挺好的 可最后一瞬间 我抬起了手 手里的东西 就砸在了他头上 啪的一声 眼前让人忘记一切的幻境 跟镜子一样全部破碎 我喘了一口气 就看见面前的清零 美目之中 淌了血 与此同时 身后传来了疑的一声 哑巴兰他们 全清醒过来了 我低头看着手上的体铁 上面还沾着血迹 对了 这东西曾经是神器 是上头来的 只有上头的东西 能对付曾经的神女 而清零抬起头盯着我 血污之中的眼神里 只剩下了怨毒 你又要抛下我 周围忽然一阵颤动 好像地震了一样 他发怒了 我立马往后退 说实话 看他现在这样子 我们只能剩下个你死我活了 可是 他白白在这里 等了这么多年 而这一瞬间 白货香立声说道 咱们得赶紧离开 他们几个快不行了 回过头 果然 成星和他们几个身上的溃烂 越来越严重了 再下去 真要从骨头上剥离下来了 妈的 出口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时候 又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简单 把他的眼睛挖下来 就能看到了 第1573章 他的眼睛 孝子 我的心疏然沉了一下 而清灵也看向了我身后 眼睛一灵 原来是你 他也认识孝子 下一秒 那道清光奔着孝子就卷过去了 你回来也好 我反手引了精气 奔着那道青色东西削了下去 那道气改了方向 且不论孝子是怎么知道的 他显然很了解清灵 可是 真的只有这一个法子 我不想伤你 我大声说道 隔了这么久 我不想跟你一重逢 就要争个你死我活 清灵嘴角一勾 是个凛冽的笑 可我想 这个笑冷森森地 动了杀气 可杀气 也盖不住凄凉 我心里痛了一下 感觉 好像真的曾经对不起他 欠了情 还不上 但白霍香 立声说道 李北斗 不想死 就快点 你的身体 他一出生 我才觉出 胳膊上一阵温润 简直像是凉东西 忽然拿到热地方产生的蒸汽 血泉 从皮肤下大磕大磕地冒出来了 精气伤身体 外带这个地方 本来就伤男人 连我都这样 成兴和他们 很快就要变成橡皮泥了 要欠 也是那个警朝国君欠的 不该成兴和 他们还 清灵的眼睛 哪怕绝望又狂暴 也依然很美 清气四下乍起 对着我扎了下来 留下陪着我 你说过 清灵的声音 撕心裂肺 这样多的人 我只信过你 像是 全部的希望 都崩塌了 我没得选了 就在我要被那些 清气搅缠住的最后一瞬 七星龙拳反手向上 精气从清气的缝隙之中弥漫 下一秒 吃的一声 所有清气全部炸开 清灵简直不相信 愣了一瞬 抬手还想把那青色东西引出来 可我一脚奔着那道气踢过去 他身体被带得一歪 反手要抓过来 可猪邪手早一步 太碎牙的力量 在右臂爆发 猛地卡在了他的脖梗上 他娇弱的身躯 被重重 砸在了桃花树上 光的一下 大片大片的桃花瓣 宛如坠落的云霞 落了我们一人一身 我盯着他的眼睛 那绝美的眼睛 像是一潭死水 只映出了我的脸来 我想说话 可嘴边先是一阵心田 张嘴就是一口血 看来 在这个四绝地 不光伤皮外 也伤内脏 别说程兴和了 我们再不走 都要跟着倒霉 礼北斗 白货香跌跌撞撞就跑了过来 数不清的美女要拦住他 可全被凤凰毛打开 还有一些大怪物要缠 却像是被一只 看不见的手抓住 全部震出去了老远 看在咱们都是姊妹的份上 本不想对你们动手 是江彩萍的声音 可你们非要伤相公和二姐 妾也只好不客气了 白货香扑过来 仔细地盯着我的伤 手在微微地颤 极为心疼 你疼不疼 我摇摇头 是啊 平时这样会有多疼 可现在 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 麻醉过一样 一点感觉也没有 也许 正是因为这样 这个地方 像是违禁品做出来的 让人沉沦上瘾 清灵盯着白货香 死水似的眼睛 终于起了一丝连衣 他盯着白货香 触摸在我伤口上的手 好像 很羡慕 是他吗 清灵轻声问 他 你说过 你心里有人 这一切 不光是为三界苍生 也是为了他 清灵盯着我 你知道胭脂 也是因为他 他 警察国君的他 又是谁 白货香一下愣住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人像是慌了 我摇摇头 不记得了 连他都不记得了 清灵一笑 七楚却释然 可你却记得我 他竟然为此高兴 我现在 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了 这不重要 我要过关 难道真的得把你眼睛 离得这样近 才看出来 清灵的眼睛 跟人果然不一样 同人竟然璀璨无比 像是 暗藏了一整条的星河 到底是什么东西 清灵笑了 耿着脖子 就点了点头 毫无畏惧地说道 就在我眼睛里 你吓得了手吗 清灵姐姐 数不清的美女 奔着这里追了过来 你不是说过 男人多是薄情寡义 你这样 并不值得 不 清灵倔强地盯着我 我就要知道 我等得 值不值得 我心里猛然一阵 是啊 为了通往下一扇门 我真的要对一个 等我这么多年的人 你快点 白货香的视线 就没从我的伤口上移开 只要在这个地方 多停一秒 那你们的命就危险一分 动仔 这个时候 哑巴蓝的声音 忽然就从后面响了起来 动仔你怎么了 苏巡已经倒在了地上 身体一碰到了地面 就是一滩子血 它好像是我们中间 伤得最严重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有人死呢 苏巡 白货香立刻跑了过去 回头后 快点想法子 他坚持不了一时半刻了 金毛也张簧失措地看着我 他知道 这个决定对我来说 并不容易想 是啊 我就是个烂好人啊 就因为是烂好人 才总要比别人多受一层罪 我希望谁都好好的 可总得事与愿违 青龄耿着脖子盯着我 看着我抬起来的手 他笑了出来 那个言为有志的人说 对我不起 除了桃花 还有没有什么能给我 他缓缓说道 我就跟他说 我要一双最美的眼睛 我要你再回来 看见我的眼睛 就忘了一切 我一愣 他眯起眼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说 你心里的人 有三界最好看的一双眼睛 他答应了 就把很珍贵的东西 放在我一双眼里保管 很疼 我却一声不吭 满心喜悦 可是 看来他骗了我 青龄的声音越来越低 你看到了我 也什么都没有忘 李北斗 七星 他们都在催我 我回头看向了白货香 有没有法子 既能取出东西 又能保住他的眼睛 白货香抬起头 吸了口气 他不是人 大概可以 但是 怎么样 需要其他有神气的眼睛 给他填补上 神气 我们之中 没有神 除非 我盯着白货香 你帮我个忙 白货香盯着我 把我的眼睛 换给他一只 不知道我的前世是什么 但是 我有精气和龙灵 白货香和青龄 同时愣住了 成星河也站了起来 七星 你他妈的疯了 你要当独眼龙吗 我看着青龄 我当独眼龙 也比你瞎了好一些 这是我欠你的 白货香的手颤抖了起来 成星河忍不住了 二郎眼行吗 这一次 是为我来的 要出眼睛 出我的 这么怕死又怕疼的成狗 竟然这么干脆 白货香摇摇头 二郎眼也是人眼 这一眨眼的功夫 哑巴兰也站不住 一头倒下来了 我盯着白货香 来不及了 快点 我的声音 倒是平静 白货香咬住了牙 我 我知道 他下不去手 可由不得塌了 身后 是好几条命 身后响起了一阵叹息的声音 孝子 果然 能抓住黄殿老旧 能进玄武局的 不是什么凡人 玄武局真不是正常地方 我竟然能在这里走眼 我看着白货香 来 白货香吸了一大口气 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 两只手拿出了两柄小刀 我紧快 他的声音是压不住地抖 我信你首页 清灵死死地盯着我 眼睛睁得很大 依然像是没缓过来 你 但是下一秒 他忽然反手遮过了我的手腕 对着我就扑过来了 我看到他 果断 毫不犹豫 那是一个坚决极了的眼神 下一秒 我疏然就觉出 身后一阵破风声 急净 又极快地炸在了我身后 杀气 隐藏得很好 显然 身后竟然有人准备了很长时间 就是要给我个措手不及 扑的一声顿响 我闻到了血腥气 清灵柔软的身躯 帮我挡住了那一下 第1574章 雷弓之锥 我回过头 就看见清灵被巨大的煞气震起 往后重重一点 我立刻抱住了他 站在身后的 是那个本来被迷住 又被清灵的青色丝缎 死死缠住的熊皮人 而他手里 握着的是之前江年手里的那把神锥 鲜血从上面滴落 我这才看见上面的符咒 雷 这是 雷弓锥 难怪 雷弓爷就是用这种东西 添雷行结 什么都能打 我后心一下就凉了 简直难以置信 江家凭什么 连雷弓锥都能得到 那一下力道极大 清灵被震起的身体 把我也撞出了五步开外 两个人一起重重撞到了树上 我身上噼里啪啦 开始坠下血滴 清灵死死盯着那个穿熊皮的 不可能 他眼里 竟然有恐惧 是啊 哪怕是我也会被他的眼睛给迷住 那个熊皮人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能对他的眼睛 无动于衷 熊皮人 齐长白皙的手指 熟练地翻动着雷弓锥 微微一笑 坐山观虎 其乐无穷 一股子火 顿时就炸到了脑门上 果然 这个穿熊皮的 来仓库就将家人的时候 本来要对清灵下手 却意外见到了我 他这就装成了被迷住的样子 故意被清灵给抓住 其实 就是想看着我和清灵两败俱伤 他再来坐收渔翁之力 可刚才 他眼看着 我要把清灵的眼睛挖出来 打开玄武局下一关大门 这才现身 趁着我们的注意力 都在清灵的眼睛上 想黄雀在后 把我解决了 这个人 心思之深沉 出手之狠辣 能力之强 简直让人喘不过气 穿熊皮的把玩着雷公锥 熊皮后面 似乎有一道 风锐极了的视线 你运气不错 王八蛋 这一瞬 凤凰毛瞬间 就从他身后卷了过去 啪的一声破空而出 可下一秒 凤凰毛就被挡住了 那是雷公锥 比凤凰毛 不知道厉害多少 程兴和浑身一僵 那只奇长的手 不过微微一翻 可空气似乎都被震住 程兴和的身体 猛然就被震出去了老远 擦过了三五棵桃树 这才重重地 砸在后面一棵 哗啦啦撞下了 满树的桃花瓣 雷公锥的力量 实在是太大了 大的人头皮发麻 如果一开始 拿着这个雷公锥 出现在我身后的 不是江年 而是穿熊皮的 那我现在恐怕 那手还是从容地 把玩着雷公锥 好像这三界之中 最锋锐的力气 也不过是 他手里的一个玩具 他一步一步 冲着我走过来 不过 你的好运气 也该到此为止了 刷的一声 数不清的银针 好像漫天花雨一样的 洒到了他面前 他抬起了手 下一秒 我和清灵 还有白火香的身体 好像被风卷住 凌空而起 就要到了围墙后面 是江彩平 可还没越过围墙 只听通的一声巨响 我和清灵直接坠落 我和清灵一滚 抬起头 就看见江彩平的身体 跟没有重量的秋叶一样 坠在了我们面前 他也被雷公锥打中了 我心里一痛 江彩平 江彩平身上的阴气 骤然浅淡了几乎一半 但他还是爬起来 试图挡在我前面 相拱 切斗胆 要强出头护着你 他对着雷公锥举起了手 不行 那是雷公锥 我力声喊道 我命令你 给我闪开 他想把雷公锥 从熊皮人手里震落 可下一秒 他的身体再一次 被震出去了老远 重重落在了我们身后 白火香立刻跑了过去 穿熊皮地转过了身 声音冷漠而又困惑 我一直不大明白 你们为什么喜欢给他陪葬 活着 不好吗 话音未落 雷公锥猛然扬起 对着我们就滑了下来 可这一瞬 七星龙拳出鞘 死死挡在了雷公锥上 穿熊皮地 露在熊皮下的下巴 微微扬起 似乎十分吃惊 啪啪啪啪 我听到了自己手上 急速滴落了许多东西 咸 身体本来就是新制造的 在四绝地和桃花水的双重作用下 早就不堪重负了 也许 再过不久 真的跟苏炳一样大片脱落了 清灵 我大声说说道 我求你一件事 帮我照顾我的人 穿熊皮地缓缓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管别人 你们这一脉 真是祖传的蠢 我这一脉 还没想到 清灵已经抬起了手 他这一抬手 数不清的美女和长条怪物 奔着穿熊皮地就扑过去了 熊皮下 似乎一丝嘲弄的笑意 可我用尽全力抵挡的那只 握着雷公锥的手 竟然纹丝不动 穿熊皮的左手往腰间一抽 一道电光疏然炸起 几乎照亮还雨 噼里啪啦一阵响 那些生灵 直接被那道光拦腰截断 半空仿佛下了一道子血雨 我猛然一阵 这种力量 他是人吗 身后就一声绝望的哀嚎 是清灵的声音 那些美女和怪物 都是他这些年的手足 可他的那些手足 一丝犹豫都没有 第一批倒下 第二批 第三批 前扑后继地上来 前扑后继地倒下 他们不是没看见 围上来是什么下场 他们只记得 自己能活着 完全是因为清灵 他们的命是清灵给的 所以愿意回报 这都是一条一条的命 我拼尽了全力 想把熊皮人的雷公 追给顶开 可除了让身上 滴落更多的血 根本就没有用处 雷公追仍然纹丝不动 而熊皮人 甚至还能四下里张望 闲事地问道 还有多少 有多少 他就直接杀多少 清灵 他是冲着我来的 我立刻回头看向了清灵 别让你身边的人送死了 可那些美女纷纷说道 清灵姐姐要护的人 就是我们要护的人 我们不怕送死 反正 哪怕这个时候 他们竟然还能 一零四地笑出来 我们早就死了 再死一次 又有什么大不了 已经够本了 那些美女 像是争先恐后 扑进了火里的鹅子 熊皮人缓缓说道 有些蠢物 确实不适合活在世上 他下手没留情 那些声音 让人根本不忍心听 我死死攥住了七星龙拳 精气 精气出来啊 我要把这个 穿熊皮的撕碎 可身体似乎出于自保 甚至不肯让精气再出来了 精气锋芒 却是双刃剑 伤害别人的同时 也在伤害自己 环顾四周 熊皮人出了口气 没有了 那好 那就轮到你了 他就等着 我自己耗尽了自己的力量 他手腕一转 空气猛然震动了起来 那骨子力量强大至极 七星龙拳也扛不住了 雷弓锥 是天上的东西 可一只手 就在这个时候 抓在了我胳膊上 清灵 我心里猛然一震 他的身体 受的是贯穿的大伤 哪怕靠近我 恐怕都用足了全部的力量 熊皮人也看向了他 声音好征以霞 你放心 他死了之后 我留给你做胭脂 清灵却没看他 转脸看着我 李北斗 白货香的声音 从后面立声响了起来 我不许你出事 我咬住了牙 我的人 就托付给你 清浮微微一笑 你的人 你应该自己照顾 我忽然有了不祥的预感 清灵一只手摸在了我脸上 眼神满是眷恋 声音却凛决然 既然那是你要去的地方 我送你去 我一愣 眼睁睁睁看着 他抬起了一只手 对着自己的眼睛 就挖下去了 第1575章 眼中之物 清灵 他的眼神 一丝迟疑都没有 我奔着他 就扑了过去 熊皮人也没想到 他竟然能对自己下手 雷公追一别 就要抓住清灵 可清灵 毕竟曾经是个上古神灵 他决心要做的事情 很难拦住 我的身体 像是被一道 看不见的墙拦住 反而倒退了好几步 熊皮人也一样 我脑子一炸 立刻用截灵术 召唤雷祖 雷祖 出来帮我 可意料之外 雷祖并没有出现 坏了 雷记过去 他已经开始休眠了 那靠着我自己的力量 也得就清灵 可没想到 没来得及 在我挣脱出去的一瞬间 扑的一声 一片温热的血 溅在了我脸上 我整个人僵住了 那只染红了的手 抓住了我的手 那里有一个东西 在一片温热之中 却赫然冰冷刺骨 他眼睛里的 点睛钥匙 这四的字 猛然刺在了我心上 为了让他死心塌地 守住这个局 江仲黎竟然以 这种方式封局 只有这样 清灵才绝不会 把人放进去 清灵 熊皮人也绝出来了 脸色一粒 破风声一炸 对着我的手就过来了 想抢 这是清灵用命给我的 我死死攥住 心里一下一下地疼 疼得人喘不过气来 雷公追对着我 头顶就滑了下来 七星龙拳按理说顶不住了 可顶不住 也要顶 精气猛然炸出 死死挡在了头顶上 熊皮人猝不及防 硬是被顶退了三步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雷公追 也没想到 我这种看上去残破不堪的身体 还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李贝斗 再也不能用了 白货香的声音 从我身后响了起来 是前所未有的凄厉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不是没觉察出来 眼睛 耳朵 嘴 鼻子 全部开始往外流血 精气一开始不出来 是因为用了 就等于自尽 可管不了那么多了 白货香 我立声喊道 救救他 我要他活着 可你 白货香的声音颤了起来 不用管我 我乘胜追击 七星龙拳对着退后的熊皮人 带着风雷之势 催哭拉朽 熊皮人身法十分敏捷 立刻抬起了雷公追 还要动手 可我没给他动手的时间 他的身体直接被精气掀翻 这一下 周围的空气震起 哗啦一声响 把周围的几棵桃树 震了一个粉碎 熊皮人见雷公追 被我压制住 凌空转身 还想抬手 但我先一步 已经追了过去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熊皮人浑身一震 像是不相信 我能有这种力量 他想退开 但是已经退无可退 但就在七星龙拳 劈向了他的最后一瞬间 我眼前忽然一片血红 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李北斗 白货香的声音更淒厉了 离开这里 现在就离开 而一只手 死死抓住了我的衣巾 视线像是隔着 最浓重的红雾 我模模糊糊 看到是清零 他抬起了脸 可他那满脸血污的面孔 已经再也看不到我的身影 只能四下里张望着 我立刻抓住了他的手 我在这里 他立刻抱住了我 这一下 我没有退开 而是反手 把他也抱紧了 两个人的血交融在了一起 我听见自己喃喃地在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心里好疼 好疼 我是为了什么道歉 为了让他等了这么多年 还是为了他失去眼睛 可他笑得心满意足 这样 很好 好 咱们就这样 就很好 他的声音 一丝一丝地微弱了下去 但这一瞬 白火香的声音 再一次吼了起来 李北斗 身后 破风声 和天地还雨 几乎都要为之所动的振战 雷弓锥对着我们两个下来了 我还要抬手 可心里一凉 我的手已经抬不起来了 下一秒 风忽然从我耳边擦过 数不清的桃花之干 跟活了一样 对着我冲了过来 我的身体 猛然被那种强大的力量推开 整个人落在了很远的地方 桃花瓣哗啦啦地 撒了我一头一脸 对了 这是他本来的力量 我把东西给你 是为了让你 不要死在这里 清灵的声音响了起来 答应我要回来 哪怕 不是为了我 我的心锐痛了一下 我听见自己嘶声大吼了起来 清灵 扑斥一声 眼睛开始出血 我已经看不清楚远处了 耳朵也开始 肋骨一样的剧烈耳鸣 大耳鸣里 我听到了熊皮人冷漠的声音 你们为什么要活得这么可笑 模模糊糊的视线里 我看见熊皮人像 是把清灵踩在了脚下 你松开它 我想站起来 我想护住清灵 可身体 已经被四绝地影响的 几乎支离破碎 加上强行用了精气 身体已经不堪重负 甚至连站都站不稳 直接就要扑在了地上 白货香扶住了我 声音带了哭腔 过不去了 可一阵笑声却响了起来 翠田却痛快 清灵 熊皮人似乎好奇了起来 你到这个时候 还能笑出来 清灵的声音 上气不接下气 我在笑你 熊皮人声音 有了几分不悦 我有什么可笑 因为你不是完整的人 你没有心 清灵答道 你这辈子也不知道 世上最珍贵的是什么 我一下愣住了 熊皮人似乎震了一下 但是这句话 似乎触动到了他什么心事 他的脚 重重落下 清灵 清灵 可清灵的笑声 一直没停 他断断续续 哼鸣起了一首很古老的歌 山之高 月初晓 月之晓 合脚 脚 我有所思 在远道 一日不见息 我心 悄悄 这是个情歌 说的是思念 对 他一开始就说 要有一个曲子给我唱 与此同时 桃花的枝干四下里冲出 一层一层 密密扎扎地挡住了熊皮人 雷弓锥巨大的力量 几乎把所有的树枝打碎 空气里全是树叶的味道 我想挣扎过去 可好像跟他隔着一整条奈何 根本无法跨越 值得吗 值得吗 他还在寻找我的位置 可他根本看不见 只听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微 不是我的 就是不是 这是宿命 这样也好 不管值不值得 既然是我自己选的 我就不后悔 一片血红里 我看到 他的一只手 越过残损的桃花枝干 冲着我的方向伸了过来 声音几乎是支离破碎 我等得太久了 等不住了 他的那只手 停在了原处 不动了 我心里 像是被最锐利的刀子 划了过去 死了很多人 伤了很多人 全是为了四项菊 那东西 真的值得吗 清灵 他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这种虫子 活的时间并不长久 桃花开的时候 盈盈出现 桃花一落 也就消失了 这一刻 哗啦一声 像是平地起了一层狂风 所有的桃花花瓣 几乎全部被卷起来 这个地方开始出现 震战的感觉 他这个守局的 已经守不住 这个地方 要坍塌了 我捏住了手里的 那个东西 咱们走 可这一瞬间 那个熊皮人的速度 像是能劈开了风 全部的枝干被炸起 他举起了雷弓锥 对着我们就冲了过来 来不及了 可就在这一瞬间 许多东西 忽然拔地而起 似乎 之前一直被那些 桃花给压住了 现在 那些桃花残损破裂 那些东西 才能重见天日 那是 什么 数量极多 所以 很强大 下一秒 那些东西 好像乌云一样 挡在了我面前 一个声音 在我耳后响了起来 多谢你了 第1576章 一线天光 是 孝子的声音 这是 程兴和的声音 也气若犹思地响了起来 死在这里的 那些被荡成了 胭脂的哥们 啊 我知道孝子是谁了 熊皮人的雷弓锥一起 却被那些冤魂 挡得很严实 根本突破不进来 他们 被压了很久 想自由 这个力量 简直大的可怕 以此同时 身边一阵嘈杂交错的声音 有年老的 有年轻的 有脆快的 有低沉的 数不清的声音 汇集成了一句话 谢谢 有清灵在 他们永远无法还乡 现在 他们回家的同时 也齐心合力 送我一程 该道谢的是我 我一把抓住了 我自己的人 抓紧了清灵给的那把点金钥匙 我听到了一个响声 很像是轴承启动 哪里开了一扇门 可耳鸣的实在太厉害 观云听雷法 没法发挥效力 更看不清 到底从哪里离开 可这一瞬 雷弓锥声音大作 那道冤魂组成的围墙 被瞬间批破 坏了 要追上来了 可这个时候 一只手不知道从哪里伸出来 抓住了我的手 我领你去 这个娇嫩的声音 是莲子 他带着我们 就往一个地方跑了过去 头顶 四周 都是崩塌的声音 真要是有世界末日 恐怕就是这个感觉 这个时候 哑巴兰也醒了过来 见到这个情景 倒是一愣 莲子 你不是最讨厌男人吗 莲子的声音 悠然响了起来 我以前是最讨厌男人了 之前我的朋友白隽 放走了男人 变成了怪物 我还觉得他傻 可是 我现在才知道 我真正讨厌的是 那些用针扎女人 用脚踹女人的 现在看来 也许 不是每个男人 都会伤害女人 可我 伤害了清零 郎隽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莲子说道 可清零姐姐为了你 肯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你一定值得他这么做 我的心像是 被人捏了一下 我真的值得吗 既然如此 我也不能把张三的仇 抱在李四身上 莲子的声音 总像是开心着的 这好像并不公平 啊 到了 话音未落 我们扑面感觉到了 一股子阴凉的气息 像是一扇 不知道尘封了多少年的门 被打开了 到了 可这一瞬 身后那个剧烈的声音 再一次响了起来 过昂 莲子 帮我们挡住了什么 莲子 身体像是坠落到了什么地方 风一下 从耳边擦过 仿佛长身体的时候 经常做的那种 摔下深渊的噩梦 这一瞬间 我脑海之中 出现了许多的残片 那个坐在了 球车之中的姑娘 眼睛大而明亮 像是一颗漆黑的黑药石 她身上缠绕着晦气 可她的眼神 依然很干净 像是山顶中年不化的鸡血 我说 你把头发 梳成了两个发际 一定很好看 你穿紫色的衣服 一定很好看 她对我笑 她说 我等着你 到时候 我给你看 只是 她担心了起来 你会不会忘了我 不会 那一声 斩钉截铁 她等了这么久 等了这么久 疼 疼 像是猛然从高处落地 浑身上下 四肢百骸 都一起剧痛了起来 仿佛每一寸皮肤被碾烂 每一分骨骼被压碎 出了桃花香 那个能麻醉人的感觉消失了 可是这种切肤之痛 全部如心痛的厉害 下一秒 眼前豁然开朗 我们像是 在一个山洞里 这山洞里 有一线天光 周围满是石笋 滴滴答答往下流水 汇聚成了一条暗河 阳光斜入 照得洞里 耀目生辉 我们全躺在了一个石梁上 而远处石梁的尽头 有一方小孔 从那个小孔里望过去 是一片很明亮的蓝天 看来 顺着石梁走过去 就能到玄武局的振兴了 应该高兴的 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而且 我皱起了眉头 那个熊皮人 不见得 就被埋葬在桃花香了 他雷弓追在手 什么做不出来 他到底是谁 这个仇 我早晚要亲手报 而且 我低头看向了自己的手 是清灵给我的东西 那是一对银色的小环 乍一看 竟然跟水神信物上的很相似 只是 材质不一样 这是什么 我想看清楚这东西的来历 可眼睛一阵剧痛 看不清楚 这东西 可能是某种神器 啊对了 很像是壁画之中 驾驶着天马那个神军手里拿着的 难道 就是那个神军留下的东西 真好看 是莲子的声音 他正盯着那块巴掌大小的蓝天 太好了 他也平安 之前差点就被熊皮人给抓住 我们能出来 可多亏了他了 我想跟他道谢 可一张嘴 满口是险 狼君不要着急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莲子微微一笑 我早就想再看看外面的天空了 我们虽然能长生 可一成不变 其实很可怕 是啊 看着桃花开了又拜 拜了又开 那像是个无期徒刑 可清灵 硬是在那一成不变里 等了这么多年 进去之后 我们就出不来了 现在这样 也好 莲子的声音 还是天真 带着欢心喜悦 最后能看到外面 算是得偿心愿了 亚巴兰也看向了莲子 像是不明白 莲子这话什么意思 接着 他对我们一笑 既然把你们送到了 我也就完成了清灵姐姐的嘱托 先走一步了 亚巴兰盯着莲子 忽然对着他伸出了手 你要去哪儿 可他抓不住了 莲子还带着笑 可他的手 像是一道海市蜃楼 看得见 摸不着 越来越淡 那个笑容 就这么凝结住 消失了 一个东西 哗啦一声掉在了地上 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天师府的那个天街水精灵 除此之外 什么也没留下 他们只能靠着 玄武局的力量 留在了桃花香里 桃花香一旦消失 那他们也留不住了 跟出了太阳之后的露水一样 莲子 哑巴兰的表情 悚然一动 他挣扎着想起来抓住莲子 可莲子已经跟桃花香一样 再也不会出现了 他还要抓 可一只手捞住了他 脚底下 这地方 只有一道狭窄的石梁 往下一步 就是万丈深渊 而白货香 已经一把抓住了我 仔细给我检查伤势 看清楚了 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张嘴就想骂我 可眼圈一红 到底没骂出来 手头倒是更快了 我撕得吸了口凉气 想起了程星河 回头一看 程狗坐在了石梁另一边 眼神发空 他情况也不好 但是出了桃花香 风水局对人的影响消失 有了白货香的灵药 应该很快就能好起来了 苏巡坐了起来 习惯性地发呆 对他来说 发呆就是最好的休息 哑巴兰则大哭了起来 莲子 江彩平阴气虽然折损了一半 可身体的阴气 也正在慢慢凝结了起来 正帮着白货香取药 涂药 看着哑巴兰那个样子 也是一声叹息 怪可惜 我心里一阵酸涩 但强行就把酸涩给压下去了 既然大家都还好端端的 我硬逼着自己转移注意力 松了口气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能把时间放在悲伤上 世上 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等着我们做 但是很快 我就发现 这一行人了 少了一个 孝子呢 难道 留在了桃花香 对啊 江彩平的精神 恢复的是最迅速的 四下里看了看 之前还一直在咱们身边呢 我吸了口气 你们跟我分开之后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说起来 之前可多亏了孝子了 第1577章 山神算盘 原来 清灵出现了之后 他们一行人 就被那些美人给围住了 像是要给我和清灵 隔一个独处空间一样 白货香当时就绝出不对 可对方人实在太多了 哑巴兰他们 又都一个个鬼迷心窍的 程兴河虽然没被美人迷住 可也被那地方数不清的 珍宝和珍修迷了眼 白货香要他们赶紧找我 可许多美女来跟他灌酒 他不肯喝 一大群美女就把他们 推到了外面去了 江彩萍护住了他们 白货香大怒 就大声喊我 可我似乎还是没听到 等他们回过神来 已经被关在了 那个小房子里了 那地方 机关重虫 简直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那里还挂着不少尸体 触目惊心 江彩萍说道 相公不知道 刚才那个小房间里多憋屈 可孝子知道怎么破开 那个地方 哪怕苏巡都找不到出口 那帮美女看见他们要出来 还笑 说比他们厉害几百倍的 都逃不出来 这帮人倒是异想天开 可等那些美女笑够了 一个个离开了 一直一声不吭的 孝子凑过去了 十分熟练地 开始拆解机关 这一下 苏巡都愣住了 孝子用的是一种古法 失传了很久了 现如今连听过的人都不多 更别说会用了 苏巡自己 都只是在爷爷嘴里 听到一铃半肘 他爷爷都只是听过名字 没亲手摸过 苏巡就问孝子 为什么会这种东西 孝子一笑 说他以前来过 他们几个顿时一愣 孝子怎么之前没说过 但孝子很快敷衍过去了 说自己也不知道 这地方有仙女 上次也是运气好 遇上了贵人 侥幸逃出去了 说话间 孝子就把锁给打开了 带着他们出来找我 一路上 对桃花香的布置极为熟悉 要不是孝子 他们还真没那么容易找到了我 说起来 苏巡看着我 那个孝子 绝对不是一般人 那肯定 一般人 怎么会从这个桃花香里 死里逃生 又怎么能抓得住 黄殿老旧 白货香也皱起了眉头 那他 到底是什么来临 对了 难不成 我知道白货香这话什么意思 四角人最后说过一句话 我们绝对进不去玄武局 还说 我们中间 有一个怪东西 白货香一心 那个孝子 就是怪东西 我点了点头 没错 也许 他确实不能被称为人了 我把帘子 刚才掉在了地上的天街风水 灵给拿了出来 大声说道 这位前辈 你出来吧 你还有东西落在了这里 他们几个 全愣了一下 天街天师 没错 帘子之前就说过 曾经有一个很厉害的天师 来到了这里 但是 只剩下了一半 这个一半 愣一听 很像是身体残损的 只剩下了一半 可要是换一个角度 他的身体流下 成了胭脂原料 可是他的魂魄脱壳而出 还有 我接着说道 给我们讲一讲 你跟白卷的故事 当然了 这里面肯定又是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 恐怕 跟那个被打死的怪物白卷 还有点关系 莲子和清灵都说 白卷曾经触犯了这里的禁忌 因为一时心软 放走过男人 所以被惩罚 不给胭脂 成了怪物 孝子疏然从大片石损后面出来 摸了摸鼻子 笑得有些不好意思 还是让你 给看出来了 他盯着那个天街天师的风水灵 忽然露出了满眼的怀念 我把风水灵 抛到了他手里 他接住 又是一笑 败君之将 惭愧惭愧 原来 孝子之前 确实是曾经的高阶天师 他功成名就 可家乡的老母亲病重 他心里着急 就抄近路 想从这地方回家 可走过附近 听说这地方 时常会丢失女人的尸体 和活的男人 对他这个位置上的人来说 自然不能放着不管 可一查这个位置 他知道 跟传说之中的四项局有关系 古往近来 这都是风水型的传说 以及禁忌 他知道 也许不该管 可他看见了很多老迈 哀痛的父母 在水边 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也只能叹了口气 有了心理准备 就当这个地方 是自己的一个结束吧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于是 他就让人给天师傅报信 自己要是回不去 不要来找 帮他照顾老娘就行了 接着 就进来了 可是清灵的力量 比他想象之中还要大 他还是没能抵抗的 过清灵的眼睛 抓住了他的那天 整个桃花香欢呼雀跃 他们第一次看到 能争出晚霞色的好胭脂 争他一个 多少个姐妹 能以人形活下去 唯独一个桃花仙女盯着他 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是个穿着白衣 十分肃静的姑娘 他记得 这里的其他桃花仙女 跟他叫白卷 他苦笑 也就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 唯独对不起老娘 老娘还在家等着我 没想到 那个叫白卷的姑娘 眼睛一亮 我也是一样的 原来 这个叫白卷的姑娘 老娘是个瞎子 两个人生活无以为继 才把白卷 许给了大户人家做妾 那个大户人家 已经有了十二个妾 大家管他叫十三 白卷惦记老娘 时常会省下自己的点心 微薄的月银 给老娘送过去 可有一天 被丈夫给抓住了 丈夫大怒 说他偷家里的东西 把他挂在了房檐下 打 给其他的妾警醒警醒 胳膊粗的棍子打断了一根 他逐渐看不清东西 可还惦记着 墙缝里 他藏了三个太太赏给的桃花酥 他死了 就糟蹋了 老娘最喜欢吃桃花酥了 大户人家一看出了人命 也吓住了 偷偷扔到了水边 对外 说他不守复道 跟小厮跑了 他老娘后来怎么样了 他不知道 也不敢想 天师叹了口气 说我若是能逃出生天 一定帮你看看你家老娘 没想到 他盯着天师 背着其他桃花仙女 偷偷地跟天师说 我要是把你放出去 你说话算数 行不行 天师心里一动 自然就答应了 其实天师的运气很好 那天 正是8月15 玄武局开门的日子 可这件事 被发现了 天师费尽全力 也只剩下了半条命 把自己魂魄保留下来 冲出了玄武局 他也想回家 可他想起了 被困在了这里的冤魂 多少冤魂 被扣在这里 苦苦思乡 却无法挣脱 他没忍心走 只想把那些冤魂 全送回去 也不想再有男人 白白送了性命 除了他 大概再也没有 谁能有这个能力了 而且 他还惦记着 那个叫白隽的女子 他放了自己 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清灵心狠手辣 白隽的老娘已经过世 他没法照料 他想回来 可一直都没有机会 哪怕八月十五会开门 可他一个魂魄 能做什么 我明白过来了 你在这里时间长了 跟山神也就认识了吧 他点了点头 摸了摸后脑勺 又是一副什么都瞒不过你的表情 山神自然也知道 他是为了什么 才流落到了这里的 所以 这次过来 有意无意地说 眼下 也许有个机会 能让你重新进去 不用说 就是我这次爱破绝 他想法子 附着在了一个本地药农身上 也巧 这个药农 也是一个孝子 因为 在这个灵气极盛的地方 待了这么多年 他本身又是天间 本事已经极大 甚至连我和程兴和的眼睛都瞒得过 他怕我们看出来他的身份 对他有疑心 就麻烦了 果然 从抓黄殿老旧 到包下提铁 他都给我们出了力 可惜 白隽一惊 我常常吐了口气 看来 这件事情 从一开始 就在山神的算盘上了 多谢 那谈不上 是我们谢你才对 而他一皱眉头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十分要紧 第1578章 迷魂之阵 我们几个都紧张了起来 孝子王里面一指 这玄武局的阵心 是一个很大的迷魂阵 迷魂阵 其实 作为我们业内人士 迷魂阵听得并不少 甚至 我们自己也会摆一些 简单的迷魂阵 甩脱追兵 或者把邪碎引入歧途 困住 这方面 苏寻是内行 果然 苏寻搭了惯了的耳朵 也竖了起来 哪一类的迷魂阵 那人回答道 这没见过 谁也说不好 但是阵法极大 只要进到里面 就没有一个能回来的 据说进去之后 人会变得不是自己 甚至 忘了自己到底是谁 苏寻的眉头 顿时就锁紧了 修长的手指头捏了又松开 他在数算 那到底是个什么阵 我和雅巴兰 也是面面相去 不是自己 难不成 跟之前在桃花香里一样 时间久了 人会变成怪物 可就凭着姜仲黎的能耐 一个梗 他不会重复用两次 忘了自己是谁 就更奇怪了 我们就是进去几个钟头 还能得了老年痴呆吗 这些事情 还是山神喝醉了的时候 我听到的 笑子说道 山神还留下了一句话 说假作真实 真一假 这就更玄妙了 雅巴兰一头雾水 前辈 你能说点杨坚的话吗 我倒是想起来了 四角人所在的 壁画之中的预告来了 第一个是四角人 第二个是桃花林 第三个是几块竖起来的板子 本身这种预告 就有些奇怪 射局人自然不想局被破掉 既然如此 为啥还要给人弄个预告 是跟警方恶犬 请屋入内的警示牌一样 震慑想进去的人 不过四角人可以理解 是怪物 桃花林也能理解 确实有桃花林 竖起来的板子 这到底代表什么 白货香忍不住问了自己最关心的 那地方是阵法 还是什么妖怪 阵法还好 要是遇上妖怪 他怕我们又会受伤 孝子答道 山神说 那个地方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怪物 可又极其脆弱 好吗 雅巴兰听不下去了 这才谜语呢 孝子微微一笑 总之 我告诉你们最重要的一句话 要想从困境之中挣扎出来 要记住两个字 孝子说道 打破 虽然不大明白 但是每次得到的指引 关键时刻都能救命 我点了点头 表示记住了 孝子松了口气 能帮上忙 可就太好了 既然如此 你们几位保重 我在外面等着你们 盼着石榴的时候 你们能平安归来 我点了点头 问道 不知道 您怎么称呼 孝子微微一笑 我叫黄金龙 我顿时就愣住了 以前还以为山神说的黄金龙 就是黄殿老旧 哪知道 是人名 我还得把这个身体给送回去 孝子拱手跟我做了个旧时代的同门礼 再晚了 怕损伤了他的脑袋 得罪 剩下的路 恕我就不陪着你们走了 我点了点头 拱手做了行当礼 见前辈的礼 后会有期 孝子点了点头 一阵风刷的一下吹了过去 圆起圆面 也跟风一样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把心里的痛往下面压 清零是没有了 但适者已已 活下去的 要更珍惜自己能走的路 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天师 你等一会儿 孝子回过了身 程兴河 说起来 刚才这货一句话也没坑 不像他的作风 程狗 你怎么了 他注意到我的视线 说道 七星 嗯 他抬起了头 声音大了一些 还有所有伙计们 我有些意外 他很少说话这么正经 江彩凭他们的注意力 也被吸引过来了 白货香皱起眉头 你要发表获奖感言 还是怎么样 可他盯着我们 十分认真地说道 咱们跟着孝子一起出去吧 这个局 咱们不要继续往里走了 我顿时一愣 你什么意思 不光是我 所有人全愣住了 不走 他活不了几个小时了 为了我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程兴河的二郎眼里有了挣扎 只为我这一条命 值吗 其实 我们来的时候 就有心理准备 可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 谁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在这一天等死 值 程兴河一愣 我觉得 也值 哑巴兰跟平时成狗推他脑袋一样 推了成狗的脑袋一下 来都来了 半途而废 算什么汉子 苏循没吭声 只理所当然点了点头 像是在说哑巴兰说的对 江彩平微微一笑 程伯公 你就过相公 那就是 对妾有大恩 既然有大恩 哪有不报的道理 白货香更别提了 你不耽误这会儿功夫 我都能多治好几个伤口了 浪费时间 因为时间紧迫 白货香今天跟个火药桶子一样 毅然一爆炸 再说了 这不光是你的命 我答道 你也看见了 那个地方 多少人解脱了 要是咱们没来 他们就永远见不到天日了 更别说 四项局不知道牵扯了多少人命 多大的秘密 如果破解了 不光救他一个 还能救更多的人呢 其实 在中秋节前 他就犹豫过 我明白 他心里怎么想的 他平常不会这么纠结 可这一次不一样 这是大家全部的命 不得不斟酌 我知道 你不忍心看着别人为了你死 我接着说道 可既然选了这条路 咱们 谁也别半途而废 不然 之前那些命 你要让他们白死了 还有 熊皮人的仇 我非报不可 那些图神使者 也一个都跑不了 我也不怕死 但我只怕死得不明不白 我不想庸庸碌碌活一世 却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程兴和不吭声了 他也想起来了 那个熊皮人的残虐 走还是要走的 雅巴兰也摸了摸金丝玉尾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没谁有回头的意思 程兴和正了正 张了张嘴 还想说话 可话没说出来 眼圈倒是给憋红了 他虽然又馋又懒又怂 可面子还是要的 转脸不吭声了 不想让我们看见 雅巴兰抓住了机会 就去调戏他 程狗 你眼睛里进沙子了 我给你吹吹 滚蛋 我怕你给我吹成沙眼 不是 程狗也是你叫的 程二沙子 行不行 终于 他一把推开雅巴兰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看向了等在原地的孝子 那咱们 跟你就此别过 孝子点了点头 说不上是失望 还是庆幸 只是拱了拱手 后会有期 啊 对了 我还忘了一个要紧的事情 山神还说过 第三个关卡里 偶尔也会飘出尸体来 那些尸体都是干枯的 像是活活饿死的 但是有一样 脸上都带着笑 笑 那个怪物 能让人心甘情愿地死 难怪说是被迷魂了 他以十分敏捷的身法 进到了石窟深处 不见了 第1579章 忘记一切 可死饿死 还能带着笑 我们几个面面相去 不过 程兴河像是放下了一切负担 询问似地看向了白货香 意思是说 确定要进去 那就抓紧时间 这项是个单程票 破釜沉舟 不急于一时 休息好了 就走 白货香一边上摇一边说道 别跟被人聊了毛的猴一样 这把程兴河赌够呛 不过眼瞅着白货香举着针过来 又怕白货香公报私仇 只好撇着嘴不吭声 只做了个无声口刑 你们全家才是猴 生个小孩也是猴 亚伯兰看见了 简 橙狗说你坏话 我们都笑了 是啊 虽然时间越来越紧迫 可我们不能硬拖着这一身的伤去匍匐前行 等白货香治好了 磨刀不误砍柴工 而且 我们都看到了那片蓝天 这就说明 天还是亮的 我们闯过了四角人核桃花香 不过是用了半个晚上的时间 离着再次天黑 还有一段距离 天黑到了过午夜 也还有一段距离 程兴河叹了口气 滴滴地说道 希望咱们都不要后悔 后悔是什么 能吃吗 终于 大家都缓得差不多了 伤药是很灵 有一些伤筋动骨的地方 白货香一咬牙 给我们用上了凤凰洞里弄来的仙药 劲很大 大的跟打了止痛针一样 大家都激灵了起来 红头胀脸 好像吃了兴奋剂的斗鸡 哑巴兰甚至来了个道理 又惊又喜 货香姐 你这手艺越来越精进了 我心说 说手艺略有不妥 像是讲捏脚师傅 但马上自嘲 就来挑毛病了 这算是预知的 药效一旦过去 身体会变本加厉 给你疼回来 白货香也没在乎这句话 真要是破开了玄武局 等回去 可得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成心和一乐 真要能好好回去 大家都高兴 别说十天八天了 躺他的一年半载又怎么样 可我看得出来 他眼神里的患都患是 大家 真的能全须全已地回去吗 前面两个局 已经这么难对付了 最后一关的振兴和振悟 只会比前两关更难过 能把这地方破开 像是结束了一个漫长的噩梦 不过 我也装成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要想白吃白住 那不大行 叫难派送房租 不是 七星你 什么时候钻前眼里去了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大家都跟进花园里的两面国人一样 表面没心没肺 背后心事重重 休息得差不多了 我们打起精神重新出发 先要开始起作用 大家精神都好了起来 宛如开了外挂 身上像是凭空多了很大的力量 一边走 程兴和一边努力 恢复他平时的吊锒铛 七星 你说这地方的阵物到底是什么 真是大王八 真要是这玩意儿 不大好办 这东西出了名的刀枪不入 怎么砍开 那谁知道 我答道 咱们一直不都是这样吗 走一步算一步 不过我却琢磨了起来 迷魂阵 那能是个什么阵 能让人笑着死的 又是怎么回事 苏寻手上 因为射了过多元神弓 划出来的细小伤口 已经痊愈了 正在摩拳擦掌 看看这个阵 到底是多大的来头 那道食粮看上去是很长 但是一步接着一步 也不知不觉就走到头了 好像大多数人的人生一样 大家都打起来了精神 不管前面是什么 齐心协力 总能过去 临出去的时候 我也长了个心眼 拿了金丝玉尾 把大家的腰都捆在了一起 这是在面对未知的时候 最保险的方法 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迈出山洞的最后一步 我又回头望了一眼 清灵 我不会死在这里的 熊皮人和那些江家人 也不会就这么罢手 他们一定会追进来阻止 等再遇上了 我亲手给你报仇 不过 他的死 其实可想而知 手下的命太多了 也许 只剩下了这一个结果 诚心和林出去 还来了一句 约好了 咱这一进去 谁都别的老年痴呆 至少记住 自己姓神名谁 哑巴兰不乐意了 你才痴呆呢 谁还能把自己 名字给忘了 演韩剧呢 可这个时候 苏巡忽然说道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他的耳朵是最灵的 我也竖着耳朵听 是有 但是并不分明 而江彩平 也一把抓住了我 相公 洞口附近 有东西 我也觉察出来了 是有一股子很奇怪的气 可这个气 跟之前桃花香的 还不太一样 缥缈柔和 似乎并没有藏着什么杀技 人不可貌相的道理 我还是知道的 对面不知道是什么 我说道 大家都小心点 我打头 攥着七星龙拳 越过了那个洞口 光线强烈的 让人睁不开眼 可就在这一瞬 我忽然觉得后背一痛 像是被谁给扎了一下 白货香 奇怪 刚才他不是把我给整治好了吗 怎么又来 可一侧脸 白货香并没有在我身后 强烈的光线下 他在我左前方 那能是谁 而电光石火这一瞬 耳朵里一阵轻微的耳鸣 可这个耳鸣 跟之前的不大一样 像是一首笛子曲 有人吹笛子 刚才苏巡说的 肯定是这个 而且 不光是笛子的声音 这个声音里 夹杂了很多奇怪的声音 不好了 我听到身后 一阵霹雳啪啦倒下去的声音 心里顿时一紧 接着 我就听见江彩平的声音 相公 这是眼 眼 下一秒 我忽然觉得天旋地转 困 我从来没这么困过 竹笛的声音 像是一首安魂曲 眼皮越来越沉 脑子里面一片发空 一个轻柔的声音 在耳边缓缓地响了起来 睡吧 那怎么行 可不光眼睛 整个身体都像是有千斤重 我听到了咕咚一声 我 也倒下了 最后一个残骗的意识是 不愧是玄武局第三个关卡 就这么被搞定 兵不血刃 也他娘太没面子了 耳边一阵纷乱 敲击声 拍打声 流水声 甚至 人声鼎沸的声音 你醒了没有 醒了没有 我立刻警觉了起来 猛然睁开了眼睛 我 躺在了一张床上 那个声音 是个甜而软糯的少女声 在一扇绷着白窗纸的窗户外面 这是 哪 外面的 又是谁 你谁啊 外面的声音沉默了一下 可真是睡乐了 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我是你没过门的新娘子 新娘子 我一下愣住了 我什么时候有新娘子了 下一瞬 我忽然懵了 说起来 我是谁啊 第1580章 万灵之窟 咱们照着规矩 这一天不能见面 外面的声音说道 你快快起来 去买香油 香油 买香油干什么 啊 对了 新郎新娘结婚之前一天 是不能见面的 见面不及 香油 也是因为喜宴上需要香油 要跟管音源的神仙祭祀 祈求保佑 情病三生 情色和鸣 原来我要结婚了 知道了 外头凉了 那个甜甜的声音说 新衣服给你挂在院子里 记得穿上 对了 出门也要当新鲜 万万莫要跟外地人说话 这一阵子 万鬼哭的事情 可怪吓人的 万鬼哭 我想起来了 南山腰有个窟窿 说是上古的时候 被神仙给封了 但是后来 有不知死的上去一探究竟 揭开了符纸 这一下 南山腰的妖怪 就开始出来作祟 那东西很狡猾 经常装成了人的样子 跟人套近乎 一旦你相信了他们 他们就把你吃掉 接了你的皮皮上 三十头街张带爹 就是这么没的 所以 现在一件操着外地口音的 人人心慌 操着扁单要打出去的 知道了 我理所当然下床 院子的晾衣杆上 果然挂着一件衣服 料子很好 针脚很密 我很喜欢 我披在了身上就出了门 说话的姑娘已经不见了 推开院子门 四周围阳光明媚 依山而建 一条河蜿蜒曲折 从山下盘过 波光灵灵 是个桃红柳绿的村庄 好像年华里描绘出来的一样 村庄不光零次至比 人也不少 之所以嘲嚷 是因为街道繁华 门外就有很大的急事 商店街 商店街 可以想起来了这三个字 我心里忽然就觉得一阵奇怪 好像 似曾相识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 熟悉也没什么 今天可能真是睡那了 买香油去 风很和煦 街道远处 还有一块一块的农田 有水萝卜 芝麻 小白菜 还有背着斗笠的农民 踩在泥水里的牛 桃花园一样的地方 我常常吸了一口气 阳光温暖地洒在了身上 别提多舒服了 这地方安静祥和的 简直不像是真实存在的 往坡下一走 我忽然就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怎么就一个人 怪了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我 不应该是一个人吗 具体说那哪里不对劲 我也形容不大出来 挠了挠后背 无论如何 先买香油吧 越往下 集市里就越热闹 有烙饼子的 有吆喝茶水的 有举着大串糖葫芦的 新山里红 宝芝麻 甜来 还有跨着篮子的小姑娘 满篮子都是娇美欲滴的白兰花 隔夜香 这些声音杂揉在一起 很好听 青石板路干干净净 巷子很长 这里的人安静淡薄 有的笑 有的靠着梁柱望天 虽然这地方很舒服 可那种不对劲的感觉 再一次出现了 这里越安逸 我却越想 有什么急事 单得在心里 像是一枚卡在了身后的鱼刺 可到底是什么 急事来着 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对面三三两两 过来了几个 财下学堂的小孩 嘻嘻哈哈正在打闹 对了 好像 我身边是应该也有人才对 但是 我孤身一人 走在了街上 身后 什么都没有 我停住了脚步 盯着这个街道 心里一阵迷茫 我好像 真的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而这个时候 一群人正指着街头议论纷纷 你看看 又出事了 准是遇上 妄鬼窟里的东西了 惨哪 我挤进去一看 心脏猛然像是凝结住了 墙下躺着个死人 那个死人干瘪枯瘦 肚子已经完全凹陷 如同一个锅 饿死的 可诡异的是 他脸上竟然带着一抹笑容 像是发生了很开心的事情 他的命是被万鬼窟里的东西吃掉的 总的想想解决办法 这样下去不行 人要给吃光了 可怎么想法子呢 谁也不知道 那个恶鬼藏在哪里 什么模样 他会七十二遍啊 咱们有力气 也没地方使 没错 说不定 那个鬼就在咱们身边呢 是不是你 放屁 我看是你 对啊 这么下去怎么行 我有法子 肠子里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看向了那个方向 那是个阴阳先生举着个旗 上面写着通天神算 那阴阳先生音色色的声音响了起来 那东西 只有四尘龙命能克制 找个四尘龙命的放上山 那东西把人吃了 跟龙命相克 必死无疑 四尘龙命 这是个什么命 我却大吃一惊 我 就是四尘龙命 那四尘龙命被吃了 一群人面面相去 不也没命了吗 死他一个 大家平安 划算 那先生斩钉截铁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那谁是四尘龙命 就在这一刻 忽然有个人抓住了我 就往外拖 我有话跟你说 我猝不及防 差点没被带一个跟头 但是出于本能 反手就对着那个人劈了过去 这是个外地口音 外地口音 危险 而且 我身手很好 能打狼 那人没想到 我下手这么狠 翻身躲过 街边家具店 正有个柜子 你听我说 就一句 我一脚 就把那个柜子踹翻 后头躲着的那个人大害 快得 像是一个猿猴 翻身还想走 我两脚缠在了 他脖子上 死死往下一压 咔的一声 那人骨头就是一声脆响 直接趴在了地上 你胆子不小 那人被我死死压住 看不见脸面 明明痛苦至极 却还含含糊糊就说道 你要倒大霉了 倒大霉 什么意思 倒大霉的 不是你自己吗 你中了招 什么都忘了 那声音继续说道 这是玄武局的迷魂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 玄武局 好耳熟的散个字 这是什么人 还没听清楚 周围的人全反应过来了 群情激愤 就是一阵爆喝 赶在我们这里当街商人 好像是外地口验 鬼 八成是山上下来的鬼 接着指着我说道 这不是李家郎君吗 李家郎君出了名的身手好 太好了 有他在 就安心了 李家郎君 自然说的是我 哦 对了 我姓李 抓住他 抓住他 数不清的人拥了上来 快点想起来 有人等着你呢 还有 你再想不起来 你的下场 也跟那些尸体一样 我呸 那人话还没说完 有人上去就给他来了一口唾沫 什么乱七八糟的怪话 搁几个 绑到了关牙 站笼子去 等一下 我立马拦住了那些人 所有人盯着我 李家郎君 怎么了 这人想说话 让他说完 可周围的人一口同声 狗急跳墙 听他放屁 接着那人被揪走了 还大声说着 你再耽误下去 时间不够 走不出去 我却对那话十分在意 立刻追上去想问清楚 什么是玄武局 第1581章 四尘龙命 可数不清的手拉住了我 李家郎君 那真要是鬼 你可给咱们接力了大功了 是啊 整条街的英雄 就属你李家郎君了 我摇摇头 还不知道 那个人是什么来历呢 真的 是鬼 可要是恶鬼 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奇怪的话 对了 鬼要吃人 总要先把人给迷惑住的 他是想让我好奇追问 再迷惑我 吃我 就是这么回事 光 谁知道 前面一声巨响 像是什么东西他了 也巧 一个毛楼年久失修 他下来 把扭送那个鬼的队伍压住了 坏了 立刻有人大叫了起来 那东西跑了 周围的人急得直拍大腿 那玩意儿太狡猾了 被他这一跑 那是放虎归山 肯定会来报复咱们的 得想想法子 是得想想法子 哎 李家郎君 不少人忽然充满希望的看向我 刚才就是你把那个鬼给抓住的 肯定是有神仙垂青你 你能不能 帮大家想想法子 对啊 都说李家郎君英雄盖世 有了你 我们就不怕 李家郎君 李家郎君 整条街 都在呼喊我的名字 我们家小儿子可不能死 我老来得子 我家相公 是顶梁庄 我也是 还没活够呢 他们的视线 阴阴期盼 是啊 谁都不该死 一股子豪气 自然涌上了心头 大家放心吧 我肯定想法子 这会儿 有个人小心翼翼地说道 刚才 听说什么四尘龙命 这真能管用吗 我心里一震 那不行的 有人大声说道 为了咱们好好活着 让一个大活人送命 谁不是爹生娘养的 对 打死那个鬼 也不能牺牲咱们自己的人 不能怂 自己的人 自己护着 那个阴阳先生咳嗽了一声 你们自己死 也不怕 自己人都护不住 是自己没本事 怨不得别人 我的血一下 就热起来了 这里的人 都是好人 李家郎俊 咱们一起想法子 保护咱们这条件 我立刻点了点头 那咱们就 可正在这个时候 我背后传来了一阵咳嗽的声音 回过头 看见了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 长着一双很奇异的眼睛 澄澈的 跟孩子的眼睛一样 这人好眼熟啊 而这人那双澄澈极了的眼睛盯着我 你出来是干什么的 虽然他看上去没比我大多少 这一生却极为威严 买香油 香油呢 我顿时有些心虚理亏 这不是 还没来得及 啊对了 周围的人互相看了看 点了点头 李家郎君明日要结婚了 原来 是来买香油的 大舅哥都来催了 大舅哥 对了 这个长着一双 极为澄澈眼睛的 是我未婚妻的哥哥 澄澈眼睛的人一歪下巴 意思是 还愣着干什么 我回过神来 对了 这个大舅哥 平时话极少 人极严肃 从来不笑 有人说他小时候脸 被茶壶烫过 把笑金给烫断了 外号叫铁面神 冷酷无比 小孩见了都哭 李家郎君 结婚是大事 快去买香油吧 剩下的事情 咱们等你成完亲 踏实了再商量 我一愣 可是 这人命关天 不过一两天的功夫 大家警醒些就是了 对 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我们不耽误你 澄澈眼睛的人 又咳嗽了一声 似乎多说 一个字都舍不得 在前面走 意思是 带我一起去买 我只好跟上去了 这个澄澈眼睛走路的姿势很有趣 两只手背在后面 被威驼 哪怕年轻 肯定超不过25岁 这姿势也跟老头一样 离开了人群 他脚步稍缓 回头看了我一眼 严厉地说道 鬼吃人的事 不许你掺和 完全是个长辈的气派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澄澈眼睛一皱眉头 喝道 你死了 让我妹子守寡 传出去 我们家洛格克夫的名声 我妹子一辈子的幸福就断送了 你单待得起 我自然不服 也未必会死 说不定 能把鬼给抓住 大家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别说了 澄澈眼睛大手一挥 长胸如腹 我说不许 就是不许 进去吧 我一转脸 看见了一个香油店 四周都是大罐小罐 褪色的金字招牌上 写着孤家香油 同手无期 进去了 除了香油的事情 一个字末地多说 澄澈眼睛冷冷地说道 多说一个字 打断你的腿 买个香油 也至于这么大规矩 我更不服气了 但是一见到了柜台后面的老板娘 这就反应过来了 老板娘是个少妇 容貌绝美 青丝云并散着 满头拆环松松 春山斜坠 露出了好大一片雪白的膀子 周围路过的人 不由自主 都得往里看看 眼睛全是直的 见我进去 老板娘眼睛一亮 立刻招了招手帕子 李家郎君 可算是来了 而澄澈眼睛地虎着脸 目光炯炯地盯着我 像是一丝一吼不轨举动 她都得监视到 犯得上吗 我只好靠近了柜台 十八前的 来五金 好烈 老板娘立刻转脸 让小丫头取游 我看见 老板娘的病边 别着一只雪橘 这是戴笑呢 对了 她死了丈夫 而她偷眼一看我身后 一声娇称 你大舅哥 那双眼睛瞪得 好似一个门神 说着 压低了声音 死人 你明日要结婚 还以为不来看我了 嗯 与此同时 我虎去一阵 她的手借着柜台遮掩 奔着我 就是一捏 一股子气声 在我耳边 嘶嘶嘶嘶 吐气如蓝 结了婚 也不许忘了答应我的话 老时间 我还给你留着后门 我人都傻了 咳咳咳 眼睛成车的大舅哥 忽然又咳嗽了起来 买个香油 犯得上这么多话 老板娘一歪头 俏皮一笑 李家郎君会过日子 跟我讨价还价呢 但她很快 就低声说道 记住了 我知道鬼的真身 又是 鬼 没等我问 香油装好 一双 束手把我推了出来 可这一瞬 我又有了一种 很别扭的感觉 这地方 好像缺少什么 这次 我很快反应了过来 对啊 这明明是香油店 可这个地方 为什么一丝味道也没有 不光这里 自打我醒过来 这地方就没出现过任何味道 是我的鼻子 出了什么问题吗 总觉得 这个世界 似乎有什么是假的 可我想不出来 什么是假的 后脑勺被人来了一下 是那个眼睛成车的大舅哥 目光炯炯地呵斥到 迷了魂了 我如梦初醒 抱着香油罐子 跟着她出来 踏上了青石板街 脑子飞快地转动了起来 忍不住一回头 老板娘还在目送 对我修奶一笑 更是风情万种 跟卖花姑娘篮子里的白兰花一样 嗨嗨 身边是大舅哥的语重心肠 知不知道 什么叫红粉骷髅 胭脂陷阱 知道 我这话答得脆快 却想不出来 我哪来的经验 知道就好 眼睛成车的大舅哥 压低了声音 鬼根到底 你觉得 鬼的真身 是什么 他成车的眼睛里 似乎也含着一丝忌惮 鬼不是会披着人皮 千变万化吗 我望着街上的滚滚人潮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鬼 防不胜防 真要是把鬼给捉住 也许就踏实了 我记得 大舅哥忽然说道 你就是四尘龙命吧 第1582章 绳子缠腰 我的心当时就沉了一下 是啊 我就是那个阴阳先生说的 能对付化身鬼的东西 他这个时候说出来 不会是 刚要张嘴 大舅哥就轻轻踢了我一下 压低了声音 郑重其事 记住了 千万不要说出去 万一让别人知道 你就完了 他怕我真的被塞进了万鬼窟 成了活祭品 可是 可是什么 大舅哥成车的眼睛一瞪 我妹子受一丝委屈我 这都过不去 更别说让他守活寡了 你真出了事 我跨过奈何桥 也要把你揪回来 说着常常叹了口气 我就说你面相不好 他怎么就非相中你了 显然他对这婚事不大满意 总而言之 你马上要结婚了 你这命以后 可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 一丝差池也不能出 大舅哥一路送我 语重心长 凡是多留点心眼 但凡是不对劲的 给我离得远点 一说起不对劲 我还想起来了 之前那个跟我说怪话的 到底是不是化身鬼 还有 我一直以来 那种总觉得不对劲的感觉 又是怎么回事 大舅哥 嗯 你听说过玄武局吗 那个怪人说的这三个字 也许就跟我今天的不对劲有关系 一听这话 他的脚步立刻停住了 转脸看着我 我都做好了 被他打脑袋的准备了 可没想到他眉头一皱 玄武局 怎么这么耳熟啊 你从哪听来的 我把事情说了 他眉头越皱越紧 迷魂 奇怪 我也觉得怪耳熟的 可就是想不起来 那不是跟我一模一样 我顿时高兴了起来 而且隐隐约约的 我总觉得 跟这个大舅哥在一起 心里就踏实了不少 有种直觉 这是个靠谱的人 还有啊 最近 你有没有偶尔觉得 什么事情不对 闻不到的味道 虚假的直觉 还有来路不明的焦虑和不安 可没想到 他转脸看着我 乘车的眼睛 闪过了一丝惊异不定 你怎么知道 我倒是吃了一惊 他也是 大舅哥乘车的眼睛 扫了我一下 这才说到 我老觉得 我好像有什么要紧事 恨不得现在就得去做 可怎么也想不起来 这滋味太难受了 跟我一模一样 我立马接着问道 是不是 还觉得 身边应该有什么人 大舅哥立刻点头 奇了怪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今儿一直心惊肉跳的 老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压低了声音 就好像 我让人卡着脖子一样 命悬一线 百找挠心的 那就对了 这下确定了 我和大舅哥身上 也许 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而且 根据那个化身鬼说的话 跟那个什么玄武局 迷魂有关系 不过也怪 我们俩相视一眼 一口同声 看见你之后 心里踏实点了 这一下 我们俩的距离 猛然就拉近了 肯定发生了 某种我们不知道的事 但是个要紧的事 要想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那就一个法子 找到那个 跟我说出怪话的化身鬼 而大舅哥盯着 说起来 那个人 真是化身鬼吗 大家都这么说 可我也不知道啊 得想法子 大舅哥喃喃地说道 得找到那个人 我也这么想 不过 人海茫茫 上哪找去 再说了 刚才那么匆忙 我也没看清楚 那人长什么样 大舅哥十分失望 骂我一句没脑子 眼珠子一转 不管什么事吧 都没有婚事要紧 先把婚事给办好了 咱们再把这事解决了 只是 只是 我们再次有了一模一样的直觉 我们的时间 似乎不多了 怕是来不及了 可具体为什么不多 什么是来不及 也只剩下难以言说的焦虑 却怎么也想不出来 正这个时候 路边肉摊一片大乱 快来人啊 这哪来的野狗 转脸一看 只见一只大狗 窜到了肉摊附近 又蹦又跳 皎洁地咬摊子上的肉 肉摊主人气得不得了 拿了刀子 就要砍狗 那个大狗 是个黄狗 个头跟小牛犊子似的 难得得大 而且 要说那是黄毛 也不大对 迎风翻卷 威武异常的毛 根根分明 竟然是金色的 大舅哥也愣了一下 这个狗 刀已经要落在那狗头上了 别伤它 反应过来 我一只手就架住了 摊主的刀 摊主的身体 猛然往后一震 差点没坐在一盆血豆腐里 而那狗看见我 就别提 多欢喜雀悦了 转脸 拱了一大块肉 用鼻子推给我 一副豪欺万丈的样子 像是在说 吃吧 刚才多谢 这肉算我的 你一个狗 倒是挺会反客为主 摊主惊魂斧定 李家郎君 这是你的狗 我也没想争看 就是震慑震慑 这偷嘴吃可不行 肉摊子上一片大乱 好些肉被撕扯得破破烂烂的 我赔给你 更关键的是 我跟那个狗 简直是一见如故 自然而然 就有一种清静感 一转身 那狗竟然特别理所当然 就跟上来了 好像是我把他 从小养到大的一样 大舅哥也直了直眼 伸手摸了摸那金毛狗的头 这狗 怎么也很眼熟 得了 反正快结婚了 这狗带回去 看家护院也不亏 能护着我妹子 大舅哥说道 养腻未杀了 也能盾一大盆 盆子的话音还没落 这狗翻脸就要咬他 把他手下的一下缩了回来 脸色就白了 这狗不认主 叛逆 我护着狗 狗不懂人事 可心里却觉得 这家伙 好像听得懂人话 大舅哥信信地就往里走 回去就得用链子拴上 别惊了我妹子 这狗跟他不大对付 回到了我住着的小院门口 门口有个滚碗摊 有个人正蹲在那看老东西 眼都直了 古安贪贪主 一看这人跟各阵目寿似的 往这一蹲 其他人不敢靠过来了 正发愁呢 一抬头看见我来了 顿时高兴了起来 苏先生 别在我这看了 李家郎君来了 看古安的人 这才恋恋不舍地抬起头 一看见我 立刻站了起来 跺了跺脚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这个人是 我想起来了 是没人苏先生 照着风俗 没人要在结婚典礼前面 跟着主家搞礼仪 弄不知什么的 所以 谢眉总要给个买鞋钱 就是要感谢眉人 给你跑前跑后 磨鞋底子 我连忙要上前打招呼 可这么一动 腰忽然一阵剧痛 奇怪 怎么回事 好像我的腰 被什么给缠住了一样 第1583章 大度能容 可是 我腰上没东西啊 掀开了衣服 我才皱起了眉头 我腰上 怎么有一道勒痕 照理说 凡是系着裤腰带的 都会有勒痕 可我的裤腰带是宽的 那个勒痕却极窄 好像一根又细又刃的绳子 勒出来了 仔细一看 还能看出来 勒痕上 还有极为精致的痕迹 似乎那个绳子是雕花的 怪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一寻思 忽然害怕了起来 有一种病 就叫鬼馋腰 是腰上长一串泡枕 什么时候泡枕合拢 成个腰带的模样 人就完了 哎 你也长这玩意儿了 苏先生大大咧咧 也把肚子给露出来了 跟咱的一模一样 这有啥个稀奇的 大舅哥嗤之以鼻 这是个流行病 我也有 不光他们俩 我一低头 甚至那个刚带回来的 金毛狗肚子上 也有一圈痕迹 这就古怪了 难不成 还真传染到了这个程度了 这看上去 简直就像是一根 看不见的绳子 把我们跟糖葫芦 似的拴在了一起似的 既然都长 那我就放心了 大概不是什么要紧事 也就把他们俩让进来了 临近门的时候 古安贪贪主 还让我买一对古董的 龙凤竹台 大舅哥一口回绝 新人就得用新东西 婚礼上放二手货 多不吉利 进去要打点摆设 一个女人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捧着一盘点心 有苏先生和舅父 来给小儿婚事帮忙 感激不尽 快请坐下歇歇 这点福林高是我做的 两位不嫌弃 先用一些 我一愣 小儿 这是 啊 看我这脑袋 这是我妈 大舅哥和苏先生一看 立刻见理 我妈虽然年届中年 可长相依然极美 举手投足的大家风范 年轻姑娘也比不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着我妈 极为陌生 仿佛 第一次看见 我妈摸了摸我的脸 微微一笑 傻儿子 明日结婚 还这么呆头呆脑的撒愣 怎么 第一次见到你妈呀 这一瞬 我鼻子忽然酸了 眼睛一热 竟然就想哭 我原来有妈 这真好 不对 我又不是第一天有妈 何至于就感动到了这个地步 我妈倒是浑然不觉 亲自给我挂窗帘 收拾桌椅 以后你长大成婚了 要勤快些 叫你媳妇累着了 你这么大了 妈就盼着一件事 早点抱乖孙 有个妈在身边唠叨你 原来这么幸福 大舅哥连忙说道 我那妹子体格还是可以的 我也愿意 三年抱俩外申子 他脸上终于也带了笑 苏先生就更别提了 那可不是吗 这花开病地 桑节莲礼 古月明旗 红竹应喜 我也祝福这对夫妻 共结百年情敬意 同做世间好夫妻 鸳鸯永彼 对了 苏先生是个话牢 大家其乐融融 我却越来越觉得虚幻 果然 人家说太幸福了 会觉得是假的 真是这么回事 苏先生和大舅哥 跟我研究的差不多了 我发现 一个缸戈的不是地方 就要他们帮忙改个位置 大舅哥有些纳闷 你好端端弄个缸干什么 这缸戈在煞位上 并不合适 改在才位才好 水管才路 只进不出 这叫大度能容 才满后仓 当然了 必须得养鱼 流水不浮 护疏不渡 有了鱼 水才不是死的 才也不是死的 你还懂这个 是啊 我该懂这个吗 那你不能给自己摆局 苏先生连忙说道 这事儿 包给我了 我刚要道谢 就听见门口一声大喊 哎呀 出人命了 这个时候 外面忽然一声惨叫 我们赶紧出去了 这一看 也愣住了 刚才还在门口摆摊的 古玩摊老板 仰面堂倒 肚子也凹陷了下去 人干了 这只是一瞬间的事 化身鬼 有人喃喃地说道 化身鬼又来吃人了 我立马揪住那个人 你看见化身鬼了 我 我只看见 一个人从墙上往里翻 想进你家院子 古玩摊子摊主看见了 喊捉贼 那人下来一扑 摊主就 又是化身鬼 身后一想 我回过头 只见我妈见到了摊主尸首 身体一软 就倒在了门槛上 我赶紧护住我妈 把尸首挡住 咬了咬牙 摊主是为了我被连累的 那个化身鬼 非得逮住不可 满街的人都聚拢过来了 一天吃了俩 这样下去 咱们就越来越危险了 李家郎君 你想想办法 是得想办法 可怎么想呢 每个人 都有可能是化身鬼 说起来 我想起来了 那个香油铺子的老板娘了 她会不会知道里面的事 很快 天黑下来了 我就跑到了香油店后门 果然 给我留着呢 金毛狗也寸步不离地 跟着我过来了 这一进去 一双柔弱无骨的胳膊 就把我的脖子给抱住了 死人 你可算是来了 人家可想死你了 化身鬼是怎么回事 哎呀 死人 还是这样的不解风情 老板娘信信地把胳膊放下来 低声说道 是有个人叫我跟你传个话 不过 都是疯话 说你得赶紧出去 过不了几个小时 玄武局就关上了 你就永远也出不去了 玄武局 又是玄武局 不过 出去 又是什么意思 上哪去 剩下的 我也不知道了 那人说 你再不醒过来 你的精气 就都要被那个怪物给吃完了 你也会成为一个含着笑的尸体 老板娘皱起了眉头 呸 这话说得好不吉利 你说 你明明醒得好好的 还要怎么醒 是啊 还要怎么醒 那化身鬼真身 说化身鬼真身 就在你身边 是你认识的一个 老板娘叹了口气 我也是害怕呀 怕你出点什么插持 我下半辈子的幸福怎么办 总而言之 你得小心点 那到底是个什么人 神神秘密遮着脸 看不清楚 不过嘛 老板娘答道 身段倒是跟你有点相似 我不记得 谁身段跟我相似 总而言之 你先把昏结了 老板娘接着说道 没几个时辰 天就亮了 你的大好日子 就来了 可惜 我做不上抬进你们家的大红花轿 不过 太眼角眉梢的 带了魅意 我有你人就行了 说着 一只手就往我衣服里掏 可就在这一瞬 我忽然觉得身上一痛 又是腰上 似乎那个看不见的绳子 被拉得更紧了 而且 头也急疼 好像有人死死掐着我一样 第1584章 我的婚礼 那种痛苦 几乎让人无法呼吸 恍惚之间 只觉得自己要死了 李北斗 你醒醒 隐约之间 听到了这个声音 夹杂在其中的 是一声尖叫 耳边越来越乱 像是人仰马翻 末日将至 人中一阵剧痛 睁开眼睛 才发现周围不少人 为首的就是脸色铁青 但眼神依然成车的大舅哥 老板娘正在一边啜泣 一见我醒过来 眼睛就亮了 但不敢靠近 原来 我刚才突然不醒人事 老板娘吓得够呛 没顾得上自己的名声 就大叫了起来 把街坊邻居全引过来了 啪的一下 一巴掌就落在了我脑门上 大舅哥的声音气得发抖 大好日子在眼前 你还跟这个狐狸精私混 你拿我妹妹当什么了 我想辩解 可脑子一片江湖 辩解不出来 倒是老板娘护在了我身前 你别怪她 是我自己勾引的她 我不争 也不要 我就想夜长清凉的时候 身边有个伴 我心里猛的一阵 不 这个时候 挺身在前的 应该是男人才对 但为什么 我浑身速速发抖 只觉得寒战丢人 恨不得躲在了她后面 让她替我承担一切 我好像 是个十分胆小怯懦的人 更不对劲了 我原来是这种人吗 这个人生 很陌生 而金毛狗也窝在了一边 不跟之前一样护着我了 像是在说 自作自受 大舅哥气得发抖 抬起脚 要把老板娘踹开 可被人拦住了 是苏先生 你别动气 别动气 明儿的宴席吹骨手都定下来了 要影响了婚事 耽误多少钱 再说了 面子也过不去啊 这里家郎君年少英俊 哪有不透心的猫呢 以后过上了日子 就收敛了 大家都是男人 谁不知道谁啊 苏先生叙叙叨叨 大舅哥终于收了脾气 跟我一歪下巴 意思是赶紧走 别丢人现眼 我只得在众人和悉尼的声音里 站起来往外走 继续准备婚礼 老板娘哭得梨花待雨 我有点难受 可不敢去扶她 我胆子 这么小吗 出了门口 一边走 一边望着天 刚一回头 大舅哥对着我脑门又是一下 疑心我恋恋不舍 还想去看老板娘 但我护着了头 指着天 我只是觉得 天亮了 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你放屁 大舅哥跟个炮仗似的 浑身几乎要炸出了火星子来 娶我妹妹 是不好的事 苏先生赶紧抱住了她 舅哥 算了算了 不过 他们俩也露出了一瞬间的迷惘 好像 他们也有这种预感 但是实在不知道 这个预感 是从哪里出现的 我搭拉着脑袋 回到了新房里 贴喜字 预备新郎的新衣服 直到听见了鸡叫的声音 有些事情 来不及了 可到底是什么事呢 白爪挠心 就是想不起来 东方露出了雨堵白的时候 我穿上了新郎服 胸前扣了大红花 跨上了高头大马 所那阵天 马蹄子滴答滴答 落在了湿润的青石板路上 这是一个汉子 最风光的一天 我迎来了一个红花小轿子 看着盖着盖头的新娘 抱着镜子上了轿 镜子驱邪 是怕有邪碎 比如洗丧之类 专门在红白喜事上 作乱的东西 听到了喜庆的声音 过来捣乱 有镜子护身 那些邪碎就进不来 新娘子身姿鸟鸟 以后 我就是有老婆的人了 心里一阵喜悦 一阵踏实 因为高兴 那种不对劲的感觉 就越来越淡了 大舅哥宋青 澄澈的眼睛 眼眶红红的 苏先生劝他 不过隔着半条街 时来时往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何必不舍 大舅哥说 你懂个屁 他怕新娘子 跟着我会吃苦 他觉得 谁也不如他照顾得好 喜严很热闹 整条街的人 几乎都来了 恭喜恭喜 郎才女貌 鼻翼双飞 来年天儿子 哇 一个啼哭的声音 响了起来 是个被借来压床的 小男孩 让宾客碰倒了 我赶紧把他扶起来 擦了他脸上的泪 随手拿了个苹果给他 他破涕微笑 抬起了小手 手心里 是一把糖 很甜 我妈一身喜庆的衣装 并脚插着 红绒花的凤凰 坐在了主位上 等着我们拜 他高兴极了 娶妻生子 繁衍后代 是对父母来说 最好的笑道 新娘子过了火盆 在苏先生指引下 跟我一起到了糖屋里 我们肩并肩站在一起 一人一端 共同拿着那个大红花 新郎新娘 进门酒 等着苏先生 给我倒酒的功夫 我忍不住就看向了他 他身上 有极为好闻的蓝色之气 大红盖头慢下 阴落垂垂 风起 我见到了一个 尖而不锐的雪白下巴 很美 偷看什么 他觉察出来了 又不是第一次见 这声音甜又娇羞 跟天籁一样 是啊 我们两个青梅竹马 好看 这话是真心的 他一颤 不知道是不是被红竹 红盖头 还有铺天盖地的红装 硬衬的 那下巴上一抹飞红 唉 新郎还等什么呢 喝呀 我回过神来应了一声 就要把酒杯给去取过来 可我们共同拉着的红花一抖 是他拉的 意思是告诉我 不许喝多了 知道知道 酒十分干美 大家欢声笑语 这是这辈子 感觉不到第二次的安稳幸福 周深像是在云端上 什么事情几乎都抛之脑后 什么要紧不要紧 着急不着急 都没有结婚重要 既然是忘了 那就不多想了 能被忘却的事情 大概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一拜天地 红盖头略略一动 我看见了一张点 这单株的樱桃小口 背齿微露 她也在笑呢 二拜高堂 她真好看 我妈的笑容 也何须 我儿终于是长大成人了 夫妻对拜 我跟她对着拜下去的时候 心想 这辈子也就足够了 苏先生喝了一口茶 拉长了嗓子 送入洞 过昂 只听一声巨响 整个天地似乎都未知一阵 身边的碗盘 传来了碰撞的声音 有的直接坠地 摔了得稀碎 我条件反射 就护住了新娘子 人群之中 忽然有人倒下了 身体萎缩 肚凹如锅 我心里猛然一凝 化身鬼 有人尖叫起来 化身鬼出现了 更多的人 哗啦啦在我面前倒了下去 简直像是秋收的高亮 周围一片尖叫的声音 我心里一阵 化身鬼出来了 在哪 这些人 不能就这么死了 他们是我的朋友 为了我来的 我伸手把一边的烛台抓过来 就要冲过去 找出化身鬼 可这个时候 一只手拉住了我 我一回头 看见了红盖头被揭开 后面是一张绝美的脸 满是七处与不舍 别去 我怕 是我的新娘子 好美第一张脸 我一瞬间有点失神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过好了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其他的 是我该管的吗 可这个时候 大舅哥和苏先生 全倒下去了 不 连个化身鬼都对付不了 都保护不了自己 还怎么保护你 我非得把那个东西 给抓住不可 我甩开了他的手 可这个时候 胸口一阵剧痛 什么东西 穿过来了 疼 身边是新娘子的尖叫 与此同时 一双手不知道从哪里伸出来 死死抓住了我 几乎是对着我再吼 现在醒 还来得及 这是玄武局 这是迷魂阵 你忘了你是谁 你是李北斗 李北斗 第1585章 谁敢动他 脑子里出现了一些残损的记忆 商店街 一个坐在贵妃踏上吃冰棍的老头 三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人在打牌 谁说了脑袋挨一下 大地苍茫 一条山栏延伸 后面是个很大的风水局 一个绝美的 几乎跟神灵一样的女子 对着我伸出了手 说 我等着你 黑色的鳞片 面具一样的笑脸 我是 李北斗 那些记忆 越来越清楚了 没错 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等着我来做 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 就好像这个世界 就要崩塌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声 绝望又无助的声音 儿子 这声音是我妈 我猛然睁开了眼 就看到天花板崩裂 奔着下面砸了下来 我跌跌撞撞过去 手里的竹台横扫 直接把药落在了 我妈头顶上的砖石 全部打碎 过昂 我护在了我妈前面 眼睛重新清除了起来 对 我在结婚 可刚才那些画面 是怎么回事 那好像是另一个人的记忆 强行塞进了我的脑海里 也是那个家伙的花招 而单单是竹台横扫的那一下 力量就极大 随着那声乍响 面前的一切 以我想象不到的力量 被全部掀翻 简直像是平地骤然起了一层裂风 那个怪人也一样 他整个人飞过了门槛 重重地摔到了院子里 我自己也挣了一下 是知道自己能打狼 可我 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吗 哪来的 不 这不重要 我立刻回头 想问一句 妈 你没事吧 可还没等我张口 我妈一把抱住了我 左看右看 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喜极而泣 儿子 你没事就好 吓死妈了 我心里猛然一暖 我以前听人家说 世上唯一把你看得比自己重的 就是母亲 我妈对我 也是一样 但这一下 我就看出来 我妈自己头上 好大一块伤 可她根本就不知道 她顾不上 一双眼里 只有我 一股子火从心里轰然升起 敢伤我妈 我猛然转过头 就看见一个身影 摇摇摆摆从院子里站了起来 李北斗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这里的一切 都是假的 我儿 我妈死死抱住了我 那是 化身鬼 活生生的人 是假的 不光我妈 新娘子站在了原地 也速速发抖 她的红架衣 被划破了一大块 手背上鲜血淋漓 但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她立刻 就把手藏到了背后 怕我担心 我心里更疼了 我立马把新娘子 也拉到了身后来 那个王八蛋 我捏住了烛台 她活不了了 新娘子回过神 也拉住了我的衣袖 别 别过去 那个人 把这里的人都给害了 她胡言乱语 肯定是要吃你 这里的人 果然是她伤的 那她就是化身鬼 我正开新娘子的手 对着那个人就追过去了 唉 功亏一篑 可惜 没等到我靠近 那个怪人叹息了一声 消失了 我还要追 可身后一阵痛苦的声音 声响了起来 哥 新娘子跌跌撞撞过去 狼君 你救救我哥 是大舅哥和苏先生的声音 他们没事 我连忙跑了回去 这一看不要紧 两个人浑身是伤 模样都狼狈极了 刚才 发生什么事了 可多亏了我相公了 新娘子连忙说道 要不是她 咱们大家只怕 都让化身鬼给吃了 哎呀 少年英雄 名不虚传 苏先生那个话劳劲 立马说道 舅哥 早先就跟你说 跟李家郎君结亲不亏 你看怎么着 谷雨有云 嫁人当嫁打虎狼 而孙满地扶寿长 大舅哥也没把 这一套一套的听进去 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 不过眼神就和缓多了 意思像是在说 看不出来 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而剩下那些 幸免于难的人 也都围了过来 李家郎君这身手 没治了 只要有你在 现在大家可算是安心点了 也是那个化身鬼做死 赶上咱们李家郎君这里 来作乱 好几个来婚事上 帮忙的漂亮姑娘 就更别提了 那眼神看着我 就别提多崇拜了 一个劲往我这边凑 李家郎君真英雄 我大为高兴 偷偷就在几个姑娘 后身捏了几把 不过 这感觉也有点怪 这动作 轻车熟路 行云流水 可见风流惯了 可心里却觉得十分陌生 像是第一次作死的 对了 我很会讨女人欢仙 难怪老板娘喜欢我 这不 这几下雨露君瞻 把几个姑娘捏得 脸疼得一下 就红了 一个比一个娇羞 看着新娘子 倒是羡慕 还是她有福气 要是咱们也有 这个福气就好了 一般人 上哪找这个好福气 我十分得意 可就在众星捧月的时候 门口忽然响起来了 个阴瑟瑟的声音 你们知道 为什么她能对付化身鬼 就一样 她是四尘龙命 这一下 吵吵嚷嚷的喜唐 顿时鸦雀无声 是 上次要拿我当活祭品 来保平安的阴阳先生 四尘龙命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自然也都听到了 那个传说 就是 专门能对付化身鬼的那个 你们听我的 要想解决化身鬼 只牺牲他一个就行了 否则 化身鬼会变本加厉 你们大家的命 全保不住 众人全看向了我 可下一秒 我就听到耳后呼的一下破风声 是 一根大门栓 冲着阴阳先生打了过来 而门栓 我心里一震 是握在了新娘子葱白的手里 阴阳先生抱着头就躲 而大舅哥一愣 赶紧拉住他 你发什么疯 他气喘吁吁 大红架一下的胸膛剧烈起伏 逃塞全红了 一根形象完全不同的泼辣骂道 这个老乌龟 要拿我相公去为化身鬼 我倒是要看看 谁敢动我相公一下 我跟他玩命 我心里像是被极为柔软的东西碰了一下 他为了我 我连忙把他手里的门栓拿下来 你别激动 但是我低声说道 谢谢你的情谊 新娘子略略低头 像是修得不好看我的眼睛 你若真是要谢我 只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别老去找香油店的老板娘了 她抿了名嘴 声音更低了 省着钱给我买糖糕 心里像是被甜酒给泡了 从来 从来没有这么甜过 这边话还没说完 另一边哗啦又是一声响 我妈也跌跌撞撞过来了 要四成龙病是不是 列位乡亲 你们知道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要非送出去一个人 那送我 送我 这孩子是我的骨肉 我也有用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 妈 我妈已经护在了我前面 她回头低声说道 儿子 别怕 有什么事 妈在你前头顶着 不是 妈 我立刻拉住了她 这件事情危险 你也看见了 我打得过那个东西 就是因为危险 我妈的声音 是跟美丽华龟外表 截然不同的坚韧 只要你好端端的 妈的命算什么 眼看着 你娶妻生子 妈这一辈子 心愿兜了了 妈的命 换你的命 直 我眼睛顿时就酸了 而下一瞬 好几个来参加婚礼的 忽然都齐刷刷地举起了凳子 扫帚 奔着阴阳先生砸了过去 妖言祸众 凭什么拿火生生的人 去堵邪碎的嘴 我们不听你放屁 我们的命 我们自己保护 拿别人的命烫雷牺牲 活着也不踏实 阴阳先生被打得抱头鼠窜 愚蠢 愚蠢 而这个时候 外面更吵嚷了 是整条街的人全来了 手里拿着浓叉 扁担 原来 他们听说 我结婚的时候 闹了化身鬼 全过来帮我打鬼 没一个人 要我去为了他们送死 甚至刚才那个 被我扶起来的小男孩 也把小板凳搬起来了 打妖怪 我眼眶子一下就热了起来 这里的 全是好人 那就更不能让化身鬼 害了这里任何一个人 我非得 把鬼给灭了不可 你要是想灭鬼 那个阴阳先生 一边鼠窜 一边说道 我告诉你个地方 第1586章 天地翻转 鬼就躲在妄鬼窟里 去了就能找到 说完了 他就跑了 能不能行 就看你一念之间了 他被打出去了 这个阴阳先生 瘦得好像是个杆子 不过 竟然也有几分眼熟 没等我看清楚 一个温暖柔软的身体 就抱住了我 我不许你去 是那古兰社之气 新娘子 跟我一起好好过日子 不要去理会那些 其他的事情 行不行 他祈求似地看着我 别离开我 你冒得了这种险 我不行 他明媚的眼睛里 有泪 我的心一下 就软了 大舅哥在一边 目光炯炯地盯着我 是啊 我要是死了 他怎么办 真的守一辈子寡 是啊 结婚要紧 苏先生立刻叙叨叨地说道 剩下的 可是最要紧的一步了 大家且把刚才的事情给忘了 送入洞房 新娘子的手 钻得死井 索那锣鼓 再一次想了起来 这是个好日子 大家都得高兴 我妈反应了过来 恋爱的用丝帕 把新娘子脸上的泪给擦了 进了婆家 可不能再随便掉泪了 掉的是金豆子 那不是让你郎君破财吗 这一下 新娘子破涕微笑 转脸殷切地看着我 那个视线 谁也拒绝不了 童子在婚床上打了个滚 笑嘻嘻地让了位置 我跟他进了帐子 被割了一下 他扑斥一笑 原来 帐子里面 压着红枣花生桂圆栗子 四色干果 枣生桂子 宾客离开 就剩下我们两个了 下头红着脸 给我解开衣服上的扭判 这一天 终于来了 他美得像是一幅画 这是世上最好的温柔香 他是我的人了 他闭上了眼睛 睫毛颤得像是黑蝴蝶 可就在最后一瞬间 我忽然觉得 哪里不对 他确实是我的人了 可 我的那个人 应该是他吗 脑子里忽然一个模糊的印象 等你 娶我 是有人这么跟我说过 我也答应了 那个人 不是他 迟迟没能等到 他睁开眼睛 困惑地看着我 不对 这地方不对 我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为什么会忘 他起来拉我 郎君 我却松开了他的手 不光我要取的人不是他 而且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现在就非作不可 什么事情 我重新把衣服披上 就闯了出来 郎君 红杖子里的声音 七晚绝望又屈辱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 门一打开 两个人就摔在了门口 是苏先生和大舅哥 在听墙根 两个人都很狼狈 但一见我出来 大舅哥来了个破桌子 先伸腿 你小子洞房花竹叶 上哪去 我得上万鬼窟 苏先生立刻拉住我 你现在这么走了 新娘子怎么做人 你想过没有 子曰 男子汉大丈夫 先成家再做人 哪个子跟你约的 大舅哥就更别提了 一下拉住了我 你今儿别想迈开这个门槛 我心里着急 反手一摔 光的一声 他们两个瞬间 被甩出去了老远 重重撞在了墙上 把走廊里贴着红喜字的瓶子 全部掀翻 我一边扣扣子 一边往外跑了过去 我妈也愣住了 就要拉我 我儿 你去干什么 我甩开了她的手 妈 我很快回来 不行 你要去找那个化身鬼是不是 不许你去 我硬是把她的手拽了下来 她到底是个女人 力气没有我大 我儿 我很快把她的哭喊 抛到了脑后 万鬼哭 在山腰上 街上还有很多人 看我披着新郎官的衣服跑出来 都大吃一惊 李家郎君 怎么这个时候出来了 别是有什么事吧 李家郎君 你上哪儿 我奔着山腰跑过去 封在耳边一掠 把一惊带得烈烈作响 后面有人追我 苏先生和大舅哥 可我一次都没回头 我第一次 有这么强烈的意愿 我得要知道 脑子里的残片 是什么意思 上了山 果然 有一个很深的洞窟 可洞窟已经被封住了 我一下就愣住了 这一瞬 有人从身后盘住我 就要把我给抱摔过去 早知道你小子这么不是东西 我就不该把妹妹嫁给你 舅哥 烧暗物躁 别闹出人命 我死死盯着那个洞窟 化身鬼呢 阴阳先生呢 那个怪人呢 你现在就跟我回去 给我妹妹下跪道歉 大舅哥猛然一反扭 我脑袋歪下来 就看到了山下 这一下 我瞬间就愣住了 站得高 看得也就远 这地方全部的风水 都映入到了我的眼帘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大舅哥和苏先生都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这地方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大舅哥给我脑袋上来了一下 你说什么胡话 烧的泥 不 是因为这里的风水 我告诉他们 我们脚踩的这是山 下面的是村庄 本地的风水 是个灵归地 山为圆山 行四龟壳 皆分四行 犹如四足 有水灌直流出 如头尾 灵归地是极好的风水 地平安 人长寿 大舅哥和苏先生弄明白了之后 对看了一眼 打断了我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说听我玩 但是有一样 这个归 是反着的 四脚朝天 阴阳逆反 世上没有这个风水 这个地方只有天地倒置才会出现 他们俩又是对看一眼 眼神忽然也凝住了 没错 世界不可能天地倒置 也就说 这个世界 是假的 假的 大舅哥一把抓住我 把咱们生养大的地方 活了这么多年 怎么会是假的 苏先生的表情就更迷茫了 要是假的 那咱们 是什么 这地方既然是假的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之前一切的不对劲 也可以解释了 剧痛 残破的意识 我们 只怕是在一场梦境里 眼 进入到了这里之前 我听到了这么一个字 虽然我忘了 是谁跟我说的 可这是 什么意思 说起来 风水 大舅哥盯着我 你是什么时候 学会看风水的 第1587章 风水两个字 我似乎并不熟悉 可脑子里 却有清晰的身体记忆 就好像失忆的武林高手 在遇上危险的时候 身体迸发出来的本能一样 这种反应 错不了 而且 我一拍大腿 终于想明白了 那个残破记忆里 恐怕不是眼 而是眼 也就是 醒不来的噩梦 甚至有人 能通过这种噩梦 跟牵线木偶一样 操控人的行为 决定人生死 这个眼 是从哪里来的 我 又到底是谁 他们俩一片沉默 这不对 大舅哥重新揪住我 立声说道 你当我们傻吗 谁没做过梦 一旦知道这是梦 那人立刻就醒过来了 对啊 苏先生也反应过来了 一把掐住了 大舅哥的胳膊 真要是在梦里 那一疼 还不行 大舅哥一瞪眼 追着苏先生就要踢 掐你自己去 是啊 我们在这里 也没少受伤 没少担惊受怕 按理说 早该醒了 这不是什么平常的梦境 我蹲下 也掐自己 是疼 但一丝醒过来的意思都没有 怎么样 才能醒 还是 根本是我想错了 不可能 这地方的风水 不是现实事件能出现的 得想起来 得赶紧想起来 玄武局 迷魂 那个怪人的话 倒是浮现到了脑海之中 难不成 我们是在一个叫玄武局的地方 被什么东西 把魂给迷住了 才出现了这样一个事件 怪人还说过什么来着 快来不及了 你也会成为含着笑的尸体 清醒过来 你是李背斗 还有人在外面等着你 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可不管怎么思索 除了让头一阵剧痛之外 根本就想不出来 金毛狗也摇头晃脑地 到了我身边 趴在我身边 像是在陪着我一起想 他这样对不对 苏先生用肩膀 撞了大舅哥一下 这要不是梦 那他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 大舅哥猛烈地回撞了过去 你懂个屁 少咒我妹妹 如果这真是梦境 那我得赶紧醒过来 那种一直特别急迫的感觉 是因为 我还有迫在眉睫的大事要做 我转过头 一丝没犹豫 跳起来就往岩壁上撞了过去 咚的一声 眼前顿时炸起了一片的金花 耳朵里也是一阵耳鸣 还是没醒 你疯了 在耳鸣消退的声音里 脚步声冲我逼了过来 你真要找死 昨天怎么不找 脖子一紧 被揪住了 脑袋上来就被打得 发出一声脆响 大舅哥 你小点力气 这么下去 他还没撞死 先被你给掐死了 如果这是梦 我得赶紧醒过来 在外面 肯定也有人希望 我赶紧醒过来 可要怎么醒呢 这一瞬间 我就听到自己一声 极为痛苦的声音 不光是我 大舅哥和苏先生 都是一口痛声 腰上猛然就是一痛 几乎要把人给勒死 果然 大舅哥和苏先生 甚至那个金毛狗 全露出了极为痛苦的表情 跟我猜得一样 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绳子 把我们给缠在了一起 我强忍着剧痛 看向了山下 可山下熙熙攘攘 跟我们一样受罪的 几乎看不到 这么说来 我跟大舅哥 苏先生 还有黄毛狗之间 有某种联系 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可这到底是个 什么联系 跟我们一起的 还有其他人吗 知道真相的 只有那个怪人 可那个怪人 似乎也没有什么法子 让我醒过来 一种无力的感觉袭来 要从这里醒过来 只能靠着自己 这一瞬 痛苦减少了一些 我们也就缓过来了 大舅哥低头 盯着自己腰上的连环窗 一瞬间也露出了 很迷惘的样子 这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是真实事件 那我没法解释 如果是在梦境里 那就能猜出来 是因为身体 受到了什么遭遇 才会折射到了 梦境之中来 只是还有一件事 我没能确定 眼前的苏先生和大舅哥 是真的 还是梦境之中虚构的 他们俩显然 也跟我想到了一处去 看着对方的眼神 有怀疑 也有困惑 是啊 这梦 按理说是一个人做的 他们也会痛苦 他们又是什么 得赶紧弄清楚 我回头看向了 那个封死的洞口 忽然想起来了 这个洞 是谁封的 他们俩互相看了看 也没琢磨出来 是啊 这可是万鬼窟啊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这么大的能力 能把这地方给封上 这个洞口 被石头封得很密实 一个人做不到 你们俩退后 你要干什么 我已经弯腰 折下了一段 粗长的树枝 我要看看 这到底是个什么梦 拿出了全部的力量 对着洞口就劈了下去 苏先生咋舌 你疯了 洞口是石头封的 你用个木头屁 可他话音未落 光的一声 那个洞口被直接劈开 砖石瓦砾 炸了一地 既然是梦境 那没有常理 才是常理 洞口坍塌 里面是一个 长而幽深的隧道 我得找到那个怪人 一步一步迈进去 那里轰的一下 出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像是蝙蝠之类的 阻碍着我们不让进去 可我的力量很大 那些阻碍我的东西 全霹雳啪啦落在了地上 穿过一重一重的阻碍 果然 在最深的地方 我见到了那个 蜷缩成一团的身影 我吃了一惊 那个身影 竟然也越来越小 像是精气被什么 给吸收了一样 这 苏先生有些提心吊胆 这玩意儿 该不会是死了吧 屁话 大舅哥冷酷地说道 刚才还吃了人 怎么会死 说着 上去要踹一脚来试试 可那个人低声说道 千万别动我 我已经被发现 快不行了 时间马上就来不及了 我立刻把缩回来 问道 你说 我应该怎么出去 那人的声音越来越低 去找道眼 除非把眼给打败 否则 眼 制造出这个梦境的元凶 否则 别说出不去玄武局 你的命 也保不住了 你会跟那些尸体一样 第1588章 幻境元凶 话音未落 这个地方忽然出现了一阵阵战 要他 我还想问 可大舅哥 已经一把抓住了我 死命把我往外转 可那个人还在里面呢 我甩开了大舅哥的手要过去 可只听光的一声响 面前落下了一个巨大的石块 直接砸到了我面前 洞口不光重新封上 我们也可能会被埋在这里 我想张口喊那个怪人 可一张嘴 才想起来 我连他叫什么也不知道 而大舅哥和苏先生 已经合力把我给拉出来了 外面一片阳光明媚 依然是绿水青山 蓝天白云 我们三个蹲下 喘了半天的粗气 而苏先生第一个喘回来 定定地望着天空 咽了一下口水 这地方 真的是假的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能看出来 还叫幻境吗 这地方 肯定有个元凶 既然非得把他打败才能出去 那就去找他 既然刚才那个怪人 不是化身鬼 大舅哥忽然也站了起来 那真正痴人的化身鬼 就是元凶 那个怪人 总是跟受害者一起出现 可谁也没看见 受害者到底是怎么死的 而那些死掉的 又到底是真人 还是我梦里虚构出来的 大舅哥那双成车的眼睛 看向了我 忽然开了口 你说 真要是有那么多玩意儿 去哪找 我一愣 你 我跟你一起找 大舅哥站起来 转脸看着那个村庄 村庄还是熙熙攘攘 一片祥和 苏先生忍不住说道 假如 我是说假如啊 这真是个梦境 谁是这个梦的主人 大舅哥是聪明人 明白他的意思 梦醒了之后 谁会留下 谁会消失 谁也说不好 我不知道 大舅哥往村里一走 我只知道 我也有要紧的事情要做 越快越好 有人等着我呢 一直跟大舅哥不对付的金毛狗 忽然也支冷了起来 跟着大舅哥就往前走 是啊 我们都有一样的信念 没有时间能再耽搁了 我也站了起来 回头看向了苏先生 苏先生吸了口气 像是早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得得得 舍命赔君子 不愧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吓到了村子里 风和煦 草碧绿 每一样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哪像是梦里 那些村民看见了我们 都高兴了起来 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有人说 你们打化身鬼去了 可把我们担心坏了 是啊 你们要去 为什么不叫着我们 单枪匹马三个人 多危险 婚礼上给我压床的小孩 再一次跑了过来 这次举着自己的家的门栓 打妖怪 一个摆摊的老太太过来 就在我脖子上套了个东西 不用管那个阴阳先生说什么 你是咱们街上的 就不能让你去送死 这个给你 保平安 是个手工编织的布老虎 那里塞了艾草 是给孩子们辟邪的 还是没有人认定 我应该为了所有人 放弃自己的生命 我心里一热 他们都护着我 这几乎是一种 从来没体验过的感觉 以前 我似乎背负了很多的责任 很多事情 非干不可 从来没有人说过 你不用这么辛苦 我们护着你 原来 被人关心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 每个人都这么好 像是天下大同 真跟桃花源一样 要是能留下 一定能活得很幸福吧 大舅哥则硬着心肠 拉了我一把 你说 那个什么眼 是不是就在这里面 谁是 谁也不像 说起来 那个算命先生呢 让我送死的 那个算命先生 这件事情 还有一些不通顺的地方 比如说 有些受害者出现 大家都说是 化身鬼干的 还说化身鬼 就是那个怪人 算命先生一开始 就鼓动 把我送到了化身鬼 拿去做祭祀 看上去 他要害我 可照着现在的情况来说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 算命先生 是想促成 我跟怪人见面 好让我早点想起来一切 算命先生 也是帮我离开这里的帮手 他肯定知道更多的事情 那个算命先生呢 被大家拟一下我一下地赶走了 满口放屁 容不得他 街坊们说道 保管他不敢再来妖言祸众 麻烦了 怪人被埋在了万鬼窟里 剩下的一个知情人 也找不到了 怪物看见你的身手 说不定吓得不敢来了 有人说道 你别惦记化身鬼的事了 这大喜的日子 还是赶紧回家看看吧 大舅哥看了我一眼 对了 你还没入洞房呢 你就这么跑出来 我妹妹 这个时候 一只手从人群里伸了出来 是我妈 我妈称怪地说道 第一天结婚 你就把新娘子丢在家里 你要是不给她赔罪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我妈的手 好温暖 这也是一种新鲜独特的感觉 我有妈 不 我赶紧让自己清醒过来 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是我的梦 不过 能做出这种梦的我 真人是什么样的 妈辛辛苦苦 把你拉扯这么大 不就为了给你们家延续香火吗 你要是不给我 生个一儿伴女 饶不了你 哪怕是挨骂 我竟然也不跟其他儿子一样 觉得唠叨和厌烦 相反 像是心里一个窟窿 被堵住了 无比的踏实和安心 不 我立刻警惕了起来 这是个美梦 美梦最大的特点 就是让人不愿意醒 回过神来 已经被我妈给拉到了家门口了 我还要挣脱 可又一个鸟膜的身影 已经到了门内了 狼狙 新娘子 我愣了一下 她真的是 越看越好看 让人失魂落魄 而她抓住了我的手 就把我往洞房里拖 别管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今天 非得跟你把婚事完成了不可 我心里一跳 婚礼的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洞房花烛 雕花木门打开 石榴红的杖子卷到了外面来 我妈把门给关上 接着 把苏先生和大舅哥轰开了 而她一下 就把我推倒 红架衣一扯 葱白的手 攀到了我扭盘上 你一辈子 都不要离开我 她的眼睛里 只映照出了我来 好不好 她的皮肤 跟玉一样 她身上 好像 我的心秃秃一跳 如果真的是个梦 多做一会儿 也没关系吧 她的眼睛里 有娇羞 有欣喜 有期待 有心满意足 可就在这一瞬 我最应该忘记一切的时候 那种不对劲的感觉又出现了 像是一根针 被再多的丝棉 压住 也穿得透 她掘出我动作停下 睁开了眼睛 我盯着她 试眼 那双美丽的眼睛 骤然一凝 第1589章 十全十美 但马上 她眼里就是一阵娇称 郎君啊 你说什么演不演的 我听不懂 对了 你不是一直说 我的眼睛很好看吗 没错 她的眼睛 确实非常好看 黑白分明 亮如秋水 简直像是一个幻景 沉下去 就上不来 你就是太累了 她支起身子 疼惜又温柔地摸了摸我的脸 缓缓说道 以后 咱们会有孩子 会有一个新的家庭 你喜欢男孩 还是喜欢女孩 都好 那你起两个名字 男孩一个 女孩一个 她的声音更甜美 眼睛更明亮了 叫 那种甜蜜的感觉 再一次把整颗心 都给淹没过去了 我没有这么幸福过 是啊 如果放下心里 那种没抓没脑的感觉 这种生活 真是不错 安静 宁密 远离一切烦恼 没有一个人看不起我 恶言相向 他们都对我特别好 我有妻子 有妈 有朋友 将来还会有一个完整的家 自己的孩子 这里有我想要的一切 一切都是完美的 只要你愿意 就足够了 她鼻尖几乎撞到了 我的鼻尖上 声音娇美 带着央求 眼前这一切 全是你的 可就是太完美了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真正的人生 不如一者十之八九 这地方虽好 不是真的 就在那蓝色香气 靠近唇齿的一瞬间 我抓住了她的手 你把我放出去 这个游戏结束了 我手上用了力气 我非行不可 她的眼神终于变了 像是最美丽的深潭 结了冰 但那一层冰转瞬即逝 重新是无助七皇 郎君 你疯了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一定是化身鬼 一定是化身鬼 把你给迷惑了是不是 不赖化身鬼 我答到 是因为你身上的味道 它眼神一正 味道 没错 自从在这个地方醒来 一切都跟真的没两样 可唯独一种 我到了香油店 也没能闻到香气 唯独拜堂的时候 在你身上 闻到了浓郁的香气 一闻到了那个香气 我心里就只剩下了幸福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刚才也是一样 我再一次闻到了那个香气 虽然也要沉沦 可也就想起来了 如果这是个梦境 那这里的一切 应该都跟梦的主人有关 比如我 这个婚礼是为了我办的 遇上的一切人 都是为了我来的 我是能对付化身鬼的 似乘龙命 我是这个梦境里的主角 但这个梦境 不止我一个主角 这个新娘子也是 她盯着我的手 冷冷地说道 是谁告诉你的 我自己猜的 我盯着她 我现在就要醒 你答应过 她刚才还十分娇美的声音 一瞬间变得异常伶俐 你答应过要留在这里 为什么要离开 啪啪啪啪 周围的空气 忽然震颤了起来 数不清的砖石瓦砾 从头顶上直往下坠 身侧的墙壁 崩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一个裂 直往上延伸了过去 这个地方 要塌陷 不光如此 外面顿时就是一声尖叫 化身鬼 化身鬼又要出现了 我立马从床上挣扎下来 打开了窗户 心猛然一沉 街上那些生龙火虎的人 哗啦啦地倒了下去 每个人都惨叫着抱头鼠窜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急事 这一瞬间 跟到了末日一样 横七竖八 到处都是尸体 和惨叫的人 爹 儿子 儿子你醒醒 那个抱着板凳 要帮我打妖怪的孩子 大声哭喊了起来 娘啊 他身边 是一具干瘪了的尸体 带着包头 穿着裸裙 手上 还攥着刚买来的冰糖葫芦 一个老太太 吓得颤抖地躲在了自己摊位下面 浑身发抖 是给我护身符的那个老太太 可下一秒 那个老太太的身体 跟被抽干的水果一样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 摊子后面一栋房子轰然倒塌 把那个挂着老虎护身符的摊子 永远压下去了 我的心顿时锐痛锐痛的 哪怕我知道这是个梦境 可谁也不想见到这一幕 你干的 是不是 我转脸盯着新娘子 要下手 你对着我来 欺负他们 算什么本事 他盯着我 忽然微微一笑 你知道化身鬼是谁吗 我一皱眉头 不是你吗 不过 我一下就反应过来 心里一提 还真不是 既然他是创造出了这个梦境的 也 那他只会维护这个梦境 而不会让这个梦境 出现任何一丝的闪失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是我 是我 对了 每当我想起一件事情来 就会碰巧出现一个受害者 是因为 那这个梦境 会因为我的清醒 出现一定的崩裂 就好像普通的梦境 一旦被人觉察出来之后 就会立刻醒来一样 我对梦境的抗争 会导致这个梦境出现破损 你喜欢这个世界 是不是 他攀附上了我的手 你喜欢 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留下来 只要你留下来 这个地方嘛 一切都会恢复如初 你不记得了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世界吗 我终于知道 这个地方 为什么每一丝每一毫 都这么让人喜欢了 这是 为了我量身打造的 是我深埋在心底 一直想要的世界 每个人都爱护我 因为我见到的恶人 实在太多了 每个人都在帮我 因为我之前 只有舍身助人 很少有人能对我关心 人人都说 梦是反的 因为梦里出现的 都是睁开眼睛的时候 得不到的 李家郎君 外面又是一声惨叫 是苏先生 快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我看向了另一面窗户 我的庭院 只见庭院的厢房 踏了下来 直接压在了苏先生身上 苏先生还能露出个头 可他身边 是一双跟他反方向的脚 大舅哥 大舅哥身下 是险 我拖住他的脚 就要往外拽 人是出来了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死了 没用了 身后新娘子的声音 响了起来 我心里一沉 反手抓住了新娘子 你把他们 只要你一句话 他微微一笑 他们立刻 就会生龙活虎 跟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一样 而下一秒 左边又是一声惨叫 围墙坍塌 把我妈也压在了下面 只露出了一只 沾满鲜血的手 和轻不可闻的呼救 儿子 救救我 妈 我想把他拉出来 可怎么也拉不动 救救我妈 我立刻喊道 你救救我妈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不想失去我妈 你答应我留下来 我救救她 新娘子在我身后的声音很低 很有诱惑性 只差一点点时间 很快就可以了 不论如何 不能让我妈出事 那种香气 和这里的鲜血 把我脑子滋扰得一团乱 是啊 只要一句话 这里就能恢复正常 变回那个完美的世界 不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我要大舅爷活下来 我要我妈活下来 就在我要张口的一瞬间 忽然一个微弱的声音响了起来 千万别答应 一抬头 我看见了那个怪人 我瞬间就愣住了 而新娘子的声音 顿时就冷了下来 你还没消失 这次 跟之前不一样 我看见了那个怪人的脸 第1590章 为自己活 我的呼吸一下平住了 这个人的脸 跟我自己的一模一样 我 还有个双胞胎兄弟 还是说 我一把抓住了那个人 不 不应该说是那个人 他是我 我是他 我们是同一个人 这是 想把我从梦境之中 唤醒的 自己的意识画出来的 但是下一秒 那个跟我一模一样的脸 对我露出个笑容来 他飞快地干瘪 消失 跟飞灰一样 连点痕迹都没留下来 我已经想起来了很多东西 它存在的意义 也就没有了 我回头看着新娘子 她写意在鞦韆架上 鞦韆架上 还有新挂的红绸 她异性阑珊地摸着那个红绸 奇怪 这地方 明明是你自己想要的 为什么 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对 眼就是这种东西 之前那些含着笑的怪人 为什么会那么死 也就清楚了 他们只怕也是因为梦魇 进入了梦境之中 导致永远也醒不过来 之所以醒不过来 也大概是因为 那是一场美梦 让人不想醒来 只想继续往下沉沦的美梦 所以 人才会可死饿死 都绝不出来 脸上 还是带着笑 那些死灵 组成了这个强大的梦中世界 死的人越多 这地方的力量 也就越强大 难怪 那个我自己的意识变化出来的怪人说 我要是留下来 也会变成带着笑的尸体 那些在梦境之中死了的人 全是那个样子 也是因为 是我潜意识一次一次地提醒自己 再不醒过来 下场 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新娘子靠近了我 想起越来越浓 脚的脑子里一片混沌 她盯着我 眼里却是寂寞 你既然想要 为什么不任性一点 你总是为别人活着 为什么 不选择为自己活 是啊 为自己活过吗 每个人都是有惰性的 每个人都是有欲望的 如果现在 一切欲望就能得以实现 那为什么还要去奋斗呢 这样 也好 可这一瞬 我鹅脚猛然又是一阵剧痛 这种剧痛 简直濒临死亡 让人瞬间 就清醒过来了 新娘子 微微皱起了眉头 梦 是对现实的投射 如果这真的是梦境 那我的真正身体 是不是也面临着什么危险 有人在外面 想方设法 让我醒过来 新娘子身上的香气更富裕了 她靠近我 缓缓地 用极具诱惑力的声音说道 你不用这么急着下决定 先睡一觉 闭上眼睛 她的手 盖在了我的眼皮上 一阵倦意袭来 也许 我是应该休息一会儿 可下一瞬 我反手就扭住了她的手腕 直接把她对在了威墙上 她的大眼睛 满是亥然之色 不可能 但她眼神一粒 像是在说 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一瞬 天地万物 再一次震战了起来 光的一声 那道威墙倒下 她身体重获自由 接着 她微微抬起了手 数不清的树枝 疼万 好像活了一样 对着我就纠缠了下来 破风声呼的一下 快得 像是能把空气撕裂 我被死死地缠住了 根本动弹不得 她那让人目眩神秘的笑容 瞬间变得残忍 她一只手摸在了我脸上 眼神有怜悯 也有嫌恶 为什么 我把你想要的全给你 你还是不要 你要的 到底是什么 是啊 我已经忘了 我要的是什么了 别走了 她的声音跟催眠曲一样 再次柔和了下来 留下 留在咱们的世界里 我只知道 我要的 不是眼前这些 就在我即将闭上眼睛这一瞬 一股子奇异的力量 从身上猛然炸出 啪的一声 微强周围的藤腕 忽然就从我身上松开了 就连新娘子 也被震退了好几步 她猛然抬起头 你 可还没等她说出第二个字 她脚下的地砖猛然崩塌 刚才被她召唤过来的藤腕 迅速把她包裹交缠了起来 她动弹不得 我卡住了她的脖子 居高临下 看见她的眼睛里 一闪而过的恐惧 你怎么可能做到 这是我的梦境 出现什么 我说了算 我可以选择沉沦在这里 但我也可以选择 主宰梦境之中的一切 传说 这个迷魂阵 是最难走的阵 因为人最难战胜的 就是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一颗一颗 只有自己最清楚 这地方真好 可我不能留在这里 我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要紧到 比我想要的一切都重要 她咬紧了牙 眼神极为倔强 你的力量 没变 你认识我 恍惚之间 我想起来 认识我的人 似乎有很多 有人欠我的 也有我欠人家的 也许 这一趟旅程 就是要为之前的因果 做一个了断 我听见自己冷冷地说道 最后一次问你 我要怎么做 才能离开这里 她嘴角一勾 你猜 快点 而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急促地响了起来 来不及了 是那个阴阳先生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出现了 而他掀起了自己的长衫 露出了腰腹 那上面 是深深的一道子勒痕 有血 我这才反应过来 那一道看不见的绳子 似乎收得越来越紧了 我开始窒息 眼前开始发白 外头发生了很多事 很多人 都在等着你 算命先生大声说道 下手吧 约略 猜出来了 打败他 我伸出了手 手里凝结出了一道金色的光芒 手心接触到了那个东西 是极为熟悉 极为踏实的感觉 这个东西 好像是叫 七星龙拳 哪怕现在身体在剧痛 可右臂之中 炸出了极其强大的力量 那个力量 像是能毁灭一切 七星龙拳 批破了一切 所到之处 所向披靡 那光芒 落在了新娘子娇美的 穿着嫁衣的身躯上 他眼神一凝 地上的青石板拔地而起 就挡在了他面前 啪的一声 青石板 分崩离析 露出了他 骇然的眼睛 他想做什么 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 为什么没人肯来陪我 他的眼神 落寞得像是个 无家可归的小孩 我不想再被冷落 也不想再被人忘记了 可是 梦 要么被实现 要么被忘记 砖石瓦砾粉碎 藤腕断裂 金光锁道之处 他消失了 这个地方 跟地震一样 开始站立 很多东西 在眼前扭曲了起来 可是 我皱起了眉头 我还是没醒 不光如此 我见到了 我妈伸出来的手 我儿 我握住了那只手 这感觉熟悉又陌生 娘害怕 我也是 我的手钻得很紧 心里一酸 不想再失去了 可是 我吸了口气 举起了七星龙拳 过昂 我从来没想到过 我会有这样的残忍 苏先生在瓦砾下 已经看愣了 张了张嘴 我 过昂 大舅哥的尸体 和他下来的围墙 全部消失 转过脸 那个阴阳先生 直愣愣地盯着我 他忽然笑了 哥 动手吧 要离开这里 就得跟这里的一切告别 不管你有多眷恋 多不舍 阴阳先生 和他身后的琵琶树 也消失了 这地方 成了一片废墟 七星龙拳的锋芒掉转 对向了我自己 置之死地 方能重生 我几乎没有多想 身体记忆 让七星龙拳 划出了漂亮 且凌厉的曲线 这个世界 在金光之中消失了 我猛然睁开了眼睛 与此同时 耳边就是一声 绝望的呼喊 李北斗 一道锋芒 对着我的脸 就劈下来了 第1591章 最后震悟 是雷弓锥 自然而然 真正的七星龙拳出窍 坑的一声 挡在了那道锋芒前面 龙气猛然冲撞了出来 面前一个影子 被震得倒退了三步开外 映入眼帘的是 披着熊皮的那个人 还有一个纤细的身影 挡在了我面前 伤痕累累 白或香 他转脸看着我 头上的血 忽住了眼睛 他来不及把血擦干净 却强睁着眼睛盯着我 浑身一颤 李北斗 血污挡不住他眼里的光 他很高兴 终于松了一口气 环顾四周 我们的身体 还是被金丝玉尾缠在一起 但是人 都以最大限度分散开了 像是受到过极强的冲击 低下头 大概是因为失去了意识 龙铃没有滋生 被进来时 穿在一起的金丝玉尾类的血肉模糊 腰上的剧痛 原来是这么来的 程兴和的身体 斜挂在了树叉上 人折成了不可思议的角度 可倒垂的脑袋上 二郎眼还是灼灼发亮 声音哪怕微弱 也还是之前的倔强 齐心 你他妈的眼白雪公主呢 还知道醒 苏勋蹲在了树下 身体摇摇晃晃的 显然也受伤不清 可还是抓住了身边一切的东西 在摆震 雅巴兰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站起来 脆的一声 吐出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重新开始活动手腕的关节 这一跤 好像很长 一个小牛犊子似的 声音也猛然跃起 扑到了我身侧 虎视眈眈地盯着熊皮人 金毛 是啊 不光很长 还错过了很多事 显然 我们一进 到了这个地方来 就遇上了眼 迷魂阵 大家全倒下了 全坠入到了那个梦里 而在梦里 大家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成心合成了冷酷的大舅哥 也许 他一直希望 自己能有些逼格 有些权威 能在众人之中 当个雷厉风行的长辈 苏寻成了絮絮叨叨的 梅人苏先生 也许 他很希望 自己也能巧舌善变 不再闷不吭声 只能看别人表演 雅巴兰出乎意料 竟然是那个不断提醒我 引导我的阴阳先生 也许 他不再想当团队里 力大无脑的角色 他想有众人 接醉我独醒的智慧 做我们的灯塔 金毛是个什么内心 我就不知道了 也许 兽类跟人到底不同 也或许 他单纯 就是想去肆无忌惮 抓人家的肉 更出人意料的是 香油店的老板娘 是江彩萍 转过脸 他也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了我身边 但他表情 别提多别扭了 我耳朵一热 也猜出来了 也许 他嫌惠惯了 也偶尔有叛逆的念头 想用另一种 大胆的方式对待我 可哪怕在梦里 他牢牢记着自己的诉求 不过是不争不强 只要这个人 不过 他一个鬼仙 第一个看出眼 提示我的就是他 怎么也进到了 那个世界里了 每个人的欲望 都毫无保留地 展现在那个虚假的世界里 所以 才跟醒的时候 截然不同 如果不是一场梦 也许 我们都不知道 自己压抑的另一面是什么 梦里的我 很怯懦 我心里发笑 是不是 走了这么长的路 我也累了 想喘口气 想把一切责任 全部抛掉 有些事情 果然只能在梦里 做 这么想来 我在梦境之中 唯独没有看见白货香 也许 他反应得最快 没有被眼迷住 相公 这一次 可多亏了二姐了 跟我猜的一样 我们几个 被眼拉入到了同一个梦境里 全忘了自己是谁 江彩平知道这是眼 也用自己鬼仙的法子 潜入了进去 可是 哪怕江彩平 沉浸了那个梦境 也忘了自己是谁 她成了那个香油店的老板娘 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提醒我 这个时候 白货香以一己之力 守护在了我们身边 哪怕 之后承虚而入 想害我们的是熊皮人 我们和眼相互牵绊 她就不用终迷魂阵 直接坐收渔翁之力 我把衣服脱下来 盖在了她身上 久等了 我吐了口气 我回来了 她身上大大小小全是伤痕 整洁灌了的衣服 也全是破口 她从来没伤得这么严重过 她的身体 猛然颤了一下 我盯着熊皮人 这王八蛋还没死 我再醒都晚一点 哪怕不是一个会笑的干尸 也得先让熊皮人给解决了 熊皮人似乎冷笑了一下 手腕一番露出了雷弓锥 不光是熊皮人 她身后 隐隐约约也出现了不少人 江家拉来的援兵不少 不愧是警朝绵延下来的大家族 也许 为了这一趟 他们的准备 比我们还足 这对双方来说 都是最后的机会了 大军压境 不知道能吓死几个老百姓 白货香紧张了起来 我闻见了 那些援兵不敢靠近 是因为前面有浓烈的药味 白货香动了某种手脚 利用毒药或者什么 让他们过不来 只有熊皮人靠近了 那个时候清醒的 只有白货香自己 他一个人会有多害怕 多绝望 之前身上的剧痛 应该有一部分 就是白货香拼尽全力 想把我们从梦境之中给拉回来 可还没等着把我们给拉回来 熊皮人他们 也追进来了 他一个人 护着我们这么多人 可我看着他们 没有一丝巨意 冷冷地就说道 我的人 是你们伤的 江年从后面出来 历声说道 你蓄意破坏四项局 要把整个三界的安宁毁了 不杀你们这群祸害 留着过年 大家伙 趁着他还没破玄武局 咱们把这个祸害解决了 那是数不清的功德 他身后那些人 也群情激愤 杀祸害 护三界 对吗 尔虞我诈 追逐各自的欲望和野心 这才是真正的事件 不过 玄武局还没破 我环顾四周 之前出了洞口 果然到了另一个所在 像是一个山谷 四周围很多交错纵横的沟壑 不知道多久没进来过人 藤蔓和树木纠结在一起 野草耸立着到腰高 显然不知道 多少年没人进来过了 附近的山头参差不齐 山与山之间陡峭的缝隙之中 天边出现了一抹残虹 日头要沉下去了 我们睡了整整半天 是浪费了不少时间 可还好 离这月上中天 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从梦魇之中 醒过来了 那个眼 也在梦魇之中消失了 守护玄武局 阵悟的三个关卡全过了 下一步 就是找到真正的阵悟了 难怪 黄金龙说过 迷魂阵里的东西 又强大 又脆弱 因为它是强大还是脆弱 其实是取决于自己 打破 也是这个意思 梦境 只能被打破 我们已经从梦魇之中 醒过来了 刷的一声 一道极大的力量 对着我就劈了过来 我翻身躲过 那一道力量 炸在了我身侧 直接把身边的石块 全部炸碎 我反手 把腰上的金丝玉尾割断 脑子里飞快地 转动了起来 脑子一点一点 从梦魇之中 清醒了过来 这个位置 有一个标志 是个黑色的圆圈 在哪里来着 还没想好 雷弓锥已经 奔着我头顶打过来了 龙器顺着太岁牙 从猪血手上炸起 两道紫光猛然一撞 周围的树叶子 全部被哗啦啦掀起 我和熊皮人 同时后退了一步 熊皮人显然也没想到 为什么我明明在桃花香 受了那么重的伤 却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恢复了 得赶在午夜之前 找到那个震悟的 时间越来越紧 不拿过来 功亏一篑 雷弓锥再一次闪起 我抬起手扛住 手心被震得发麻 但我用出了全部的力量 熊皮人的身体 清洁后退 雷弓锥转了方向 以极快的速度 奔着我脑后砸了下来 这一招是用得很妙 周围那些江家人 都是一声喝彩 眼看着 那一下就要砸到了 我头上来了 成星和他们都担心了起来 七星 可惜 我比他快 就在雷弓锥要落下的 最后一秒 我身子迅速一偏 七星龙拳就奔着 他手腕就劈了下去 他的手被逼得微微一偏 这一下 他的雷弓锥 长驱直入 对的是自己的脑门 第1592章 那位先生 这一瞬 熊皮人的身体猛然后痒 闲闲把雷弓锥那一下 从自己身上让过去 那一股子雷弓锥 打出来的破风声 跟他的脸 差不了一直 我心里一凉 这一下 我已经是尽了全力 速度动作都刁钻 按理说是避不开的 可他竟然真能化解 雷弓锥的力道 向着后面炸开 一棵两人核爆的树 轰然就炸开了 树枝树叶建的到处都是 而我反应很快 抓住了这个机会 七星龙拳 炸起一层龙气 对着他就看 他既然强 那我就要抢占先机 龙气已经跟自己 融于一体了 哪怕没有精气 那么所向披靡 但是也没有精气 那么伤身 用起来更合适 时间是紧迫 不过 不搬倒了他 下面的旅途 会更麻烦 熊皮人因为刚才那一下 身体本来就不稳 我追得又快 立刻翻转过来 就想重新落下雷弓锥 不愧是那位先生 那些江家人 都跟着叫好 那位先生 这个熊皮没名字吗 不过 确实是快 可我更快一步 龙气对着他手腕一掀 雷弓锥还没来得及 继续风雷之事 就已经被我 从手中振脱 好 刚才那一交锋 速度极快 力道又重 在场的人 几乎都没来得及眨眼睛 唯独倒挂在树上的 成星河看清楚了 七星 干得好 江家人反应过来 则倒吸了一口凉气 像是在说 把那位先生手里的东西 振脱了 怎么可能 是啊 熊皮人未必比之前 见到的那些天阶差 甚至 也许能跟公孙筒 难分上下 他也吃惊不小 露在熊皮下面的半张脸 他没想到 我能有这个本事 说实话 我自己都没想到 可人都是有潜能的 不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谁都不知道 真正的自己有多强 他反应极快 身体凌空翻转 已经翻身 去追脱手的雷弓锥 让他拿到 那就麻烦了 我续足力气 奔着 他就冲过去了 风哗啦一声 在我耳边掠过去 额头前的头发 被全部掀起 就在他的手 即将抓住雷弓锥的时候 七星龙拳龙气一炸 奔着他的手 就消下去了 他只能把手收回来 对我来说 最好的选择 自然是自己拿到雷弓锥了 但在熊皮人面前 太多贪心反而会坏事 这几乎不可能 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反手一甩 就把那个雷弓锥打飞 不让他拿到也好 咻的一声 雷弓锥裹挟着风雷之势冲出去 哗啦一下穿过了树林子 消失了 活该 程兴和更高兴了 就要从树上翻身起来 用凤凰毛 把雷弓锥给裹回来 可他在进入梦魇的时候 显然也受伤不清 剧烈地一咳嗽 凤凰毛才一出手 嗓子里就是一口血 白货香立刻回头骂他 不过他也一身伤 骂也没有平时的气势 熊皮人大怒 知道这不是一身胳膊 就能够到的距离 忽然凌空变招 对着我下巴就踢了过来 我立刻往后退 但是那一下太快了 我整个人被踢得翻转过去 身体靠着胶珠的力量 条件反射 才稳稳落在了地上 嗓子眼里一阵心田 还没等我抬眼 破风声已经追上来 我立刻转身 避不开了 可没想到 一股子极大的力量出现 硬是声声让他一下 改了方向 江彩平 可这一下 显然耗费了他全部的力量 他的阴气 也一下淡薄了不少 他在梦眼里 估计也吃了不少苦 那一下追了个空 光的一声 身后的树 直接就是一个洞 木质香气猛然四溅 啪的一声 一到长边破空而出 就把熊皮人给拦住了 哥 是哑巴兰的声音 我跟你一起上 我心里一揪 你看见他的本事了 你一起上 不是自讨苦吃吗 熊皮人一脚奔着 哑巴兰就踹过去了 这一下哀上 哑巴兰肋骨 留不下一根完整的 可金毛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皎洁的凌空扑来 奔着那个熊皮人的脑袋 就咬了下去 熊皮人只能放过哑巴兰 拳头一钻 对着金毛重重一击 金毛一根体型 完全不符合的敏捷转身 那一拳打空 金毛变招 咬他后颈 可熊皮人一弯腰 手一抬 一把黑色东西 奔着金毛就射了过去 金毛只能让开 堵堵堵 几声 那一串黑色的东西 直接砸入身后一棵树上 而金毛一臂 熊皮人早预判出了后招 另一拳 奔着金毛的肚子 就砸下去了 金毛整个身体 被打得旋转飞出 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好 江家人大喊 哪怕是个吼 也不是咱们先生的对手 熊皮人还没来及起身 可我已经冲过去了 哑巴兰让开 哑巴兰没反应过来 可幸亏苏寻手快 已经把他拽走 在哑巴兰让开的最后半秒 七星龙拳奔着熊皮人 就削了过去 这一下 他避不开了 我自然不会让我们的人白吃亏 光的一下 熊皮人的身体整个飞出 重重地撞在了树上 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大吃一惊 还想挣扎起来 可七星龙拳的锋芒 已经对着他脖子下去了 熊皮人的身体猛然一将 立刻往后翻转 可七星龙拳一扬 哗啦啦树木倒下 截住他所有退路 他要起来 可我一脚已经踢中了他胸口 精气疏然乍起 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所有人的呼吸全平住了 可没想到 就在这最后一瞬间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住手 我一转脸 呼吸一宁 江年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把遗落的雷弓锥 重新捡了回来 搁在了程兴河的脖子上 你这次来玄武局 不就是为了这个二狼眼吗 江年微微一笑 我现在就弄死他 你就不用继续破局了 程兴河吸了口气 二狼眼却成车又坦然 大声说道 要是这个时候死 那是我的命数 别管我 该做什么 做你的 我死也不拉别人后腿 说着 竟然翻过身子 凤凰毛的光芒乍起 奔着江年的脖子 就缠了过去 他要是没有那么重的伤 可以 但现在 我心头一紧 速度和力量 他都不行 果然 他的手还没展开 已经被江年一脚踹在了树上 我心里疏然一痛 江年歪头看我 松手 第1593章 阴沟翻船 说着 江年有意无意地 看了那些江家人一眼 果然 江梁也在其中 不过身上的伤没好利索 他盯着江年 满眼赞许 江年等的 就是这个赞许 身后微微一颤 是江彩平 他转手要把程兴河 从江年手里给抢过来 这一下速度极快 一般人 肯定是反应不过来的 可没想到 江年一反手 空气对着江彩平的方向 就撕裂了过去 江彩平清零的一转身 堪堪避开 可身侧连树袋一大片草 被全部炸碎 露出了一大片焦土地 江彩平咬了咬牙 以江彩平的能力 按理说是万无一失的 可江年手里 有雷公追 江年历声说道 李北斗 管好你身边的人 该说邪碎 反正你身边 蛇鼠一窝 也没什么好东西 不然的话 江年的雷公 追往下一压 程兴河身体 猛然就是一斗 他脖子上的皮肤 被压得深深凹陷 涌出一条蟹线 可他咬着牙 只有不甘心 却一下没出声 平时 这货最怕死 最怕疼 江彩平眼神一宁 转脸看向了我 相公 他低下头 只剩下自责了 适切坏事 我摇摇头 不怪你 江年冷冷地盯着我 行啊 平时什么出生入死的朋友 还不如一个邪碎 说什么仁义 到最后 还不是重色轻友 这死亡八蛋 我 雅巴兰也恨不得冲上去 可江年把雷公锥抓得很紧 雅巴兰一靠近 那雷公锥又伸了几分 苏巡立马把雅巴兰给拽回来了 别这么多废话 江年嘴角一勾 先把我们家先生给松开 接着 跟白货香以止气使的一甩头 卖药的 把你那些毒药也撤了 他是拿准了 只要把程兴和抓在了手里 我们都得听他的 白货香看了我一眼 我点了点头 程兴和一咬牙 正气水 你去了 我跟你急 白货香没回头 一甩袖子 应该是把毒药给清理了 先活下来再说吧 熊皮人出了口气 不知道是庆幸还是失望 但是看得出来 他想活 是啊 混到他这个能力 这么死了 无异于阴沟翻船 谁不憋屈 要一撤 那些江家带来的人 团团就把这里给围住了 江年环顾四周 输了口气 看向了穿熊皮的神色恭敬 宁 他以为 我理所当然要放人 可我反手 就把穿熊皮的卡紧了 声音一朗 你手里有人 我手里也有人 要不 咱们比比 谁手快 熊皮人身体一震 江年也是一样 这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虽然跟我没接触过几次 但我做的事情 他们将家人心里都清楚 我心软 仁义 宁愿自己受伤 也会护着身边的人 这对他们来说 或者对我自己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可我现在 想明白了 真要护着自己的人 光靠着人意不够 现在这个情形 我一松手 熊皮人重获自由 程兴和也不会落什么好 周围的那些人一拥而上 把我们抓住 那玄武局还是破不了 成狗还是得死 松开熊皮人 才是堵死自己最后一条路 程兴和倒是眼睛一亮 七星 干得好 江年的呼吸 顿时就乱了 他是一个擅长谋划的人 对自己行事的要求 就是滴水不漏 可一旦出现了失控 他会慌 现在就是这样 我看向了那些 被我们放进来的江家人 缓缓说道 江年 你再不松手 你们先生就完了 七星龙泉的锋芒 隐隐炸起来一层精气 江年吸了口气 立声对一边的江家人说道 大家不用担心 一起上 他这个朋友在我手里 他不敢 既然怎么都是死路一条了 我为什么不敢 我看向了那些江家人 还是说 江年 你根本就没把这个熊皮先生 放在心上 甚至 你就是想着借刀杀人 借我的手 害死了你们先生 你自己取代 他的位置 江年表情顿时将住了 你胡说八道 你是个什么人 大家心里都清楚 我接着说道 你哥哥江景是怎么倒的没 可能大家也清楚 江年的眼睛顿时冲了血 你什么意思 江景落了现在这个下场 不就是你一手谋划的吗 我答道 有些死路 是你给江景指的 这话一出口 那些江家人 顿时全愣住了 看向了江年 尤其是他们两个的爹 江梁 江年呼吸一下 就乱了 死死瞪着我 骂道 血口喷人 无凭无据 他是我哥 我为什么害他 正因为他比你早出生 所以是你哥 也是风水浆的继承人 不过嘛 他要是不行了 位子空出来 不就是你的了吗 当然了 话说到了这里 江家人也不可能全信 毕竟无凭无据 谁也不傻 可我接着说到 你的兄弟宫一片晦暗 遮不住了 更别说 你们江家 祖传的兄弟相争 大家心里都清楚 只有手足相残的人 兄弟宫才会晦暗 所有江家人的视线 都落在了江年的脸上 江年的脸色 顿时煞白煞白的 谁都看得出来 他心虚 一个人 为了风水江家继承人的位置 自己亲哥哥都坑 那借着我的手 坑死心来的先生 也不奇怪 我悠哉悠哉地说道 背叛这种事 有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他胡说 可没人去看江年了 只盯着我 熊皮先生可不想死 我接着说道 现如今 不知道你们 是听这个先生的 还是听江年的 那些江家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犹豫不定了起来 显然 熊皮在江家地位极高 越高越好 那我就算你们默认 想让这个熊皮先生活了 我接着说道 第一 先把玄武局 政务的位置告诉我 江家人的表情 悚然移动 我知道 他们有逼我完备的地图 否则不会凭空进到桃花香河这里来 熊皮身上一颤 当然也想挣脱 可聪明如他 知道猪血手和太岁牙都在我身上 他未必能全身而退 惜命的人 都不会冒这种险 人只要活着 就还有希望 是不是 我接着说道 死了 就全完了 这话说的熊皮人心里一动 果然 他微微点了点头 江年忍不住了 可咱们已经拦到了这里 不能功亏一篑 住嘴 你这个小畜生 江梁立声说道 他给咱们 江家做了多少事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他出事 说着 在众目睽睽之中 亲自出来 给我指向了一个位置 就是这里 很好 我接着说道 第二 江年 把成兴河送到了我们这里来 江年不甘心 可江梁一声抱贺 你没听见 江年只好松开了成兴河 他们立刻接住了成兴河 苏巡跟我点了点头 意思是 江梁指的地方 确实有一个入口 那地方乍一看 很像是一棵披着藤蔓的大树 但其实 像是一座很小的塔 我拽着熊皮过来 一下就把熊皮推到了塔前面 啪的一声 塔里窜出了什么东西 跟我猜的一样 江梁指点的位置 是假的 江家众人一愣 对着熊皮就扑了过去 要把他救出来 我却趁机抓住了自己人 跟我走 下一秒 七星龙泉开路 一片江家人被掀翻 我带着他们 冲到了另一个位置 苏巡 开阵 第1594章 九屈索妖 这个位置 也有一个塔 跟刚才江梁指给我的位置 一模一样 这地方的藏 全是苏家做的 苏巡猛然对着那个根树 差不多的小型塔一推 耳边顿时就是一阵风声 把江家人的声音 全隔在了后面 所有人如同湿了重 眼前一阵漆黑 光的一声 我们全体落在了一个地方 扑鼻子一股泥土味 也幸亏这地方是泥土 有一定的缓冲 不然的话 哪怕我能靠着 胶珠稳当落地 他们也得摔个好歹 有事没事 哑巴兰的声音 第一个响了起来 我没事 我也是 都没事就好 七星 程兴和的声音 先是因为剧痛吸了口凉气 接着就问 你怎么知道 震悟在这里 是啊哥 哑巴兰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你知道一开始 那个位置是假的 我一开始不知道 说实话 哪怕当时我卡住了熊皮人 也没法确定 江家会不会给我指出 正确的位置 毕竟是江家 接触了这么长时间 他们能做什么事 我心里太清楚了 可要是不问他们 那么短的时间 我也不知道 震悟到底在什么位置上 于是 当时我就长了个心眼 故意对着江梁指点的地方过去了 那一瞬间 所有的江家人 应该都是很紧张的 如果我真的靠近了假塔 那我中招就会被抓 一切玩完 而江家人两个特点 一个是自满 还有一个 就是谨慎 我给他们添了多少乱 他们心里 也清楚 所以 我跟个定时炸弹一样 不抓住的前一秒 都不敢对我掉以轻心 我赌的就是 一旦我靠近了假的证悟 那他们会不由自主 趁机先护住真的证悟 抢占先机 杜绝一切让我翻盘的可能 这是江家人的本能 而我在带着熊皮人 靠近假位置的时候 眼角余光就看见大批江家人 悄然一动 牢牢守住了对面那个位置 自然知道真位置在哪里了 我哥就是我哥 对付那些江家人 还不是跟玩一样 雅巴兰一高兴 就要手舞足蹈 可这么一手舞足蹈 他就倒抽一口凉气 显然也扯动了伤口 要说功劳最大的 还是洞仔 我看着苏勋说道 要不是他能破阵 咱们也没法进来 苏勋就是我一个筹码 我左边一个人 身子僵了一下 显然就是苏勋 他也想说点什么 可接触的人少 搜索哭长 也不知道说个什么话 比较漂亮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说 举手之劳 难怪在梦里 他是个能言善变的媒人 就是可惜 雅巴兰说道 便宜了那个穿熊皮的 是啊 那儿没那么容易弄死 他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 跟公孙筒他们身上相泪 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普通的人了 也许 只有那种精气能伤他 不过 也多亏了能在大家的 陆里同心下抓住他 没他 还真没这么快 就找到证悟的位置 能抓住了他做人质 倒是能问出很多事情来 不过可惜得很 一来 他能力太大 待在身边就是定时炸弹 弄不好反而引火烧身 二来 不把他塞到了假证悟呢 把江家人调虎离山 我们也很难这么快 这么顺利地进来 他们哪怕投鼠忌器 也会拖延找证悟的时间 不过那人确实奇怪 哑巴兰的声音响了起来 为什么遮挡得那么严实 也许 他身上的不是熊皮 而是另一种皮 要遮挡 肯定也是因为 他身上什么地方 见不得光 这地方一片漆黑 我就把高老师给的天花 散到了半空 天花如同一个巨型吊灯一样 在头顶上炸开 看清楚了 这地方 是一个地宫 长长的墙壁 上面是一扇一扇的门 头顶 是极为繁复精致的穹顶 穹顶由静置远 大概九层 隐隐约约许多彩绘 跟天花交相辉映 简直美不胜收 这就对了 塔下面 当然是地宫 那个眼 就是来守着地宫的 难怪呢 进门的壁画上 是立着的板子 那是门的意思 这地方 是出人意料的大 一踏进去 是巨大的回响 哑巴兰吸了口气 这个 果然比朱雀菊的大多了 触目所及 一切都极为精致 墙上有数不清的锦绣壁画 地宫里的门窗 也都是雕梁画洞 镇物应该就供奉 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找出来 洞了 那就成了 不过 这地方这么大 镇物到底供奉在什么地方 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宁气仔细看了看 就看见地宫中央的位置 似乎有一道黑色的气 应该就在那里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入夜的时候了 离这成星河最后的时间 没多久了 抓紧时间 我往前迈了一步 白货箱就拉住了我 一回头 他指着我的腰 对了 这一次 我们的腰上 又受了心伤 我蹲下 他开始给我上药 我还想起来了 自从在须弥川回来了之后 我见到了血 就不会跟之前一样 会发狂了 对了 在老婆额制造身体的时候 我曾经犯过一次病 萧香用手 平息过那种欲望 之后就再也没犯过 也不知道 萧香现在怎么样了 他水神的位置 有没有取回来 你在想他 白货箱忽然轻轻来了一句 我一愣 就点了点头 是啊 他要是在就好了 白货箱的脸在阴影里 表情看不清 他什么都能做到 是啊 萧香 是神 你也很厉害啊 我对他笑 我们中了迷魂症 可多亏你了 是啊 货箱姐 哑巴兰也凑了过来 要不是你 我们闭着眼 就让人给收拾了 哎 姐 说起来 你怎么没被眼中 白货箱一侧脸 略带了些得意 我提前吃了点东西 原来 白货箱这一路也很累 他生怕自己一个 不小心犯困 反应变慢 会耽误了事 所以给自己用了 强制清醒的药 而那种药 虽然效果显著 可副作用极大 药效过去 也会失眠很久 我想说谢谢 可他为我们 做的事情 不是一个谢谢 就能回馈的 白货箱依次给大家上药 李北斗 你要是没事 先看看地形 我答应了一声 转过了身子 大家都当心点 这地方 应该是有些伤人的怪东西 我来的时候就留心了 外头看上去 都是树和青藤 但实际上 有些看似是树的 其实是被青藤缠上的碑 从那两个的形质 能看出来 这几个碑 是九曲索妖碑 跟肖香所在的 九鬼鸭关 是极为相似的 但比九鬼鸭关 还要厉害 别看上面的 九个宝塔很小 但是每一个宝塔之中 肯定都供奉着 某种极为厉害的东西 比如舍粒子之类的 确保底下的 大阵物出不来 构资格阵在底下的 肯定是某种大灵物 大灵物一旦被震住 动弹不得 身上散发的巨大灵气 就会引来其他的小灵物 好比动物受伤落入陷阱 会吸引来嗜血的豺狼 和文银一样 这地方的灵气这么盛 小灵物吃了这么多年 一定不好对付 他们几个答应了一声 我就看向了地宫附近的壁画 之前只觉得 这些壁画金碧辉煌 但是一细看 就皱起了眉头 那些壁画虽然看似繁复 但是密密麻麻 竟然只有一个内容 大的 小的 圆的 扁的 全是眼睛 第1595章 满墙眼睛 奇怪 这么多眼睛是干什么用的 而这些眼睛重心捧月 围绕着一个巨大的眼睛 在所有小眼睛的映衬下 最大的眼睛 似乎能看到世间万物 给人一种十分震撼的感觉 哑巴拦到了我身后 也跟着看 哥 难道正物是一个眼睛 没听说过 哪个灵物长了很多眼睛 倒是有种形式叫温湿 满脸都是眼睛 但温湿不算是什么特别大的角色 哪有资格上这里来当证物 这密密麻麻的眼睛 是用金粉 绿松石 青金石等描绘出来的 颜色千百年不变 但怪得很 这些眼睛 全是凸起的 在天花的光芒下 更显得唯妙唯笑 要雕骚出这么多眼睛来 费多大的功夫 有这个必要 不知道内容的时候 觉得是流光一彩 看清楚了 就觉得十分诡异 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 更是要炸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些眼睛 像是活的 我疑心更重了 不过现在时间紧迫 还是赶紧去找那个证物吧 没多长时间了 地宫有很多的门 我找了个比较近的 伸手就要打开 可这个时候 天花暗了下去 与此同时 雅巴兰忽然移了一声 天花重新亮起 我转脸看它 怎么了 雅巴兰凑近了刚才的壁画 有些尴尬的摇摇头 我可能是看错了 刚才天花熄灭的时候 我看见有一个眼睛 像是转动了一下 我脖子上的汗毛 顿时就给竖起来了 不过雅巴兰指着那个眼睛说道 仔细看了看 没动 这一路上 这种事遇上的绝不算少 不能掉以轻心 我回头就看向了成星和他们 好了没有 成星和他们已经过来了 从哪开始找 我皱了皱眉头 是啊 这么多门 从哪开始找呢 一个一个找过去 恐怕天亮了也找不完 一旦错过了 就白瞎了 我们几个一对眼 就只有一个选择 分头走 可谁都知道 这地方不知道藏着什么东西 分头进去 简直跟送死差不多 我略意寻思 暂时先不要分开 一起进一扇门 看看情况再做决定 他们几个都跟着点头 那 进哪扇 我从头开始数 第十二扇 为什么 白货香也有些好奇 有什么讲究 其实 是之前杰林的那个皮虎光 带来的话 我的家族 出过一个大成皇爷 那个大成皇爷 曾经拖那个皮虎光告诉我 就四个字 十二扇门 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哪个地方 能有十二扇门 但是现在明白了 那个大成皇爷亲切 是知道 我早晚会走到了这个地方来 咱们就看看 十二扇门里 到底有什么 到了第十二扇门 外面看着 跟其他的门 也没什么太大差距 我把门推开 看到了一个长长的永路 果然 这个永路 就通向了地宫中间 不过 永路很窄 宽度只能容一个人通过 跟个单行道一样 而这个地方的墙壁上 竟然也满是眼睛 我告诉他们 一会都别碰到墙上的眼睛壁画 接着自己打头 将彩平自告奋勇地断后 自从做完了那个迷魂的梦 他有意无意 总像是躲着我 打头往里走 程兴和跟在我后面 雅巴兰排第三 一边走 程兴和就有些不好意思 这一趟 为了我 苦了你们了 雅巴兰嘿嘿一笑 成狗 你这话说了多少次了 赶上祥林嫂了 可是成兴和吸了口气 让你们陪我送死 谁能安心 不对 成狗也是你叫的 雅巴兰摆了摆手 你就当我们是 动物保护协会的吧 成兴和一肚子内疚一下 就被压下去了 回腿叫给雅巴兰来一下 雅巴兰立刻闪开 一进四项局 成狗变成驴 你还挺押韵 可以跟耳暴神一起唱唱rap 说起来 耳暴神想跟 我没让其跟我们一起出来 留在了商店街 帮我通风报信 身边的人或者其他生灵 能少死一个 就少死一个 说起来 也幸亏咱们来 玄武局来得晚 雅巴兰说道 提前几个月进来 咱们恐怕就真的走不出去了 是啊 前面几个局 虽然也是九死一生 可跟玄武局比起来 简直是班门弄斧 大概是因为 我们成家人 比其余四家强吧 雅巴兰一听不乐意了 俩人吵了起来 这也真 不过 我忍不住寻思了起来 我是唯一的破局人 就是因为 我跟这地方的政务 都有某种关联 就比如说 清灵 如果来破局的不是我 他会交出钥匙吗 还有那个严 他好像 也认识那个警朝国君 都跟他认识 那个警朝国君 造了很大的念 严 他是谁啊 鹅角一阵剧痛 我脑子里面 隐隐约约 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记忆 一个鞦韆架上 坐着一个小姑娘 没人推他 我好像问过他 没人帮你推鞦韆 他叹了口气 没有 人人都冷落我 我好像推过他一把 他长发飘扬 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你能不能陪着我 我答应了下来 可还没来得及答应 就出现了什么事 什么事来着 我只记得 好像一道光 撕裂了黑暗 七星 这个时候 成星河忽然拉了我一把 我一下就从走神里 醒过来了 而他这一拉 我也听到了 我们这一行人最后面 传来了一个 嘻嘻嘟嘟的声音 这声音不大对劲 墙面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 爬过来了 第1596章 九曲八卦 我立刻转过了脸 就发现 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 聚拢出了很多灰乎乎的东西 好像云雾一样 这一瞬间 天花熄灭 我抬手又是一颗 暗淡光线重新亮起 我心里一沉 下一秒 大声说道 都怕下 千万别睁眼 话音未落 那些云雾轰然跃起 对着我们就扑了过来 我们一行人反应也算快 很快就把脸给埋住了 那一瞬间 我们全看见了 那些云雾上的原点子 云雾当然不会长原点子 那是大量的鬼眼鹅 这东西 我们之前在 锦玉龙强占重庆堂的时候 见过一次 是黄斧球带来的 一旦跟着玩意儿对眼 就会被迷住心窍 下一秒 一拥而上 避论什么活物 都只剩下尸骸了 头顶上噼里啪啦 就是一阵煽动翅膀的声音 数不清的灵粉下雨一样 往我们身上落下来 光是灵粉 就有这个规模 我们顿时变身恶寒 这地方 有多少鬼眼鹅 大城皇爷指点的第十二扇门 不可能白指 应该是危险最小的 还这么麻烦 要是闯入到了其他门内 又会遇上什么 哑巴兰的声音 从身后响了起来 哥 咱们点火吧 是啊 被这些东西笼罩着 那肯定寸步难行 唯一的法子 就是跟上次吃老怪物一样 点火烧这些东西 可这些东西数量这么大 我们都没有吃老怪物的本事 怎么个烧法 相公 队伍最末尾 响起了江彩萍的声音 如果火烧管用 切能试试 对了 江彩萍是鬼仙 会用五行验圣术 火就是五行之一 而且 他不用怕鬼眼鹅 他失手没在这 那就辛苦你了 话音未落 我们就听见头顶轰的一声爆响 头顶迅速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鬼眼鹅并不会叫 这是数不清的翅膀烧焦的动静 接着 上面就是一阵灼热 哪怕合着眼皮 也能绝出光线炸亮 啪啪啪 数不清的落灰掉在了身上 跟火山灰差不多 灼热的感觉消退 我们重新抬起头来 这四面墙壁 都被撩得一片焦黑 鬼眼鹅一只都没剩下 我们这才同时松了口气 程兴和回头 就跟江彩萍竖大拇指 别说 有个妾就是方便 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 必备良药 江彩萍得意了起来 伯公若想纳妾 等出去了 妾帮你留意 出去 程兴和的程车的眼睛 一瞬间有点失神 我媳妇还没有呢 还妾 能出去再说吧 都走到了这里来了 震悟不是唾手可得吗 哑巴兰子趁机说道 彩萍姐 算我一个 妾不敢想了 有妻就行 你倒是容易知足 不过 我抬起了头来 忽然觉得不大对劲 一转脸 就皱起了眉头 墙上的东西不见了 刚才 那些眼睛闭化 现如今 这地方 就只剩下了一层 烧黑了的夯土宫墙 程兴和也发现了 难不成 刚才火力太猛 给烧没了 烧没 会烧得这么干净 简直就像是 自己走下去了一样 这地方好些 这些眼睛 绝对不是什么善类 我暗暗咽了一下口水 要是时间 充足还好 还能研究研究 可现在 我们时间所剩不多了 必须得尽快找到证物 确实没有调查的时间了 只能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 结果这一走 前面忽然出现了一道阴影 有一扇门 我们几个一对眼 这就不能看着不管了 也许这扇门 才能到达 证物所在的位置 我仔细看了 看门的形质 打开了 那里一片漆黑 是跟我们现在所在的 一模一样的涌路 不知道终点通往何方 程兴和常常出了口气 得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吧 江仲离那个 魔人的老妖精 一早就打算 把我们成家全摸死 是啊 都看出来了 这个存放证物的地方 竟然是个迷宫 本来竞选武局的时间 就极短 他在前面设立了 三个保险部说 还在最后的关卡 搞一个迷宫 就这地方的规模 直走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找到 弄个迷宫 保不气一辈子都走不出去 他们全看向了我 我蹲下看了看 夯土层 吸了口气 上面是九区索妖塔 下面是九区八卦镇 上下呼应 这是我们艳圣术 独有的法门 以前是专门用来 给灵寝设置的 为了防盗木贼 这东西最简单的 仅仅三扇门就能完成 但就这么三扇门 就能有鬼 打墙一样的威力 里面变化无穷 能延伸出 不知道多少种走法 让人进去之后 跟驴子推磨一样 永远走不出去 越大 越花费工本 从里面走出去的几率 也就越小 艳圣门的祖宗啊 诚心和男男地说道 当初肯定想不到 这他娘是挖坑 给未来的当家跳 耗费时间 还放在一边 我拔出了七星龙拳 回头就说道 大家打起精神来 这地方不是只有 迷宫这么简单 话音未落 涌入深处 歌之一声 就响起了一个动静 像是 不见终点的黑暗里 又有一扇门打开了 所有人的呼吸 全屏住了 这地方 还有其他东西 江彩平就告诉他们 没错 九区八卦镇 暗含了六十四种大变化 数不清的小变化 而九区之中 跟上头的九个塔一样 还各自有一个镇物 就是防止里面的东西出来 外头的进去 哑巴兰扎蛇 不光走迷宫 还得打怪 好走 还配成玄武局的震悟 而那个歌之一声响过去 我们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咔嚓 咔嚓 像是金属片 在互相撞击 而这个声音 越逼越近 冲着我们所在的方向就来了 这下麻烦了 真要是来了一个不好对付的 那我们堵在这里 那对方就跟保龄球撞瓶子一样 把我们全部掀翻了 我立马收到 大家先散开 下一秒 我甩手一个天花 自己则冲着发出声音的那个涌路 就过去了 咔嚓 咔嚓 天花的光芒下 那个门里出现了一个很高的影子 影子的轮廓极为魁梧 大概两米见方 而那个身影身上穿着的 肩膀上像是虎头 胸前像是圆镜 是个武将的打扮 哑巴拦在后面看不清楚 有些着急 哥 是什么人 诚心和男男说道 这不是人 我吐了口气 就那个冲天的煞气 是个无极师 下一秒 那个身影以极快的速度 冲着我们就冲了过来 轰的一声 他手里的东西 撞出了一道灵力的破风声 我翻身闪开 光的一声 一面墙土崩瓦解 砖石瓦砾成了积粉 是个巨大的铜锤 都往后退 七星龙拳出鞘 迎着无极师削了过去 那个无极师生前 肯定想有某种官职 血肉横飞的战场上 拿命赠来的 当然弱不了 身体虽然庞大 但是极为矫健 侧身一让 一脚横扫 对着我膝盖就撞了过来 好快 逆贼 他的面容 完全被头盔遮盖住 看不清表情 但看得出来 现在怒气冲天 我拼尽全力躲过 一脚踢飞一块石头撞过去 我不是逆贼 你先听我说 他悬身让过 反手对着我脑袋劈下来 凤凰毛和金丝玉尾 同时搜得逼近 但是还没靠近他身边 就像是 撞到了看不见的屏障 凤凰毛立刻被弹出老远 金丝玉尾 啪的一下粉碎 第1597章 白虎天将 这个力道 我尽全力避开 虽然擦过 汉毛也不由一炸 战场上遇上这种人 狠话不多的 那脑袋当场就得开瓢 七星龙拳凝了精气 冲着他就消 可他看似庞大 躲避的方式 却极为高明 精气轰然削断了半面墙 我呼吸沉重了起来 这无疾师 跟之前遇上的大蕾 不太一样 当时我们碰上大蕾 已经觉得大蕾很难对付 可没想到 大蕾跟这个无疾师一比 确实也是兵卒子 对大将军的程度 他生前 不知道杀戮过多少人 而这个东西翻身一滚 重新冲着 我就追了过来 这一下更快 那个铜锤 几乎奔着我脑袋就砸下来了 可就在这一瞬 身后呼啸一声 一个牛独大的身影 窜了过来 奔着这无疾师就冲 金毛 一着急 把金毛给忘了 那身影绝出 也是悚然一动 挥舞着铜锤还要砸过来 可金毛一张口 嗷呜一声 那个穿着盔甲的身影 立刻就停在了原地 显然 他也想挣扎 也许 无疾师不管碰上什么 都敢上前拼斗 可唯独一样 吼是行尸里的祖宗 金毛一出声 这东西的身体 跟被点了穴一样 一下就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金毛身体一转 对我也嗷呜了一声 表情十分骄傲 意思像是在说 不打紧 大爷我罩着你 诚心和他们一听见了动静 别提多高兴了 差点忘了 咱们金毛是行尸之王 行尸斜碎一条街 打听打听谁是点 我重新点了一个天花 炸上了半空 光线倾泻到了他脸上 我看清楚了 这个无疾师头上戴的关 这时 苏寻的声音 也从后面响了起来 白虎参将 在古安殿老板和老齐纳 学了不少的知识 他看见了那个 无疾师肩膀上的一对白虎 这白虎参将 是警朝的一个官衔 杀敌一千 可成白虎参将 我摇摇头 这是白虎天将 说着让他看清楚 虎头护肩后面 带着一双鹤一样的翅膀 这是如虎天翼的意思 一般的参将 没这个规格待遇 苏寻一愣 这是杀敌十万 一战未败的白虎天将 这种战绩 搁在旧时代 几千年来 做到的也不多 可见当年功勋多卓著 难怪有这个本事 这种人 哪怕活着的时候 估计也是百无禁忌 人鬼莫尽 所以 到了现在 他虽然在金毛的震慑下 动弹不得 可他身上的盔甲 还在速速作响 显然 就算对方是吼 他也不畏惧 还想挣扎出来逗一逗 果然 虎头都谋下 是一张紫铜色枣和脸 威夷不凡 不可逼是 现在牙子欲裂 看样子 要把我们生吞活泼 这个气场 要是普通人 大概已经被震慑地做下了 还好 我们这一群 都不算普通人 而且 我看着他 更是莫名其妙 有了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 我认识他 亚巴兰家里 也算是武将出身 对他来了兴趣 问道 哎 无疾师 你知道政务在哪吗 不说还好 那无疾师怒目原争 怒道 你们这帮逆贼 逆贼 本将军 必将手刃你们 断头包皮 为我煮血齿 纯于红 这一声出口 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又是那种本能反应 我知道他的名字 这一声出口 他身上的铠甲哗啦一响 难以置信地看向了我 尤其 是我的额角 他的眼睛一下就瞪大了 像是难以置信 国君 下一秒 他猛然低下头 就想给我下跪 可因为身体被金毛震慑住 自己根本无法控制 一双手摁住了腿 就想强行让自己跪下 国君恕罪 国君恕罪 因为无法下跪 他的声音满是恐惧 锦朝国君 能让一个屠戮十万人的白虎天将 畏惧成这样 我跟金毛点了点头 金毛尾巴一摇 只听哗啦一声 无疾师就跪在了我面前 不敢抬头 我心里一阵侧然 起来吧 这一声 竟然也极为自然 不由自主 就跟之前记忆里 跟阿四说话 跟清灵说话的那个声音 重叠了起来 这既然是锦朝国君的爱将 怎么会被震在了这个地方 做九区政务 这对我们来说 正是好事 我们时间本来就紧 有了本地人领路 肯定能尽快找到玄武局的大政务 程兴和顿时也高兴了起来 安安念叨 阿弥陀佛 祖宗显灵 天不决断我成家 那人浑身一颤 罪臣大罪 不敢 起来 我声音一力 现在 用得着你 这一声 程兴和他们都看了我一眼 好像突然不认识我了一样 那个无疾师浑身一颤 立刻站了起来 但仍然低着头 不敢直视 国君肯给罪臣戴罪立功的机会 罪臣感激不尽 事效全马之劳 你先跟我说说 我缓缓说道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里的政务 又在什么地方 淳于红如蒙大射 立刻弯腰 双手过额 毕恭毕敬地说道 原来国君忘记了 罪臣 是为了国君心愿 自愿的 自愿 淳于红点了点头 他告诉我们 当初建造四项局的时候 玄武局是最重要 也是最难建造的一个 尤其是下九区 需要九个政务 当时江仲黎 已经搜集到了八个政务 但唯独最后一个 无论如何 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叫江仲黎来说 唯独只缺少一个白虎杀 何为白虎杀呢 白虎是凶神 非要一个屠戮万人的人 炼制成了无疾师 才守得住这里 可便寻墓葬 都没有找到 适合炼制无疾师的杀师 因为耽误了进度 损失是极重的 而眼看着警朝国君 为了这件事情忧心 他深感不安 所以毛遂自荐 牺牲了自己 让江仲黎炼制成了无疾师 就是为了建成 国君梦寐以求的四项局 我心里一震 这跟活人殉葬 有什么区别 这个淳于红 竟然对警朝国君 忠心到了这个程度 拿自己的命 来实现他的心愿 那个国君何德何能 第1598章 熟人领路 不过对我来说 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能遇上警朝的人 那很多谜题 立刻就能迎刃而解了 可惜现在时间紧迫 我只能先摁住了心里的疑问 那这地方的证悟 到底是什么 淳于红告诉我 玄武局是江先生 夏大人他们 带着验圣门的人定的 只有他们二位和国君明知道 最沉旨中心护卫 不敢打探各种私密 也对 那个年代知道的越少 反而越安全 政务在哪 在九区宫最中心 认识吗 淳于红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小心翼翼地说道 认识是认识的 只是 我没时间磨蹭了 认识 现在就带路 可淳于红一下跪下 国君忘却前臣 最沉却不敢不提醒 这玄武局建造好了 就是为了怕人闯进来 其中机关重重 身不可测 国君之身进入 罪臣惶恐 怕伤了国君御体 不用担心 我答道 能走到这里来 该见的世面我也都见了 我现在赶时间 带路 淳于红犹豫了一下 可他毕竟是做臣子的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 我还是一意孤行 他无法违抗 只得站起来 两手交叠过额头 后退三步 才侧身走在了前面 国君 请 有这么个帮手 那剩下的路 一定就好走多了 他们几个也瞬间松了口气 一边往里走 我一边抓住了机会问 当年警朝国君 为什么一定要修建四项局 那自然是因为 国君文治武功 功绩标柄 欲求天下平安 守护咱们警朝的疆土 淳于红一板一眼 四项局之功 千秋万代 也只有国君能做得到 我心里冷笑 这话说的 倒是冠冕堂皇 我记得跟水神有关 淳于红神色有些尴尬 这 您拯救苍生万民于 水深火热之中 封自己为神君 也无可厚非 既然是神君 那自然只有主神 能与您匹配了 旧时代的人 活得确实辛苦 派此浅据 都得小心翼翼 一个字用错 怕就是杀头的罪过 成兴和和亚伯兰一对眼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半君如半虎 这么荒谬的事情 我一边走 一边盯着淳于红 就没人出来拦着 是有几位御石死剑 可惜 不用说我也知道 八成是在金兰殿上 当场撞了柱子 无死战 闻死剑 可惜了几个忠臣 搭上这么个昏君 这一瞬 我脑子里朦朦胧胧 像是有了某种印象 大金兰殿上 面前是九龙缠柱 身边站着个 言为有志的人 玉阶下面 是有一些熟悉的面孔 是有几个穿紫衣的 义正言辞 但是一想到了这里 额脚就是一阵剧痛 似乎那个记忆太伤人 自己不愿意回想了 不过 我瞬间 就想起来了成北王 当初 他应该也死见过 不过没成功 你认识成北王吗 淳于红一愣 摇摇头 国军封的异姓王 不曾有成北为号的呀 不对 是我记错了 果然 成兴和咳嗽了一声 你们 好像是叫定国公 当初我跟乌姬打赌 挂雅巴林 我摊上了野城皇 和英兵过道的事 遇上了成北王 不过这三个字 是我给他封的 原来的名字 是叫定国公来着 那个定国公 据说也给警朝立下了汉马功劳 跟这个淳于红一样 都是武将 不料想 淳于红一愣 抬起头来 恩师 封王了 原来成北王是他师父 难怪这么骁勇 成兴和连忙说道 没错 七 你们国君 惊口欲言 一张嘴的事 你立了功 也给你封一个 你替我答应的 倒是挺痛快 淳于红立刻抱拳 谢公公美言 真有此日 末将必定后谢公公 成兴和的脸 跟个茄子一样 一下就死了 公 哑巴兰的脸也紫了 憋笑憋的 江彩萍也差点没笑出来 就白货香表情控制得好 苏荀则正在走神 看四周的装饰 没分心听这个 我接着问道 当时跟我最亲近的武将 还有谁 我惦记着 虚迷川里遇上的小武 到了现在 我还是不知道小武的大名 淳于红说了几个名字 可都不对 我忍不住就问 没有名字里带武的 那小武跟我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淳于红摇摇头 眼神有些异样 我心里一紧 可别漏了马脚 他就不肯带路了 我只好把心思摁了下来 继续问道 那关于江仲离 你还知道什么 淳于红肃然起敬 国师自然是身怀仙术 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 也为国君立下大功 修建四项菊 更是肃心业媚 呕心立血 那 夏季长呢 淳于红一听这个名字 忽然就皱了皱眉头 显然是想起来了什么 但犹豫片刻 显然是不敢细说 说来听听 恕你无罪 淳于红答道 平日里 两位大人交好 可有一日 原来 在建造玄武局的时候 他们俩一直在一个帐子里忙碌 而淳于红是负责守卫的 那天经过他们俩的帐子 听见里面动静不对 好像起了什么争执 指责所在 淳于红进去一看 大吃一惊 只见夏季长忽然拿了刀 要砍江仲离 还大声说道 早知你有如此私心 在四项菊上动歪念 我早就杀了你 清君策 可江仲离在刀锋之下 仍然面色如常 甚至把手上的书翻了一眼 当时淳于红也是 吃了一惊 上去就把夏季长手里的刀给抢过来了 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夏季长一张脸憋得通红 什么也没说出来 江仲离就更别提了 摆了摆手 就让淳于红出去 还叮嘱淳于红 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跟其他人说 这江仲离是警察人口中的神仙 似乎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的眼睛 淳于红对他心怀忌惮 也就没再追究这件事 不过 不久之后 江仲离就开始要求白虎煞 淳于红以白虎天将的身份 自见身亡 就留在这里了 我跟程兴和一对眼 这江仲离对四项局动歪念 有私心 这里面看来 还有别的猫腻啊 说话间 我们已经到了一扇门前面 淳于红指着那扇门就说道 这一条 算是进入中心的捷径 只是 这里的东西 不好对付 是朱雀煞 连无疾师都觉得不好对付 第1599章 朱雀之煞 朱雀煞 程兴和一转脸 听上去 跟朱雀局差不多 怎么也比朱雀局好对付吧 是啊 朱雀局算是我们有意识破的第一个局 青龙局是不经意之间破的 镇物是聚宝盆 我们当初被黑白无常抓进去破局 遇上了魏家的尸解仙 也是九死一生 后来脱险 运气占一大部分 朱雀煞 我往那个方向一看 就看见了一片暖红 我看向了淳于红 里面是个女的 淳于红立刻拱手 国君果然还记得 不是我记得 是我看出来的 这地方有个很强大的怨灵 我们看气色 红色暖 则为阳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人气 冷为阴红 有月而终者 带阴红气 人们常说穿着红衣的鬼是厉鬼 也因为他们身上有阴红气 阴红气又分雌雄 雄者为者红 雌者为暖红 一般人估计得听得一愣一愣的 看风水 还得分辨这么多色气 这倒是没错 我们这一行 色盲就不好办了 哑巴兰回头就看了江彩萍一眼 这么说 里面的那位跟彩萍解释一类 江彩萍已经是鬼中王者 普通的女鬼 自然不是她的对手 江彩萍立刻说道 妾愿意进去帮相公看看 说话间 我们都听到了一个声音 哗啦 像是很多珠子 互相碰撞的声音 雅巴兰一皱眉头 这是什么动静 诚心和二郎眼往里一看 吸了口凉气 这东西 生前没少杀人 没错 里面的 不是普通的女鬼 要是普通的女鬼 哪有资格被江仲黎千辛万苦地找来 她粘带着神器 诚心和心眼多 抬手先拿凤凰毛往里卷了一块石头 打扰了 我们接得到 结果话音未落 一股子凌厉的破风声 对着那块石头就冲了过来 啪的一声 那石头还没冲出去 顿时成了粉 好准 诚心和一愣 不由就往后退了一步 但是下一瞬 涌路像是有一股子力道 反拽住了凤凰毛 倒是把诚心和往里拉 诚心和反应很快 翻身一脚要卡在了永路口 想把凤凰毛拽下来 可没等她落脚 那破风声先垫在了那个位置 诚心和大吃一惊 便招要退 但是破风声每一次 都能提前挡在了诚心和的退路上 我立马过去抓诚心和 手还没到 就觉得一阵剧痛 里面的东西 精准地知道我的手 要落在什么位置上 我只能退开 重新要抓诚心和 但还没等我偏头 那破风声擦着我的脸就过来了 她好像 知道我们每一个下一步 未卜先知 我一下拔出七星龙拳 可手又是一痛 强忍着手上的痛奔着里面一批 内里的东西 似乎忌惮惮惊气 闲闲才 把诚心和给拉回来 我和诚心和同时后退 重重摔在了地上 诚心和一番手 手上已经血肉模糊 顿时呲牙咧嘴 里面是个什么玩意儿 开了挂吗 这还怎么玩 我看向了淳于红 这朱雀煞 是哪里来的 淳于红立刻告诉我们 国军名剑 这个朱雀煞 身份确实非同一般 据说是折仙下界 几个人一对眼 折仙 原来 警朝建立之前 天下大乱 万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天上铝将异象 有人说 那是三界之危 比如天上坠龙 河川大亮红灯 如繁星之类的 都是在警朝建立之前发生的 我心里一动 那就跟阿满他们说的全对上了 当时 上头出了大事 阿满 九尾狐 都是在那个时候被贬折的 里头这位 也是 来头果然不简单 据说他一开始生在平凡人家 可刚一出生 就被当时的青天间正上门 求养为奇女 那家人本来就想要儿子 养了女儿正在生气 一听青天间正要 大喜过望 装出了不舍的模样 敲了一大笔钱 就把那个女儿让出去了 周围的人都问 青天间正 为什么要讨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为养女 知根知底的人就说 这小姑娘一出生 竟然不哭 而两手心 和额头上 各有一颗胭脂剂 想必是个异象 而青天间正养下胭脂剂 小姑娘 却没有跟之前说的一样 认小姑娘为女 相反 自从把小姑娘给接去了 就给沐浴焚香 当天神那么供着 有人好奇 青天间就摇头 说这小姑娘不是凡人 而小姑娘没出周岁 竟然就能口吐人言 万物恭我 反而招哉 青天间正满口答应 可还是不肯 拿她当个凡人对待 小姑娘叹了口气 也就不再说话 逐渐变得跟普通小孩一样了 而供养她这些年 青天间正预知 吉凶祸福的能力 猛然见长 有人说 就是因为小姑娘的缘故 那小姑娘能未卜先知 而小姑娘到了吉吉之年 也就跟正常人一样嫁娶 可当时她名声在外 没人敢娶她 唯独一个少年郎仰慕 请人求亲 这才有了姻缘 结果小姑娘托人带话 结婚可以 这是天定的缘分 但是成亲当天 千万不能就任何一个人 这话虽然眉头莫尾 可少年郎也就答应了 但万万没想到 结婚那天洞房花竹叶的时候 有人趁着新郎应酬 潜入洞房 把她给玷污了 原来 那天新郎的表哥犯了事 要找个地方躲一躲 正赶上表弟娶亲 求表弟看在好日子上 一定要救救他 表弟也犹豫 这新娘说好了 婚事上不能救人啊 可表哥说 你想想 咱们俩一起长大的交情 难道还不如个女人吗 要是见死不救 我就在你大喜日子 自意你家门前 算是你逼死我的 谁家乐意婚事上出这种事 新郎自身又是个 急中义气的人 还是收留了他 谁知道 当天差异 听说凶犯出现在婚礼上 就把新郎当成表哥抓走了 那个表哥是个虎狼心肠 听说新娘子是个一人 趁着新郎被抓 就琢磨了起来 这一人是个什么滋味 新娘子并不知道 新郎长什么模样 那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真正的新郎现身 这才知道什么情况 表哥硬说是新娘子 勾搭自己 不知廉耻 而事情闹这么大 在那个年代 也足够让新娘 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 于是 在外头闹嚷的时候 新娘自己上吊自尽了 表哥还在外面争辩呢 天上落雷 表哥就被声声劈死了 新郎一家 倒是也觉得对不起新娘 但是新娘怨气不散 谁再靠近了那个屋子 必定会横死 人人管那叫吞人屋 一开始 是靠近那个屋子的人送命 后来 方圆十里 都没有了人烟 青天见证也叹息 说自己 如果没有贪图功德 强行供养 扰乱因果 没让他受此生该受的磨难 也许这一世 他也没这么苦 青天见正是观星的 跟西派杜大先生 组上同行 女孩出生那天夜里 青天见正坐立不安 觉得上头出了大事 立刻就上望台观星 这一观星 就见到西南方向 一颗流星滑了过来 一颗大星在前 数不清的小星在后 哥现在来讲 是流星雨 可那个时候 则被认定是天神下界 后面追赶的小星 则是押送的兵足 青天见就眼看着星星 落在了一个桥头 赶过去一问 桥头一户人家 一个小姑娘出生了 青天见自然想 如果自己能奉养折仙 那不也是天大的机缘 果然 小姑娘确实能未卜先知 帮了青天见不少 想必小姑娘是个折仙 这一世下来何该受苦 可被她一扰乱 应了那一句万物攻我 反而招灾 新娘横死 本来就是极大的怨气 这新娘前身还是折仙 那能耐自然也就更大了 大家头壳同时一炸 看向了我 实在不行 咱们上别处绕一绕 淳于红两手交叠 国军再从其他地方绕 只怕来不及了 要想今日午夜之前到振兴 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 第1600章 一位折仙 必经之路 没错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同时听到了 身后一阵脚步声 声音并不大 甚至是压着的 但一回头 就知道来者何人了 江家人又来了 程兴和一皱眉头 这帮人真是让敌老头子 给整治过来了 跟蟑螂一样 怎么打都死不绝 不光江家人来了 后面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气 是图神使者 我们过了几个关卡 下一步就能破旋舞局了 这些图神使者坐不住 亲自进来了 哥 人不少啊 没错 应该不光是江家 很多吃阴阳饭的 应该都来了 只要一说四象局出事 多少人要保护三界平安 又有多少人盼着从中于力 就跟四象会那帮人一样 个个都想着参一脚 我们这下 可真称得上是行业里的公敌了 这下可倒好 哪怕我们想绕远 都绕不了 只能来个傻子回姥姥家 一条倒走倒黑了 不过 那些人仗着江家留下的地图 找得很顺利 比我们进度要快 眼瞅着快追上来了 哪怕抓不住我们 只要拖住了我们 时间一到 程兴和还是要死 江彩平立刻说道 相公直管走你们的 这些人 窃来想法子 而淳于红也听出来了 怎的 这些人是君主的敌人吗 那罪臣请命 愿意帮国军抵挡 我一寻思 也只能拜托他们 二位了 我就跟淳于红到了生险 淳于红一抱拳 国军保重 话音未落 人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冲出 不远的地方 当就是一声巨响 像是巨大的铜锤 击穿墙壁的声音 程兴和不游有些替我感动 齐兴 虽然你这名声不太好 不过别说 你那些部署 对你倒是赤胆忠心的 你干了那么多匪夷所思的事 他们怎么对你还是这么忠诚 是啊 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 警朝国军干的就没一件人事 他们不是应该把警朝国军给放弃了吗 大概是个人魅力吧 我心平气和地说道 这一下把程兴和噎住了 半天才缓过来 舰长 你这脸皮倒是渐长 又是一声巨响 后面开始有惨叫声了 这地方狭窄 也有狭窄的好处 一手难攻 那就只能靠着淳于红了 程兴和说的也有道理 要是动动嘴的事 好歹也给他封个王 开心开心 但是惨叫声之中 夹杂了一些锐物的破风声 显然 其中不光有看风水的 也有不少武先生 我瞬间有点担心淳于红 但是下一秒 我就听出来 那些破风声改了方向 将踩平帮的忙 我们就在那一片喧闹声之中 进到了那一片黑暗之中 不出我所料 里面疏然就是一声巨响 根本就躲不开 所以我也不躲 自己在狭窄的涌路之中打头 先用龙鳞挨了几下 那力道别提多大了 要是一个月之前的我 八成要当成给打一个跟头 不过现在 我得到了龙气 比以前强多了 用尽力气站稳当了 后面是白货香的声音 李北斗 你别做死 没事 想不到 我也有当肉盾的一天 这几下确实锋 看来这位哲仙转世 没少害人 隔着龙鳞 也能绝出那骨子气的力量 难怪石头都能打碎 可龙鳞因为地流浆的作用 已经越来越强 没那么容易被打坏 而这几下挨过去 里面的人自然也意识到了 这是个无用功 停了下来 我趁机说道 里面这位 仙子 咱们远日无怨近日无仇 江仲理把你抓到了这里来 关了这么多年 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我这赶时间 要不这样 你放我们过去 我们不白 请你挪地方 我把你带出去 换个地方修行 行不行 我们摆风水局的时候 都有证悟 不过这证悟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怨气越大 越管用 比如之前江家的 风水秘宝展览会 月邪的东西 只要东西割对了地方 那升官发财 招迎桃花的能力 也就越大 这位哲仙当年遭受的屈辱 怨气自然冲天 难怪被江仲理给搜罗来了 他作为哲仙 这一事确实是 应该来受苦赎罪的 可他一来自艺 等于说提前结束了 在人间的有期徒刑 跟越狱无异 二来越狱 之后没杀住车 继续杀了那么多人 两罪并罚 要是没有滔天的功德 他别想回去 江仲理把你留在这里 就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请你在这里赎罪 以后好回上头的 是不是 我寻寻善诱 不是我吹嘘 我在外面也有点人脉 给你立个妙语吃香火 积累功德 简单得很 靠着你的力量 护佑善男性女 也是小事一桩 咱们双赢 里面先是一片安静 安静得我有些许尴尬 半嗓 里面才想起了回音 你又来了 那是一个阴森森的声音 杀气凛冽 程兴和在后面揪了我一下 意思是说 还是老相识 这地方当年就是给我修的 当然是老相识 我吸了口气 接着说道 啊 原来是故人 故人更应该给我几分薄面 不是 我为了节省时间 这一次打算采取怀柔政策 能不打就不打 化干戈为玉薄 还要积累时间体力 去找大政务破局 所以为表敬意 我并没有放天花 以免惊扰失礼 大家就黑漆漆地说着话 可下一秒 一个鬼魅似的声音 竖然靠近 像是冷不丁 贴到了我鼻子前面 我就是被你害的 我后心一炸 七星龙拳一下出窍 挡在他面前 你认错人了 我商店街里被抖 羞的一声 不知道谁已经把天花 给放了出去 一起上 天花一亮 我们同时屏住了呼吸 面前的脸 确实美丽不可方物 但同时也可怕 那是一个白面具般的脸 五官像是描绘上去的 很精致 可是 没有一丝活气 极为诡异 硬要形容的话 很像是墓葬里面的 陪葬人勇 好看 也不急 他额头上 果然有一颗红质 就在这一瞬间 我看出来他脸上的面相 不由吃了一惊